第0201章 进修 哦 你愿意加入我们机甲团了吗 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 军营中一名肌肉胸贵看着徐悦 抖动着自己的胸肌说道 在徐悦得到了机甲的消息出现后 北洋军团的北洋骑士团就过来 想要吸收他们进入 算起来北洋骑士团是凤系张作霖的管辖部队 不过和吴佩甫所统领的联合侦察团一样 里面肯定还会有着其他派系拥有类似特长的成员 北洋内部虽然派系争斗厉害 但对外毕竟还是相当一致的 所以这种状况倒也并没有引发多少奇怪的 甚至或许这就是袁大头所默许的 只是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徐悦是表明了自己需要考虑一下 而毕竟徐悦除了机甲外 医疗人数也相当出色 而且还打上了吴佩服的标签 所以北洋骑士团过来招人的家伙 虽然有些不满 但却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孙林那边倒是没有啥犹豫的 直接加入了 他有个好哥哥 到哪里都不用担心被欺负 而且加入北洋骑士团 只是训练配合方面要一起 并不是说每次任务都需要一起的 依然还是原先的小队模式 不错 虽然你才刚刚获得机甲 实力在我们骑士团是垫底的 勉强刚刚获得预备团的资格 但你毕竟才刚刚成为正式轮回者 论潜力恐怕比我还大 那肌肉胸贵拍了拍徐悦的肩膀 一副我看好你的表情说道 过奖过奖 徐悦依然还是他的老好人性格 温温吞吞的 那行 骑士团兵不会干涉你们的自由组队和任务空间 但在现实空间的时候 必须要每日都参加骑士团的操练 那名肌肉胸贵对徐悦开始讲解起一些简单注意事项了起来 其实北洋骑士团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将整个北洋军团的机甲类别轮回者全部召集起来 随后训练配合 免得万一发生大战的时候 无法将机甲集团进军的最大特点发挥出来 而北洋军团并没有量产机甲的能力 没有相应的军团驻地空间 所有的机师都是通过自己努力从任务空间获得的 所以相比来说人数算不上多 同时机甲的类别也是五花八门的 这更加需要看平日的磨合了 在现实空间使用机甲需要支付相当昂贵的费用 但北洋军团作为华夏第二军团 军区当中有一片专门用来练习的全线区域 平日里主要就是练习配合 同时还必须要参加一些增加军事素养的课程 学习战术的理解与战局的把握 万一出现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置应急情况 但在才上了一天课程的时候 徐悦就主动向预备团的教官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报告教官 我以前是一名医生 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丝毫军事知识 有些跟不上进度 所以请求分配一个留学名额 那位负责北洋骑士团预备团的教官 听到了徐悦的请求 也认真考虑了一下 和大多数就是从北洋军团中 选出来参与轮回空间的士兵不同 这一位的确是半路出家 而且还是一位大佬亲自引路的 哪怕双方派系不对 也必须要给予足够的面子和尊重的 但如今的留洋名额可是很宝贵的 一名普通士兵要什么留洋进修 直接本土军校学习就完全够了的 只有有成为军官潜力 拥有指挥天赋的人才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可偏偏的 对方虽然并没有展现出指挥天赋 但自身发展潜力来说 又是目前骑士团当中最好的几位之一 的确又有资格享受这一份待遇 新人就有点自觉好不好 留洋进修的资格是这么容易得到的 那我们这些老人又放在哪 只是那名教官还在犹豫没有回答 一道声音就已经从旁边传来 只见一名满脸横肉的光头汉子走了进来 似乎对于徐悦是相当的不满 北洋骑士团本身主要的人马都是缝隙的 徐悦算是异类的 而他又是刚刚成为正式轮回者 就拥有了机甲会被着重培养分走资源的对象 这就更加容易引起团内成员的不满了 对徐悦有意见的人绝对不止一个两个 可偏偏还被这一位听到了徐悦垂涎那刘洋进修的名额 这更是不能忍了 黄康本身是属于资深者的老油条了 但连续几次晋级精锐轮回者失败 让他的潜力评级以及任务收获都大幅度降低 能力能够保到没降低就已经费尽心思 很久没有提升过了 前面写过好几次 只有新人晋级正式的时候是失败必死的抹杀任务 这一次也是实在没办法准备另辟蹊跷 看看能不能走指挥官路线来破局 靠着军团当中的老资历 以及以前的几个成为了精锐轮回者的队友打招呼 虽然潜力不高 但这一次的进修名额当中 混到一个的问题应该还是不大 可偏偏这次过来想要继续给教官吹风的时候 就听到了冒出了这么个拦路虎 自然是敌意大增 有潜力又怎么了 现在老子的实力还在你之上 至于你未来的成长和潜力 已经失败了几次晋级任务的自己 再不拼几把就没有未来可言了 别说只是个潜力股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自己也会对过去 都快烂命一条了 自己还怕谁 也不怕得罪谁 更何况自己的跟脚也在缝隙 可 黄康 不要撒泼 一切都按照程序来 既然徐悦有需求 那名额就给他了 你还是等下次吧 那名教官本来都还在犹豫给 不给徐悦 但发现了黄康进来后立刻 就连犹豫都没有了 直接决定了这次的名额中有徐悦 本来他对黄康这家伙就有些头疼了 篇幅平平实力垃圾的闲鱼 这辈子恐怕都没办法晋级精锐轮回者了 能够每次任务保命活下 确保实力不因为降级技能而退步就不错了 注定陷入无尽轮回 好好存点轮回点去享受空间里乐一乐 还更现实一点 可偏偏他有两个已经成为了精锐轮回者的队友 同自己打招呼 还真不好拒绝 但那种名额用在这种闲鱼身上 那不是纯粹浪费吗 正好现在有种子选手需求 给他就是了 本来都做好准备 已经想到了充分理由来说服教官的徐悦 也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得到这样的神助攻 直接省掉了不少的麻烦 随后便是回头看了那满脸猙獰的黄康一眼 点了点头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谢谢你 嗯 也谢谢教官 一边从教官手上拿到了一块金属牌子后 徐悦也离开了帐篷 第0202章 名人 哦 一艘外观华丽 带着些许科幻梦幻感的军舰 从上海港缓缓使出 造型来说 比现代美军的中母沃尔特级驱逐舰 还要更加科幻感 这是北洋军团剩下朔国仅存的几艘主力 战舰之一 静远 当年与日国轮回者的全面开战 不管是轮回空间 还是现实空间当中 都打得很激烈 利用国家军团全线调集出的有限力量 损失很惨重 如果不是袁世凯的霸道崛起 以一己之力 横扫了当时日国的七位顶尖大佬 恐怕这仅剩的几艘面子船只都无法保存下来 如今的北洋军团 对于人才的培养是相当重视的 不单单自己创办军校 而且还通过利益交换争取到了一些国外特殊军校的名额 这些军校可并不是单单会进行一些正常的军事培训 最关键的是 许多军校都类似于北洋军团创办的一样 有着专门针对轮回者的科目 圣歇尔军校就是法国最为出色的军校 也是除了德国以外 最为优秀的机甲技能培训基地 不单单有着机甲战术配合 操作等等方面的指导 还有着机甲维护 保养等等各方面 回归空间可以用轮回点来摆平机甲的维护和消耗 但在任务空间当中可是要自己想办法的 如果坏了的话 除了空间贩卖的昂贵维修包外 维护起来可相当麻烦 除此之外 其传统的军事课程也同样优秀 所以徐悦便是进入了这一批 前往圣歇尔军校留学的成员之一 与他一起的 还有那肯哥一族的孙林 以及北洋军团其他一些留学成员 静远会围绕欧洲绕一圈 将他们都分配到各自的留学地点 这艘充满了科幻感的战舰之上 除了北洋军团的成员外 还有着少量其他留学人员 不过毫无意外的是 所有留学者都是轮回者 吴佩福大佬说的没错 在眼前这个怪异的世界当中 不成为轮回者永远只能成为最底层 哪怕爬上来了也是傀儡 不应该说留学生都是轮回者 而应该说他们是轮回者 才拥有着留学的资格 徐悦是吧 认识一下 比人其谢缘 我兄弟成蒙你照顾了 只是就在徐悦站在甲板上 看着船只高速而稳定地离开港口后 一声有些阴柔的声音传来 将徐悦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一个相貌英俊 但眉宇之间 总夹杂着一股阴冷感的男子 从甲板上走了过来 年龄看上去三十多岁 仅仅只是略微一思索 徐悦也就知道他所说的兄弟 肯定是那条想要混留学名额 然后被自己占用了的咸鱼了 似乎他是有几个以前的队友 成为了精锐轮回者来说 不过徐悦也没想到 他其中的一位队友 竟然会这么强 现实 空间通常都会收敛自身的力量 但徐悦的几大感知能力加成 如果全力展开 可能连现实的阿赖耶和盖亚 都能有所感应 就算是简单的感应 对于并没有独特收敛技能的人来说 还是能够看出许多的 眼前这家伙 虽然可能只是精锐轮回者 但实力 隐约拥有着一种影集 才有的独特压迫感 影集的跨度很大的 计量单位影和大老影之间的鸿沟 还是很明显 如果是大老拥有着这种层次的实力 那完全是正常的 可一名精锐轮回者 拥有着这种实力 只能说是对方天赋相当了得 幕府之门的卯月石兵卫 作为军团的大管家 可能也就是精英上人到准影 这个级别而已 那位日国的天骄奈落 之所以优秀 就是因为资深轮回者的时候 就拥有着上人的实力 算起来 这个看上去不声不响的阴柔家伙 竟然拥有着不在那位天骄之下的潜力 而且潜力还已经差不多发挥出来了 北洋军团最出名的两位天才 少帅张学良与新锐孙传芳 也就是属于这种层次之内 或许有差距 但毫无疑问 都是同一级别 齐谢源 这家伙有点印象 也是历史当中的某个人物 不过对比起吴佩芙来说 完全没什么闪耀点 这家伙应该也是直系的人吧 感觉人际关系有点混乱呢 而且 徐悦并没有感觉到 对方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而是更加重视 自己身边不远处 正因为出海而兴奋 不断追逐着甲板上海欧的孙林 美色 不可能啦 孙林虽然的确也蛮漂亮的 但对于这种级别的存在来说 想要什么美女都几乎唾手可得 那唯一可能的 就是这家伙所重视的 应该是孙林背后的那位哥哥了 的确 孙传芳能够被军团列为核心 此时的实力 也拥有着和普通大佬比肩的层次 而且也是精锐轮回者的级别 只是对比起来 孙传芳成为了直系两大首脑都看重的潜力骨 这边 其谢缘却还是除了徐悦从历史上知道外的无名之辈 剧烈的反差引起的不满 又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徐悦心中念头运转飞快 很快就判定了对方一直都名声 不显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对方性格的缘故 故意地压制了自己的存在感潜伏在暗处 而这种阴冷的自私家伙 也并没有多大可能为了一个以前的闲鱼队友 而专门想要做些什么 更可能的是准备对孙传芳或者说孙传芳所最重视的妹妹做些什么 而后以自己这边找借口切入了 哼 有趣的家伙 难不成现在就提前找到了你未来的主子吗 虽然如今这个时代的情况 早就因为轮回空间的介入被搞得乱七八糟了 但从一些历史名人的出现还是能够知道 大体上还是能有一些借鉴作用的 按照穿越以前的历史当中 其谢缘可是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日国 而且在吴佩福拒绝为日军做事之后 因为一次雅吉的关系 其谢缘还强行带人过去将这位老上司绑走 而后吴佩福就因为这雅吉病逝 这种阴柔的家伙现在就已经提前投靠了日国 甚至可能就是因为投靠的缘故 混到了现在的好处与实力也似乎是很正常了 心中快速对对方的行为目的各方面做出了推断后 徐悦脸上依然还是浮现起了那种阳光的笑容 其谢缘前辈应该也是我们直系的自己人吧 为何要因为那一位缝隙的前辈而为难在下 算起来以您的见识应该能够知道 这种名额给在下才是利用率最高的才是 呵呵 我很讨厌有嘴滑舌的新人 放心 一个刚刚成为正式轮回者的新人 我是没兴趣亲自为难你的 只要你和你的同伴一起乖乖给我道个歉就算了 其谢缘依然用那阴柔的语调说道 似乎很是大度一般 但徐悦却知道 对方应该对孙林这带着点天真的笨丫头性格有些了解 如果真是孙林因为他哥哥的关系抢到的名额 或许会因为内疚而道歉 可这一次完全是靠着孙林自己的本事 靠着他第一次晋级任务就获得了机甲的关系而被分配到名额的 这种情况下让他道歉 不存在的 对方显然也是先揣摩到了孙林的性格特地如此 空间询问 以我目前的权限限时动用武力 杀了眼前这家伙要扣多少分 第0203章 巴黎 得到那一连串数字的回答 徐悦还是打消了那个想法 本来吧 孙林这家伙因为记忆被自己动了手脚 还偏偏有个魂侠什么的 所以徐悦也不太希望他出现什么状况 能顺手帮一把的话 那还是会拉一下 而且多少自己也被顺带惦记了 如果对方只是一条杂鱼 被惦记 徐悦会无视 就和以前的伍墨一样 但偏偏对方又有相当不错的能力 那能够有机会把麻烦提前解决 还是提前解决的好点 可偏偏空间这个在现实的限定还真比较大 首先是动手就会根据你使用的力量层次 进行一次惩罚判定 而后扣除你出手干涉程度的相应点数 动手后还有击杀 击杀轮回者的判定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与对方相差的任务次数 嗯 这是防止屠杀新人的 另外一种还是根据对方的自身实力 而且两者取高者 这简直避了汪了 伤伤水水都要喝尽 吃相太难看了 以自己的能力 要动用快速抹杀对方的力量 还要负责扣除 击杀一名影级层次强者的费用 这着实太过昂贵了 实力达到他这种程度的轮回者 保命手段还肯定很多 不了解对方底细的情况下 甚至自己都不一定有一击致命的机会 要是有重生十字架什么的还真有点恶心 空间对于县世的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至于那次世界大战 以及大战之前终日之战 似乎都是动用了特殊军团权限完成的 或许军衔等级高了 诱惑军团高层次权限中拥有着降低 或免除惩罚的手段吧 但可惜自己还并没有 既然如此呢 前辈 你应该知道空间惩罚有多大的 在你不能出手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并不会妥协的 而且或许你不知道 他的哥哥是怎么样的一位存在 现在把话收回去 我还能当作没听见 否则 哼 徐悦脸上温和的表情逐渐收敛 露出了一种略带警告的顶撞态度 一副我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的样子 而且还抱到了粗大腿 孙传芳你怕不怕 你敢动我们试试 我鼓励你试试哦 很好 看来他哥哥的确是给你带来了莫大的勇气了 的确 为了你们是不值得我冒着空间的惩罚出手呢 算你们暂时逃过一截好了 齐谢源依然保持着那种阴柔的态度 笑了笑 似乎不以为意 这家伙 他没有出手的意思 与嘴里说的绝不是因为在乎空间的惩罚 恐怕更大的原因还是眼前所处的这艘船上不方便乱来 毕竟在对方眼里 自己等人也算是成为正式轮回者了 而他自己又还是精锐轮回者并没有跨入大佬的行列 加上只需要稍微动动手就能摆平 所以扣分上属于能够接受的范围才是 况且 徐悦估计对方更加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孙林 当然也肯定不是为了杀他 活捉他应该才是目的 扣分就更低了 好吧 船上不乱来就行了 其他的下船再说吧 来到那连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还蹲在一只海鸥后面准备扑过去的孙林身后 徐悦也伸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突然的一拍 把全身灌注的孙林吓了个半死 回头看到是徐悦后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干嘛 我跟你讲 这次留学名额很难混到的 要好好珍惜 知道吗 不要玩玩闹闹的 孙林摆出他的队长范儿 老气横生地同徐悦说道 估计都是他老哥同他叮嘱的内容被转述的 而且他自己玩海鸥玩得一股子劲 也不知道哪里来说的资本 但徐悦回头 还是满足了这家伙的说教欲望 表示自己要回船舱看书了 让孙林脸上不由有点猛逼 原来自己这么有威信的吗 静远作为超科技船 从上海出发抵达法国 不单单一路上平稳 而且总共也就只花几天的时间 这几天里 骑蟹员倒是并没有做出什么举动 甚至剑都没有剑到 但徐悦还是感觉到了一股被监视感 特别是自己与孙林见面的时候 这股监视感会更强 应该是对方已经在付出一定代价的情况下 用了什么能力了 不过暂时来说 对自己还并没有什么影响 徐悦这段时间也就是继续提炼查克拉 然后研究长生诀 飞雷神和封印术 这些需要时间消化的东西 封印术被灌输了一波后 变得更加娴熟了 自己改良版的金刚封锁 甚至都可以同AT立场配合了 AT立场版的结界强化 大概可以这么认为吧 而就是这样一闸而过的日子 法国也成功抵达 徐悦他们几位要抵达法国留学的成员 也都下船 其卸员也正是其中之一 在北洋驻法兰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出面接应下 带他们去圣西尔军校办理了交流的手续 匆匆一撇了20世纪初的巴黎 就总体来说 还是符合当前这个年代的 徐悦并没有看到什么轮回空间的产物 直到离开巴黎 抵达了郊区凡尔赛宫附近 看着眼前那完全被开辟出的巨大人公湖 以及湖面中央那一座充满了科幻感的建筑群 才是能再次让人感受到轮回空间的可怕影响 整个圣西尔军校都能够在这范围之内 使用学院所准许权限的轮回空间能力 比如机甲操作的练习什么的 这里也是全世界仅次于德国的机甲胜地 法兰西虽然没有德国那样的独立机甲空间 但却被他们搬运出了一些机甲生产线 拥有一定的自我制造与自我维护的能力 可以少被空间压榨很多费用 铁轨列车之上 北洋驻巴黎代表处的那名工作人员 对徐悦他们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随后众人便好似穿越了次元避障一般的乘车 来到了那跨湖大桥之上 窗外的风景与之前灰蒙蒙的工业化都市空气 完全处于了两个世界一般 风和日丽 鸟语花香 大桥本身也充满了一种流畅感 反倒是与这一辆古老的轨道车 有些格格不入了起来 伴随着鸣笛声 车辆也成功进站 哇 又是一群黄皮猴子 少说两句 想要被寄过吗 神秘的远东啊 一直都没去过呢 那传说中龙之魄 军团的国家吗 现在虽然弱了点 但还是不能小瞧的 徐悦他们这一批留学生下车 也迎来了附近不少金发碧眼的学生们观望 有鄙夷的 有不屑的 也有友好的和好奇的 如今的华夏虽然被我大清败家的厉害 但毕竟底子在那里 好歹还是有那么一点分量的 最起码圣歇尔军校的校规有明文规定 不准许搞其事 万里迢迢跑这么远过来这边进修学习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在为他们军校长面子的事 刚刚结束不久的大战中 华夏也是有出力的 一名有着蓝色瞳孔阴勾鼻的 秃头教授走了过来 先同北洋负责交接的人 简单地互相问候了一下 而后便是看向了徐悦他们 各位同学远道而来也是辛苦了 接下来各位有足够的时间在这里学习 你们想要学的一切 今天就先休息一下吧 明天到三号操场上 先把各自的机体展示一下 说完便也不再理会他们 而是安排了一名学生会的学生 将这些留学生们 带到了他们专门的宿舍去 宿舍环境还不错 但徐悦却并没有去管什么环境 而是差不多感知了一下 四周的监控法阵后 在一个最合适的地点 简单地用封印术 暂时关闭了最薄弱区域的空间封锁后 便完成了本体与木分身的身份互换 随后利用在巴黎郊区留下的飞雷神印记 离开了此地 这军校的整体结界很庞大 也很全面 徐悦自己是完全自愧不如 但靠着封印术的造诣 找到最薄弱之处 短暂的封印部分功能不引起察觉 却还是半得到的 轮回眼 原力感知等等各方面的加成 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距离不远 也只是简单使用 没发动攻击 扣分 仅仅只是扣除轮回点 对徐悦不疼不痒 至于木分身会不会被看穿 徐悦并不怎么在意 利用分身 分开学习技能增加效率什么的难道不行吗 又没有不能使用分身能力的禁止事项 其实也不是自己一个人 做了这样的事了 机械员在抵达圣西尔军校之前 就利用了一个类似于替身人偶的道具完成了调包 不过 这家伙的举动除了被自己发现了 还被巴黎上方的一道监测法阵察觉到了就是 巴黎的那一道监测法阵 比起学校的这道要强很多 第0204章 反击 巴黎的一处贫民窟当中 徐悦也找到了自己想要联络的那人 并将其堵在了小巷子里 放心 不会强迫你在做什么的 只要把知道的事都告诉我就行了 那名棚头垢面的被徐悦堵住后 明显是有些战战兢兢的 或者说他被徐悦刚刚找上门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跑得下意识 此时也是无路可退了才是停了下来 惊恐地看着已经变化了容貌的徐悦 你 你真的不是他们的人 自然不是 不是给你看过信物了吗 之前你都还传递过消息给国内的 徐悦看着对方的表情 也是在不断地判断这家伙到底是真恐惧 还是其实已经投靠到对面那一方了 不过 不管是哪一个结果 都是需要从他这边进行切入的 我怎么还敢相信 都死了 都死了好不好 没死的下场恐怕比死还可怕 他们专门雇佣了美人鱼 佣兵团来针对我们 这名买伴的声音显得有些歇斯底里 似乎勾起了什么恐怖的回忆一般 美人鱼佣兵团虽然是法国的一个轮回者军团 但其大名连华夏都是有所耳闻的 排名倒是并不高 在法兰西二十开外 法兰西的人口可不比华夏 或许如今的法兰西前十军团平均比华夏要强不少 可前十朝后实力就大幅度缩水了 或者说全国的精英都集中在前十当中 排名二十开外只能算得上是中型军团了 可能还不如华夏武士开外的军团 毕竟人口基数相差太大 但这个军团的名气却是相当之大 因为他们名字虽然叫做美人鱼 但其实里面都是一些变态的操汉子 精通各种拷问与逼问手法 折磨人的手段绝对是第一流的 据说落在他们手上的人就没有能够不开口的 手段极为残忍 血腥 那个古老家族果然不愧是银行家出生 明明做着更加黑暗的勾当 但却并不会污了自己的手 只要有资本有钱 就能有的是狗腿子 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挑选的目标还是属于最无害的那种 还真是好算盘呢 难怪法兰西区这么快就被他们垄断了 因为欧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徐悦能够接受一个国家内部形成这样的垄断 但想要将触手伸出去 那是万万不行的 好了 不用说了 我还是问郑主吧 徐悦下一刻 便是直接进入到了轮回空间当中 进入到了法国区的轮回空间 整个的氛围 其实与华夏区相差 并不是太大 只是四周 哪怕大多数都伪装过相貌 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歪国人罢了 徐悦也并不是想要做什么 只是来了解一些情报和消息而已 只要有钱就肯定能买到自己想要的情报 巴黎的一处奢华的酒店当中 二十世纪初的酒店就华丽程度上比起后世的酒店都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上面金碧辉煌的装饰掩盖之下 一处类似于藏酒的地下酒窖当中 却是在发生着惨绝人寰的一幕 一名满脸惊恐 满脸都是血污的亚裔男子 此时 嘴里正被别人强行塞入了一截血淋淋的肠子 而这肠子的主人 却正是他自己 哈哈 怎么样 我的药剂效果很不错吧 就算将你肢结的指剩下头部 你也能够清晰地保持着自己的意识 而且还能够一直保持着双倍的敏感触觉与疼痛 一鸣光着上身 全身都布满了缝合痕迹 嘴角直接裂口 到了脸颊的男子 舔了舔自己 因为赛肠子而沾满了血液的手指 满脸都是病态的兴奋笑容 哦 你想要说话 我听着呢 哈哈 我也知道你都说了呀 我也知道你都交代了呀 但我就是想要问问 你个该死的黄皮猴子 将耳朵侧在对方嘴边听到 那几乎细不可查的声音后 那名缝合怪一样的病态男子 脸上全是癫狂之色 随后便是开始逐渐变得猙獰了起来 一群土著也敢跑到我们的地盘来抢食 还胆敢和罗斯柴尔德的大人物们争 还想要谈判 哈哈 你们是群什么东西 有什么谈判的资格 而这边他玩得兴起的时候 坐在酒窖后面 喝着红酒完全不在意那血腥环境 和血腥气味的一名中年绅士 则是露出了略显苍白的俊美面容说道 好了 没有利用价值就赶紧结束吧 再出去找找看还有没有 大人们对他们商会的后期设想与构造 都很有兴趣的 与此同时 上方的美人鱼酒店大厅旋转门当中 也进入了一名亚裔男子 哦 这里就是你们美人鱼的总部了呢 进入到酒店之后 徐悦一脸欣赏地看着那些奢华的装饰 一边带着些许惊叹的样子 而徐悦的进入 也一下吸引到了大厅内两名保安的注意 本来应该是迎接顾客的举动 却是换来的两人满脸的争鸣之色 喂 那边那个香巴佬 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 东方的土著人滚出去 就算你是日国人都没用 赶紧滚 别让我们动手 欣赏着大厅摆设的徐悦 看着走过来的保安 脸上也不由浮现出了一丝笑容 还真是失礼呢 我可不是日国人 是很传统的华人 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几名保安的脸上 表情变得更加凶残了起来 开始还似乎有着交流的价值 现在的话 甚至连这一点都省掉了 其中一人更是挥舞着井棍 就直接抽了过来 虽然有控制在普通人极限的力量上 但对方体内蕴含的 也是轮回者才能拥有的实力 如果是寻常人挨上这一筹 哪怕是橡胶棍 也能打断骨头 可下一刻那名动手的保安 整个人便是犹如炮弹一般的倒飞而出 撞碎了大厅中央的喷泉雕像之后 却是不减地直接灌入了墙上 溅起了一片血污 似乎整个人都因为巨大的撞击 而急扁了一半 擦了擦手 好像不想沾染到什么脏东西的徐悦 脸上依然还是那温和的笑容 真是不讲礼貌呢 有这么对客人的吗 那震撼性的出手 着实让另外几名保安都脸上充满了震惊之色 别看他们只是保安 但美人鱼走的是中型军团的精兵政策 他们每一个都是资深者 虽然开始攻击时 只是发挥出的普通人极限的力量 但本体力量毫无疑问是不会消除的 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被对方一击直接踩扁了一个 当真是完全不敢再造次 你到底是什么人 虽然都是满脸凝重如林大敌 但这种态度比起最开始 徐悦笑盈盈刚进来的态度 反倒是要好得多 一位来自华夏的客人 这段时间在下的商会 还真是给各位添麻烦了 徐悦并没有什么隐瞒的样子 是你们 你们竟然还敢找上门来 一名大厅经理一样的人 迈着沉着的步伐从不远处走来 大厅中的所有人 此时都难以置信 最近军团接下了一个轻松的大单子 目标又好对付 价钱还高 他们是都知道的 但没想到 对方的人竟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 罗斯柴尔德的人 找你们对付我们 为的是杀鸡锦猴吧 徐悦笑着 看向了那名大厅经理 脸上的表情很是温和 哼 既然知道 那就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大人们是绝不会和你们谈判的 死了这条心吧 看着那名挂在墙上 爆出了一墙血浆的保安 这名大厅经理表情很是阴森 而且 你也没有将来了 很好 杀鸡锦猴 的确是相当适用于这种情况的手段 徐悦一边笑着 一边举起了自己的手臂 而且 我现在也同样不想和你们谈判呢 以企鹅商会的名义 申请血战反击 目标美人鱼拥兵团 轰隆 剧烈的闪电出现在了天空 整个酒店的时空 似乎都完全定额了下来 轮回空间对现实的力量 出手管控相当严格 但在付钱的情况下 依然还是有漏洞可钻 而同样的 也有一些手段可以绕过付钱的这条路 比如被主动攻击的防御反击 就和开始对付那保安一样 哪怕他开始只用出普通人层次的攻击 只要受到了攻击判定 就能够进行反击 双方都是不要扣除点数的 不过这一点只是针对个人而言 而企鹅商会整个法国分会被灭门 而作为会长的徐悦 之身来到了敌方总部 就适用于针对军团而言的 血战反击作战条款 本条款与个人防御反击有些类似 但还要严厉许多 纯粹出于不死不休的报复而设定 一旦申请通过 双方直到一方全部灭亡 或者成员退出军团 才有可能被对方放过一马 是谁都不敢轻易使用的血腥契约 作为反击一方 虽然可以主动申请 但根据申请参战的人数不同 人数越多接战一方 能够准备的时间就越多 甚至有机会邀请外援 也正是因为这个关系 血战反击很少被启用 万一对方砸锅卖铁 搞来了某个超级军团协助 反过来提出申请的一方 会被赶尽杀绝 最关键的是 就算成功了 除了能报仇外 不会有任何奖励 所有敌对军团的成员 死亡装备百分百百版化 这是完全吃力不讨好 只为了报仇而生的模式 在轮回空间的利益 至上主义面前 有多少人会为了别人的死亡 而付出这种代价 有 但肯定稀少 然而 现在就有这么一个 而且这一次 徐悦却只有一人代表 申请通过秒批 第0205章 真是不幸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在大厅中 与徐悦对峙的那名大唐经理 和其他人都感到有些茫然 只有酒店最高层当中 一位正在和几名妖娆美女 盘缠大战的魁梧汉子 突然脸色一变 而后快速地冲出了房间 漂浮在了都市天空之上 没了 现实空间的束缚没了 而眼前 虽然依然还是一副和现实世界 无二的样子 但所有的生灵 都已经全部消失 只剩下一个空壳 天空一片血色电闪雷鸣 犹如完全进入了一片独立空间 作为美人鱼拥兵团的团长 一步一步将拥兵团 爬到这个地步 他也是费尽心思 以相对并不强的名次 成为了整个法兰西 最受欢迎的雇佣兵团 不管是排名第一第二的军团 还是那些银行家大财法 都喜欢找自己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一直积攒下来的口碑 加上各大势力之间的平衡 也能让自己免去被灭口的风险 血色反击 他成为美人鱼的团长后 因为那种得罪人的政策 已经经历过了三次 每一次都是将对方得罪惨了 不是折磨了军团领袖的子嗣 就是拷问了他们的情人 但毫无疑问的是三次都是自己获得了胜利 靠着与大型军团的关系 自己每次都能够找到外援 三次的血色反击 直接让两个军团完全解散 一个军团中窗后也不见了踪影 然而这一次 却是完全不同 他竟然没有提前得到丝毫的提示 突然就进入了血色反击状态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单单是他 整个美人鱼军团的所有成员 此时不管身在何处 都出现在了眼前这片空间当中 有一些老人经历过 倒也能很快镇定 只是奇怪 为何这一次团长连一点招呼都没提前打 而在酒店的大厅当中 那名大唐经理 看着已经缓缓将手放下的徐悦 嘴唇也一阵颤抖 伸出手指 指着徐悦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能够发起这个的人 只有军团长才能做到 对方竟然是某个军团的军团长 难道就是那个企鹅商会的会长 那不是本部在华夏的商会吗 他们的会长怎么会来到这里 而且 他竟然单独一人发起了血色反击 哄 酒店的墙壁完全坍塌 整个世界一片破碎 进入到了一片荒芜的隔壁之上 而作为发起者 徐悦便是随意地站在了一颗巨石顶端 俯视着下方不断出现的人影 依发被黄沙吹得沙沙作响 随后便是注意到了那一名 出现在了队伍最前方 装扮独特的身影 一身死神霸装 手中拿着一种 由数种刑具组成的奇怪斩破刀 此时美人鱼的团长 也死死地盯着徐悦 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很好 一人 一人来到我的地盘 对我宣战 看来我们美人鱼排名23的排名 给了你们一种弱小的错觉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一股可怕的灵压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四周的碎石和沙朔 都因为这股让空气 都突然凝结的灵压 而缓缓浮空了起来 整片空气都一片凝结扭曲 美人鱼并不是以人数取胜的拥兵团 他们的所有人加起来 也就是两百来人 但质量却相当出色 他们不自己培养新人 直接都是从资深者当中开始挑选 非但如此 除了现任的美人鱼团长之外 一个身材勾搂 双手插在衣袖当中 拥有着与身体 有点不成比例大小脑袋的小老头 从另外一边走来 也展现出了并不在其之下的气息 美人鱼拥兵团的上一任团长 这两人也是军团中为二的大老级别存在 以法兰西的轮回者数目 排名20开外的轮回者军团 能够拥有这两名大老 那绝对是属于中型军团中的战斗机 加上附近那些质量都相当出色的普通轮回者 完全形成了压倒式的优势 竟然有两个 这倒是的确比我预计的要强一些 看了一眼 那凌空而立的死神霸装男子 又扫了一眼 另外一个方向的勾搂老头 徐悦又不由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里是法兰西吧 为何你们两个人的能力 都是偏向日风的呢 这边进入这两个任务空间 好像几率更低吧 欧洲这边的任务空间 徐悦也查阅过 概率最大的是 《冰与火之歌》 漫威 艾泽拉斯 暗黑之类的 火影和死神什么的 也都有但概率比划下去要低一些 没想到选择的目标 就恰巧是相关的能力 倒也是巧了 一个死神 一个划头鬼 倒是其他人里面 有许多圣骑士之类的职业 哼 一个人胆敢闯入这里 也不知道应该佩服你的勇气 还是可怜你的无知 美人鱼团长 冷眼看着徐悦满脸的冷漠之色 对方既然敢做出这样的举动 那很可能实力也跨入到了这个级别 不过可惜啊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着老团长的帮助 而且 哪怕是队长级的实力 被自己的精英团员们围困住 也是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不清楚对方的底细 担心一些独特秘书 所以美人鱼团长 完全没准备自己先上 而是准备让手下们先将对方的底细试探出来 你们都有勇气来招惹我们 那我自然是需要过来一趟的 徐悦的声音依然还是很温和 但却引来了对方的一声痴笑 招惹你们又如何 你们弱小就是原罪 伴随着她的一声令下 早就已经按耐不住的那些团员们 便是带着一脸嗜血的表情 朝着徐悦冲杀而来 这可比训练空间厉害多了 看着冲来的敌人们 感受着他们的速度力量 徐悦也不由浮现了一丝略显怪异的笑容 全身骨头都似乎是发出了嘎吱的柔动声 那么 就先试试体数吧 哄 重重地从那句言上坠落地面 脚底整个的弃圈爆裂 掀起了漫天杀朔 徐悦便犹如狼入羊群一般地 直接杀入了人群当中 第一季 就直接将一名驱魔师 踢成了血物 反手伸出手掌 接住了一名巨大画廊人的爪子 顺手就将其撕成了两半 而后一拳 直接贯穿了一名圣骑士的盾牌 轰在了她脸上 将整个戴着防护头盔的脑袋 都打飞了出去 留下了一具无头尸体 这一气呵成瞬间抹杀了 三名带头的精锐轮回者手段 让美人鱼团长都不由满脸震惊 就算自己也做不到 对方这样的一气呵成 对方擅长的是 皮术是吗 竟然这么强 难怪有勇气发出这种挑战 的确是一位强敌 不过 我已经看穿了你的特点 真是不幸 我完全克制你啊 第0206章 测试 三拳两脚就摆平了 三名精锐轮回者的手下 美人鱼 团长也不敢再让对方这样发挥下去 自身轮回者 想招多少都能招到 但精锐轮回者 却已经是真正的食物链 上端的存在了 已经试探出对方的实力 就已经能够出手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面对的是谁 拥有灵魂之躯的 我可以将你的大部分伤害都降低 死神的灵魂之躯 可以干受物质 本身也是差不多实体化了的 会降低物理伤害 但不能豁免 这玩意儿感觉 是九宝带人本身设定 就有些自我冲突 手中荆棘链条状斩破刀 直接犹如流星锤一般的一甩而出 直逼徐悦而去 猛烈的冲击 带起了一阵尖锐的呼啸之声 同时 心底暗自冷笑 自己的攻击可是能够直击灵魂 对灵魂和肉体有着双重伤害 无论你哪一面的抵抗不够 就会中创 你根本就 碰 随手甩出的一拳 直接将那呼啸而至的尖刺 铁球锤成了碎片 徐悦下一刻便朝着另外一名精锐轮回者扑去 看着化作漫天碎片的兵器 让美人鱼团长不由瞳孔一阵收缩 纯粹的物理攻击击碎了自己的兵器 这怎么可能 对方的灵魂到底坚韧到了什么程度 附加在普通拳脚之上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死神的灵魂之躯拥有着直接干涉物质的能力 并不是说对物理攻击完全免疫 但伤害减免却是相当高的 可现在 对方直接是正常的普通攻击 可能就是灵魂的一次碰撞 竟然就把自己的武器打爆 简直匪夷所思 但随后还是稳了下来 自己已经占尽优势 刚刚只是试探而已 哈哈 你很不错 竟然能够接下我的试探一击 但你的能耐已经被我看穿了 美人鱼团长面露鬼畜的癫狂之色 完全就是个心智不正常的变态一般 哼哼 挡住了自己第一击又如何 提前让我知道了 你能够对我的灵体造成大量伤害罢了 重新凝聚 抬起手中的古怪斩破刀 就摆出了一个诡异的动作 好像自己都被刑具所包裹一般 而后浑身被荆棘扎得鲜血淋漓 觉醒吧 铁厨女 原本缠绕自身的链条 突然出现了诡异的变化 一道虚幻的铁甲 由那缠绕的斩破刀变化而成 铁甲内部全是密密麻麻的尖刺 随后将美人鱼团长全部地包裹了进去 从铁甲眼部等洞孔之中 建设出了大量的鲜血 将整个铁甲染红 化作了血甲 形成了一道血色的钢铁怪人 随后重重落在了地面 雷鸣的马车 仿车的缝隙 此物有光群集 并一分为六 附导之六十一 六丈光牢 落地之后 便是抬手一个六十之上的副道 直逼徐悦而去 妄图阻止他接下来 对另外一名精锐轮回者的杀戮 然而 六道光灵 完全束缚住了徐悦腰身的情况下 徐悦依然抬手 按住了一名武僧的脑袋 直接将其从脖子中 按入了胸腹当中 随后才是低头 看向了束缚在腰间的六块光灵 犹如将自己定在虚空的光灵 每当自己想要移动的时候 都会发出巨大的阻碍之力 六十一的副道 的确不错 比你那劣质的斩破刀 可要优秀得多 抬头看着那直逼 自己而来的血色铠甲 徐悦不由洒脱了笑了笑 事先给自己爽一下 难怪这个军团会擅长拷问啊 你根本就不了解 铁厨女所蕴含的力量 斩破刀完全化作了身上的盔甲 美人鱼 团长一拳 将前方空气都近乎于夜化的一击 直逼徐悦而来 势大力尘的攻击 似乎根本就没办法躲避 就力量的展示 对方在那铁厨女的包裹下 竟然丝毫不逊色于 徐悦的大成体术精通 再加上那一看 就很坚固的防御力 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腰部被束缚的徐悦 抬手便准备拦下对方这一拳 在徐悦抬手的 刹那盔甲中的美人鱼团长 便浮现出了一丝名笑 天真 然而下一刻 在一阵套和多边形的 无形立场弹射之下 这铁罐头 却是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弹飞而开 落地后 都还在地面不断地弹跳 撞碎了一排的巨岩 徐悦腰间的光灵束缚 也请刻间被弹开破碎 而徐悦应激发了 AT力场之后 也有些惊讶地低头 看了下布满了细密血孔的手掌 刚刚那一击 本来并没有想要使用 AT力场 纯粹就是 想要测试一下 对方的力量层次 但在双方接触的刹那 徐悦便瞬间感应到了一股 全身被贯穿刺痛的疼痛感 在原力感知的提前预判之下 没等到那股力量完全爆发 徐悦便是激发了 AT力场将对方弹开 此时不单单是手臂 自己身上也出现了诸多血孔 竟然在攻击的时候 还能将他自己所承受的伤害 顺应转嫁出来 体术克星啊 这是 仅仅一击 徐悦便对对方的评价高了许多 呃 不过这种血孔不管在密集 在大成仙人体的恐怖愈合力之下 几乎连血都没出就完事了 另外 美人鱼拥兵团附近的其他成员 看着无敌之姿的团长 竟然一击就被击飞 也显得满脸难以置信 团长对付这种 喜欢拳拳到肉的角色 不是最擅长的吗 就算是更强的大佬 也能战而胜之 可这一次是什么情况 而且 对方竟然一点伤痕都没有留下 真是讨厌 看来体术是不方便再测试了呢 刚刚那完全是靠着AT立场立功 再完全爆发出来 就弹开了对方 如果真的硬刚 吃满了对方的攻击 有大成仙人体 再虽然不会出事 但还是会受到较重的伤害的 起码得恢复个十几秒 徐悦思索的时候 他背后的虚空之中 便是甩出了一条锁链 狠狠地甩向了一处无人的方向 一阵水墨色的气息退去之后 露出了那带着震惊表情的大头老头 只来得及将手中的太刀 做出格挡撞 下一刻便被那锁链抽中 同样的一阵套和多边形立场出现 这老头也步入了美人鱼团长的后尘 而且相比于拥有铁厨女 那强大防御力的美人鱼团长 这小老头明显要狼狈得多 虽然靠着灵巧落地稳住了 但脸上和身上却布满了擦伤和血痕 哪怕只是一些皮外伤 也让他脸色异常难看 自己的隐形能力权限可是相当之高 A级和A级以下的侦测技能 不可能能够察觉到分毫 对方竟然连侦测的技能 都拥有着S的级别吗 这怎么可能 达到自己这种级别 往往都是走固定方向 以某个S级别的能力为核心 其他都是为了核心技能进行辅助的 所以互相克制能力相当的明显 可这家伙开始就表现出了 那恐怖的体数精通能力 下一刻又是一种谭妃自己继承人的能力 现在竟然还能看穿自己的身形 随后发动攻击 难道没有死角的吗 而此时 那之前被谭妃的团长 也掀开了碎石 怒吼地爬了出来 血甲之上连一丝刮痕都没有 没用的 我的防御力是无解的 你的攻击再强大 也无法对我奏效 而徐悦这边 也是似乎叹了口气 自己的正常忍数 还真不多呀 也就是好火球这些个 完全没什么测试价值了 正好碰到一个乌龟壳 测试一下穿透力吧 寻常上忍什么的防御力 还是太低了 随后便是缓缓抬起手指指向 向了那铁罐头 被止住的瞬间 美人鱼团长就赶到了头皮一阵炸裂 寒猫全部都竖了起来 在他刚刚浮现起躲闪的同一时刻 在神罗天真改变压缩下 无限延伸的AT立场瞬息贯穿而过 台指的瞬间就已经完成了对穿 一道亮白的十字架出现 让铁厨女完全从内部四个方向被贯穿 啊 然而吃下了这样的一击 承受了如此伤害 四肢与身躯都被十字架贯穿的家伙 竟然还能发出惨叫之声 那血甲也并没有因为十字架的出现而四分五裂 而是非常坚挺地保持了大体的形态 只留下了破开的空洞 正向外流出大量鲜血 团长怎么了 怎么可能 团长的防御被攻破了 这不是真的 当初那么多人的围攻团长都能谈笑风声 怎么可能这样 瞬间瓦解了对方的防御 这种震撼的十字架爆裂效果 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开始团长谭飞还能够理解 可现在防御纸糊的一般被贯穿 就真的无法认同了 一时间准备继续冲上去围攻的人 都不由停下了脚步 能够将伤害转化成延迟伤害 让你未来不断平摊下去 双重防御啊 的确是相当了得了 将手指收回 徐悦也明白过来了对方的防御机制 首先是那差点将自己的攻击抗下的血甲 大成体术精通轰上去 都不会有丝毫变化的 破防后的爆裂都没将其撕裂 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且哪怕破防之后 这家伙也拥有着一种 相当出色的伤害转移能力 将溢出的伤害全部储存 可以让他自己一定时间内 慢慢分开承受 算是相当优秀的MP了 可惜灵巧不足 他自己的攻击 相当依赖于复道的束缚 完全无法避开自己的这次攻击 像刚刚那一击打旁边 那滑头鬼就没有一点用处 人都打不到 就不要谈伤害了 既然难得出来一把 而且还拥有着这么多优秀的素材 徐悦自然而然的 要将自己的各种能力优缺点 都测试一遍的好 不同的对象就要用不同的能力针对 反正 他也不准备留活口的 退出军团投降 背后 虚空八道锁链 无限延长 从天而降 灌入大地 一张配合 AT立场使用的 结界反向张开 将所有人都包裹在内 不存在的 几名发现战局有点不对 想要脱离军团投降 或者使用什么保命物品的团员 也绝望地发现了对方 似乎压根就没有接受投降的意思 第0207章 代价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被AT立场贯穿 还被内部十字架爆破的美人鱼团长 此时跌落地面半跪在地上 破碎的头盔露出了下方的 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自己引以为傲的防御 在对方手上竟然不堪一击 犹如纸糊的一般被贯穿 之前自己的独特类别攻击 也并没有起到效果 自己能够确保如今的地位 能够在轮回空间当中混到现在 就算是那些大型军团 也会对自己态度不错靠的 就是自己的实力 强大的防御 双重的攻击 以及利用副道 弥补自己的速度不足 自己的适应力已经够强了 可现在 竟然被在自己最为引以为傲的防御上 正面击败 就算是大多数队长级别的一般攻击 自己都能在付出轻伤的代价下 强行吃下的 再配合那将瞬间伤害化作延迟的特性 完全不会影响多少战斗力 反倒是能够将伤害积蓄 找到一次机会转嫁给对方 然而这一次 自己的防御最多 就是让自己保住性命而已 如今 对方更是用出了这种大手笔的结界术 同时将两百多人全部封锁其中 绝不是一般的手段 再配合看穿了老团长的隐形 对方身上到底是有多少这种级别的能力 啊 我记得我应该是说过吧 那重新认识一下 别人企鹅商会会长 代号吗 嗯 叫我企鹅就好了 徐悦满脸的阳光笑容 压根毫不在意一般 不可能 华夏根本就没有你这一号人物 龙之魄的人是吗 我就知道的 一定是你们 是不是 美人鱼军团的团长 有些歇斯底里的说道 你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随便你了 不过 徐悦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 随后抬手便是朝着一个方向 释放了一股恐怖的赤力 直接再次将那大头老头弹飞而去 弹飞到一半打散了他的架子后 反手便又是一股犀利 将他朝着自己的手拖来 一把就卡住了那小老头的脖子 如果认为能够让我分心 然后被他偷袭到 那就是想多了 手掌用尽 那被卡着的小老头 便是化作了一片水墨色的黑烟消失 一个超级MP 一个超级刺客 说起来算得上是很不错的组合了 AT立场被他融入了金刚封锁 进行反向结界封锁了整片区域 并开始逐渐缩小后 在这片区域内部 徐悦是暂时无法再次使用AT立场的 因为这里本身就在立场之内 不过对付那个圆滑的滑头鬼老头 却也必须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才行 只有不断的缩小范围 才能捕捉到那个灵活的家伙 逼他忍不住对自己出手 单纯的灵巧 那家伙甚至还在自己之上 而且还拥有着诡异的隐身 分身 替身的能力 比起活影里的忍者都还要更加贴近忍者二字的定义 见到老团长偷袭失败 美人鱼 现任团长也并没有气馁 一定有机会的 对方刚刚并没有使用那种古怪的立场能力 一定会有机会的 团长只要把握住机会 那就能一击必杀 而暗处的滑头鬼老头 此时眼里则满是凝重之色 刚刚完全不明白 对方到底是什么能力 有点类似于绝地武士的原力控物 但却又更加单纯和纯粹 先是瞬间打散自己的防御和架子 而后又吸过去 如果不是自己保命与逃脱技能超群 那一下可能就栽根头了 不过只要 低头看着那贯穿了自己身体的黑棒 以及按在黑棒上的手掌 抬头顺着手掌 看到那已经贴在自己身前的人影 滑头鬼老头 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对方身上飘动的衣发 都好似慢镜头一般 一时间脑海当中 好像闪过了很多念头 完全无法理解 完全没有看到对方的出现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难道他的速度也在自己之上 这怎么可能 强大的体数 强大的防御 强大的穿透 强大的洞察 强大的结界数 再加上现在这种鬼魅的速度 这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人身上 他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扑啊 再次一根黑棒插入这瘦小老头的体内 轮回眼带来的阴阳顿速形成的外道之力 完全封印了他体内的能量波动 许悦满脸都依然还是那风和日丽的表情 虽然对方的逃脱能力很出色 隐匿能力也很出色 不靠近自己甚至都可能无法发现 但 飞雷神的标记被自己中下了 你又没带土那样能够穿梭其他空间 让自己标记不稳的能力 那你还有什么逃脱的可能 还想着之后要怎么样 真是想太多 老团长 前辈 怎么会 那是什么速度 对方怎么做到的 看到老团长那勾楼的身体 被贯穿了两根黑棒 不管是美人鱼 现任团长还是其他成员 都是无法理解 呼 差不多消耗也不少了 现在清场吧 从这两个风格各异的对手身上 了解了一下自己当前的能力 徐悦也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自己最大的优点还是在于全面 单独来说 那贯穿鞋甲的一击 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对方防御力再强大点 恐怕就能直接抗住了 对付那种敌人利用数界配合神威 或者找机会阅读会好点 而对付那圆滑老头 则是需要先利用结界缩减范围 靠着万象天隐的 出其不意留下飞雷神标记 不管是针对什么类型的敌人 自己都能拿出不错的应对手段 或许自己能够用出超越影级上限的能力 超出的也不多 可均衡全面的特性 确实能让自己有把握 面对任何影级强者战而胜之 对付两个需要先一步 一步探测特点的轮回者 都能快速制胜 那面对自己通过剧情了解 率先就明白了情报信息的剧情人物 将会更加方便 如此才能最佳地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总体的结果来说 除了蓝量还是有些限制外 大体上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 既然如此 那也没有再继续测试的必要了 等等 我们也是被雇佣的 我们其实并没有到眼前这种地步 我觉得还可以谈一谈 完全发现了情况的恶劣后 美人鱼团长也终于出现了妥协和动摇 血色反击之下 你是没有任何好处和奖励的 只要你妥协签订契约 让我们全部都退出解散军团 并不是一定要杀掉我们才会结束的 我们可以支付一笔可观的财富 他完全明白 现在需要的是做什么 只有用足够的利益吸引到对方的眼球 才能够有保命的机会 为了买命 就算付出一些代价又有什么 谈 当初你们和我们的分会好像就没有谈的意思呢 抱歉了 我或许也有种族歧视吧 下一刻 一道紫色的巨大人影便是在结界当中展开 冰冷冷冽的气息笼罩了全场 所有人都在绝望当中赶到了那死亡的临近 好处 连自由之意最多的时候 也就存了三个S级任务 眼前只有两个大佬的军团 徐悦并不认为能拿出多少打动自己的东西 杀鸡儆猴的这只鸡 还是死掉更有威慑力呢 留下一些人收服 或者留下一些散播信息出去 抱歉 就是要破除敌人任何可以活下去的侥幸心理 才是最大的威慑 而且 一个军团被灭门这种事 完全不需要再安排人手特地散播了 其他军团会一个个主动过来探查 留下点记号即可 这就是随便招惹的代价 杀戮蔓延 第0208章 鱼波 美人鱼拥兵团一夜之间被灭了满门 一则消息传出 整个法兰西的轮回者们都轰动了起来 美人鱼拥兵团虽然排名并不高 但知名度却是足够媲美前十的军团 各种散人和小型军团对美人鱼简直是谈之色变 很多人被美人鱼找上门 可能拷问都不需要就会土豆子一般地将事情全部交代 就是这么有威慑 这么血腥残忍 可偏偏他们又是专门为大型军团和那些财阀做事的 大型军团反过来还会给予一定的庇护 从来都只有美人鱼灭别人的 这一次却是全军团上下连一个活口都没有 就是一夜之间 整个军团的人全都惨死 尸体堆砌在了他们总部酒店的大厅当中 被堆得和小山一般 让闻到了腥臭味第一个过来 发现状况的路人差点晕死了过去 巴黎警方虽然接手了 但警局的高层自然知道 这也是轮回者的手笔 直接交给了专门处理的特殊部门 一时间不管是排名靠前的军团 还是靠后的军团 全都一股脑地派出了各种人手进行打听 想要了解到具体的事项 结果他们确实发现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多少调查 那一堆诗山上摆放的一只憨态可居的企鹅公仔 直接就表明了对方的身份 大厅鲜血写上的 有钱变得更强 没钱玩你麻痹的警局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毫无疑问 凶手就是前一段时间 整个分会都被从巴黎除名的华夏企鹅商会 跨国而来 一夜之间血洗元凶 这还是一项懦弱的华夏一方势力 着实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许多人还怀疑 这根本就是嫁祸 但这时来自华夏的消息 确实也表明了 企鹅商会宣布对此事负责 这只是很正常的军团仇怨 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并不是针对法兰西 一时间 整个法兰西的轮回者圈子当中 都是一片哗然 有暗自庆幸 这个臭名昭著的美人鱼 军团覆灭 也有许多对于 那个华夏商会军团的不满 什么时候 那群黄皮猴子 能够来自家地盘上说三到四了 屁股决定脑袋 他们自然不可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什么 但更多的 还是对企鹅商会的恐惧 美人鱼就已经是让小儿夜提的军团了 结果就是这样的军团 一夜之间连一点泡沫都没有掀起的直接剿灭 过程虽然不清楚 但那些大型轮回者军团的大佬们 还是能够大概推测出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血色反击的权限 而如果要做到压根就不让他们有反应时间的话 那很可能人数相当至少 甚至可能就只过来一人 随便拿出一人过来 就剿灭了美人鱼这等规模的中型军团 着实也让那些人对着神秘的企鹅 商会感到了一些震惊 看来一些手段必须要改变一下了 美人鱼军团虽然算不上多强 但他们两名大佬之间的能力是互补的 要一个人过去直接碾压全团 那对个人实力的要求真是太高了 在任何地方 拳头都代表着真理 虽然轮回空间 法兰西区当中有不少散人都骂骂咧咧的 但也就只不于骂骂咧咧而已 那些军团都是采取了沉默的姿态 默认了企鹅商会复仇的行动 别说法兰西的那些人了 就连在华夏的企鹅商会那几个元老 此时都是满脸猛逼 他们是得到了军团的提示有进行血色反击 得到提示的时候都有些惊讶 没想到会有这么刚的选择方式 惊讶都还没完 战斗就结束了 得罪了商会的美人鱼 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这毫无疑问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震慑与威慑了 甚至这种扬威于国外的事 传回了华夏区后还引来了诸多的注目 军团们对企鹅商会的实力有了新的定义 这并不是单纯有钱的商会 实力也绝不可小觑 一些先进轮回者更是对企鹅商会的举动拍手称快 这种事情发生在华夏的军团上真的是太少 也太振奋人心了 反过来又帮助了企鹅商会增加了名望 而对于企鹅商会的模式来说 名望和金钱就是成正比的 唯一有相当不满的 也就是法兰西那古老的银行家 军团遍布整个欧洲 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排名前十 综合实力让那些排名第一军团都极为忌惮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但因为那突如其来的重拳 还是让他们扩展的脚步稍微犹豫减缓了一下 这可还不够啊 才一个小喽啰被摆平而已 同样在法国轮回者空间 收集了部分消息的徐悦似乎是倾笑了一声 在国外区域进入轮回空间 是并不会进入自己的空间小屋的 而是直接在所在区域的轮回空间摆摊的街上 方便性无疑是差了许多 但总体轮回空间的功能倒是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限制 只是无法再与国内的队友组队了就是 因为要使用指定卡的关系 徐悦也没准备和孙林组队 甚至提都没和他提起 事后再来安抚好了 这家伙其实还蛮好对付的 除了孙林这边外 徐悦在巴黎的时候还意外地发现了旗械员的踪迹 他似乎一直都在针对某个人想要干什么一样 并不是学校当中的孙林 而是另外一个人 只是徐悦并没有看到对方是谁 想来是没什么好事了 不过即将准备进入这一次任务空间的徐悦 却也没兴趣先做些什么 对方既然盯上了孙林 那迟早还是会碰一碰的 骗到了反击权限再说吧 指定卡 能够指定选择下次的任务空间 进入自己进入过的指定空间 使用冷却需间隔一次任务空间 间隔期间将会进入惩罚任务空间 少校军衔才能够使用的指定卡 而且需要100点功勋 这对于徐悦来说用起来都有点肉疼的 但毫无疑问 哪怕价格昂贵 哪怕有副作用 但这种卡的功能性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不单单可以跳过空间安排 让自己不满意的空间 还能进入到自己能够搞到大量收获的任务空间当中 指定卡使用 目标世界忍村大战 指定卡使用确认 任务传送即将开启 注意 本次任务结束后 下次任务将进入惩罚任务 传送开始 一般模式载入 羁绊继承中 坐在一处昏暗的办公室当中 徐悦看着眼前的文件 回忆其空间灌入的一些信息 也不由哑然地摇了摇头 本次进入的时间 距离九尾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年 自己在活影当中的身体 也成长成了十七八岁的样子 算起来在这早熟的人者世界当中 早已算是成年了 不过因为自己暗部顾问 以及当初放走大蛇丸的那一次惩罚关系 这五年里 一直都是以暗部的身份行动 没有丝毫展露过相貌 也没有展露过本名 加上那个喜欢 搞小动作的团葬 将自己视为了下一次 活影争夺的大敌 不断暗中地进行舆论影响 此时 与智波月这个名字 在村子里的存在感已经很低了 五年的时间 足够改变太多东西了 但这对于徐悦而言 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一直戴着暗部面具的自己 对于不了解自己的人来说 完全可以展现出另外的容貌 不过这也就是为了保险一下 这边算起来是法兰西的轮回者空间 进入忍村大战的人数目不会太多 而且也完全没有和与智波月有交集的人嘛 最多是会觉得这次这个任务 空间画风会有点不一样 第四卷 人界豪商 第0209章 局势 羁绊方面 徐悦稍微关注的 也就是与智波纸水以及掌门 纸水这边 就算空间不会让自己轻易得到什么好感 但毕竟算法之前有了基础交情 而且纸水的性格又是如此的情况下 依然还是提高到了30分之30的程度 至于掌门那边 好感度也和以前的卡卡西一样显示的 有过上一次的经验 徐悦大体也是明白 这是羁绊不确定的形式 双方的关系很复杂 当初和他们见面是用的月大叔身份 如果自己还能够用出这身份的话 毫无疑问是加分相当大 但如果不能成功 那以自己木叶忍者的身份 还可能获得一定的仇恨值 毕竟哪怕自己已经当初打过预防针了 但月大叔使用了那种尽数 付出了生命这一点 恐怕是掌门三人组的共识了 徐悦对于空间推动历史车轮的能力 可是有相当的了解 虽然自己复活了 迷艳是重大的改变了剧情 但毕竟带土和黑爵还在 五年的时间没有自己干预 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将掌门带歪了 所以如今的小恐怕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如果是进入鲁鲁修之前 徐悦可能会为了双方的关系有些许遗憾 但进入了鲁鲁修世界得到了另外的补权 尝试到了甜头之后 徐悦也觉得 小的存在还是很有必要的 月之眼计划什么的 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接下来的路线 大体上还是最好能满足剧情走向 这一次 在尽可能达到自己目标的同时 徐悦也同样会尽可能地保持着剧情的推动 谁敢乱来刷什么成就任务就对谁 自己绝对是剧情的忠实维护者 呃 不影响整体的小规模改动的话 顺手做了 也就做了 不过只能自己来做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小蛇盘绕着爬上了徐悦的桌子 随后吐出了一卷用特殊暗号写成的卷轴 这应该又是这一次祭绊继承后 方便自己融入的任务了 看了一下卷轴的内容 徐悦也不由有些无语 怎么又是团藏 你是专门来给我安排介入任务的村长老爷爷吗 五年的时间里 徐悦除了在暗部干活之外 还偶尔协助团藏与大蛇丸进行了联络 甚至还被以此为要挟 偶尔还要帮团藏处理一些根部的问题 只是忌惮徐悦的实力 团藏也不敢过分逼迫 而大蛇丸那边 则是断断续续 还有一点点失徒的情意 算是维持大蛇丸好感度的一种代价吧 靠着留在根部的飞雷神印记 徐悦下一刻就出现在了那独特的地下空间当中 看着面前的团藏 徐悦瞄脸面具的掩盖下 也完全看不出表情 与制播的人一个都不可信 不知道那件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团藏的独眼盯着徐悦满脸冷漠之色 因为九尾袭击的关系 还有那操控九尾的血轮眼符号 这五年李宇智波一族真的是受到了巨大的排挤和打压 而徐悦又因为当初的惩罚一直都游离于宇智波一族之外 倒是并没有牵扯进去什么 不过这些年酝酿下来 宇智波一族内部的不满之声已经开始准备化作了行动起来 其实本来吧 宇智波一族有着宇智波复月这位影集组长 有着顺身指水之称的宇智波指水 还有着那许久没露面的黑色闪光宇智波月 再加上如今的宇智波又也已经冒头 配合族内的平均水平 可以说给宇智波一族的族人们带来了相当膨胀的自信 认为他们完全能够用武力来逼迫村子进行改革 必须要加大宇智波一族的声音 只是可惜 现在的宇智波又和宇智波指水完全不赞同族内的意思 为了和平与更少的血腥已经选择了站在村子这一边 而徐悦作为如今宇智波一族的最强者 则更是受到了上下的关注 不过好在徐悦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加上还有着牵手一族族人的身份 所以相对来说 岛还是比较获得信任的 比起刚刚站队的另外两人都还要更高一些 一些会议也并没有避开徐悦 如今村里也还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 又和止水两人更是积极奔走 想要化解这一份矛盾 这种气氛来说 宇智波一族的做死之路 虽然已经注定无法避免了 但时间上应该还有一段相当的缓冲气 只是对于团葬来说 却似乎还不满足 一定要徐悦表态 选择镇压与制波一族 避免一切化解矛盾的可能 你难道忘记了你当初受到的遭遇吗 如果你赞同 我甚至能全力支持你改姓牵手 要知道 在牧业这个姓氏代表的意义 可不单单是一个姓 团葬为了让徐悦表态 也算是苦心积虑 甚至大度地想要解决徐悦的后顾之忧 但徐悦还是很清楚 想成为活影响疯了的团藏 是绝不可能允许自己有机会威胁到她的 哪怕真的支持自己改名牵手 但背后肯定也有着让自己名声狼藉的手段 不过对于这些徐悦道也并不怎么在意 上一次任务当中 第一次见到团葬 还是被对方生杀与夺的对象 但现在自己已经拥有了更在对方之上的能力 依然还是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恭敬态度 徐悦回应道 团葬大人 这件事我还是需要考虑一下 所以这段时间我准备告个假去外面 游历一番散散心 没有正面回应 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这显然还是让团葬很不满的 不过考虑到这碍事的家伙 不在村子里 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信号的释放了 倒也勉强能够接受 如今高层的犹豫不决里 徐悦的身份也是占据了一定因素的 当初九尾之乱力挽狂澜 在之前三战当中也立下赫赫功绩 对于高层来说 可不是团藏甩那些愚民手段可以抵消的 而如今既然对方想要离开散心 那就正好能够将这一份影响力降到最低 这种的选择也并没有引起团葬的多少怀疑 碰到这么揪心的选项 选择暂时逃避 散心不也都是正常的吗 对方的性格似乎也是如此 对于徐悦的话 团葬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虽然团葬是表示 火影那边他去打招呼就对了 但知道这货性格的徐悦 当然也不会给他留下什么周转的机会 回头自己就找上了火影大楼 悦是吗 进来吧 挥退了挡在窗口的影卫队 三代火影明显苍老了许多的面容 看着徐悦表情也有些复杂 对方为了村子做了这么多 的确是有些对不起他呢 火影大人 我想要劈一段时间 嫁去外面转转 最近得到了一点 让人在意的消息 出去转转也好 准了 什么时候出发 等我再查阅一点资料吧 我会尽可能 在事情发生前回来的 二代和四代飞雷神的研究笔记 要弄到首先 以及 近期伟受人助力的情报 也要拷贝一份 第0210章 轮回者们 取下面具 坐在图书馆当中 翻阅着什么的徐悦 抬头看着那 走到自己面前的身影 不由笑了笑 呦 呦 也已经长大成大男孩了吗 虽然现在的呦 也才差点到13岁的样子 但放在早熟的火影里 看上去 却也和15、6岁 差不多了 前辈 你要离开木叶吗 呦 还是那种冷冷的语调 但声音中 确实有些茫然 眼不见心不凡 我和你毕竟不一样啊 呦 将手上的书籍合拢 站了起来 徐悦语调 似乎也有些惆怅 毕竟 我成长到现在 和与制播一族的关系 并不大 我拥有着逃避现实的契机 但 你却是必须要 做出自己决定的 听到徐悦的话 又不由显得 更加茫然了起来 而徐悦也来到他面前 将他的脸颊 扯着向上抬起 挤出了奇怪的表情 小小年纪别板着个脸 多笑笑心情 会放松一点的 好了 就这样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会和你们一起扛着的 雨又擦身而过之后 徐悦也被对着他摆了摆手 回头扛着徐悦离去的背影 又的眼神 也出现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前辈是看出什么了 不想说是吗 而随后 他眼底便是闪过了一缕坚定 走在木叶的街道上 看着两边繁华的商铺和人流 徐悦一身休闲的长袍 和人流混为一体 如今的木叶算得上是相当和平的时期 与其他四国也就只有云隐 还未签订停战协议了 不过 虽然协议未曾签订 但边境线也并没有出现什么状况 一般也就是巡逻小队之间的互相试探 整个木叶一片欣欣向荣 占据了最为肥沃的土地 最多资源的火之国 木叶的环境也绝对是 整个忍者世界当中首屈一指的 如果真的与制波一族 发生了叛乱的话 的确会完全改变这一份繁荣吧 其实 如果不过分地逼迫挤压与制波一族 他们也不会走上这一条路吧 真是可惜呢 可就在此时 徐悦却是有些意外地发现了 些许格格不入的身影 虽然他们都在尽量想要融入这一片环境 但那种气质在徐悦的眼里 却是无论如何都隐藏不了的 轮回者 还是数目不少的轮回者 现在这种和平时期 应该不会有大规模 进入晋级轮回者的战场任务吧 人数稍微让徐悦有点意外 金发碧眼什么的 在火影当中也不算出奇 木叶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物 但其中还混杂了些许亚裔的身影 这就稍微有点不正常了 如今的年代和后世不太一样 外国人 特别是肤色不对的外国人 在欧美国家还是很难混的 哪怕日国如今已经算是 被国际承认了大国地位 有资格一起分蛋糕了 也同样如此 和自己一样 因为特殊的事情来到了这里 进入轮回空间是正常 但这么快就和本地的轮回者 混在了一起 就有点意思了 人数略多啊 呢喃了一阵之后 徐悦便是抬手做了个手势 刷刷 两名戴着面具的暗部成员 出现在了徐悦的身侧 顾问大人有何吩咐 去把那几个家伙的资料找来 徐悦随手将轮回者指了出来 是 在下知道这几人的情报 不知道顾问大人 是否需要现在就要 嗯 说吧 他们都是三战过后 面对流浪人者招收的一些外边成员 身份是都有些问题 但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布置的任务就行了 只要没有火之国的通缉犯 我们不计较他们的身份 这名暗部成员 将那群轮回者的身份背景 告诉了徐悦后 徐悦也有些了然 应该就是空间给他们安排的身份了 这种敷衍人的安排 八成很可能是初始身份 也就是说这里有许多人 都是第一次进入到的这个任务 空间是吗 第一次进入火影 并不是说第一次的新人 第一次进入就来这么多人 显然不可能是因为随机和巧合 那既然对方是有针对性目的的来的话 又是眼前这个和平时期 出现的地点还是在木叶 那看来是想要在那天晚上 分一杯羹了 不管法兰西区这边 是否有万花筒的情报了 单纯与制播一族被灭族 里面那些单勾玉血轮眼 就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回报 以空间都是底价出售的 二勾玉和三勾玉来说 哪怕是在轮回者眼里 鸡肋的血轮眼 性价比也是很可观的 只是缺乏单勾玉而已 心中迅速对这群人的目的 做出了判断后 徐悦还特地叮嘱了 两名暗部成员 需要仔细监视好他们 以防出现什么乱子 本来身份被安排的 就很容易惹人怀疑 现在还被暗部顾问 这种大人物惦记上 这群第一次进入本空间的家货日子 自然是会不好过的 不过徐悦也不确定 是否还有其他轮回者 强者介入进来 以目前徐悦对于空间的了解来说 空间的任务安排是比较有意思的 类似于活影眼前这个时间阶段 是很少会直接安排大佬进来 大多数时候上线都是精锐轮回者 大佬只有单排 或者与更低级的轮回者组队 才有机会进入这个时间区域 至于大佬们使用卡片和权限进来 空间还是照单全收的 不过好像迄今为止 用过的都没什么回去的 普通的免死和复活权限都没用 只有一位拥有高权 从复活权限归来的 也是被抹去了相关记忆 出现过几次后 也就没人敢尝试了 大佬又不是炮灰 金贵得很 不会做这种冒险式的 八成直接丢四站去了 一个无限阅读 然后疯狂在无限阅读世界里 据透轮回空间情报导致了空间疯狂扣钱 最后打出了GG 这样由空间出手的扣分到最后的抹杀 可能复分的数目够杀你几次了 的确是普通复活能力都没用的 所以火影才会被评价为 覆盖范围广泛的危险空间 一些大佬当中的顶尖强者 也不愿意冒险使用权限进入了 另外轮回空间虽然是自古有之 但根据徐悦收集的线索 以前的空间似乎并不是和现在完全相同的任务空间 似乎当一个任务空间情报被完全摸索透 开始变成刷子空间后 出现的频率就会越来越少而后消失 新的空间也会诞生 当然 因为时间久远的关系 加上上层军团对这些事情的保密 徐悦也还并不完全确定自己的推测就是正确的 所以目前最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单排进来的大佬 如果有的话又有几个 单排只是说不组队 说不定会出现几个不同军团的单排凑巧碰到一起的 不过想来以大佬们的能力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综合名望了 不会和这群家伙混在一起 至于眼前这些 按部关照一下到也就够了 最多赏他们一居目分身 有能耐的 就麻烦你们自己去把羽质播一族图了 办到了算我输 第0211章 水之国 三尾 八尾 九尾的部分 查克拉已经到手了 先去找找其他几只吧 因为现在 徐悦本身也决定推动月之眼计划 所以 原本上次晋级任务时 是准备再一次进入火影就开始大肆捕捉伟兽的举动 被他暂时搁置了一下 但即便不捕捉 每一只伟兽抽点查克拉还是要研究一下的 就和剧情当中 最后十尾其实也并不完全 但依然还是能够发挥出十尾人助力的特色一样 以目前徐悦对查克拉以及封印术的研究也能够判定 十尾查克拉的质量用十只伟兽的部分 查克拉融合差不多就能够办到了 到时候再切一块外道磨项的血肉 伪裂版的十尾人助力造一个应该问题不大 无非就是兰少点罢了 反正也习惯了 有些人提的自己迟早还是能补上来的 水之国 除了如今的四代水瘾勾局史仓是三尾人助力外 还有着六尾人助力语高 三尾的查克拉上次就已经从林身上获得了 这次的目标就是六尾而已 就目前牧业的情报上来说 宇高暂时似乎还没成为判人 而如今的水之国也正处于最为血腥的镇压时代 四代水瘾中了万花筒的幻树 如今的政策下对村内的血迹家族打压得相当厉害 相继已经有几个血迹家族被莫须有的名义灭族 逐取一族最近的行动有些诡秘 根据自己目前所获得的情报分析看来 逐取一族被灭族的时间应该和宇智波一族被灭族的时间差不太多 很可能是宇智波一族被灭刺激到了逐取一族 暂时来说 那一场内乱还有一段相当的时间的 不过现在这个剧情被自己干扰的情况下 什么都可能发生就是 虽然这一次待不了这么久 但钉子还是要埋一个 四代水影目前在村内的地位还比较稳固 五代小姐姐还没冒头 很可能这些事情都是连锁反应所发生的 徐悦的本来面貌 不论是在如今的人界还是法兰西的轮回者当中 都是很陌生的 行走于人界也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和麻烦 不过在抵达了水之国后 徐悦还是找到了地下交易所 了解了一下更加深入的一些另外信息 小的大名没有丝毫意外地 已经在地下势力当中流传了出来 专门接一些见不得光的悬赏任务 大量地积累着财富 而且完成任务的效率相当之高 不过内部成员神秘 就地下交易所来说是没有成员情报的消息 总体来说只是当作了一个比较高效的地下组织 还没人知道小的真正可怕 也绝不会有人认为有哪个组织可以挑战五大村的统治 徐悦也并没有在意这点 只是确认了掌门终究还是被带土掰回了正轨就是 说起来小当中的成员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还是蛮多的 抢走了心爱玩具的蝎 角都大蛇丸还有掌门他们 这关系也真是复杂 不过目前来说 小豆一直还在隐忍 自己收集尾兽的部分 查克拉暂时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冲突就是 坐上前往水之国的渡船上 徐悦也随意地与船夫聊着水之国的一些现状 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 国内蛮乱的 还自我封闭不与外界往来 而且还完全不允许他国人者抵达的 其他国家的商人忍者护送到边境都不会进入的 生意也越来越差了 船夫满脸的唏嘘之色 国内的动乱对于他们这种底层来说 感受是最为直观的 这还真是遗憾啊 水之国地里独特的关系 其实特产很多的 徐悦的表现完全就是一名想要流通货物的商人 这种人对于水之国也是最为常见的了 就是因为水之国的动乱与封闭 所以才会导致水之国的特产价格利润更高 只要有足够的利润 自然就会有人冒险 而同样的 商人也是与忍者接触最为频繁的普通职业 同时也是普通职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身份 一名普通人者想要见到一位影 难度是相当高的 但一位商人有钱到一定程度发布高级任务 想要见到一村之影却是再简单不过了 谁说不是呢 不过一般只要雇佣了物影村的人者 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就信誉和规则的遵守方面 物影村还是很有口碑的 物影村目前完全就是机械式的培养 犹如培养杀人机器一般 忍者们也都是讲究着效率 不过越是这样 里面的规矩就执行越严格 更加贴近真正的忍者二字含义 对于雇主来说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雇佣忍者的价格会大大降低利润 完全不值得跑这一趟啊 徐悦此时也是满脸的苦恼之色 但再怎么看 也是安全更加重要吧 上岸离开了船后 徐悦对于水之国的监控 也有了一些基本的印象 连一名普通的船夫 都归纳进入了他们的情报体系 外来的人者想要混入进来 难度的确是蛮大的 刚刚那船夫虽然是普通人 但一些说话技巧和引导 似乎都是有经过专门训练 如果自己有其他表现 那很可能就会面临物影案 不请喝茶了 哈 什么表现都没有 什么话都不说 那不是更可疑吗 来到水之国后 徐悦也并没有着急的要介入什么 而是先去各个城镇 询问各种珊瑚与珍珠的价格 这两种货物可以说是水之国价格最高 也是利润最高的两种常规货物了 暗部顾问干了这么多年 就眼前这空间的积蓄来说 徐悦可是有相当多 空间虽然会客扣其他东西 但就本世界当中的流通货币 却并没有客扣的意思 绝对的大土豪一美 徐悦的外在也是完全表现出了一副有钱 但却吝啬的商人模样 最后在缴纳了好几份供货商的定金之后 才似乎是决定了什么咬牙抵达了物影村 以雇主和金主的身份抵达物影村 所受到的接待自然和血物里 这种血腥的称号没半毛钱关系 连负责接待的都是一名美女忍者 不知道贵村有没有价格便宜 实力又高强的雇佣忍者呀 徐悦的话 让那名负责接待的小姐姐满脸的无语 对方应该是很有钱了 可偏偏吝啬的可以 几种护卫的套餐和任务都似乎不满意 不是嫌弃实力不够 就是嫌弃价格昂贵 而且还总是想要对自己动手动脚的 真是难伺候的一个家伙 不过对方订的货很多 价值也颇高 的确是相当有财力的一名商人 一次的贸易或许对村子带来的利益也不大 但对方那斤斤计较 还有打听渠道的种种表现来看 都好像是准备做长期的 谈话中也询问过做长期有没有折扣 所以对于经费同样有些短缺的村子来说 这样的客源还是不能放过的 当然 目标既然是为了赚它钱 那也肯定不会有太多的价格让步 谁叫水之国的所有贸易护送 都被本国忍者包了呢 抱歉了 这位大人 护送忍者的实力和价格是成正比的呢 而且根据您的货物价值来说 我们也不会派遣低级忍者给您的 那名负责接待的美女忍者 再次给出了公式化的笑容 并且拒绝了徐悦说 雇佣下人 纯粹借名头的提议 同时还不着痕迹地躲开了那贤猪手 心底对这家伙的厌烦程度 已经快达到了极限 哼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要坑我 想要骗我的钱 你们村子的抽成肯定很高 我不会让你们如意的 大概也演示得差不多了后 徐悦随后也开始在物影村里 积极联络起一些仁者家族起来 同时也开始通过收集的信息 隐约地收集与高的动态了起来 对于他的这种举动 物影村倒也并没有说什么 而那些忍族虽然明面上 都是符合村子规定的拒绝了 但私下里还是有几个同徐悦联络了 表示如果只是以忍族的名义 不打物影村的名号 偷偷干私活的话 价格可以便宜很多 血腥高压的打压之下 忍族当中 当然也是有对村子不满的 私下皆私活什么的 也时有发生 而这其中便有着逐取一族 第0212章 躺枪 作为物影村当中的大族 加上那战斗民族的外在名气 徐悦最终选择了逐取一族合作 那不也是理所当然 因为徐悦表明了长期合作的意愿 甚至逐取一族的族长 都亲自和徐悦进行了交谈 哈哈 先生选择我们毫无疑问是明智的 单凭我们一族的名气也足够震慑住萧小了 主曲族长满脸笑容地对徐悦说道 笑得很是爽朗 而徐悦对于这个所谓的大族 却并没有太大的感冒 单纯对方的气息来算 这位族长应该是精英上人的层次 虽然气息不完全等同于实力 但大体上来说误差还是不大的 如果是放在其他人族 那当然是绰绰有余了 但放在这所谓的大族里就有点一般了 真是可惜了那不错的血迹 在一边敷衍着应付的时候 徐悦心底都还在转动着其他的念头 逐取一族的血迹献戒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获得的渠道啊 如果说肺盾、熔盾什么的 还可能通过卷轴来学习 那这种纯粹的血迹力量 就肯定不行的了 也不知道空间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奖励什么的 触发什么任务 然后抱掉组长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 不过已经达到了目前的实力 徐悦对于这种血迹道 也并没有势在必得的想法 心中念头转过 徐悦回头还是用有些肉疼和不确定的表情 同对方说道 大体上 我还是比较满意贵族的 贵族的实力应该也是物影村最强了的 呃 冒昧地询问一下 不知道你们和贵村的四代相比 大概是多少的差距 听说他是什么人什么力来着 可以制服伟兽的 徐悦选择逐取一族 当然也有其他原因 不单单是他们势力 够大手中的情报不少 还有一点就是性格很愣了 实力不够还造反的这种蠢事都做得出 人家与制播一族 都是因为有着足够强者的底气 既然大体上不准备大肆地更改这边的剧情走向 那选择的方式自然就很重要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忍者多强大并没有什么概念 但伟兽很强大那是都有共识的 不然风影雷影丹鲁伟兽的事广为流传 为的是什么 也就是提升名气了 拿伟兽和忍者做对比 本身就是一种认同 徐悦现在这样问出来 也并没有引起那组长的怀疑 我们自然也能做到 主曲组长当然不可能说自己这边不行 而是很果断地吹了起来 徐悦自然而然地也会配合他的吹嘘 摆出让对方很受用的赞叹和惊讶表情 而后就从这货身上 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 另外一名人助力宇高还没叛逃 但和四代水影大吵了一架 似乎很不满四代的政策 现在接了个任务出门了 还没回来 之所以接任务出门的事都告诉了 那也是徐悦顺带询问了一下 雇佣对方价格的缘故 其实除了牧业以外 其他村子对人助力的正常使用 还是比较频繁的 我艾罗 奇拉比 二位游牧人什么的 也经常出门完成正常任务 就徐悦目前的感知来说 没有感觉到对方在撒谎 既然如此 那自然最好是等到对方回来了 要拖延时间倒也好办 用点小钱钱表示自己 先要去把各处定下的货物 都收拢到一起 就足够拖延时间了 这么吝啬的商人 怕一次充好 每一处货都亲自检查 难道有问题吗 没问题 不过这一次 倒也让徐悦感受到了 情报方面的制约性 或许 自己对每个人的能力 什么的都很清楚 打起来的时候 情报优势巨大 但类似于这种找人找物 一旦离开木业的支援 哪怕有了大体上的情报 搞起来都太麻烦了 只是在徐悦收获的等待时间里 雨高倒是没等到 倒是等来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在两名竹取一族精英中忍的护送下 正刚刚将一个小镇零散的优质货员都收完 运向物影集中起来的徐悦 看着路上突然出现 将车队拦住的几人 也感到了有些无语 不管是在自己原力感知里 与四周不合的古怪气息 还是几人身上 那中世纪 全身甲一般的骑士装扮 都说明了他们轮回者的身份 水之国有轮回者可以理解 但为何会突然找上自己这伤人 轮回者有这么闲的吗 情报没错 就是两名竹取一族的人 动作要快 将他们搞定后 其他人都灭口了 领头的一人确认了一下 那两名竹取一族精英中忍的身份 便是挥手摆出了出击状 让徐悦有一种莫名躺腔的感觉 怎么觉得如果自己 不带这两个家伙过来收获 还会少很多麻烦 真是毙了汪了 抓捕竹取一族 拥有一定地位的精英中忍 这是想要刷灭族任务收获情报 还是其他什么用吗 轮回空间 虽然对主线剧情的推进很慢 但那种蛮横四面撒网的模式 还是让他们在支线上推进比较快啊 之前费顿什么的也是 大人小心 我们会解决他们的 一名竹取一族的精英中忍拦在了徐悦面前 手掌当中都划出了两刀骨刃 另外一人则是向天空发射出一枚求助信号 然而那信号才刚刚升空 就被一只无形的猫头鹰一把抓住 而后吞噬了进去 完全没起到作用 天真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们成功求救 为首的那名轮回者 也是拥有着精英中忍层次的优秀资深轮回者 而且对比于单纯的人者体系 他手中的牌要更多 其他六七人也全都达到了中忍的层次 局部武力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这一次就是要抹除一切不确定因素 两名精英中忍虽然难搞 但做了这么多准备已经完全能够摆平了 研究了这么久逐取一族的弱点 特地准备好了求救信号的拦截 全身附魔凯 还有眼前这一处位置的准备与出现的时机 巡逻队的时间 各方面都已经考虑周全 已经万无一失 就让我来试一试你们逐取一族的气量吧 领队的那名轮回者 抬手就似乎抓住了一团奇异的光球 然后按入了自己的胸膛 整个人的气息与气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像变了一个灵魂一般 现在的我已经无所畏惧 两名精英中忍默契的配合 远近揭取毫不畏惧的率先发难 而且目标并不是对方的领袖 而是挑选了侧翼的一名铁甲骑士 伤其食指不如断其一指 作为竹取一族的精英中忍 他们的作战经验也是相当之丰富 然而远程的食指穿淡 刚刚抵达 就被那铁甲骑士盔甲表面的一层附魔名纹 直接弹开 虽然强大的冲击依然对盔甲造成了大量伤害 打得凹陷下去 那名铁甲骑士也被打得向后滑出 但却并没有造成足够致命的伤害 随后而来的近战斩击 也只是勉强破开了那铁甲的防御 被上面的附魔名纹 遇掉了大半的力道 两人默契地配合 和率先的发难虽然将这名骑士打得节节败退 甚至面罩之上都被喷出的鲜血染红 但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未能成功斩杀 不等他们再有什么动作 那领头唯一没穿铠甲的滋身轮回者 便带着他突然变化的气质 嘴里带着怪叫之声来到了两人的中间 双手带出了两把扩剑 同时向着两人发动了攻击 当当 攻击都被骨刺挡住 但却也阻止了他们接下来的追击 而随后一排铁罐头一般的铁甲骑士 出现将两人围住 也彻底杜绝了 他们继续完成战术目标的可能 徐悦倒是隐约明白了 应该是这些铁甲骑士 每个人都用了一次性防御卷轴之类的物品 配合本身的中甲防御 这是完全舍弃了灵巧专门对付 竹曲一族用的 靠着人数上的优势 以集结的方式化解了灵巧的劣势 而那名领队又是速度足够缠住两人 完全就是针对的克制手段 以并不算绝对碾压的实力优势 做出这种针对性安排 达到了眼前的效果 的确也算是费尽心思了 这两个家伙没救了 装个死好了 最方便 徐悦并不会有着什么所谓脸面的顾虑 只要能确保当前身份的 分两个出去将其他人都灭口了 记住不留活口 尸体也多不几刀 在铁甲骑士们的协助下 已经将两名逐取一族的族人 逼到了绝境之后 那名手持双阔剑的领队 很是稳重老练地说道 徐悦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还是决定这个死不装了 看着两名发出凝啸声音走来的铁甲骑士 看着那头盔上留下的眼部区域 徐悦的双眼也迅速化作了血色 无尽的星红在两人眼中不断地放大旋转 两名骑士的眼神立刻就茫然了起来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 随后便是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 突然陷入了狂乱状态 开始互相劈砍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 疯了吗 看到那突然互相劈砍的铁甲骑士 领队的双剑男子 不由发出了呵斥的声音 但顺着他的声音 那两名铁甲骑士 确实都突然集中起来 发疯地朝着他冲过来 一副不死不休的样子 让双剑男不由脸色异常难看 是幻术 该死 突然两名铁甲骑士 冲入了阵形发狂 原本押得两名逐取一族 苦苦挣扎的围攻 瞬间一阵轻松 让两人缓过了进来 虽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内乱了 但还是靠着丰富的经验 立刻又把握到了战局主动权 本来 他们两人的实力 就在对方的平均水准之上的 现在相当于多出了两个帮手 一下又变得僵持了起来 走 发现是不可为之后 双剑领队 也不由带着强烈的不甘心 发起了撤退命令 虽然目前依然是占据上风 但他们是卡好了时间的 如果再僵持下去 这里的动静 还是会把巡逻队引来 到时候就走不了了 而本来就是拼尽全力的 竹取一族 两名精英中人 看着那离去的身影 也并没有追击的意思 只是松了口气 哐啦 两名发狂的铁甲骑士 在战斗结束后 一下就跪倒在了地上 而后到了下去 没有了声息 两名竹取一族的忍者 对视了一眼 也默契地低头 掀开了他们的头盔 然而映入眼帘的 只有他们七孔流血 死不瞑目的 眼中残留的铜影 好似在他们 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 也同样看到了 自己两人相同的下场 不好 然而 这念头刚刚闪过之后 两人便失去了意识 同样倒在了地上 死状同两名铁甲骑士 近乎于一目一样 七孔流血 死不瞑目 永恒万花筒 血轮炎使用的幻术 哪怕是当初临时 从复月那边 学到的简单幻术 对付这种层次的敌人 也是绰绰有余了 如果不是这个商人身份 还有用 倒也不需要这么麻烦 现在的话 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旁边的搬运人员 也都知道 这群人 是针对竹取一族而来的 自己只要和他们摆出 同一样的态度就行了 至于发生了什么 普通人怎么能够知道 而且 这可是你们 竹取一族的牵累了我呀 不过并没有出现 什么触发任务 应该是他们的行为 应该并不属于 逆转干涉剧情什么的 大概 就是为了在竹取灭族的时候 分一杯羹吧 徐悦遭遇袭击 还死了两名族人 竹取一族 也是相当重视 作为雇主当然不好上什么手段 但对那些车夫就没什么顾虑了 从他们那确认了情况 知道徐悦他们 反倒是被牵连的后 就算是二愣子的竹取一族 也感到了相当的尴尬 本来是保护别人的 现在反过来 雇主被自己这边牵累了 相比于这个名望上的损失 两名精英中人 与敌方两人 被无差别的幻属 攻击致死的事 倒也没显得怎么重要了 而徐悦以此为契机 也发了一通脾气 不过倒也大度地 没有终止 双方的协议意思 只是趁机压架了些许 但背地里 却又偷偷地在村子里 打听刚刚回村的 雨高消息起来 似乎是准备在他回来后 前往拜访一下 这种用几两赏银的小钱 光明正大的 在酒馆之类的地方 偷偷询问 在人者眼中裂作的 打听手段 倒也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八成是这个吝啬的家伙 准备找名声在外的 雨高大人问价格了 前面对方的一系列举动 已经足够给这人定性了 因此 徐悦也还算顺利地 与这位六伟人助力 见到了面 虽然雨高是 有着高冷的男神范 而且地位相当高 但在人界当中 以仁者的身份 与他见面 和以雇主的身份 与他见面 难度可是天差地别的 这也是徐悦 一直小心维护 经营自己 当前这商人身份的原因 第0214章 英明神武 看着面前那悠闲的 敞开了外套披着 表情有点冷漠的英俊家伙 徐悦也感受到了 对方体内那庞大的尾兽查克拉 其实与对方见到面了 徐悦就有能力制服 这家伙抽取尾兽 然后再靠飞雷神 逃之夭夭的 但既然目标 并不止这一只尾兽 而且也不需要抽取一整只 那自然还是一步一步来经营好了 本来的话 最方便的是 尾随他某次任务出去 把他搞晕 然后完事 但根据最近的情报来说 徐悦还是尝试了现在这一种方式 宇高先生 我已经打听过您的事了 不知道您能不能私人 接下我的雇佣任务 保护我完成接下来的几次交易 徐悦脸上挂着笑容地说道 为什么找我 宇高对于这找上门来的家伙 并不怎么感冒 他不喜欢这种浑身同臭味的商人 因为宇高大人 其实也很厌烦村内的环境 想要外出散散心吧 而恰巧因为生意的缘故 我几乎要周游整个人界 各个人村都会抵达 以您的身份 如果不是我这样的个人任务 前往其他国家 恐怕会有麻烦的吧 世界这么大 难道您不想出去看看 宇高在与徐悦界面前 就早就获得了 关于徐悦的描述情报 自然知道这个叫做 悦的商人相当吝啬 如果换做其他人这样 恐怕早就被当作是 唆使人助力叛变 被抓去拷问了 但出于这家伙之口 却又是显得如此理所当然 对方就是为了省钱 然后用最少的钱 雇佣到最厉害的人者 还偏偏的 宇高其实对这家伙的提议 还蛮有兴趣的 他已经和四代水影 炒过几次 已经有点厌烦了 之前作为人助力 都随便接了个任务 出去散心 真如同对方所说的那样 似乎也还不错的样子 劝说宇高的过程相对 并不算难 因为徐悦本身就是用贴近对方 思维方式的方法进行引导 再配合了一点不着痕迹的暗示 类别小幻术 带土都能影响到四代水影 徐悦只是简单地影响一下宇高 还是贴近对方 本身想法的引导 自然是没有丝毫问题和破绽 而只要这家伙上了车 路上找个时间 趁他睡觉 把事情办了就行了 至于物影村 如今四代水影 因为带土万花筒控制的关系 性格一直反复无常 有时候是他自己本身的性格 有时候又是被带土操控的状态 已经显得很混乱了 自然而然 对于宇高的正常接取任务什么的 不会再有太大的干涉 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甚至徐悦怀疑宇高成为判人 可能都是某一次任务出去后 就不想回来了 另外一边 徐悦同竹取一族的交易 也并没有停止的意思 宇高只是负责他个人安全 竹取一族需要保护货物的安全 几乎是用徐悦所有的家当 购买来的珊瑚和珍珠 放在水之国都市相当不菲的财富了 这要是卖到其他国家 价格将会相当惊人 竹取一族甚至都在商量 要不要干脆组长亲自走这一趟了 只是因为 宇高也参与了个人保护 本着王不见王的理念 不愿意被宇高压一头 最后还是有两名竹取一族的上人带队 两支中人小队和一支下人 实习打杂小队一起执行了这次护送任务 目标地点封之国 那里也是珊瑚和珍珠市场家最高的地方 同时也是一伪的所在地 这边完事而后 差不多就可以暂时缓一下回木叶看看进度了 那边的木分身并没有传递什么消息回来 应该是时间还比较富裕 与此同时 水之国的一处偏僻木屋当中 一小撮轮回者的面容都很是名重 日国那边在这个任务空间花了很多功夫 根据他们这次出售的情报加上我们一直积累的试探 竹取一族叛乱的时间应该不多了 但切入的契机却还没有达到 之前那一次骑袭本来应该很顺利的 不知道是什么人插手了 水之国的确不容小觑 竹取一族的血迹获得方法呀 这可是军团出了大价格获得的 之前那么简单的任务都没能办到 几位大人们会对我们的能力有质疑的 可惜大人们没能腾出手啊 这一次日国也不知道是发什么风 好像同时出售了很多真正实用的第一线情报 天主圣徒那边好像也得到了另外什么情报消息 正在木叶攻克 而就在几人小声讨论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踹了开来 引得他们一惊 不过在看到了那一名背着斩首大刀男子的身影后 几人却也是松了口气 同时恭敬地说道 见过林大人 嗯 这一次就由我带队好了 真是一群废物 随便抓几个人都做不到 那名背着斩首大刀的男子冷哼了一声 似乎对进度相当不满 但所有人却都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敢说 其实本来上一次就应该是林大人带队的 不过有点和情报出入的是 这一次进入任务空间 完全没有丝毫关于斩首大刀持有者的消息 好像三战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一半 这种情况下林自然就是抓紧机会利用自己这买来的大刀 到处去刷任务 想要换到忍刀欺人众的那种身份 所以之前的事才是全部丢给了他们 上面压下来的任务 他们也算是准备得很充分 做得很好了 但中间就是碰到了那个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意外 不过还好 这一次林大人终于是空出手来了 而且还夹杂着新的忍刀欺人众这种身份参与进来 真的能够方便很多 在任务空间 精锐轮回者竟然刷到了这种层次的身份和地位 这简直不可思议 精锐轮回者当中的顶尖都很难办到 可能要大佬这一级别才有可能 这可是水之国的名片之一 手中拥有着足够的实权和名望的 还会增加综合名望这种珍贵的属性 真的是要感谢一下 把斩首大刀上一任持有者打没了的那一场战斗 很可能是有轮回者插手了 必须要对其表示谢意 有林大人参与 那自然是手到擒来 我们这就去寻找新的合适目标 还找什么新的 从哪里摔倒的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就上次那队伍吧 林对于那双剑小队长的选择 似乎很是不满意一般 随后继续轻描淡写地说道 如今我也算是能获得一些上层情报了 如今村子和竹曲一族还没完全撕破脸 正常的出任务落单出手会受到误引暗杀部队的追查的 我可不想招惹他们 语气虽然轻描淡写 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那梅雨间的一丝得意 不过根据情报 现在竹曲一族接下了一份私活 对于这一点村子本身也是很不满的 所以针对这个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会干预 我们去找那个护送的队伍就好了 其中有一名超级强者 但他并不会介入忍族与村子的矛盾 这一点可以放心 至于其他的 虽然有两名上人 但都是普通上人的层次 只要设计得当 对如今的我而言 不足为虑 灵的眼中出现了一种 一切尽在掌握的睿智之色 情报上的绝对优势 再加上自己的实力配合 真的是太过契合了 得到了眼前这身份后 一些以前拼死拼活 都打听不到的消息 都能自动地送入耳中 果然 这个任务 空间当中 还是要背靠五大村吃饭 才能接到最大的事 听到那意气风发的话 所有人也都一口同声地说道 灵大人英明 第0215章 算计 还真好糊弄 长长的运输商队 犹如长龙一般 而徐悦则是坐在了一辆 还算舒适的马车之上 计算着这次的收获 雨高什么的 还是比较好搞的 趁着他想要休息的时候 一个在C世界下 强化版的阅读打出去 就让他做了个噩梦 随便摆什么姿势都可以 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 啥都已经做完了 以伟兽的查克拉储备 被抽走的那一点 完全是不疼不痒 最多是会感觉 有点疲惫和酸痛 大概会认为 噩梦没休息好 而利用经验灌输增强的 封印术知识 也是让徐悦 完全有能力 摄取部分伟兽查克拉 整只抽出 还得费一番手脚 抽出部分难度 其实降低了很多 如今九大尾兽已经收集了 四种查克拉了 再录一致就过半了呢 至于其他顺带的收获 也就是这一车队 用来掩饰自己本来意图的珊瑚 和珍珠了 本来 徐悦都觉得 这些是顺带的 对于自己身上存下的钱 没多少概念 但看着那两名守护的上人 一直都如林大迪的模样 还是发现了 似乎自己攒下的钱 有点多的样子 不就是可以买一打阿斯马吗 很多吗 逐取一族 好歹也是水之国的豪门 在水之国境内 是没有遇到丝毫问题相当的顺利 离开水之国时 还登上了一艘大型海船 准备途经波之国 抵达火之国 借到前往风之国 而水之国到火之国的这一段海路 就是完全处于三不管地带了 加上众多的岛屿提供藏身 导致流浪忍者 海贼盛行 甚至就连有两名上人护送的队伍 都选择了低调伪装 珊瑚珍珠什么的箱子之外 露出一些更加廉价一些的商品影子 上人也要担心土匪吗 真借丢人 这里还有个人助力好不好 然而 出海才三天 徐悦就发现自己这边 还真的好像很值钱的样子 大大小小的各种诡异船只不断地出现在四周 两支中人小队的成员时不时地就窜入了水里 然后带起些许红色 甚至连鲨鱼都过来了不少 作为水之国的人者 竹曲一族还是很适应这种战斗的 他们应该只是试探 不会攻击吧 徐悦从船舱里出来 有些好奇地对旁边一直高冷男神范儿的宇高问道 谁知道呢 不过按照时间来说 就算他们发现了我们货物的价值聚集人手 也没应该这么短的时间 就聚集这么多才是 宇高眺望远处 一直半航大大小小的船只 语气中也带出了一丝疑惑 这些海贼不可能是同一个势力的 否则水之国也不会允许附近有强大的组织机构出现 明显是多个海贼组织一起配合的行动 但问题是 他们是如何提前知道这边出海 以及货物价值的 看来应该是有人特地联络了他们 并且提供了情报 既然如此 那这一战恐怕是无法避免了 不过作为六伟人助力 几乎站在了现在这时代人界食物链的顶端 宇高倒是并没有多担心自己的安危 只是对于如今村子的现状有些担忧 忍族们自己私下接活 内部又有情报出卖 很显然又是派系斗争了 再这么下去 村子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又回到战国时期的忍族模式吗 两名逐取一族的上人一直都未曾出手 而是满脸凝重地站在船头 看着两支中人小队时不时地猎杀一些潜入者 不是他们不想出手 而是此时对方就是在试探这边的战力情况 为的就是将他们逼出来 一直让两对中人游刃有余地应付着 反倒是能够提高威慑 可随着频率的变高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实力不俗之辈 甚至已经有人饮彩水抵达了附近观望 他们两人也明白 这一战是无法避免了 哎 这么贵重的货物 对方却只肯出两名上人的护送酬金 如果不是之前连累过对方 加上注重长期生意 还真不愿意答应 不过好在与高大人也在船上 虽然他表态了只是保护雇主 但真到了危急时刻 也肯定会出手的吧 尸骨脉 食指穿淡 尸骨脉 食指穿淡 两名上人突然用出这竹曲一族的招牌远程攻击 破空的尸骨带着尖锐的呼啸 滑破空气灌入海底 瞬间就在水下制造了几朵血花 而他们的出手也好似点燃了导火索一般 对方一直观望试探的举动也全部停止 顷刻间就化作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 几艘小舟如见一边的滑破白色浪花时来 伴随着一起的 还有数十踏水而来的流浪人者 虽然看上去这些都是中下人的层次 但竹曲一族的几人却丝毫都不敢大意 水盾 大瀑布之树 然而就在此时 这群人当中隐藏在暗处的高手也终于是动手了 一出手就是一发高级水盾 在这大海的环境上更是如虎添翼 螺旋的水流直奔船体而来 虽然知道对方是故意的 他们肯定也不想打沉这艘船 但两名竹曲一族的上人却并无法无视这种攻击 只能其中一人无奈地顺身来到大瀑布之树面前 伴随着一劈里啪啦的响声 浑身都灌出了大量的骨刺 尸骨脉 唐松之舞 随后强行挡在了这大瀑布之树的面前 虽然这是相当强大的一种防御之树 可骨刺之间的缝隙却并不能很好地抵挡这种规模的水盾 对方完全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 等待两人一出手的时候就抓住机会用出这针对性的手段 似乎早就知道他们是竹曲一族一般 伴随着一阵轰击 虽然大瀑布之树被唐松之舞全部切碎中断 但还是将那名上人打得狼狈不堪 已经完全起到了这个忍术的目的与效果 不愧是竹曲一族竟然挡下来了 一道人影缓缓从海面上冒出 形成了人的形态 露出了一道脸上打着绷带的怪人人影 逃递在布展 是你小子 竹曲一族的那名没有拦截的上人 看着来者的相貌后 脸上也露出了凝重之色 这家伙当初毕业时就杀掉了同期的所有人 一路也是火箭一般提升了上来 是不折不扣的暗杀天才 没想到是这家伙过来了 他虽然一向桀骜不逊 但目前并没有背叛村子的苗头 这是专门针对竹曲一族是吗 祝在布展参与政变失败 带着白还遇到了军马履和大蛇丸 所以那个时间应该是竹曲一族灭族之后的事 现在还没发生 还是雾银忍者 第0216章 铁板 再布展能够在原著当中继承斩手大刀 能够第一次交锋之时击败卡卡西 其本身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刚刚毕业就杀掉了考试中其他所有人 其天赋也是超绝 虽然现在还没达到巅峰 距离精英上人还差些许 却也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称号 鬼人再布展 竹曲一族的血迹献戒的确强大 但两名上人本身就是靠着血迹献戒的能力才获得了上人的称号 就单对单的实力而言 却是比在布展要逊色不少 原本的话两人合力还是能够占据优势 可偏偏在布展一直隐忍不发 等到两人动手的时候突然来了个套路将一名上人的战力打得大幅度缩水 再加上此时那其他重来的海贼 一时间情况不由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 在布展一人就能完全牵制住两名上人 而两支中忍小队和那一支就是过来打杂的下忍小队 面对那些蜂拥而至的劫匪 根本就不可能阻挡 里面的中忍级别流浪忍者就有十多人 下忍层次的更是不知多少 哪怕是没达到下忍层次的汉匪 靠着人数也足够造成威胁了 总之 还是他们聚集人手的速度太快 也让这边太过猝不及防 该死 只能拜托与高大人了 但与高大人会插手忍族和村子的浑水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两名竹曲一族的上人没有丝毫犹豫 直逼再不展而去 集结两人之力 先解决这个强敌腾出手来的话 还有那一线生计 哼 两个纯粹靠着血迹力量爬上来的废物 又怎么知道忍者的真谛 再不展见到冲来的两人冷哼了一声 随后结印 水盾 雾饮之术 浓郁的雾气在海面上浮现 这种环境下 近乎于瞬息间 就让场面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而竹曲一族的人者又并不擅长忍术 根本就拿着浓雾 没有丝毫办法 无深暗杀之术 一名护卫的中人率先被解决 让两名反应过来的上 忍不由脸色一阵难看 等到准备 想要做相同的事之时 却被已经完成了目标 回过头的再不展直接缠住 手中骨刃与再不展的短刀不断地碰撞着 在浓雾当中都发出了激烈的交战声 三人站在一团 直接陷入了僵局 那个 雨高先生 现在战局怎么样 你会出手的吧 听着浓雾当中的厮杀与打斗声 徐悦看着雨高不由开口问道 满脸期盼的表情 雨高高冷地看了徐悦一眼后 便是不再理他 而是闭目说道 我只答应保护你的安全 其他的与我无关 如果是正常地遇到劫匪 出手解决也就出手了 但现在又是扯到那村内的政治斗争了 本来他就是因为讨厌那些财 跟着一个商人出来的 现在做的也就是两不相帮 怎么能这样 你 你 爱 徐悦似乎是有些心灰意冷 加上外面危险的缘故 又直接打开门 回到了房间里 对此 雨高也不以为意 只是静静地站在甲板上 以自己的能力 附近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瞒不过自己的 站在这里 也足够互得其周全了 这家伙太过吝啬了 贪小钱丢大钱 让他吃一千掌一掷吧 而就在雨高自信掌控全场 一切都瞒不过自己的时候 房间当中的徐悦 便也已经用出了木分身之数 让其从另外一边的窗口窜出 融入了浓物当中 货物什么的倒是其次 但这才是自己 第一次用这商人的身份 你就把劳资获解了 我后面怎么去其他村子 把人助力租出来 割草割进去吗 不能让你们继续 肆意妄为了呀 林大人英明 林大人只是略施小记 就轻易地将对方压制成这样 所有的一切都在林大人的预料当中 不远处浓雾边缘 几名轮回者 没有丝毫遮掩地 对那背着斩首大刀的人影 大拍马屁 让林也很是受用 平时的时候 他对于奉承的免疫力 倒是很高 但自己刚刚成为忍刀欺人中 还设计出了眼前的局面 这种话完全就是说到了 他的臊痒处 好了 别说这些没用的 等到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去捕捉那两名上人 实力越高对我们的作用就越大 这可比最开始定下的中忍目标 好得多 遵命 林大人出马 还不是手到擒来 那再不斩 也会卖这个面子的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 却是传了过来 我说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人 原来是你们 一道人影踏着水面 从浓雾当中走了出来 带着一脸阳光笑容 看着面前的几人 好像是许久未见的熟人一般 让这几名轮回者不由心头一惊 但随后很快地镇定了下来 来者只有一人 现在这种场面 除非那个人助力出手外 其他人都没有丝毫用处 林大人早已看穿了一切 与高是不会插手村子和忍足之间的浑水的 林大人本身就已经站在了食物链的巅峰 除非影集大佬 否则 哪怕是精英上人有自己等人的配合 也能占而胜至 一切皆在掌握 等等 这个人好像是那个商会的会长 竟然是一名忍者 之前袭击徐悦的那双剑男子 盯着徐悦的脸半赏后 也是露出了惊诧的神色 对方能出现在这里 再加上那踏水而行的画面 显然是告诉了他们对方并不是普通的商人 竟然是忍者 隐藏了身份 肯定有秘密可挖 活捉他 林此时也是面带些许傲然之色地抽出了自己的斩首大刀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实力 但既然看到了自己这边 这么多人都还敢主动出现 应该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过可惜 你的剑势实在是太低了 自己的兵器可是忍刀七人众当中的斩首大刀 能够获得这把兵器本身 其实就是我实力的象征 我现在可是传说中的忍者 传说中的忍刀七人众 嗯 之一 是时候 让我的刀渐渐血了 正好吸收你的血液来补充一下我的体力 灵异脸迷恋的神色 抚摸着自己的刀身 随后抬手指向了徐悦 下一刻便没有丝毫征兆和犹豫 灵力的刀锋直逼徐悦而去 利用斩首大刀的长度和攻击范围 一斩之下 几乎横扫了整片区域 根本必无可避 这鬼斧神功的一击 也让灵的心底出现一阵自得 上次得到斩首大刀 就利用训练卡苦练 完全将斩首大刀的体积优势发挥了出来 寻常敌人 只需要一击 没能提前预判到我的动作 未能提前躲避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配合自己的冲击与斩首大刀的重量与锋锐 普通兵器根本就无法承受 不能躲避 就只能连人带兵器 被自己一刺断 品尝恐惧吧 刀锋划过 海面都被劲气带出了一片划痕 看似普通的一击已经被运用到了巅峰 钉 一根手指抬起 拦在了斩首大刀之前 没有丝毫颤动 没有丝毫征兆 那原本凌厉的攻击戛然而止 停在了那手指之前 被其完全挡下 第0217章 意外消息 眼睛都快瞪出眼眶地看着 那被一根手指拦下的斩首大刀 灵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这是欺忍刀之一 在自己上人的实力配合下 发挥出的攻击 就算是一台寻常机甲 都能砍成两截 然而 然而 对方竟然一根手指就完全拦了下来 一阵阵金红色的套和多边形立场 不断地在手指与刀锋交接之处闪动 下一刻 徐悦便是笑盈盈的弯曲手指 将斩首大刀完全地夹住 当 作为七忍刀之一的斩首大刀 顷刻间便以手指处为分割线 光节平滑地断成了两截 骤然地失去支点 灵保持的砍杀动作也不由一个量抢 下一刻一道寒芒闪过 他握刀的整条手臂都直接斩断 带着剩下的半截斩首大刀 直接落入了海里 而眼前 依然还是那连一丝变化都没有的笑脸 上次碰到的一些杂鱼 还真没有出手的欲望 不过上任级别的轮回者 好歹也是相当高的指挥层了呢 配合一点将情报 告诉我的话 可以少吃很多苦头哦 徐悦轻描淡写的话 让灵和其他几个 只能喊666的咸鱼 都是心底一阵震惊 对方竟然是轮回者 怎么可能 就算是混到了这种地位的轮回者 又怎么可能有实力 近乎于一招就制服了灵大人 单排进来的大佬吗 这是何等的脸背 哼 没想到竟然是轮回者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灵捂着断臂 满脸都是仇视之色 而后便是耿着脖子 一副你手段随便上 开口了算我输的样子 对方根本就没什么掩饰的 直接过来 暴露出了这种恐怖的逆天实力 唯独只可能是单排进来的大佬 除非自己这边 肯签订苛刻的空间协议 否则肯定不会留活口了 既然横竖都是一死 那还不如死的硬气一点 无非就是一些拷问而已 挺一挺就过来了 真是有骨气 我欣赏你 徐悦满脸都露出了赞叹的表情 随后眼中便是一片星红 化作了独特的符文 旋转了起来 我们是时代力量的成员 为了获得 竹取一族的血迹献戒 而进行的任务 准备介入到之后的灭族之夜 现在是准备抓两名 竹取一族的成员 方便诅咒祭祀大人 以血脉为媒介施加诅咒 最大程度的削弱敌人 双目无神 时不时身上 还会抽出一下的灵 土豆子一般的 将自己知道的消息 全部都说了出来 开什么玩笑 C世界强化过后的阅读空间 与高都会中招 绝不是这种普通货色 能够抗住折磨的 而这位精锐轮回者当中的佼佼者 也的确是拥有着足够的地位 手中的情报相当的丰富 甚至连其他军团的情报 都了解一二 正好填补了徐悦的许多空白点 法兰西区除了一些售卖的情报 它可没有稳定的情报来源 先是竹取一族的血际线界获得方法 这是他们从日国轮回者手中买来的超稀有情报 需要按照一系列步骤完成任务 最后参与到竹取一族的灭族活动当中 并且参与者要完成超过30%以上的有效击杀 才可能获得空间值皆已 尸骨血继线界血清作为奖励 正因为条件太过苛刻 需要对一个强大的忍族完成30%的杀伤 所以他们才是准备对整个族群都施加诅咒 这样就算是其他忍者完成的击杀 也会有少数的积分计算落入他们团队的头上 其实这次他们过来的主要目的 依然还是那些竹取一族的人者 让徐悦当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 怎么自己又是顺带的 不过好歹顺手搞到了一个消息 徐悦也从他们的那个任务完成步骤当中 再次嗅到了一些空间布置任务的技巧和因素 这对自己接下来需要做的一些事 也有着一定的帮助 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能过来参与一下的 除了这之外 徐悦询问的其他一些军团情报 也了解到了一些眉目 时代力量本身是法兰西排名第六的军团 这一次还有着一名单排进来的大佬 就是那位诅咒祭祀 手段诡异莫测 除了他们这军团外 排名第五的天主圣徒 同样因为日国轮回者的情报 正在木叶刷着任务 排名第七的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 则是在土之国神神秘秘地 不知道做什么 应该也是得到了什么隐藏任务的消息 没有了利用价值之后 眼前这一只轮回者小队就全部被喂鲨鱼了 连本来面目都没掩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徐悦也压根就没准备放过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主动攻击自己 那自己也不存在情有可原的说法 这里的诗差不多摆平之后 徐悦便是再次引入了浓雾当中 在这浓郁的白雾中开始迅速结印 废顿巧雾之术 丁 再次与两名竹曲一族的人者交上一击后 再不斩也感到了四周环境的不太对劲 伸手扯下了几根头发 看着发烧那种腐蚀的卷曲样 心中也不由暗道不好 随后便是一点犹豫都没有的 朝着浓雾之外撤离而去 压根就没有再理会什么的意思 让两名竹曲一族的上 忍不由一阵面面相去 但随后 他们也很快发现了这物的腐蚀性问题 感觉这股腐蚀性竟然还在逐渐变强 弱小一些的人者 已经开始在浓雾当中发出了哀嚎 所有小队都回到船上躲入船舱 加速离开这片雾区 木分身自己解散 让一直待在房间里的徐悦 感应到了记忆后 倒也并没有多少意外 这次的被劫本来就透露着蹊跷 有轮回者在背后 搞鬼很正常吗 本来最开始 他的意思就是只用个巧悟之术 分割战场 让双方霸占的 算是很控制威力和浓度了 只是为了达到霸占的目的而已 否则 密封环境下 巧悟之术 可是连虚左能乎都能消融的 广阔的环境 虽然威力受到限制 但要对付上人之下的存在 还是很简单的 就算上人 也不能持续抗住 限制控制了威力的情况下 船只在冲出浓雾后 只是表面多了许多坑坑洼洼 并没有受到结构性的破坏 虽说是遇到了袭击 但算起来这一次还是比较赚的 白白从那个时代力量的小组里 得到了不少不错的情报 不管是剧情方面的支线推进 还是一些法国轮回军团的情报 都是有些用处的 这一次法国轮回者军团这么多军团 进入到眼前这个时代 最主要的原因 似乎就是日国轮回者 拿出了一些压箱底的剧情 秘密过来出售 显然 这其中应该有着什么PY交易的 第0218章 优秀的护卫们 经过一次遭遇战 两支中人小队的编制变成了一支 两名上人也有一人身负重伤 战力受到了限制 反倒是那打杂的下人小队 一直都在船舱内的缘故 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但这一次能够击退敌人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能达到眼前的程度 两名护送的上人也能够接受 他们也并没有准备掉头回水之国的意思 而是准备继续上路 这次遇袭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村子和忍族的政治角力 货物的价值反倒是其次了 两名上人也只能将这件事憋着 再加上离开了水之国后 只要能抵达火之国 这边相对较为繁荣安定的环境 也不会有能提前得到消息的劫匪 互相串通联合埋伏的了 在两名逐取一族的上人看来 物影村和忍族的绝利归绝利 互相打破脑浆都好 但自闭的村子 也不会去找到火之国的势力合作 来对付自己村子的人族 反过来 现在继续护送上路 还更加安全的 等到货物抵达后 自己等人轻装上阵的回村 会简单很多 这一次 那受到重伤的上人 就是因为第一级 为了保护船只而强吃了大瀑布之数 而后一直被在不展当做了重点攻击的对象 才被对成了这个样子 另外一边 水之国一处偏僻的海边山洞当中 潮湿的水气不断地在山洞上方的中乳石上 凝聚成水滴滴落 整个山洞都显得阴暗潮湿 但就是这样的环境下 中央一片空旷的区域上 却是点燃了细密的蜡烛火光 在蜡烛跳动的火焰映射下 还能够看清每一颗蜡烛边上 都堆砌着一小堆骷髅头骨 这些蜡烛与头骨所包裹的中央 则是盘膝坐着一位枯瘦的人影 黑色的宽松长袍披着 也无法掩盖 他伸出长袍外 那犹如鸡爪一样的手掌 死了 真是废物 随着他身边极多火焰的熄灭 这一直犹如干尸一般没有动弹的人影 终于才是出现了些许波动 原本被冬帽所掩盖的面部阴影当中 跳动了两朵幽蓝色的火焰 第一次只是一群资深轮回者出手 失败了倒也是情有可原 可第二次 刚刚获得了忍刀七人众身份的一名精锐轮回者带队 竟然反倒是带出了一个全军覆没 简直就是废物 可惜了那刚刚获得的优秀身份 忍刀七人众在雾影的地位还是相当不错的 哼 亏自己还在他争取身份的时候拉了一把 完全白费了自己的好意 不过 虽然废物了点 但那家伙能够获得忍刀七人众的头衔 本身的实力还是需要认可一下的 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都没逃回来 那显然是触怒到了六伟人助力雨高了 雨高已经选择站边了 这倒也算是个有点价值的消息 好歹弥补点损失吧 现在自己有些脱不开身 亲自出手做些什么 只能运用这份独有情报 先运作一下谋划点好处了 另外一边 在再步斩撤离之后 一道带着雾影暗部面具的妖娆身影 抵达了战斗海域附近 左右观望了一阵后 便是一个跳跃落在了一颗礁石之上 扶下了曼妙的身形 伸手触摸了一下那被腐蚀过的礁石之后 面具露出的美瞳当中也闪过了一缕一色 果然是废盾 并不是雨高出手的吗 雨高的树当中也有腐蚀类别的 再不展在撤退汇报的时候 倒也无法判断是不是雨高出手了 只是当时那样的环境 似乎也只有雨高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唯独本身也拥有费顿的暗部队长赵美明 听到描述后心中有些怀疑 所以自己前来验证了一下 完全判断出了出手之人并不是雨高 而是另有其人 还是一位与自己一样拥有着费顿之人 以赵美明对村子目前内部情况的了解 如果一直中立的雨高再被扣上什么罪名 那就真的麻烦大了 任助力在村内的作用可并不下雨影 必须要在村内下定结论之前 将真正出手之人揪出来了 很可能 对方就是故意挑拨任助力 与村子关系的敌对势力 还没完成造反大业 对时而正常 时而被控的四代水影 还抱有些许幻想的赵美明 此时也想要极力地进行自我的补救 下一刻就消失在了海面之上 你们火之国的环境还真不错 徐悦本身的身份就是 主要在火之国做生意的商人 商队一行抵达了火之国后 一路都相当顺利 劫匪也出现过 但都是普通劫匪 全给那下人小队练手用了 后面可能是知道了 这是有人者护送的商队 连那些毛贼都已经不出现了 相对的治安 的确要比水之国好得多 那是自然 毕竟是最繁华的国家 不过也因为这里的治安良好 加上本身就与水之国接壤的关系 所以 货物卖到这里 虽说有赚 却不能将利益最大化 徐悦一脸事快的表情说道 语气中带着一种商人的狡诈与精明 但在这里卖也更加安全 不是吗 火之国与风之国交界的沙漠处 听说也很不太平的 也就是我们逐取一族 并不是主要靠水盾 换作其他村内的人者 许多可能都会在那种环境下被克制 那名相对没受伤的商人 也简单地与徐悦交流了起来 对于这家伙 一次性就将东西卖这么远 他也是有点怨念的 这不是有你们吗 利润足够我冒险了 不单单利润要高出许多 而且卖完后还能顺带收购风之国的特产带回火之国贩卖 徐悦又开始对这群忍者灌输自己斤斤计较的吝啬形象 那种一块钱要掰成两块花的样子 已经在这些护送忍者和车夫眼中完全固化了下来 好了 马上要抵达火之国边界了 还是需要打起精神来的 一路上都是一副游山玩水心态的语告 此时也适当地做出了提醒 这商人虽然吝啬点 但也算得上是火之国的地头蛇了 在火之国一路都有路引开路 省掉了不少麻烦 但即将抵达边界的三不管区后 估计多少也有点麻烦的 然而 与高中乌鸦嘴刚刚说完 甚至此时都还尚未抵达边界 这长长的商队 就已经被人从后面追上并截停了下来 几名木叶忍者装扮 戴着面具的暗部成员落在了队伍前方 让徐悦都不由眯了眯眼睛 那种花纹是跟的人吗 自己的动向一直都很低调 也并没有与木叶有什么联络 他们应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才是 六尾仁助力宇高 不知道你来到我们火之国有何贵干 为首一位鹰脸面具的男子 看着宇高对照了一下 自己手中小册子上的画像 语气冷冰冰 没有夹杂丝毫感情 这不由再次让徐悦感到了有些无语 得了 这次自己聘请的护卫们还真是给力啊 但随后 几名被雨高吸引到了注意力的根部成员 还是看到了那满脸人处无害笑容的 徐悦正笑眯眯地盯着自己等人 瞬间便不由动作一讲 其他人 甚至村里的人很多都不知道 戴着暗部面具的徐悦 如今长啥样子了 可能许多人都还停留在12岁的印象上 但根部的成员却并不在此列 MMP 第0219章 一言不合 明白了根部成员过来的目的后 徐悦自然也捋顺了不少的脉络 乌尹再不争气 人助力出门的情报可能会泄露 但出门做啥去了 还是有相当的保密性的 这应该是乌尹那边的轮回者干的好事 或许是将雨高的行动情报 出售给了牧业这边的轮回者队伍 然后又由他们想办法透露了出来 以团藏那家伙的性格 可能都恨不得去别人村子里抓人助力了 现在骤然得到了一个其他村子人助力的情报消息 那还不是打了鸡血安排人过来寻找 他可不会在乎什么和平不和平的 这本来就是鹰派的典型代表 或许八部的水之国 因为这件事打一次趁着水之国内乱做些什么 现在看着只是几名根部成员出现在这里 可一旦被拖住了 团藏本人出现都不会让徐悦感到意外 见到那几个家伙已经认出了自己 徐悦到也并不怕他们叫破自己的身份 一切都是以任务为先的根部成员 全都可以直接当作是机械与工具 作为岸部和根部当中都是仅次于团藏地位的徐悦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违背的了的 除非是团藏特地安排了他们过来针对自己 否则并不需要担心什么 是木叶的岸部朋友吗 我可是拥有着正规录影的商人 你们可有必要维护我们利益的 徐悦带着那种和善的笑容 笑嘻嘻地递出了文书 那为首的根部小队长也僵硬地接了过来进行了检查 徐悦自己盖章上去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假 的确是正规的文书 但你为何不顾庸木叶忍者 他们需要配合徐悦 但同时 他们更加优先度的还是团藏大人布置的任务 拖住六伟人助力 所以虽然没叫破徐悦的身份 但却也不准备就此放手 最好就能这么拖下去 一直等到团藏大人的到来 本来的话 他们是丝毫不介意直接见面就动手的 虽然人助力强大 但只要不一开始就全力而为 自己几人的实力还是足够周旋一二拖延时间的 但现在 这位爷在这里表达了不满后 他们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利用语言公式起来 否则一旦真的对起来 偏小的这位爷会帮哪边 他一旦出手 就根本不存在拖时间的可能 或许对方实力不会比伪兽人助力要强太多 但飞雷神的恐怖速度足够给对方带来快速解决战斗的契机 这样的和谐文化场面 让旁边的雨高都不由满脸的感慨 你们牧业的暗部可真是斯文 换作我们的早就一言不合就动手了 问都不会问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告诉你们好了 我过来只是纯粹为了散散心接下了一个简单任务 并没有什么恶 熔顿灼合流言之术 树科巨大的暗红色火球突然从林间窜出 直逼几名根部成员而去 而那几名根部的成员也不由心头一惊 纷纷避让 即便如此 那些暗红色火球冲击之下的剧烈爆炸掀起的尘埃 还是让附近区域一片烟雾弥漫 雨高倒是反应快 直接一个泡泡将徐月保护了起来 抵挡了鱼波和冲击 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一名下人甚至还被见射而出的容颜灼伤了手臂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 随后 一名戴着花纹面具的妖娆蓝色倩影 便是跳出抵达了商队跟前 看着那几名狼狈逃开了自己的攻击 但实力都很是不俗的根部成员 也直接对旁边的雨高 发出了悦耳而凝重的提醒 一路上我见到了不少他们这样的小队 应该特地就是为了撒网出来找你的 估计后面有专门针对你的援军 赶紧走 徐月看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也感到了雾隐的人还真都是一言不合就开片的暴脾气 熔顿再加上这妖娆的体型是未来五代小姐姐赵美宁了 哼 雾隐暗部 看来你们真的是有所图了 既然如此 那就留下吧 如果是徐月动手 那几名根部成员还真会感到头疼 但现在突然冒出的是另外一人 哪怕使用的是棘手的熔顿都不算什么了 一下就让他们的胆子放了开来 虽然来者也很强 但却并不是无法对抗 可就在他们心头这念头刚刚闪过 身上的一阵刺痛感 却是让三人都不由一阵惊骇 什么东西 这烟雾有毒 骑手熔顿爆发而出的尘埃浓烟掩盖之下 杀人于无形的废顿也早已被照美名用处 温水煮青蛙一般地在他们四周 而后突然加强了威力 瞬间就让几名实力不俗的根部小队成员 降低了许多战力 虽然狼狈地逃离了开来 但身上都出现了密集的腐蚀伤痕 因为之前熔顿攻击的地方 本来就是对方的所在之处 而为了增加威力 费顿的范围还被特地压缩了 所以徐悦他们这边倒并没有受到多少波及 而宇高和另外那一名战力没受损的上人 在明白了赵美名画中的意思后 也丝毫没有浪费眼前机会的意思 都是同时出手痛打落水狗 水盾 强酸泡沫 尸骨脉 食指穿淡 连续的攻击 将几名根部成员逼得狼狈不堪 本来他们的整体实力就大有不如 靠着伤队的拖累 打打游击还能牵制一二 但此时还失去了先手 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三两下就被赵美名和宇高 这两个影集强者轻松解决 我的祸 我的祸别落下了 等到几名根部成员被迅速解决之后 徐悦才是开口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祸 好像是普通人跟不上忍者速度反应慢了一拍一样 根部的人都是打上了团葬的标签 徐悦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出手就下的意思 差点坏了自己的事 没亲自动手就不错了 如果他们之前有想要叫破自己身份的意思 那绝对就是直接阅读伺候 现在还只知道你的祸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惹来了多么大的麻烦 解决了当前问题之后 赵美名看着眼前的徐悦 面具没有掩盖的妙目之中满是愤恨之色 如果不是这个贪婪的商人 如果不是他贪小便宜 哪里会引来这么多麻烦 先是村子和忍族的矛盾爆发 在海上爆发了冲突 现在因为被他拐骗的人助力关系 还直接与木叶发生了冲突 真是该死 简直温神一样 第0220章 接见 最后考虑到了人助力的特殊性 宇高还是提前告辞了 他是出来散心的 可并不喜欢麻烦 作为替代 他直接拜托了赵美名 来完成自己本身答应徐悦的嘱托 而后便是挥一挥衣袖 直接飘然而去 好在赵美名也还算是比较卖宇高面子 加上他是主张忍族和村子和平共处的 所以倒也并没有拒绝 此时已经到达了火之国边界 连夜赶了一晚上后 还是越过了火之国 抵达了边界线的沙漠区域 真正的三不管区域 这么多货可没办法掩盖踪迹 虽然我们处理过了尸体 但既然他们能够找上第一次 那很可能也会跟着找上第二次 顶着烈日带着遮阳用的斗笠 赵美名冷冷地对徐悦说道 路上他已经劝说过 徐悦放弃部分货物了 但徐悦却是完全不为所动 一副睡在箱子上摆出你干脆杀了我爸的咸鱼样 完全是要钱不要命的姿态 明与高大人已经答应会特地露头 将注意力吸引走的 想必不会有人有闲情来追我们才是 都是正规的火之国路尹 那名媒受伤的逐取一族上人 此时也帮腔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啊 都已经走到这里来了放弃 那自己这些人这么多天图的是个啥 而且这么多东西已经运送到了风之国了 以这边的物价只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出手 这个本来就很土豪的家货身价将再次暴增 拥有这种财富完全是一个长期饭票吗 逐取一族绝不会放弃的 明就是赵美名在暗部的代号 到现在他都依然是挂着暗部的面具 听到了逐取一族上人的劝说 他倒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一双美目时 不时还会在徐悦身上流转 倒不是看上徐悦本来就算英俊的相貌了 而是在审视眼前之人 到底和那使用费盾的暗中强者是否有关联 这可是他特地出来的最主要目的 通知与高离开 只是路上发现的消息顺带而已 哼 不要让我发现和你有关 不然又有个帅哥要消融了 怪可惜的 心底冷哼了一声后 赵美名也继续沉默地护在了车队的一边 靠近了徐悦的位置 既是为了就近监视察觉问题 也是为了保护 既然答应下来了 那他自然也就会履行承诺 秀了秀旁边飘来的淡淡幽香 徐悦也觉得与高换成了赵美名 其实也不错的 反正六位查克拉也已经到手了 美女怎么也比一个大男人扬眼点 只是 这位五代小姐姐似乎是在怀疑自己什么呀 她也掌握着费顿来着 是去过战斗现场 发现了什么吗 那个地方并不算深水区 群岛环境下是有着礁石的 应该是这个地方露出的破绽了 其他不熟悉费顿的人见到腐蚀 大概会认为是语高的数吧 但这位本身就拥有着费顿和熔顿的小姐姐 能发现问题似乎也是正常了 结合她一路追过来 估计通知与高离开都是路上发现顺带的 主要目标还是追查自己的 当作挑唆物以内部矛盾了 那还真是冤枉啊 一路上果然并没有从火之国方向追来的人者 反倒是流浪人者碰到了几批 但最高都不过中人的层次 随随便便就被打发掉了 也或许是之前路上比较背的缘故 直到抵达沙隐村后 路上都还算是顺利了 而将货物送达了目标区域 逐取一族的护送队伍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只是当初徐悦同与高的约定是护送她转一圈 再加上赵美鸣本身也有些另外的想法 所以她这边并没有进行任务交接的离开 护送货物来到风之国还好说 但徐悦准备在风之国买卖东西了 显然竹取一族是不可能在这里抢杀瘾的生意的 同徐悦打过招呼 再次说明下次来到水之国的时候 记得找竹取一族后 他们就直接轻装上阵地离开了 没有了徐悦的商队拖累 这群人的安全还是不用担心 至于为何要先来到沙隐村 徐悦也是想要用这批货当作自己的门面和筹码 在原产地水之国 这都算得上是价格昂贵的一批货了 上等的珊瑚和上等的珍珠 这放在了沙漠地区后 价值完全超乎想象 就连四代风影都在百忙之中特地抽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与徐悦见面 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 四代风影看着徐悦的脸总觉得哪里好像有点不对 不过当初徐悦也就是冷袖子抽了他一发 打得很突然 而且那时候还是12岁的脸 与如今的相貌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倒是不用担心会被认出 啊 我也觉得您很面善啊 风影大人 既然这么有缘的话 那不知道能不能雇佣价格便宜一点 徐悦完全没有否认的意思 而是摆出了商人的自来书 直接打蛇油上棍了 对于眼前这一位的情报 罗沙手中也早就有了一份 对方路上也图进过几个小镇子 同时还有着那么多一般人的车夫和运输人员 打听起来不要太简单 所以也知道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吝啬的商人 再配合对方那自来书的话 也完全打消了罗沙心底最后一丝的疑惑 随后便是爽朗地笑着说道 哈哈 岳先生这样的贵客到来 自然是能够有优惠的 不知道您的这一批货物是准备怎么处理 我们杀银也是可以发布售卖任务的 那怎么能行 这得被你们客扣掉多少钱 我准备雇佣你们一点忍者 陪着我将东西贩卖到整个风之国 同时收购一些钻石和宝石 另外剩下的货物保存在这里 也要帮我看好 徐悦脸色一变连忙 拒绝了对方的话 完全是一副我要批发 零售全包了的样子 宁愿泪点都行 也要把钱全部赚完 而罗沙作为最苦逼的一刃风影 此时的沙隐村经济状况 那是真的很糟糕 他也完全不想要舍弃多赚一点的想法 对方的这份货着实价值相当惊人了 真亏得他们能够一路平安 护送过来 随后便是带着一丝笑意 完全没有一丁点影的架子说道 先不要忙着拒绝 月先生应该知道 你这批货的量太大了 虽然都是很热销的上等珊瑚和珍珠 可同一时间出这么多货价格 肯定是会有波动的 现在罗沙哪里是个影 完全同样也就是个商人的 或许她在下属 在其他忍者面前需要摆出影的威严 但在与这种豪商谈生意的时候 却也能足够地放下姿态 她会抓住一切 让杀影壮大的机会 而这一下 也似乎是说到了 徐悦的顾虑之处了 让她脸上露出了满脸为难之色 嘀咕着这可如何是好之类的 所以我有一个建议 您可以自己零售出售一半 剩下的一半 可以委托我们村子 待为长期出售 我们可以先把费用结算给您 不知道意下如何 罗沙既然亲自花了时间 过来见面 自然也想要谈下这大单子 看到了徐悦已经有些异动的神色之后 不由再次趁热打铁的开口道 不单单价格方面可以放心 而且我们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 派出最优秀的人者 护送您去各地售卖与收获 回头还能够附赠免费护送你到火之国 不知道意下如何 或许是后面那送的免费护送一次打动了徐悦 徐悦还是松口了 但依然还是一副便宜要占尽的样子 如此也行吧 那你们一定要派出最好的仁者哦 物影那边开始还派出了那个六伟人助力护送我的 你们也得展现出诚意才行 只要答应用人助力保护我 那我就没问题 徐悦一副完全不认识忍者强弱等级 只知道用尾兽来判断强弱的能样 不由让罗莎也有点头疼了 普通人不是都会害怕尾兽吗 这家伙也真是个奇葩 吝啬到已经把利润价值看得比自己命重要了 第0221章 劳工 物影有派出宇高护送过这家伙的情报什么的 倒也比较容易打听 因为宇高在火之国高调地露面过几次 再加上那些车夫们的话 所言的确非絮 劝说了几次 解释了几次无用之后 四代风影还是决定为了这一笔的利益 答应对方的要求好了 只是现在的我爱罗才五岁 不过那个计划还没有实行 现在倒也不用担心 他会误伤无辜 只在封之国活动派出马迹贴身保护 倒也不用担心出什么乱子 左右也就是一个面子工程而已 对封之国境内 那几个负责贸易的小镇里 四代风影还是有把握掌控全局的 哪怕真的遇到了有敌对势力混入 必要时候也能让马迹完全激活一尾 虽然我爱罗还无法控制守贺 但让守贺发狂自动清理所有的敌人 也完全没问题 真出问题也足够自己赶到了 有了多重保障在附近的小镇子活动 为了这笔足够村子运转一年的经费 他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答应了下来后 剩下的自然就是相谈甚欢了 开始了互相的吹捧 直到风影助理过来通知有心的时候 才是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开 不多在最后离开的时候 四代风影依然还是回头问了一句 我还是总觉得我们哪里见过 哈哈 现在不是见过了吗 风影大人 徐悦的笑容也很是灿烂 你们耍我吗 怎么是个小鬼 徐悦指着一个黑眼圈的小不点 满脸的气氛之色 悦大人 他的确就是我们的一伟人助力 没错了 风影大人应该向你表示过无奈 是你执意要求如此的 我爱罗的小就业插完 不亢不卑地说道 他是很反感眼前这个商人的 真的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风影也是 太乱来了 虽然村子里缺钱 但怎么能把自己的儿子和任助力租出去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说他是个孩子 骗了我签订了雇佣协议后再说 这是诈骗吧 徐悦一脸愤愤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 任助力都是村子的重要兵器 如果不能确定签订协议 我们是不会平白透露这种重要情报的 叶插完依然轻描淡写地说道 没签订协议之前 对方是大爷但签订过了之后就要按照雇佣协议办事了 为了口碑正规的人村绝不会出现截杀雇主的现象 但如果有了约定想要违约 那就会品尝到五大村的可怕了 那我的保护怎么办 徐悦似乎是有点不甘心地说道 放心 有我和马基大人在 在风之国你完全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 叶插完对于这个吝啬的商人也算是了解到了 拜托 我们对任助力看的比你的货物还重好不好 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怎么会把它拿出来溜 哼 希望如此 花这么多钱就租到了个小鬼 真是晦气 徐悦走到了满脸害怕之色的我艾罗面前 看着这还没有黑化的小正台 一把就将它拎了起来 导致我艾罗附近的沙子都开始出现了变化 让叶插完和马基都不由连忙阻止 生怕无法控制住自己力量的我艾罗不小心把雇主弄死了 抽一尾的查克拉比徐悦想象中要麻烦不少 主要还是我艾罗这家伙还完全无法控制住沙子 导致自己很难有与他独处的时候 人少的话用换术糊弄都没问题 但关键是我艾罗的防护措施很严密 明面上就有着马基和叶插完 暗地里还有专门的暗部 徐悦的商业活动都快搞完了 都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让他都略微有些不耐了起来 反正等到最后一天还没机会 就算引起怀疑也要上了 现在暗中几批交替保护的家伙也已经摸清了 再加上明面上的 一口气全部用幻术搞定虽然有难度 但也能尝试一下了 先把飞雷神标记提前标好 只是就在徐悦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小镇 开始贩卖他的宝贝货物 同时还兼顾着收购钻石和宝石的时候 一些与四周格格不入的亚裔面孔 不由进入到了徐悦的视线 让他不由有些惊讶 之前他可是从那个忍刀欺忍重的精锐轮回者这里 了解了不少消息 因为杀隐的贫瘠 除了一些想要学习傀儡术和读的家伙外 很少会有大型军团喜欢这里 最起码他们军团的情报里 是并没有什么军团 可偏偏 那些人人数也不算少 还是聚集在一起的 难道是日国的轮回者 偷偷摸摸过来 想要做些什么 就和木叶看到的那几个亚裔面孔一样 但随后徐悦就发现 应该不是这样了 因为这群家伙 竟然对自己出售的这种普通货物感兴趣 竟然在和自己雇来的小贩 积极地讨价还价 徐悦能看出来 这很明显 并不是伪装 而是他们真的想要买 一开始 徐悦还认为 是不是他们接到了什么隐藏任务 但随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这群轮回者大多都有些畏畏缩缩的 他们似乎 纯粹真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已 赚取活影世界当中的银两 这真的是轮回者吗 不过逐步的 徐悦也隐约了解到了 这群人似乎是怀疑 根据徐悦在法兰西轮回区 了解到的一些消息 以及之前那名精锐轮回者 顺带透露的些许消息 法兰西的确是有一个华裔军团 是由前来支援 法国一战的华人劳工团 人数虽然不少 但整体实力却完全不入流 在法兰西这样少的人口基数里 军团排名都50以外了 有着大型军团规模小型军团 实力的奇怪军团 纯粹就是抱团取暖自保的一个团队 如果是这一支团队的成员 混在鸟不拉屎的风之国 还在惦记一些赚银子的买卖和任务 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了 看得徐悦也莫名心底出现了一丝 少有的异样情绪 但很快又平复了下去 这些珊瑚的质量很好 我们在这里接手 然后卖到深入一点的地方 赚到的银两平价 估计每人能够赚到500点的轮回点 一名头戴遮沙方巾 满手老简 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汉子 搓着手对旁边的人说道 是啊 贸易的路线我们早就摸熟了 也没什么风险 我觉得不错啊 对的对的 赞同 除了带着些许运气度过的新人晋级任务 他们平日里大多都是靠着奖励少 但却不要冒险的各种小任务 疯狂地刷着 每天起早摸黑花费大量的精力 靠着时间和勤劳来换取轮回点数 这一次发现这边有新鲜商品 加上前几天一直的价格调查 才是又准备出手一次 赚取点点数 各位客人 机会难得 现在这是我们最后一站 我们的货物也不多了 给你们打八折哦 徐悦一脸事快的奸商表情 来到几人面前搓着手说道 让旁边一直都跟着他的赵美明满脸的鄙夷之色 这段时间他已经完全确定了 这个吝啬的家伙 肯定是和那个神秘的幕后强者 没有半毛钱联系的 太跌份了 不过倒是难得呀 这算是他第一次打折了 估计也是受不了风之国 这恶劣的环境了吧 明明已经有这么多钱 能够养尊处优的过好日子了 但就是为了能赚更多一点 就宁愿在风沙里风吹日晒的 能够赚到这么多钱 却也并不是侥幸 哦 这不是劳工团的各位吗 没想到又遇到了 真是缘分啊 然而就在此时 另外出现的几道带着脾气的人影 却是隐约从另外一边出现 围住了那些劳工 既然有缘 那就把这一次的保护费交了吧 第0222章 到手 几名浪人泼皮装扮 满脸脾气的家伙 肆无忌惮地盯着那一群劳工 完全就是吃定了的样子 人数上 其实还不如他们 但却反过来形成了包围 而那群劳工当中 为首的那方金男子 也是面露苦涩 华纳团长 之前不是交过一次吗 之前 那是之前的呀 现在是现在的 那为首一名 浪人武士样子的金发俊美男子 用一种懒散的语调说道 披着的宽松袍子 露出了大片的胸襟 那稳重的方金男子 身后一名年轻一点的青年 似乎忍不住了 略带愤慨地开口道 现实现实收过了 还说只收那一次 轮回空间也收过了 说那是轮回空间的一份 结果现在还收 你们欺人太甚 这边一位开口 好几名年轻一些 血性未退的青年 也全都耿着脖子 似乎准备反抗了 这种群情激愤的样子 让那名浪人心头微惊的同时 脸上却是挂起了一片凝笑 欺人太甚又如何 怎么 你们觉得不服准备反抗一下 反抗又怎么了 你们的实力也不见得逼我们强 一名青年人满脸的憋屈 但刚刚说完就被为首那方金 终年拦下了 看着那些满脸憋屈 与不满的年轻人 心底也不由闪过了一缕悲哀 反抗或许能够爽快一时 但被他们借助这个名义 到空间散播不利的消息 被其他团队找到借口 劳工团这唯一的庇护之地 也就完了 忍自头上一把刀啊 但 却必须要忍 随后便是面带苦涩的表情 对那浪人团长道 既然华那团长开口了 那我们当然也要表示一下 喂喂 你们当我不存在的呢 而就在此时 鞋里传来的不满声音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转头看去 便是看到了那高高在上的大商人 竟然主动开口过问了这事 让那原本满脸似笑非笑傲慢表情的 金发俊美男子 连忙换了一副铲鱼的嘴脸 哎哟 这位大人真是抱歉了 让这群泥腿子冲撞了您 我这就带他们走 这就带他们走 那美骨气的软淡样形成的反差 倒是让徐悦略微愣了下 不过也是了 劳工团本身苦哈哈的 其实并没有什么油水 盯上他们唯一的好处 可能也就是安全 这群浪人本身也应该就是不入流的团队 吃不得苦 小任务都不想做闲麻烦 才会盯上他们 说不定综合评分 还比人数众多的劳工团低的 不然也不会盯上这点小钱了 心中念头迅速转过 徐悦脸上 依然还是那种不耐的表情说道 什么将他们带走 开始他们可是要买我货的 我不管 把这里的货全给我清了 就让你们带走他们 徐悦恶声恶气地说道 同时还对旁边的夜叉玩道 你们不会 不管这些破坏我生意的人吧 如果不是他们这么一下唬 说不定 这群人就把我货全包了的 这种厚颜无耻 直接扣帽子 强买强卖的行为 也是再次刷新了夜叉玩对他的三冠 可偏偏的 这还真符合这家伙吝啬的性格 完全没半点毛病 而且的确也算是落下了画饼啊 强买强卖什么的他们倒也做不出 但惩戒一番 这群撞枪口上的人 却还是必须要做的 教训他们一顿 让他们知道破坏治安的下场 夜叉玩冷冷的对旁边的几名护送中人说道 而几名中人也直接领命冲入了那群浪人当中 不得不说徐悦的判断还是很正确的 这群要武扬威的家伙虽然人数也不少 在几名中人面前都是占据了明显的下风 哎 贵国竟然还有能够抗衡忍者的浪人吗 倒是小看了他们啊 徐悦面带疑惑表情的补刀道 着实让夜叉玩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这群家伙虽然完全处于下风 但能够和中人有来有回绝不是普通人 看来似乎有必要调查一下了 见到夜叉玩起了疑心 徐悦也就是轻笑了一下 抬手俯过了自己的眼睛 犹如擦拭额头的汗水一般 但在手指缝隙当中 一道星红一闪而逝 下一刻那原本金发英俊的浪人头领 就有些发狂了起来 高声吼道 他们欺人太甚 我们和他们拼了 一边发出指令 一边还直扑保护当中的我爱罗而去 满脸争鸣 这个小鬼被他们如此重视保护 肯定是重要人物 只要绑住他 可话都还没说完 他便被一柄利刃贯穿 一名杀影暗部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侧 手中的兵器没有丝毫的犹豫 开始如果只是想要教训一顿的话 那在他出手对准了人助力后 就上了死亡名单 被刀刃贯穿的华纳 满脸的难以置信 似乎都有些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嘴里大口大口地向外吐着鲜血 而后便是不自觉地看向了我爱罗的方向 羽童满脸 惊恐的小正太对视了一眼 随后他眼底深处 便闪过了一道血轮眼的血色倒影 下一刻 我爱罗就好似受到了惊吓一般的尖叫了起来 立刻让马基和旁边的夜叉丸按到不好 感受着那喷涌而出的查克拉 还有那突然漫天飞舞的沙尘 两人脸色都异常的难看 怎么会这样 虽然我爱罗的确无法完全操控守贺 但算起来也比较稳定 不然也不敢带着出来溜了 可这一次没想到受到这突然的惊吓 竟然有些失控了 成年的人助力 的确更加容易控制情绪 现在的我爱罗还只是个孩子 一旦失控根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让他平复下来 保护好岳先生 不管如何 这位能够租出人助力的大商人是不能出事的 否则真的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会大幅度影响杀瘾的口碑 对如今的财政现状雪上加霜 很快 又小的我爱罗就被杀术所包裹 半尾兽化了起来 整个人似乎都有些神志不清了 好在既然派出了马基和叶插王过来 那他们也有着一些应急预案 徐悦道也并不需要他们保护 赵美鸣还是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早早就把他拉开了 在赵美鸣护住了徐悦将他拉开之后 叶插王便是掏出了一份卷轴 开始结印了起来 嗯 到手了 倒是还不错 将一份封存着一尾部分查克拉的卷轴 重新吸入神威空间 徐悦道也算成功解决了之前碰到的小难题 趁乱利用神威切部分下来封存 倒也并没有引起什么怀疑 这都还得感谢那几个不入流的轮回者 帮自己创造的机会 终究我爱罗现在还只是个孩子 那些浪人轮回者的实力也有限 在永恒万花筒的加成之下 简单的换数能够一次性搞定 而我爱罗的失控除了为自己创造了机会外 却也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只是沙隐趁着这个借口把他带回了村子 目的已经达到的徐悦 对此当然并没有丝毫的意见 满脸都是怕怕的神色 还在不断地怪罪沙隐 可偏偏他越是这种态度 沙隐却越是对他好生安抚 应了徐悦的要求 准备将那个引起危机的浪人团伙一网打尽了 其实就算徐悦不提出这种要求 胆敢攻击任助力 还引起了任助力暴走这种罪名 就足够找到杀隐的血洗了 本来同样受到牵连的劳工团 可能都会受到麻烦的 但徐悦随后表明了 正好雇佣他们帮自己把风之国收到的货运送到火之国 因为珊瑚和珍珠的价格在风之国暴增 徐悦收购的宝石和一些黄金制品的量 也是增加了许多 第0223章 前夕 老薛 我们并没有接到什么任务啊 长长的运输队伍当中 一名满脸胡渣的老汉 对那方金中年开口说道 没有任务就没有吧 这次我们如果不趁着雇佣逃出来 说不定也要受到他们牵连的 哎 一个团队说没就没 轮回空间再小心都不为过啊 那方金中年对此倒是不以为意 反倒是有些庆幸的样子 能够赚到足够的银两盒工钱 我们的评分就会增加的 这次去火之国正好也能够换一换地方继续做任务 听说火之国最是和平繁华 不过那边有大型团队吧 其实大型团队反倒是看不上我们手上这点收获的 劳工团倒是并不需要徐悦多花费什么口舌 路上都相当的老实本分 而以他如今的身价开口了 杀银也会卖这个面子 毕竟当时情况很明显 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 相对来说 从五代小姐姐嘴里掏出一点情报 倒是更加花费精力一点 又需要继续保持着自己成功塑造的形象 不引起对方怀疑的掏 经常聊半天味的也就是为了其中一句而已 其实徐悦也就是看到几个团队刷其他血迹任务刷的那么欢 自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把赵美名身上另外的血迹套出来 不过显然 人家拿命堆出来的情报 的确不是这么短时间可以搞定的 只是有些意外的是 原本有些不见待自己的赵美名 这段时间倒是被刷了十点好感度上来 让徐悦都有些莫名其妙 至于赵美名 在排除了徐悦的嫌疑后 一段时间的接触下 也发现了眼前这满身铜臭味的商人 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 特别是吝啬这一点很让人不齿 但路上的一些交流来说 却发现他的确天南地北的什么都懂一些 一些话看似粗鄙不堪 却细细琢磨 却也有着足够的道理 倒是转变了不少的原本印象 这种印象的反差 反倒是让他对其多了几分认同 当然 就算是有点认同 也就是个吝啬鬼 最近木叶的风声似乎很紧 不知道会不会允许我进入 刚刚进入火之国 赵美名似乎也有些迟疑 沿途护送的沙隐铜木叶是蒙有关系 进入倒是不大 但水之国一直都是孤立政策 甚至连交换俘虏都没有的 平日里的话 普通的护送任务 木叶当然也会接纳进行交接 但似乎最近木叶的环境 有些诡异的样子 安心了 木叶和你们雾影 还是不同的 相对大气很多 只要你自己不乱来 作为我的护卫 肯定是没事的才对 对了 把面具摘了 这个是什么 暗部的面具吧 太显眼了 徐悦满脸笑容的宽慰道 随后便是伸手把赵美名的面具 拿了下来 露出了下面俏丽的容颜 引得她不由美目瞪了徐悦一眼 但却也并没有反对 只要手续合理 理由正当 木叶的确是对外都相当宽松的 现在执政的可是三代 而且三战也已经结束这么久了 正处于和平时期 之所以会风投比较紧 估计也就是与制波一族的事快发生了吧 路上有接到木分身的通灵蛇传递信息 控制的时间上应该刚刚好差不多 倒也不需要太着急地赶路 与此同时 木叶 一群被安排了外边队伍的轮回者 正聚集在一起 那群木叶暗部是吃错药了 怎么盯我们盯得这么死 我们在暗部有职位的大人 说过了他无能为力 甚至还在努力和我们撇清关系 这运气可真差 该死的空间 第一次进入的身份安排得这么差 没有综合名望就别抱怨了 不过这也证实了 时间上应该差不多快了 日国的那群人还不至于敢拿这个来欺骗我们 但我总觉得 他们还有着自己的其他目的 不会被他们当作枪使了吧 谁拿谁作枪还不一定的 只要盯紧一点 就算他们真有什么目标 我们也可以中途拿过来 他们可没有大人物来到这里 这是他们的先天烈士 木叶另外一处木屋当中 几名亚裔的身影聚集在了一起 那群白皮猪估计也有怀疑了 有怀疑有如何 前面的诱饵这么大 他们只能乖乖去吃下 但我们的情报还无法完全确定真伪 四沟玉血轮眼真的是在那天晚上诞生的吗 肯定没错 不然完全找不出用灭族的理由 肯定是他灭族之后得到的四沟玉血轮眼 而且他要对付整个羽制波异族 完了后肯定也会筋疲力尽 这才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能够一招就将雪大人放倒 让他在那次任务空间当中昏迷了整整一个任务的超级技能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隐藏在木叶的轮回者们暗流涌动之下 徐悦停留在木叶的木分身 却是一直都很是清闲 去与制波异族用赋月的好感度换了一些火盾的卷轴 填补一下中层招式的不足 免得除了凭A就是放大 除此之外 也和止水学习了一些幻术技巧 端坐家中 看着面前斜挂着暗部面具的止水 徐悦满脸依然还是那种温和的表情 你的镇幕分身可真是厉害 就算写伦眼也很难看出破绽 止水喝着茶水 眼神却有些游离 似乎在考虑什么一般 怎么样 你不是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徐悦继续气茶 脸上的表情没出现什么变化 不管如何 我都要试试看的 实在不行的话 哎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阻止这一切的才是 为什么要逃避呢 止水看着徐悦 脸上满是复杂之色 重弹压在自己和右身上 真有点扛不住了 好累啊 逃避 或许吧 你们两个做决定 我来一起执行就好了 虽然只是一句目分身 但 我还是有点能力的 徐悦的目分身 依然还是不变的笑容 真希望 不会有你出手的那一刻 好了 走了 重新将面具放下 将面部遮住之后 下一刻 与制波止水 便消失在了座位之上 不愧是顺身止水啊 看着止水离去的方向 徐悦目分身脸上 也出现了一缕异色 随后 通灵了一条小蛇出来 将一份卷轴塞入了其嘴里 别天神什么的 落在团葬手里 还是太过危险了呢 恐怕他得到之后 第一个就要对自己使用了 虽然不知道 别天神的上限在哪里 拥有轮回眼 还拥有C世界 强化的自己能不能抗住 但徐悦也并不准备 冒丝毫风险的 哪怕真的自己可以抗住 团藏去做其他的腰 也蛮麻烦的 第0224章 夺取 木叶 与制波族地 完全同木叶村子 隔离开来的一余之地 让与制波一族 完全地被孤立了出来 缺少交流 本身就容易产生隔阂 再加上背后的推手 如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站在族地旁边的一处树梢之上 看着族内还是一片安居乐业 和谐美满的场景 与制波止水心底 更是闪过了一缕坚定 为了这一份安宁 自己宁愿背负起这一份罪名 哪怕永远让族人处于幻术的欺骗当中 也在所不惜 又是擅自行动 又他恐怕事后会责怪自己吧 不过这也是让你们一家 美满生活在一起的最佳方法了 那么 然而就在此时 几道破空而至的手里剑 却是直袭直水而来 让其立刻离开了原地 手里剑的强大力道 直接将他所站之处的树干 都完全击穿 贯穿方出现了扩散性开口 目屑飞剑 犹如大口径狙击步枪一般 直水刚刚出现在新的地点 就立刻又遭到了攻击 每更换一次都必然会遭受到一位新的敌人 这让与致波直水不由心头微沉 出手之人 实力虽然不如自己 但每一位都是惊艳老道的上人水准 而且攻击方式都是贴近于快 狠 准的准则 几乎没动用什么强大忍术 靠着手里剑 体术 以及小型忍具配合 就发挥出了异常惊人的战斗力 也因为没有使用需要时间准备的强大能力 多人合力之下 就算是自己引以为傲的速度 也摆脱不了 他们对自己的情报相当了解 连续接招之后 与致波直水 也再次一个顺身术离开了林区 抵达了一处荒芜的草地之上 看着那一跃而出的武道人营 以及他们脸上的面具 眼中不由一片沉重 果然是跟的人吗 团藏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要阻止我 直水对于面前那五名惊艳 老到实力惊人的跟不上人 根本就直接无视 而是看向了他们的身后 阻止你 别天神如此强大的树 竟然用来镇压区区叛乱 真是太过浪费了 团藏独臂独眼的身影 缓缓从后面走出 似乎完全不在乎 直水会不会对自己使用别天神一般 他已经完全摸透了直水的性格 一心想要用这个树拯救自己的族人 就绝不会浪费在自己身上 也是完全确定了他的想法后 自己才果断选择出手的 与智波和村子的矛盾迟早都要爆发的 哪怕能够解决一时之祸也无法长久 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既然如此 那直接为了村子将与智波一族永远除名 这不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 团藏轻描淡写地说道 让与智波止水不由眼瞳一阵受缩 这家伙 竟然从头至尾就根本没考虑过和平解决的问题 就算三代大人答应了自己的要求 对方也完全没有妥协的意思 甚至一时间 与智波止水都有着对对方使用别天神的冲动 但不得不说 团藏作为阴谋家 虽然格局是小了点 只喜欢用一些阴暗手段 可对于人心的把握却是相当到位 止水那种冲动只是一闪而逝 就被自己镇压下去了 一旦真的对团藏使用别天神 哪怕成功让他支持和平解决 可却无法再抹平村子和与智波一族的矛盾了 真到了必要的时候 就算是三代大人也不会手软的 那时候只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止水是强 可自身的性格就是其最大的破绽 动手 团藏哪怕本身实力也相当强 但却根本就没有亲自上前的意思 直接示意五名老道的根部部下出手制造破绽 五人默契配合 而且一直都是使用快弓的手礼剑 引爆符 甚至毒烟这些道具 完全就是针对与智波止水而来 哪怕他速度再快 面对这种根本就不需要准备的顺发技能 还是在那些经验 已经达到了巅峰精通于暗杀的根部精英手上 也是感到了很是棘手 仅仅就是五人 就能够不断地逼迫止水移动和防御 如果只有这五人 当然是不够达到影级的与智波止水杀的 但根部的人能够丝毫不注意防守肆无忌惮的攻击 可止水却还必须要留一个心眼到旁边的团藏身上 战场上对付血轮眼 号称一对一臂逃之 这却也同样说明了血轮眼的缺点 血轮眼并没有白眼这样的权势角 是有着视觉死角的 甚至使用幻术 也会被那默契配合的队友瞬间解除 他们的战斗经验实在是太过丰富了 在五人的不断逼迫之下 哪怕止水一直都将警戒心放到了最大 但却依然还是着了团藏的道 被其绕后成功偷袭 夺取了右眼 握着血淋淋的眼珠 团藏却是丝毫不以为意 右眼已经到手 剩下的就是左眼了 放心吧 我会好好替你保管 好好帮你使用的 一道寒光闪过 团藏的左手手掌连同那刚刚到手还未曾捂热的血轮眼 便是同时被斩断 腾空而起 而后落入了一只手上 算了吧 被你好好使用的话 八成我要做第一个试验品 毫无征兆出现的徐悦 接过团藏的手掌 将里面的血轮掩取了出来后 笑盈盈地看着满脸震怒的团藏 随后伸手利用地愿鱼的丝线 帮团藏将手掌重新接了回去的 不好意思啊 出手急了点 弄伤你了 帮你治疗一下 团藏大人应该不会介意的 态度和语调都与第一次见到团藏时 那种恭敬一模一样 但却引来了团藏深深的忌惮 刚刚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动作 自己一向很小心与他接触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印记 不对 不是自己身上 而是他在止水的血轮眼身上留下了飞雷神的倒标 这家伙 哦 团藏大人还不离开的吗 是想着我也会和止水一样的选择 看着团藏那满脸的惊怒 徐悦笑着眼睛都快眯了起来 走 见乎于咬牙切齿地下达了命令之后 团藏便是率先离开了原地 而那五名根部成员也紧随其后 而后徐悦才是回头看向了捂着眼睛 有些失神的止水 走到了他面前将手中的眼睛伸了过去 发什么呆呢 我先帮你装回去 喝不必了 已经没有必要了的 止水逐渐回过神来之后 剩下的左眼中也是一片茫然之色 原来不管我如何努力 都无法改变结果 团藏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放过于制波一族 哪怕我真的用幻术制止了纷争也一样 终于算是看清了本质的止水 也明白了此时与制波和村子的冲突 已经不是自己所谓的幻术能够解决的了 能够搞定族人又如何 自己没办法同时控制住团藏 以及团藏所代表对于制波一族不满的人 时间上已经太迟了 第0225章 价值最大化 只要我活着 他们就不会放心下来的 别天神在我手中能够发挥出的能力太 逃避是吗 徐悦看着那山崖边缘的止水 并没有任由让他说下去的意思 止水自杀 在原著当中的理由也荒谬得可笑 哪怕当时只剩下一眉眼睛 他想要做的话能做的事也太多了 但最终依然是选择了自杀 那就是他已经通过团藏的态度 完全明白了自己努力方向的无助和绝望 哪怕现在就能够搞定团藏都没用 村里的仇恨已经埋下 九尾之乱的帽子也已经扣在了与制波的头上 迟早依然还是那个结局和下场 村子和族人之间真的只能够选择一方 甚至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类似于 未来又那样的结局和下场 一直承担着这重任 但却又看不到丝毫希望 已经无力回天了 或许吧 现在我大概也能够明白你的想法了 你果然是早就看出来了 止水并没有否认徐悦的话 眼中有些迷茫 又当初能够做出那样的决定 承受那样的重担 完全就是靠着佐助作为信念支撑着 可显然 现在的止水已经有点坏掉了 甚至现在就算想要带着与制波一族离开牧业都不行 牧业是绝不会放任这么危险的一个血迹县界家族加入到敌对势力的 哪怕只是有潜在风险都不行 就算是三代 在必要的时候都会果断地选择出手 我的想法 估计你还是看不出的 一只乌鸦从止水面前飞过 那一只被装在乌鸦之上的眼睛 顷刻间化作了手里剑的符号 别天神 哼 没想到你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将我留下 止水苦笑着看着徐悦 满脸都是无奈的笑容 别天神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能够完全不影响对方性格的情况下 完成幻术的支配 虽然冷却时间有点长 使用的时候准备的时间也有点长 但效果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别天神 每四个任务空间间隔可以使用一次 在不影响对方性格的情况下 改变对方的潜意识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覆盖与操控 住 对高精神抗性单位需要进行双方精神判定 才能部分生效 非本体使用冷却时间翻倍 浸泡初代细胞溶液 冷却时间减半 如在本任务空间 基本冷却时间为十年 住 因为主角在大蛇玩手上 获得了初代细胞溶液 所以才会得到空间提示 否则无提示 徐悦自身已经拥有了 永恒万花筒与轮回演了 别天神再强也就是普通万花筒 他完全没有直接替换的意思 特地等到团藏到手之后才动手 从一名影集大佬手中抢过来 也完全付出了努力 足够抵消其本身价值收费 毕竟只是辅助其来使用 效果比正版的万花筒要弱 还只有一枚 本身价格也会相对便宜些 而依靠了 从止水手上学来的乌鸦系列幻术 将别天神封入了一只 特殊的幻术乌鸦之上 之前同止水不断聊天 就是在激活别天神的使用准备 不管怎么说 这个Bug一样的力量 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好 但看到了别天神后面的 精神判定之后 徐悦还是明白 这东西到底不是无敌的 如果是止水对自己使用的话 拥有轮回炎 以及吃掉了整个C世界的自己 应该只会受到部分影响 会形成类似于自己 主动进行未来规划上的某种改变 不过 就连自己都会受到部分影响的话 其实也已经够可怕了 至于止水 现在已经被别天神影响了之后 性格上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但会下意识地听从自己的建议了 随后 徐悦便是安排了止水的假死脱身 顺便刺激下柚 让其开启万花筒 对于帮助自己的挚友 止水也并没有丝毫的犹豫 自己算是逃避了 剩下的一切都需要柚来扛了 自然是实力越高越好 止水死亡的消息 还是传遍了全村 一时间整个木叶上下 都能够闻到硝烟弥漫的味道 不过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团葬就再也没有与徐悦照过面 恐怕是担心徐悦利用别天神控制她 现在徐悦手中归纳于自己技能 在乌鸦辅助使用 与从大蛇丸那里弄到的初代溶液浸泡 互相抵消的情况下 却也要四个剧情世界才能够使用一次 这个已经用在止水身上了 团葬完全是瞎担心 不过嘛 因为用在了止水身上 所以间歇的还能让止水帮忙 用另外一发别天神控制一次就是 只是在火影世界的冷却时间来说 在四战结束之前 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 到底对谁使用 徐悦也是要慎重 对班和掌门 他们可能会没效果 对带土应该会有效果 可那家伙太难抓了 而就算止水使用别天神 也是需要准备的 暂时没找到合适目标 倒也并不着急 止水的死 让又一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而村内那些轮回者们 也愈发地活跃了起来 似乎都在积极探查些什么 想要了解到第一手资料 有几个打探得太明显的 都被按部请喝茶了 而同样的 徐悦也在利用空间的任务特性 开始为自己在这次灭族之夜当中 获取最大好处而酝酿 自己还有着一个S级技能打底 配合诸多A级剧情 的确够完成这计划了 就是团藏老躲着自己 着实让徐悦废了一番手脚 才把这老家伙堵住 你不要乱来 别天神不应该如此滥用 根部的一间密室当中 团藏看着那凭空出现的徐悦满脸的狠立之色 反正 我已经用在别的地方了 这次过来试谈一笔交易的 徐悦一脸平静地说道 听到徐悦说 已经用在其他地方了 团藏不由完全松了口气 对方没必要骗自己 虽然他自认为 不被偷袭的情况下 自己并不逊色于对方 但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此时对方 想要对自己使用别天神 靠着飞雷神的速度 自己真跑不掉 交易 说来听听 知道没有别天神的威胁后 团藏完全是恢复了正常 我要全套的目盾忍术 作为回报 我会配合又一起行动的 徐悦语调平淡地说道 这让团藏不由心头一阵惊讶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以对方的声望 就算自己也无法逼迫他做这个 他也完全没有阻住这样的破绽 至于目盾的人数 那就更扯了 以对方的关系 完全能够从刚手那里 搞到全套的 竟然莫名其妙送上门来 有什么阴谋和企图吗 你要知道 一旦你做出了这件事 不管你以前功绩 有多高都毫无意义 肯定会成为判人被追杀的 没任何你争活影 这不是你所期盼的吗 当然了 我觉得一个见不得光的暗部顾问 当当还是没问题的 我目分身用的还不错 徐悦随意地说道 目盾获得 他的确还有 从刚手那里得到的渠道 不过可惜 那边得到的难度太简单了 没错 就是太简单了 所以树的价格会昂贵到自己无法接受 既然如此 那舍弃自己在牧业的名望 那有可能争夺下一次火影的名望 在参与到灭族行动当中 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和努力 交换而来的目盾 价格毫无疑问就能便宜到让自己接受的程度 只有一个S级剧情 不付出足够的努力和代价想要吧 先法目盾 真数牵手 顶上画符 学会 开玩笑的吧 不算折扣的话 一个牧人之数就起码是负数的S级剧情了 现在自己以任务的形式把折扣打下来 在自己出钱 完全就是捋顺了空间的脾性 到手就能学会 然后这个目分身 安心做顾问 本体出去浪 完全没问题的吗 第0226章 各方入场 在完全确定了徐悦的想法后 团葬简直欣喜若狂 被突然利用飞雷神的恐怖速度 斩断了一条手臂 哪怕事后已经街上并没受到什么影响 却也让团藏对徐悦的实力 有了深深的忌惮 特别是对方还得到了别天神的情况下 那更是恨不得每天都躲着走 甚至一时间都动摇了 他对火影之味的想法 又年轻又有实力又有声望 心性也捉摸不透 各方面都如此优秀的可怕人物 除了资历老一点外 他想不到任何自己能够与对方竞争的资格 可现在这家伙突然自觉于人前 这种惊天好消息 还不是要全力支持 哪怕对方说并不会舍弃牧业的身份 还会在牧业混一个见不得光的角色 这对团葬来说却也足够了 反正活影你是不要想了 想要继续任职那就认吧 把我的位置给你都好啊 见不得光 实力强大 对村子中心耿耿 有心机 有能力 这不是跟不接班人最好人选吗 等自己成为火影后 你就是我最佳的搭档了 一时间 团葬连自己火影雕像 要请谁来雕刻 都已经想好了 甩头压下杂念后 团葬也终于确定了 眼前这家伙 果然是和纸水 还有又他们一样 有着这么明显的性格破绽 哪怕更有心机 更有能力 终究还是太过善良了 虽然相对来说 能力要强得多 甚至能够看出自己的目的 但你们性格上的弱点 却是太好捕捉了 这次 又是我赢了 徐悦对团葬这家伙的性格 也是有点不知道如何形容了 本来嘛 他其实也就是为了 最大化地利用灭族之事 用自己暂时无用的名望 来换取实际的好处 可没想到 团葬对自己的态度 真心和对右他们 完全不同 瞬间 徐悦都感觉到了 对方眼神当中的火热 直接大包大揽地说 三代那边 他去说服 记得当初 哪怕又付出了如此代价 为了木叶做了这么多 事后团葬都安排了 根部成员去追杀他 所以徐悦除了对任务奖励外 本来是没太多需求的 结果 现在团葬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后 却是各种嘘寒问暖的 让徐悦有些不习惯 不过随后考虑了一下后 还是明白了团葬的打算和想法 大概 是把自己当作根部的接班人培养了吧 现在就准备拉关系 让自己辅佐他成为火影 的确了 如果参与了灭族事件自己的身份 就见不得光了呢 对于团葬就不再构成竞争与威胁 而且 自己在他眼里 终究不算是地道的与制波一族 算一算 与制波一族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呀 昔日的人界第一强族 真是讽刺呢 戴着瞄脸面具 徐悦的墓分身出现在了与制波一族的足地 来到了傅悦家里 抵达门口的时候 便听到了里面傅悦略显疲惫的声音 是悦吗 进来吧 推开房门进入了客厅 看到了与制波傅悦独眼疲惫的表情 徐悦也不得不承认 失去了一只眼睛后 这家伙的实力恐怕不减反增了 既拥有万花筒 又在尝试脱离万花筒的束缚 各方面能力恐怕都比原著当中 这个时期要强不少 这种实力 配合纸水 又再加上自己 真豁出去的话 在木叶改天换地 其实也大有可为 不过可惜 这对于自己的最终目标 并没有什么帮助 哈哈 昨天晚上和又在神社谈了一下 结果发现 我这好儿子 似乎并不信任他父亲呢 见到徐悦进来 傅悦也并没有什么招待 随意地示意他坐下 就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虽然当天晚上又并没有其他表示 但作为一名父亲 他还是对又的性格 有着相当地了解了 已经明白了 又其实已经下定了决心 只是 那决心 却并不是自己想要看到的呀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是吗 又他很优秀 佐助也一样很优秀 徐悦取下面具 一脸的平静之色 佐助和名人这两位未面之子 徐悦目分身这段时间 也是多有关注 只是还并没有与他们接触就是 无忧无虑的童年啊 可惜 二柱子也需要遭受人生当中的最大一次打击了 是啊 他们都很优秀 都是我引以为傲的孩子 傅悦脸上的表情也显得有些复杂 有缅怀 有骄傲 需要到时候让我来吗 免得又他 不 请务必最后的时候让我和又见面 这是他必须要走过的路 也必须要承担的路 傅悦脸上闪过了一缕坚定 如果又他不能度过这一关的话 那哪怕是由悦代劳 他也肯定无法在以后的心灵煎熬当中支撑下去的 作为父亲 自己必须要成为他最后的一块磨刀石 只要能够度过这一关 再加上左柱 右 也是能够一直坚持活下去吧 虽然 这活着也很痛苦 好吧 那到时候 我恐怕不能来亲自送你了 这一次 可能也是最后的一面了吧 再次将喵脸面具缓缓地戴上 徐悦面具夏星红的双眼与傅悦的独眼 也最后地对视了一眼 随后起身 右和左柱就拜托你了 我会照顾他们的 一口同声的话说完 徐悦便是瞬息间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犹如画作了一道泡影 外边成员所在的营地当中 被选出的领导曾正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 暗部那边已经传来消息了 今晚的布房再次出现了变化 这次是真的吗 戒严已经一个月了 这次肯定是真的 因为我们还从忍者学校了解到了今天会有生存演戏 放学时间会很晚 对了 根据情报来说 与智波一族还活了一人 就是幼的弟弟 应该就是这次演习让他逃过一劫 看来日国那群人真没骗我们 竟然真的是木叶对与智波一族动的手 既然如此 那我们按照他们提示的程度参与绞杀 木叶也肯定急需一个背锅的 况且有戴高乐大人入场 足够镇压全局 海量的单勾域血轮演 几乎可以用最小的性价比 完成大量三勾域血轮演的进化了 大幅度增加我们军团的洞察与幻术能力 能批量生产的高端能力 对于军团来说再重视都不为过 木叶另外较为偏僻的一处木屋当中 场面也同样有些凝重 他们应该还在为单勾域血轮演的收获而乐呵吧 不过这一次是带高乐那家伙进来了 确实有点不妙啊 原力实在是太过全面 绝对是同级别层次当中 最不愿意面对的对手了 齐军怎么样 有把握吗 异形人同时看向了 一直都低调 坐在灯光阴影之下之人 而那人抬头起来后 赫然便是北洋军团流洋成员之一的齐谢源 就目前来说 我恐怕的确不是带高乐的对手 齐谢源对于自己的能力很自信 但同样也有足够的自知之明 终究还是比大佬那一层次 欠缺了些许火候 对付普通大佬自己的能力是足够了 但对于带高乐这家伙 自己的确是还有点差距 虽然带高乐也算得上是法国的新秀 甚至年龄上比自己还小 但他进入轮回空间的时间很早 成名更是比孙传芳都早得多 一站当中就已经立下了赫赫威名 不过放心 我有请到一位帮手的 再加上贵方的武藤先生 单独在眼前这任务空间的木叶中 正面压过他们问题应该不大 第0227章 再次相见 还真是驴虎须呢 不过这才是轮回者吗 站在火影岩上 看着逐渐落下的太阳 徐悦扫尸整个木叶 似乎也是有些感慨 作为暗部的二号人物 还特别叮嘱注意那群家伙 徐悦当然也得到了他们异动的情报 这种敏感时期甚至木叶高层 都有过问这件事 不过最终考虑 也担心有漏网之余的关系 倒也默认了他们的行动 在徐悦看来 这应该是日国那边 通过大量写的测试 试探出了木叶的态度和底线 怎么做才能得到容忍 随后当作了情报出售的 不过同样的 木叶对这群家伙 也就是暂时利用一下而已 完事之后 必然会被当作祭祺的对象 正愁着到时候 凶手都跑了 有损木叶颜面的 这瞌睡碰到枕头 有人主动眼巴巴送上门来 那还不是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随后拿来立威吗 至于到时候能够逃掉多少 那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呢 待到最后一缕阳光都落入了山后 徐悦目分身脚踏火影岩 便是直接朝着下方的木叶村乐去 一触电线杠顶 一道戴着面具的身影 直接落在了上面 默默地注视着下方的族人 眼中满是漠然 刷 的一声 另外一道人影就落在了他隔壁的相同位置 两人对视了一眼 场面一时间 有些沉寂 前辈其实可以不用来的 又很是平静地说道 你都不怕 那我还怕什么 如果我不来的话 或许反倒是有人容不下我 徐悦同样看向了下方族地中那些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的与致波一族族人们 另外 我也不放心你请的那个帮手啊 徐悦略微侧头 星红的血轮眼看向了右 引来了右的一阵沉默 他又何尝相信 自己最终也就是以此为代价换来的承诺而已 以那神秘之人的身份来说 恐怕就算是前辈也不是其对手 既然如此 那不如什么都不说 那么 动手吧 徐悦目分身一个纵身跳跃 整个人都化作了一片残影 杀戮蔓延 今夜注定无眠 哈哈 果然是动手了 而且 果然并没有拦我们 已经成功冲入与致波族地的天主圣徒成员们 发现果然如同情报的一样 也都肆意张狂了起来 果然是木叶自己动手的 而且 他们也需要背锅之人 虽然要冒风险 但却也值得了 有戴高乐大人的存在 最后大部分全身而退绝对没问题 哪怕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 但 这次参与进来的人 最少都是资深者的程度 精英轮回者的数目更是超过了四分之一 整体实力超乎想象 前面已经憋了我们好久了 一时间 这些特地聚集起来的轮回者们 也完全展示了他们大型军团精英成员的底蕴 整个羽制波一族 瞬间就遭受了重创 这一次天主圣徒也是相当重视 作为法国前十的军团 他们也拥有着深厚的底蕴 聚集足够的力量完全爆发后 就算是木叶暗部也要对这一股力量侧目 原本戒严的根部成员也都显得异常惊讶 似乎没想到这一群外边成员竟然会如此之强 羽制波一族的确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天赋 精英集结 但在目前 唯一站在自己这边的影集强者赴月 选择了不抵抗之后 也缺乏了上层一锤定音的力量 原本在右和带徒两人的袭击下 都会显得疲于应付 此时甚至还加入了徐月以及其他轮回者 甚至跟的人都还没出现 就能形成压迫 因为一般模式下 对轮回者攻击并没有掉落加成 徐月暂时也没有去理会那一群轮回者 而是来到了牧业警务部的大楼 看着大楼之上 一道被钉在了窗上血流如注的二长老 他也明白 此时戴土那家伙已经来了呢 熟人见面 不出来打个招呼吗 堵在警务部门口 戴着瞄脸面具的徐月 用一种熟人见面的口吻轻笑着说道 伴随着一阵空间的漩涡扭曲 戴着螺旋面具的与制波戴土 也出现在了徐月面前 看着徐月的眼神也充满了复杂的神色 却不敢与徐月的眼睛对视 唯独徐月和卡卡西两人 如今还能够让戴土产生一些异样的情绪 但随后还是被很快压下 又见面了 不知道轮回眼掌握得怎么样了 木分身是吗 真不知道你的寿命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 晓得其他人不知道徐月的身份 但被徐月亲自教作人的戴土 当然明白掌门缺少的那一枚轮回眼去处 只是对于此 它却也无能为力 现在也只是想要试探一下 对方对轮回眼的掌握程度 但能够使用轮回天生之术 现在还活了下来 就足够说明对方的恐怖了 哦 能够看出我的木分身 倒是有很大掌劲吗 戴土 就算是永恒万花筒 不仔细查看也可能会被木分身欺骗 戴土要分辨自己的木分身 也只能类似于当初炯炯那样 从其他细节渠道看出问题了 不单单能看出你的木分身 我还能看出你时日无多 轮回天生之术 需要付出的生命力是绝对的 哪怕你有着牵手一足的体魄 也无法避免 戴土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因 他一直都在等着这家伙的自然死亡 然后好让绝去挖眼镜 但等了五年了 竟然都还没把对方熬死 只能说牵手一足的生命力可怕吗 不过当初就算强如初代 都在终结谷之后 因为透支生命力死亡 想必对方也无法再支撑多久了 只要能够等到这最爱事 最大的变数消失 一切又会步入正轨 哼 或许吧 轮回天生之术 的确让我损失了很多 也不知道 他们几个现在怎么样了 徐悦似乎是有些唏嘘 托你的福 他们现在过得很好 满脑子都要继承你的一致 改变人界 当然 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改变 戴土略戴畅快地说道 唯独这一次 自己是成功占据了上风 一切都按照了自己的计划 哪怕对方付出了如此代价将人救下 最终 他们也依然还是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而且有自己在 自己也不会让他们相认的 他们也都已经认为越死了 无限阅读嘛 别忘了 我现在也能看到石碑上的内容了 徐悦的话 让戴土不由语调一致 似乎是有些猝不及防 对于这个我也并不是很反对的 不然你以为一直以来 你们小都还能顺风顺水 随后这话说出 顿时把戴土之前 所有的自得都压了下去 原来这家伙早就知道了 亏他还自得计划进入了正轨 结果反过来到底 是进入了谁的正轨都还不确定的 他果然就是自己的克星士吧 一时间 戴土又想起了当初被其支配的恐惧 第0228章 大佬的差距 徐悦与戴土交流了一些什么 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另外一边的轮回者们 却开始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竟然胆敢挑衅我们与制波异族 找死 又那边正在开无双割草 但其他遭受到轮回者攻击的区域 却是大量冒出了与制波异族的精英 也不知道是因为又那边动静小 还是空间影响下 专门针对轮回者的难度 与制波异族的傲天性格 也的确拥有着他们的底气 就算是突然遭受到的攻击 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击 一时间给这群信心爆棚的轮回者们 来了一个当头棒喝 论实力 精英轮回者许多都能达到上忍层次 最少也是特别上忍 资深轮回者也是以中忍为标准 实力不可谓不强 但面对与制波异族的一些手段 却是完全有些猝不及防 一个瞪眼就能将幻术通过三沟玉血轮眼用出 完全看出你的破绽和进攻轨迹 让人发指的手里剑 投掷技巧 优秀的火盾能力 可以说针对轮回者们的攻击 与制波异族将他们的特点全都发挥了出来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垃圾异族不是轻松被灭族的吗 为什么自己等人介入进来后 一个个都打了鸡血一样 这可是法国排名第五的强大军团 虽然因为人数上的关系 排名十名以外后实力缩水严重 但法国区排名前十的军团 论规模可还在华夏之上 这种庞然大物 聚集起来由资深和精锐轮回者组成的强大队伍 进攻这本来就应该会被灭族的一个地主家 竟然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打击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要这一次能拼赢 大量的单勾玉血轮眼就在等着我们 击杀他们本身也有着任务的评定评价 拼命吧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边刚刚用好处和利益 以及事情的严重性重新将是奇迹发出来 另外一边 根部的成员却是无声无息的入场了 而且他们并不是单单对付与制波异族 连带的连这些轮回者都不放过 甚至针对这一群轮回者的时候还要多一些 一时间遭受到两大势力的阻击 哪怕这是法国前五的军团 精挑细选选出的精锐力量 也倾刻间遭受了重创 然而就在到处告急 各方面都岌岌可危的时候 空气中突然一阵诡异的波动出现 与制波异族那些精湛的手里剑投掷 火盾以及根部成员的大量投掷而出的人聚 却是同时好像受到了一股莫名的牵引 朝着一处屋顶上集中而去 好像有一股蛮横的力量对它们进行着拉扯一般 叮叮叮 忍聚集中后开始的互相碰撞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那些火盾的火焰被聚集而起压缩产生的强烈高温 将这一团团忍聚都完全融化成了液体 化作铁水表面上还燃烧着火焰的巨大红色球体悬浮而起 漂浮在了一处手掌之上 温顺得犹如宠物一般 一名有着英勾鼻但也无法掩盖自身英俊的棕发男子 一脸平静地站在那屋顶之上 俯视着下方的战场 手上漂浮的铁水球体散发出的红光映照在他脸上 更添了几分威严 炙热的空气一片扭曲 这震撼性的出场 一时间让场面都有些迟疑停顿了下来 不管是与制播一族还是根的成员 都不乏见识多广之辈 然而却没有人见识过这种人数 一己之力 横扫全场的攻击 来者实力完全深不可测 这是影集的强者 而且 以根部所掌握的情报 竟然都未曾知道这到底是哪一位影集大佬 竟然还有未知的神秘影集强者混了进来 这次还真是太失职了 不过 除了收集血轮眼外 这一次团葬大人也亲自过来了 对方实力虽强 但还是能够对付的 更何况顾问大人也在 只是在两位大人到来之前 还是需要避其锋芒 完全未知的敌人 不知晓任何情报 贸贸然的出手是不明智的 根部的成员明白 这一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所以 都默契地迅速撤退 只留下与制播一族 与那群外来者对撕 不要发愣了 这次提前出来 却也没办法去了解那群家伙的真正目的了 先把当前任务完成 戴高乐手中融化的铁水之球 在一股无形的力量操控下不断地分解 最后形成了一颗颗小号的铁水球体 随后犹如利剑一般朝着与制播一族的族人倾泻而去 瞬息间就造成了大量的杀伤 戴高乐大人威武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的收获将超乎想象 这突然出现的大佬镇压全场 立刻就让这批轮回者的士气暴增 又有足够的利益作为驱动 完全都是杀红了眼 在场的为了参与这一次任务 可最少都是进入的资深轮回者 正是轮回者连打辅助的资格都不够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特长与压相抵的能力 而另外一边 暗处观察着战场的几道人影 此时脸色都显得有些凝重 戴高乐的实力还在我想象中之上啊 真等到他们完成了对与制波一族的剿灭空出手来 哪怕我们找到了幼 也很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到时候又灭杀与制波一族花费的力也小了 恐怕也不会受到多严重的创伤 连雪大人都被一招击败 如果真的状态没受到影响的话 我们的处境恐怕也不妙啊 那先解决这些不确定因素吧 我先去试探一下 一道人影咒然间 全身都包裹上了一层浓郁的黑色霸气 瞬间便犹如离弦利剑一般直射屋顶 控制全局的戴高乐而去 见到了戴高乐的手段 竟然还胆敢率先发动攻击 攻击者对于自身的战力有着相当的自信 空气都被那一股冲击的力量带出一片尖笑 黑色覆盖的范围之外 也全都有如高温一般的扭曲 扭曲的范围超过了周身十几米 肉眼看去就是一股恐怖的气场 而一直俯视全局的戴高乐 也似乎早就察觉到了这攻击一般 不夹杂丝毫烟火 轻描淡写地抽出了自己腰间的剑柄 无物不切地原力光剑直削对方而去 在面对对手躲避的时候 另外空出的手便对其做出了一个手势 下一刻那被武装色霸气所覆盖的黑影就自己朝着光剑上撞去 可同样的 面对着光剑那黑色人影好似也是提前早就预判到了诡计 甚至可能预料到了身上施加上的力量 抬手被武装色霸气完全覆盖强化了的太刀 就刁钻地直削对方的剑柄而去 能够预判危机的原力感知以及剑纹色霸气正面对拼 哦 原来是武藤先生 怎么 对你们出售的情报反悔了吗 一脸风轻云淡反手削向对方剑刃 逼得那黑色身影变招再次拉开距离后 戴高乐似乎是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近期来到法兰西进行访问的日国知名剑客 不过对方的出现本身早就在预料之中 虽然这是一位成名已久的老资格 但可惜人老却并不代表着实力一定强 眼中绽放出幽蓝色的光辉 抬手直接朝着对方按去 权力的原力操控之下 那散发着不可一世气息 全身被武装色霸气所覆盖 附近天空都一片扭曲的武藤以及他的四周 却瞬息间好似凝固了下来 犹如琥珀中的昆虫一般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所束缚 哪怕因为那武装色霸气的剧烈波动抖动 这股束缚正在迅速地松动军裂 却也足够戴高乐完成后续的追击 第0229章 接二连三 嗯 就在戴高乐一边以恐怖的力量控制着对手 一边稳定地手持光剑准备补刀的时候 却是突然一阵皱眉 随后原本补刀的光剑直接向着背后消去 大片恶心犹如肉流一般的触须被一斩而断 冒出了大量刺鼻的紫色气体与粘液 但紧随其后便被戴高乐以原力一扫而开 全部驱散 扫了一眼落在地上被斩断 但却还在不断跳动 充满了生命力的邪恶肉流 抬头看着一名保持着人形 但浑身都长满了这种怪异肉流的人影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凝重 竟然还有一个 刚刚她的攻击偷袭 差点自己都没能提前发现 而且这种污秽的攻击 威力其实远在表面之上 单纯那散开触须冲击的力量就已经相当强大 超越了精锐轮回者的范畴 如果不是光剑无物不切的特性 还真没办法一击解决 随后而来的腐蚀性液体和毒气也超乎想象 仅仅只是驱散之前的轻微吸入 就连自己都出现了头晕之意 还有对方那化作无数触须攻击自己的左臂 被自己斩断了触须之后竟然还在迅速地恢复着 强大的攻击 棘手的毒素以及这种强大的恢复力 这到底是什么人 不 应该已经不能用人来形容了 竟然没有丝毫这种强者进入本国的情报 甚至根本就没有这家伙的情报 隐藏得这么好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种级别的存在 怎么能够同时组队进入这个时间节点 武藤毫无疑问 已经跨过了精锐轮回者的阶段 难道眼前 这人还只是一名精锐轮回者 又或者对方并不是日国军团的人 而是请来的外援 真是了不起 我的独特收敛能力下 还能够感应到我的偷袭 这么迅速地看穿我的特点 不愧是原历使者戴高乐大人呢 仅仅只有脸部 还保持着相对正常轮廓的旗蟹员 满脸都是赞叹之色 而另外 一边因为旗蟹员的出手 而挣脱了束缚的剑克武藤 也已经堵在了另外一个方向 形成了夹击之势 两人单对单 都处于下风 但此时互相照应下 却也让戴高乐略微感到了一些棘手 不过 也就是略微棘手而已 就凭你们两人 还是太过天真了 从另一边腰间抽出了另外一枚手柄 反过来套在了光剑手柄之下 立刻就形成了 犹如长棍一般的双刃剑武器 与此同时 一股恐怖的潮汐之力 从戴高乐身上不断地向外涌出 一圈又一圈 形成的弃圈 都直接将脚下的屋顶压踏 整个人也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瓦石飞舞 武藤和骑蟹员两人 都不由在那股不断加强挤压而来的潮汐之力面前 一步步地后退 两人心底都同时出现了一片震惊 这就是老牌强国的底蕴吗 本以为两人与其相差 不算很大 但现在才发现 对方的实力与自己还是完全差了一个级别 戴高乐大人 我们来祝你 两名终于空出手来的精锐轮回者 下一刻便准备支援 但却还没等他们抵达 戴高乐就主动率先发起了灵力的攻势 那拼接起来的双刃之剑 在他手中操控的没有一丁点难度 速度 力量 技巧 似乎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 再配合那甚至能够短暂控制住 影级强者的可怕原力掌控 一时间以一敌二 将武藤和骑蟹员两人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完全靠着骑蟹员那恢复力超强的怪人躯体 不断地充当肉盾 加上剑纹色霸气的武藤 不断找准时机攻其必救 才是堪堪勉强抵抗了下来 但面对那潮水一般的攻击 两人心底都是一片骇然 三人交锋的鱼波 也直接将与制波一族的足地 打得大片崩塌 不管是与制波一族的足人 还是轮回者们 都压根无法靠近战场 记心助我 近乎于被拦腰斩断 头部半截身体 还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固定在了虚空的骑蟹员 眼见想要就自己的武藤 被对方反手一击冲击弹飞 就要被捕刀之后 也完全失了分寸 连忙高声喊道 万万没想到 两人合力之下 都会这么快被击败 此时只能提前动用 这压箱底的底牌了 完全也无法再考虑 等下应该如何对付又 先自救再说 我只答应出手一次 充满雌性的冷冽之声传来 时障开外 一柄巨大的蓝色光刃 便是从天而降一展而下 瞬间抽空了四周所有的空气 哪怕戴高乐提前发现 并且抬起双刃光剑抵挡 但下一刻也被那与他不成比例的巨大光刃一展而退 直接击飞了开来 大地之上都顺应着那刀芒出现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 这也是戴高乐出现到现在 第一次正面被击退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赤别 伴随着一阵螺旋的飓风消失 原本戴高乐所在的位置之处 却是出现了一道俊美的人影 长发披肩 一身白衣似血 五官精致胜过女子 如果不是那并不明显的猴姐 恐怕直接会被当作女人 还是漂亮的女人 哪怕一击击退了戴高乐 俊美的脸上也没有丝毫波动 无喜无悲 稳住了身影 看向了前方三人的戴高乐 此时才算是真正地严肃了起来 龙之魄 汪兆明 对于隐忍的骑蟹员 戴高乐是并没有丝毫的情报 完全不认识 但眼前之人 他却是深深地明白 龙之魄 哪怕已经衰败到现在这样 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 而汪兆明便是其中的一员 当年因龙之魄 只会做口上文章的鸡 还刺杀了蜻蜓皇室的二号人物 不过失手了 萧生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想到竟然逃出来了 你们龙之魄 为何要蹚这一蹈浑水 难道堂堂龙之魄 也为日国卖命吗 换作开始 戴高乐 哪里会有和对方聊的意思 直接蛮横地对过去就是了 但现在他却知道 单论一个汪兆明 自己就没有把握 再加上旁边那两个 只有一人的自己 完全处于了绝对的下风 该死 为了独霸这里的好处 木叶只有自己军团 也只能有自己一人进来 连个分担的都没有 而他们利用精锐轮回者的限制 利用军团不同的限制 竟然为了这个任务进来了三人 果然是 还有着其他更大的秘密 否则 单单只是单勾玉血轮演 这投入的本钱也太多了 需要请来两个不同军团的外援 这付出的代价和承诺 可是不可能低的 另外 一边的汪兆明 听到了戴高乐的质问后 面无表情的俊美脸上 才是终究出现了一丝波动 这和龙之魄无关 只是我个人欠了一份人情要还 如果你就此退出 我也不会为难你 平静的陈述话语 让戴高乐脸色也一片铁青 嗯 虽然打断你们有点不好意思 但麻烦你们要清楚一点 这里是木叶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另外的声音传来 随后 一道木叶暗部装扮 带着瞄脸面具的人影 便是落在了旁边的一处电线杠上 第0230章 被无视的暗部 暗部 注意到徐悦的出现 所有人都只是 注视了一眼后 就不再理会 如今四个人在此 除了三代木或三人级别的人物亲至 否则根本就无需理会 一份人情而已 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帮你偿还就是 不再理会 那作死的暗部后 戴高乐一脸凝重地盯着汪兆明 既然只是还人情 那在他看来 很可能就没有签订苛刻的空间契约 既然没有空间契约的约束 那就有着策反的机会 人情债势难还 但在戴高乐眼里 所有的一切都是 能够用价值来衡量的 只是他的话刚刚说完 环绕在他肩膀的手臂 便是将他向侧面的瞄脸 面具勾了勾 耳边也传来了有些无奈的声音 怎么我说的话 就是没人听呢 侧面瞄脸面具的瞳孔里 星红的血轮眼展现 让僵硬着缓缓转头过来的戴高乐 浑身冰寒 拥有原力感知的自己竟然没能提前预判到对方的出现 附近躁动的原力波动都被一股更加恐怖的力量抚平 这是什么情况 这又到底是何方神圣 对方同样也拥有着原力感知 而且还拥有着一股压制自己的独特力量 这竟然是轮回者 这怎么可能 可还未等到他再有什么新的说法 对方那血色的瞳孔便是不断地螺旋放大 整个世界一片定格 哼 闷哼了一声的徐悦目分身 松手将戴高乐的尸体放开 被阅读霸道地摧毁了全部精神的戴高乐 直接向着地面倒下 随后撞击到了地面 化作了无数光点碎片消散 很显然是触发了什么 保命类别的逃脱技能 脱离了空间 对方拥有着相当高层次的原力亲和能力 但徐悦在吞噬了C世界后 本身却已经发生一种玄奥异常的变化 原力感知虽然还未能让他拥有着绝地大师那些骚操作 但却拥有了一种高权重 完全能够压过戴高乐的感知 使得直接近身靠近 已经习惯了原力那先知先觉的预判 骤然被压制之后 戴高乐才是惨被贴身 这也是徐悦第一个选择他的原因 而本来徐悦是准备利用C世界强化版的阅读 想要拷问对方一些情报的 可不单单对方本身的原力 对于意志与精神就有着巨额的加成 对方竟然还拥有着一个专门用于精神力方面的防护道具 那道具竟然能够在对方的精神空间内显形 虽然被徐悦察觉到以蛮横的力量对了过去 直接连带那器具和对方的精神一同泯灭 但却也杜绝了拷问的途径 非但如此 那器具破碎爆裂之时 还产生了一股一次性的精神冲击 对木分身造成了巨大的反噬 终究这也只是木分身而已 前面这么久做的事也不少 消耗已经不小了 现在突然被来一下 无法自己提炼查克拉的木分身 瞬间便遭到了相当的创伤 哪怕这是分出了一半查克拉的木分身也感觉够强 精神力量可也是查克拉的一部分 能够成为大佬 果然不是侥幸 阅读哪怕拥有着C世界的加持 看来对一些存在使用的时候也需要慎重 仅仅一个防御器具的自爆 就能产生如此威能的吗 还有对方那种保命技能 和以前宰杀过的精锐轮回者完全不能比 算起来自己已经成功击杀他了 但依然还能够强行触发保命 已经不是单独的逃脱权限 而是重生类别权限了 不过估计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就是 当初炯炯似乎就是被打出重生了 然后才会在那个新人空间遇到自己 而这边徐悦目分身 正在计算精神上造成的创伤 对分身查克拉的影响与续航之时 另外一边 包括一直都风轻云淡的汪兆明脸上 都出现了震惊之色 旁边早就和与智波一族的人 分开来的其他天主圣徒的轮回者们 更是满脸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这不是真的 不可能 戴高乐大人可是从进入轮回空间开始 就一直是风云人物 年纪轻轻 却已经是轮回空间的老资历 各种骚操作 这一次进来 本来已经稳如狗了 对方出现一名大佬 丝毫不惧 相信大人能够解决 结果也的确如此 出现第二位 有点棘手 但依然信任 果然就算两人也被戴高乐大人压制着打 直到第三人出现之后 才是让大人处于了下风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也相信 大人最起码能保住自己等人全身而退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 仅仅一人 近乎于一招 就完全将戴高乐大人打回城泡温泉了 完全无法相信 刚刚他应该是利用了某种幻术攻击 就像雪大人一样 这家伙也拥有着四勾玉血轮炎 武藤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 压低声音对着旁边两人说道 他就是幼吗 齐谢元那唯一正常的脸上 也露出了阴沉之色 这太强了 戴高乐的谁有多深 与他亲自交手过的武藤和齐谢元 才是影响最为深刻的 两人合力都背对的 不要不要的 近乎于暗在地上锤 不是既新老弟出手 自己也得利用那好不容易才逃到的东西 才有机会逃离了 结果 就是这么强大的对手 竟然瞬间就被这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的暗部锤死了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因为徐悦戴着面具的缘故 他们并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就是情报上之人 但还是武藤满脸凝重地回答道 恐怕并不是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我特殊情报当中的另外一位 开始就发现这个任务空间的情报 有些出入和不对 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了 应该是你们北洋军团的一个新人小鬼 同样进入了这个任务 武藤的话 不由让其谢元都脸上一阵惊讶 在法国的北洋军团的新人 难道是那小子 这和他有关吗 对了 记得了解的些许资料中 他应该是在新人任务当中 就下了一位与制波异族的大人物 难道就是眼前这个 这是何等幸运的小子 本来以为够高估他了 现在看来 依然还是太过小看了 我们得到情报后 进行过多次攻略与尝试 得出的结论是 除非是新人带着加成状态 否则不可能接近与制波异族 更别说触发着隐藏剧情 而新人无法透露过多的情报下 恐怕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你们那个新人的医术 的确相当高明 武藤细细地说出来 已经并不算重要的情报 他们在得到那一份情报之后 也大量安排了攻略 想要复制与这位大人物的羁绊 不过都失败了 考虑到投入与回报 以及缺乏的细节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看来 回去必须还要继续进行测试啊 一击击败了戴高乐 这是何等的可怕 然而就在武藤和齐谢元 两人都有些唏嘘和惊惧之时 汪兆明确实又恢复了 那古井不波的表情 俊美的容颜上 一脸的平静 注意不要与他的眼睛对视 下场你们应该也看到了 另外 他应该是在击败戴高乐之后 受到了什么反噬 要动手就趁现在了 我可只答应出手一次 仅仅就是如此短暂的时间 仅仅就是看到了 徐悦对戴高乐使用的手段 汪兆明竟然就已经找到了应对方式 竟然还看出了 徐悦这句木分身 所受到的反噬破绽 第0231章 了不起 记心老弟 你答应得出手一次 但这次对付的目标 可是被对方解决了 所以自然而然 还要对付此人的 齐谢元连忙对汪兆明说道 引来了对方的些许不快 但还未等到拒绝的话 齐谢元便是连忙继续说道 难道你要忘了王爷的恩情吗 这可是他亲自交代 请你配合我们的 听到后面这句话后 汪兆明似乎也平复了下来 淡淡地扫了旗谢元一眼后 便是深化飓风 直朝徐悦纳木分身而去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感受着那灵力逼人的压迫近风 徐悦对于汪兆明的能力 也是有所了解了 应该是风云当中的系列能力 在没有基础武侠世界的情况下 竟然被他直接从风云当中 跳跃式的发展 的确是相当的难得了 他们的对话 徐悦也听到了 虽然汪兆明一直都表现得风轻云淡 古井不波的样子 但性格上却还是有弱点和缺陷的 下不为例 只要有了下不为例 那就会有着下下不为例 和下下下不为例 一步一步迟早会慢慢改变 慢慢变化 从原本的有志人士 颓废 堕落成迫害自己同胞的爪牙 你的风已经不再清晰 你的心乱了 面对那已经形成了龙卷之势 将附近所有破碎坍塌的房屋残骸 都一同卷起的风神腿 徐悦目分身只是抬起手掌横左而去 一阵金红色的套和多边形闪耀 那已经化作龙卷之势的密集攻击 便是被全部挡下 一层一层的波纹在无形的虚空之上闪耀 但就是无法寸进分毫 但即便如此 徐悦的目分身依然还是皱眉了起来 AT立场的消耗本身也是很大的 本体使用的时候 还能依靠大成仙人体的恢复速度弥补 但现在目分身使用 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般 消耗的劣势瞬间就出来了 加上之前的那一次反噬 看来是有点难办了呀 那么这样呢 然而就在此时 已经将身体全部又恢复过来的骑蟹员 也立刻趁机对徐悦的目分身发动了攻击 在汪兆明刚住了正面的时候 用那充满了肉流的紫色身躯 带出了一阵完全超越上忍级别的恐怖速度 抵达了徐悦的侧面 右臂挥出的瞬间就破碎 形成了无数处须 延长包裹而去 满脸都是振奋的争鸣之色 一旦自己成功完成击杀 击 与前方完全一模一样的无形避障出现 将那些触须全部都阻拦而下 让其解缘瞳孔不由一阵收缩 怎么可能 难道这防御没有死角的吗 前面看到汪兆明刚的这么还 本以为自己加把劲就行了 但万万没想到 这看似薄弱的无形墙壁竟然犹如界线一般根本就无法进入分毫 看到对方转头朝着自己这边看来之后 骑蟹员也连忙低头看向了对方脖子以下 哼 不管是雪大人的遭遇还是寄心老地的提醒 只要自己不和你对视 神威 撕裂的空间裂口出现 直接从骑蟹员的头部出现 将他整个上半身都撕裂吞噬了进去 高权重的空间判定 根本就挡无可挡 瞬息间原地就只剩下一双腿支撑着的下半身 但就是这下半身 在遭受到如此重创之后 竟然还能发疯一般的撒腿就跑 连忙躲到了远处 这种头切掉了都还能顽强生存的生命力 着实让徐悦都不由感到了一丝惊讶 而且 一般模式下 触发军团保护 同军团之间攻击削弱七成 虽然因为空间类攻击的高权重 削弱不削弱七成都达到了攻击效果 但这个提示的出现 还是让那刚刚躲到远处的骑蟹员 不由浑身一阵僵硬 同军团 轮回者 这竟然会是轮回者 还是北洋军团的大佬 是谁 是谁偷偷地来到了法国 难道是看出什么了吗 如此强大的空间类别能力 是少帅张学良 不对 他应该还无法达到这种程度 难道是张作霖亲自来了 他是怎么偷偷摸摸来到法国的 靠他的空间能力吗 对了 武藤说过 这是那个新人救下的特殊剧情人物 难道是张作霖 想要在吴佩芙身边 安插一个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心腹 仅仅一条简单的信息 就让其解缘细思极恐 他可是出卖了军团利益 而且自己一直低调发展 没想到这才刚刚露出了牙 就直接被军团大佬逮住了 剩下半截的下半身 不断蠕动着肉牙 将上半身重新长出来 直到脑袋都出来了后 其解缘也好似元气大伤了一般 不断地喘着气 眼中满是惊恐之色 完蛋 自己知道了这么了不得的秘密 肯定会被针对灭口了 而徐悦的目分身 也不再多说什么 什么节约 什么节省全都抛开 一个二形态的虚左能呼 瞬间构成 拔地而起 非但如此 一股远远比之前 还要恐怖得多的气息 还从其身上喷涌而出 一片片鳞片 浮现在脸颊两侧 并且二形态的虚左能呼 都出现了一套黑色的勾域纹路 虚左能呼先竖形态 这事 正在发动连续密集攻击的汪兆明 瞳孔一阵收缩 但不等他有着什么反应 反手一撩 配合AT立场的攻击 直接将龙卷当中的汪兆明 弹飞而开 犹如炮弹一般 轰入了远处移动建筑当中 随后便是犹如瞬移地 直接抵达了旗械原身前 飞雷神之术 伴随一同而来的 还有着二形态虚左能呼之下的一记斩机 抵达的同时 斩机便同样覆盖 将旗械原全部包裹了进去 二代目的飞雷神延伸变化 飞雷神斩 哄 大地都被那巨大的斩机大片的化为粉末 原地只留下了一道 撑着断剑不断喘息的身影 鲜血从他头上不断地滴落流下 确实日国剑客武藤 这攻击衰减可真是麻烦 徐悦扫了一眼武藤后 满脸的冷漠 骑蟹原本身就是 拥有着小强一般的生命力 加上攻击的衰减 刚刚那一击竟然被他强行持下 而后利用了什么手段进行了短距离的更换 和那个叫做武藤的日国剑客更换了位置 武藤可是没有军团衰减 被后续斩机波及到 那有黑的武装色霸气都全部被撕裂 不过即便如此 他却也展现出了大佬一级别的实力 就算是相对实力较弱 也配合保命能力抗住了这次攻击 而下一刻 便是另外一边比二形太虚左 能呼还要庞大几分的刀忙一斩而过 重重地斩在了虚左能呼身上 却是稳住了身形的汪兆明 直接远距离的遗迹冰封三尺斩杀而上 被正面命中之后 就连虚左能呼体表 都出现了大量的寒冰冻结 与大地相连产生了强大的束缚感 那通过特殊手段 与武藤更换了位置的骑蟹原 此时才算是略微松了口气 还好寄心给力啊 真是可惜 没查克拉用束戒了 算了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的 扫视了现场一眼 看着伤痕累累的武藤 脸色惨白的骑蟹原 和一脸凝重戒备之色的汪兆明 感受到了身上冰封的强大束缚力 许悦这句目分身 也明白 事情差不多就先告一段落了 虽然看上去加把力就能补刀 但奈何查克拉没了 哼 发现了自己北洋的身份 应该也不会脑洞这么大 这么快就扯到自己身上吧 作为一名喜欢玩音的阴谋家 应该只会注重自身利益 不会这么快分享这种秘密才是 在你回国调查之前 都是有机会的 只要你目标是右 那我们就还有机会继续玩 暂时 还是不要给你制造太大压力了 那么 下次再见了 最后 将目光锁定到了 将自己冰封的汪赵鸣身上 徐悦眼中也浮现起了一丝 饶有兴趣的神色 下一刻 全身就伴随着整个须左能乎一起 都化作了一片蒸腾的紫色火焰燃烧消失殆尽 另外一边 已经即将抵达木叶的一处商队当中 正在继续套路赵美鸣血 继任务的徐悦本体 也同时身体顿了顿 抬头看着天空的月色 眼底闪过了一缕异样 真是了不起啊 分身都被你们打爆了 第0232章 逐步 本来还觉得没什么的 结果 给我做什么腰吗 路上因为意外的阴雨天 商队的速度 比预计上要慢了一些 不过 徐悦本身 考虑到了自己 也只要参战意思意思就够了 只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团藏那边 就能继续把计划实行下去 用自己的名望换取木盾 这样的画目分身 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本来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露个脸 然后和戴徒说两句而已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双方的轮回者 确实都意外地给力 不管是戴高乐 还是汪兆明 都是超越了寻常影集强者的范畴 另外两个也已经达到了影集门槛 一时见四名影集强者云集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外力 自然还是要强行介入一下了 否则万一真让他们找上了佑 加上了解部分佑的情报的话 阅读打不到人还真有翻车可能 13岁的佑目前主要的能力 还是需要依靠万花筒的 结果果然 自己木分身出现后自己都陷进去了 呼 还是得赶赶路啊 真是麻烦 回到自己的马车里 留下了一句木分身后 下一刻 徐悦本体就消失在了马车之内 杀 杀 与智波异族的残留 与天主圣徒的轮回者 都纱红了眼撞在了一起 撞若疯狂 伴随着一阵落叶 出现在一处屋顶的徐悦 看着眼前的混战场景 淡淡地扫视了一眼四周 走了吗 反应还真快 此时整个场地之上 只有被留下来 无法脱身的天主圣徒其他轮回者 以及正在拼命攻击他们的 与智波异族成员 汪兆明 齐谢元还有那个日国的剑客 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齐谢元虽然有着一种古怪的恢复能力 砍掉头都还能活下来 但很显然 那种能力也需要他付出巨大代价 应该连续使用下 也变得没有再占之力了 那个日国剑客也被砍成了重伤 汪兆明又似乎是有些清高 并不愿意一直帮他们出手 如此一来 只剩下一群失去了头领陷入绝望 正在疯狂与与智波异族对拼的可怜鬼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既然离开了 那也无所谓了 能够在沐芬身手上保命 这几人还是剩下一些利用价值的 沐芬身本身的作用之一就是试探与收集情报 几人的大体情况却也已经知晓了 这一次 戴高乐应该会察觉自己轮回者的身份 不过无关紧要 本来双方就没什么厉害关系 而且 那种被自己抹去了精神的重生 能否记住自己是如何挂掉的记忆 都是两说 完全无需在意 至于齐谢袁那边 以那阴冷阴谋家的性格 应该也是会憋在自己心里酝酿 而且 在回国仔细调查之前 芭城是在怀疑北洋军团那几位大佬了 就是不知道他是怀疑张作霖还是吴佩服 在他回国之前 把价值榨干就行了 徐悦也迅速地细微 调整了些许计划 剩下的三人 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强大军团 而且实力和地位也相当地可观 足够自己使用了 赫既然都过来一趟了 那就早点清场吧 呢喃着看向了傅月家的方向 那边 差不多也已经完成了吧 蛇林逐渐浮现在脸颊 在长生爵的配合下 开启了四门的所有狂暴的仙树茶克拉 犹如婴儿一般温顺 仙法 木盾 树界降临 哼 整个与制波一族的足地 完全化作了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 木叶外的一处山洞之中 与制波止水静静地坐在火堆面前 抬头看着洞外的天空 剩下的独眼眼底也不由一片哀伤 就是今晚了吧 而下一刻 一群人影便是瞬间出现在了山洞之外 却是一名带着瞄脸面具的人影 和一群或熟睡或昏迷的幼儿 最大的不过三岁 用了个数借掩饰一下 抽干了的尸体 三岁以下的孩子留不下痕迹多少也能糊弄过去了 徐悦抬头看了止水一眼 语气并没有多少波动 哼 能够保留一点火种就已经很难得了 在大典能够记事的话 对他们而言反是一种痛苦 仇恨就在这一带消散吧 止水看着那些孩子 眼底也不由有些唏嘘 已经通过团葬的态度 完全看清了事情真相之后 他也已经明白 所谓的仇恨与痛苦还是直接斩断为好 这一次全靠你了 谢谢 谢谢吗 别天神果然是不会改变你的性格呢 虽然是出手将人救下来了 但徐悦心底却依然是一片冰冷 没有丝毫的成就感和喜悦感 也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仅仅只是 下意识地遵从于自己的面具而已 武藤先生再次表示抱歉 我也没想到他的后续攻击会这么强 抗住第一波后我真的吃不消了 骑蟹圆满脸惨白的神色跪坐于地 直接全身都匍匐在了地上 对日国剑客武藤道歉道 而武藤虽然脸色难看 但也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目前就结果来说 对方的选择似乎是最正确的 毕竟两人虽然都受伤了 总好过对方死在那里 对于帝国而言 这颗重要的棋子还是不能出事的 不过即便如此 他的脸色还是显得有些难看 近乎于有些咬牙的土字道 无妨 听到了对方的话 趴在地上的骑蟹圆眼底也闪过了一丝嘲讽 但随后还是恭敬地问道 对了 武藤先生 您说过那个土著的情报 能够再说详细点吗 那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武藤先生犹豫了一下 开始他肆无忌惮地说明 其一那是因为要共同面对敌人 其二也是感觉那情报无所谓了 但现在发现这家伙这么强后 却也有点不愿意说明了 不过随后他又想到了 那个刷到好感度的人不就是北洋军团的人吗 说不定以后还需要依靠旗械员 从北洋军团打听相关消息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脸色也不由缓和了下来开口道 其实你回到军团 去寻找那个新人的话 应该会更加容易问清楚一点 既然现在我们进入到的世界拥有这位存在 那很可能那个新人也在 他的确是同一批留法人士 我会想办法从他嘴里套些情报出来的 本来我就和他有点小矛盾 齐谢源依然还是恭敬诚恳地说道 态度让武藤也很是满意 不过随后要开口的时候 似乎是触发到了伤口 让他剧烈地咳嗽了一阵 捂住嘴巴的手心之上 都出现了一片血字 呼 这一击可正不好接 用了恢复卷轴 竟然都还有持续伤害 随后他便是将自己所知道的消息 都对齐谢源说明了起来 让齐谢源更加愈发地认为 就是张作霖冒充的人 因为也只有张作霖那土匪性格 才能够做出那样丧心病狂的欺骗 嘖嘖 将他们利用幕府之门辛苦刷来的最高奖励 就这么骗走了呀 不过张作霖果然是外粗内袭之人 如果不是空间提示 自己都被完全蒙在鼓里的 利用这个情报 不知道能否为自己争取足够的好处 张作霖虽然强大 实力碾压自己 但之前连续几次攻击 没有拿下自己 他应该也会明白 自己的生存能力 一心想逃的话也无可奈何 以此作为把柄 让他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 应该问题不大 轮回者都是讲究利益的 甚至能偶尔提出一点小要求 慢慢测试他的底线和度就够了 对于保命 自己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你们不要太乐观 之前应该是他祭拜戴高乐的时候被对方反噬了 又接下了我的攻击 所以才战略性撤退的 迄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暂时离开了木野 一直在旁边闭目养神 没参与两人谈话的汪兆明 此时才是睁开了眼睛 淡淡地说道 答应的出手我已经做到了 剩下的事都和我无关 继心老弟 你可不能就这样放任哥哥不管啊 肃亲王他 不等齐谢元说完 汪兆明便是打断道 所以我已经出手两次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吗 那冷漠的态度 还是让齐谢元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嘴巴 但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武藤 此时却是开口了 汪先生 那这一次我们就不提肃亲王了 我们用正常的交易 正巧 我们军团手上有着一份未能用到的情报 但对您可能有用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是关于最大boss绝无神的一份情报 第0233章 切换身份 关于此次与智波一族的惨剧 各位都有什么看法 三大火影看上去明显是苍老了许多 带着些许疲惫的在上忍议会上问道 与智波一族灭族的惨案真相 除了木叶的几名有限高层外 也就是参与其中的那些完全被团葬 控制住的根部成员之道 其他的上忍在第二天得到了这净报的消息后 也全都是无法相信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 月军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 卡卡西第一个站了出来 满脸都是无法相信的表情 紧随其后的便是麦特凯道 我也赞同卡卡西的话 月军是不会背叛青春的 东 团葬的手杖狠狠地撞击到了地面 面带阴冷 但事实就是事实 现场那一直未曾消散的木顿树林 就是最好的证明 被吸干生命哭死 挂在上面的与智波一族尸体 就是最好的证据 说实话团葬其实也有点牙痒痒 他是决定对与智波月做出一些让步的 只要对方肯放弃火影之位 要是能支持自己 自己吃点亏也就算了 但结果整个与智波一族的血轮演 除了最开始自己的人参战收集了一点 其他所有的竟然都被他一锅端了 简直是丧心病狂 心态爆炸 不过考虑到此时双方的古怪关系 他还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那至今未散的木顿 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警告 那种规模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远远超过了当初他针对九尾时使用的木顿 不单单是查克拉 连生命力都抽干了 而且完全没有消散的意思 就犹如初代的木顿一般 这自然是引来了团葬深深的忌惮 以前还觉得只要不被偷袭就不怕 现在发现自己恐怕真不是他对手了 都到这种地步了 还听到卡卡西和凯还在为他洗地 他就不能忍了 不管怎么说 对方的名声必须要臭掉 做下这种重大案件 肯定要有追击队伍的 我要参与 我也要 卡卡西和凯两人依然不相信 他们必须要亲自用自己的眼睛来确认真相 团葬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三代便是率先开口了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去吧 根据情报他和又逃窜的方向是西南方向 日展 你 团葬狠狠地瞪了三代一眼 但三代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在灭族发生之后 又和月都一起与自己进行了见面的 又已经准备进入那个神秘组织成为卧底了 而月则是一边在牧业担任一个见不得光的职务 一边准备周游 忍戒收集情报 既然他在牧业还会任职 那与他交好的卡卡西和凯两人知道 这件事也未尝不可 这两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接班人 而且 也的确需要让这些年轻人提前了解一些忍戒的黑暗面了 太过正义与善良 在忍戒也是一种原罪 另外一边 距离木叶没多远的一处林子里 又被两名根部成员拦下 队长 做出这么大的事 我们也得做做追杀的样子吗 还请手下留情 两人发出了冷漠的声音 随后同时对右发动了攻击 明明嘴里说做做样子 但却是招招致命 哪怕没与父亲动手 也花费了许多力气 本身也并不是以查克拉和耐久见长 如今也只有13岁的幽 面对两人的攻击也是在不断地躲避 这就是做做样子吗 哪怕到这个时候又都显得很是冷静 丝毫没有动怒 放弃吧队长 我们是不会看你的眼睛的 然而两人的话都还未说完 就发现此时所统杀的目标竟然是原本的队友 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中的幻树 我还以为要我出手的 伴随着两个满眼难以置信的根部成员尸体倒下 徐悦也犹如泡沫幻影一般的出现在了右的身侧 我在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中下了幻树的暗示 一旦他们对我发动攻击就会触发 又依然还是显得很冷静 双面间谍啊 倒是难为你了 没有我这么轻松 徐悦抬头似乎是有些感慨 随后便是继续问道 怎么 那个家伙没来接你吗 我们约定了见面地点 前辈也要去吗 又接过徐悦丢来的军粮丸吃了下去 依然还是没什么表情波动 这次就不去了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还有着另外的身份可以使用 自己小心点 特别要小心我的那位老师 他的那个数应该已经完成了 徐悦耸肩笑了笑 似乎不以为意 这次跟过来 也就是担心那几个轮回者不死心 以防万一先护一下 现在看来倒是多虑了 看来目分身对他们的杀伤 比现象当中要大点 放弃了追击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大蛇丸在自己的辅助下 进度要比正常剧情十块不少 虽然蛇叔被血轮掩天客 但徐悦也得打个疫苗防止又翻车 好了 你先走吧 有人来找我了 而后 徐悦便是对右挥了挥手手 看向了木叶那边两道高速朝着这边移动的身影 前辈保重 道别之后又也伴随着一片落叶旋转消失在了原地 月 与智波月 卡卡西和凯两人一前一后的抵达 徐悦只是取下了瞄脸面具 对两人笑了笑 自己面具之下的相貌 就算是木叶知道的人都相当少 除了眼前两人外 就都是与智波一族灭族案的知情者了 所以 他也并不准备瞒过这两人 三代老头子会安排他们过来 应该也有着这个意思吧 提前刷刷你们的三观 对你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起码 也能够让你们多个心眼 免得什么时候被骗了 直接变成了卡卡西的血轮眼 挂在拍卖行了 哎呦来到木叶了呀 童木分身完成交换 再次回到商队马车的徐悦 从车上下来来到木叶门口后 语气似乎是有些感慨 木叶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运气不太好 相比于一无所绝的运输人员 和那些华夏劳工们 赵美宁明显要专业得多 从大门口那些人者凝重的表情和气氛上 就察觉到了今天与往常有些不一样 能发生什么大事呢 这里可是木叶 五大国第一人村 徐悦撇了撇嘴 一副不相信的模样 但没过多久 通过来往的人群 他们也已经得知到了 与智波一族被灭族的消息 这种消息是不可能隐瞒的 而木叶也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让知道消息的赵美明 都瞪大了漂亮的眼睛 满脸难以置信 木叶是人界第一大村 最起码目前来说是 而群智波一族又是其中的第一号门 竟然一夜之间就被灭族了 之前是有得到情报说 木叶的气氛有些凝重和紧张 但却也万万没想到会发生如此大事 当年九尾之乱后 都没人敢捋木叶的胡须 如今再加上第一号门被灭族的话 恐怕会有人试探一二了 可惜如今水之国也在一直动乱 不然也能够做些什么 是你 然而就在徐悦他们 按照正常手续登记进入木叶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旁边传来 也是让徐悦有些意外 本来以为是某一个 知道自己面容的家伙 但随后才发现 原来是旗械员 正在街道的另一头看着自己 并且随后便朝着自己这边走来 身上还穿着绿色的人者马甲 哦 果然还在木叶的 还有着正式的人者身份吗 这可不行 要好好使用 你的话得先扒掉你这层皮呢 第0234章 神棍事业 旗械员平日行事都是相当低调 喜欢用阴柔的手段 不过对于眼前这个新人 他倒也无需太过伪装 因为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哪怕是个普通的空间土著 都需要小心那些土著的背后 有没有什么大人物 但轮回者就完全无需担心 以前可能还会认为他背后站着一位强大的剧情人物 可现在发现了那人物很可能是张作霖之后 毫无疑问就是以轮回者的手段来交流了 不过这一次旗械员倒也并不想为难对方 不看僧面看佛面 终究是张作霖安插的棋子 自己虽勉强也能成为那观棋之人 但昨天晚上的经历还是明白距离张作霖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一次他只是为了利用这个做些什么 很显然张作霖做出了那种大手笔之后 肯定是无法再待在牧业了 而除了张作霖这靠山 现在这家伙就能随意地被自己支配 哦 似乎还是以什么商队的名义进来 无所谓了 自己有着综合名望 初始身份就是地地道道的一名牧业中人 昨晚的行动也不会有人认出自己 对身份没有丝毫影响 以中人的权限要查个小商队的货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呵呵 一次性运送这么多货 八成就是那种利润低的苦力钱了 不过作为一名正式轮回者 能够组织出一支商队 也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名俏丽的妖娆女子 却是拦在了骑蟹员面前 冷漠地看着她 虽然眼前看上去 就只是一名牧业中人 但却莫名给了赵美明一丝丝的压力与威胁 再加上骑蟹员这次懒得进行细致的伪装 态度并不咋地 立刻就激起了赵美明的拦截保护 哼 还请了保镖呢 倒还真是有眼光啊 并没有在赵美明身上 看到忍者护鹅 骑蟹员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了一阵后 便是用那独特的阴柔声音说道 说不尽的嘲讽之意 来到任务空间了 都还一心想着女人 找这么漂亮的女人 作为保护 完全就是滑而不实 真想要女人 你不会去享乐空间吗 让你做皇帝都行 那并没有怎么掩饰的不屑 那种对女人看不起的语调 让赵美明眼中一寒 在对方抬手伸过来之时 便是直接一套畅快伶俐的体术连击 张 肘 衰 直接将猝不及防的骑蟹员甩到了地上 掀起了大片的尘埃 骑蟹员也是万万没想到 这个女人会这么强 本身就有伤 再身有些虚弱 猝不及防下那 当真是丝毫的防御都没做出来 而赵美明也同样是忌惮 但现在的木业环境 所以仅仅就是普通的体术惩罚 完事后都还平淡地说道 我们有着正规的官方录影 这难道就是你们木业的代客之道吗 打完人之后 还反手扣上一顶帽子 看得徐悦都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徐悦各种文书上连续的萝卜章 加上旁边几个杀隐同盟国那边 过来的护送忍者 还真是占到了绝对的道理 立刻就有几名忍者出现 对徐悦表示了歉意 抱歉了悦先生 他才刚刚接触这种任务 没什么经验 没什么 既然已经给了点小惩罚 我也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了 不过出了这么大的事了 你们的人竟然还想要挑拨和蒙国的关系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徐悦表现得很是大度地挥了挥手手 大大咧咧地表示不介意 但那边被人扶起来的骑蟹员 听到这句话却有句MMP要讲 果然 将他扶起来的那名中人 握着他手腕的力道明显就大了很多 而后回头用一种审视的眼神 看向了骑蟹员 作为带回了如此多货物的超级商人 还是在眼前木叶正处于困难时期的时候 徐悦也得到了三代目的召见 将其他所有人都挥退之后 三代目看着徐悦也叹了口气 真是难为你了 你和佑的S级判人通缉已经发出了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追杀部队了 S级判人可是也代表了危险程度 这种级别的强者并不是寻常的小队能够对付的 就算是大村子也没有这一份人力和物力一直掉在这上面 所以反倒是会少不少麻烦 其实三代大人才是压力最大的 我这样没心没肺的人倒是无所谓 卖卖我的货租一租人助力出来就是 徐悦对三代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态度 不过话语却也显得很随意 对了 你为什么先后两次都租用了任助力 木叶这边的情报工作也是做得不错的 虽然不能第一时间获得 但以为暴走这样的事 还有之前与高在火之国露头的消息 肯定是都探听到了的 因为又进入的那个组织 似乎是对任助力有些兴趣 所以先都提前接触一下 徐悦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却是引起了三代足够的重视 竟然对人助力有兴趣 想要释放尾兽吗 当年的九尾之乱哪怕有着月的协助 也造成了大量损失的 这一点我也会注意一下的 你自己收集情报的时候 也要小心为上 明面上 村子是不会给你任何支援了 三代语气带上了些许民众与唏嘘 不管如何 他都是一名上位者 不管自己的兴趣与想法 首先的出发点就必须要站在木叶的角度 安拉 我想走还是没人能留得下我的 对了 门口拦住我的那家伙 实力好像有点问题 徐悦似乎又是想到了什么的说道 嗯 对于徐悦的话 三代还是很重视 并不会当作寻常情报来对待 虽然看上去 他是被很轻松对付了 但总觉得他隐瞒了什么 实力恐怕相当之强 还是在眼前这种关键的时刻 我怀疑同那一股冒出 针对与制波一族的神秘势力有关 轮回者那种大手笔 自然而然的也会引起木叶的警觉 徐悦自然顺手 就捅他们一下 先把他们逼出木叶再说 这一点 我会安排人去彻查的 必然不会让他们好过 温和如三代 此时眼底也闪过了一缕杀意 办公室的空气明显都凝重了起来 面对重创的木叶 现在正是要有人记其力威的 就因为徐悦一句话 骑蟹员他们靠着综合名望 隐藏的还不错的几个家伙 就在无在木叶的容身之地了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水之国现在是相当的混乱 我估计四代水影的位置坐不久了 我雇来的那个家伙 我倒是觉得 他蛮有成为未来五代水影的潜力的 最后 徐悦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继续开始了他的神棍活动 第零二三五章 漏网之鱼 你的面子可真大 三大火影啊 照美名小姐截满脸古怪的神色 看着徐悦 美目当中全是探索之色 不单单眼前这满身铜臭味的吝啬商人 接到了火影的接见 甚至连带的还拉自己进去聊了一会儿 具体谈的什么 也就只有照美名和三代木知道 那时 我已经把我的货全部委托给木叶出售了 徐悦满脸的得意 不是吧 风之国那么恶劣的环境你都不让 没稍糊涂吧 照美名满事难以置信 这家伙竟然放着有钱不赚 不会是假冒的吧 哼 就是因为风之国环境恶劣 所以如果我委托给他们的话 他们肯定会有大量的折扣 不如我自己吃点苦 而现在因为风之国与火之国的盟友关系 路途也短 所以利润本身也就是顺带的 火之国的环境也安逸 自己亲自去卖价格也不会高出太多 时间就是金钱 徐悦又开始向赵美名强化自身的印象因素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下一步是回水之国了吧 我离开这么久也得回去交差了 自然是回水之国 我有做商品价格的对比 水之国因为你们的国策 相对的特产贩卖到其他国家都很好 这一次我准备卖给土之国 徐悦一副精明的表情说道 四名披着斗篷的男子 在一家摊点上吃着东西 毕竟是人村 低调不值任务的雇主大有人在 倒也不算是太显眼 但他们互相之间都冒下的脸色 却很是阴沉 他们都是天主圣徒的成员 都是这次进入的正式轮回者 因为实力上不足的关系 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灭族之夜 而是一直都是负责外围的情报工作和辅助工作 结果当天晚上 那突然冒出的树林 却是让他们满脸猛逼 第二天得到的消息 也让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侥幸 只能接受 哪怕在戴高乐大人的带领下 那实力惊人 随便拿出一人都能虐杀自己等人的精英队伍 被全部团灭在了里面 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只知道这一次自己等人的麻烦大了 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灭族 可他们也是那外边成员之一 用脚想都能想到 肯定会被暗部请喝茶的 都是当天晚上 他们见到那热带雨林冒出来后 感觉不对劲 反应快 直接逃到了早就准备好的隐蔽地点更换身份 不过即便如此 以牧业暗部对村子的掌控 哪怕他们准备的再多再充分最多能够坚持一天就不错了 当初准备的撤离路线 可是有着精英团队的配合以及带高乐大人的带队才有可能的 但现在就凭自己几人想要逃出戒严的村子 怎么可能 现在留守在秘密据点的同伴已经失去了联络 很显然那个本来已经很隐秘的据点已经被发现了 哪怕拥有着清除痕迹的技能 也恐怕无法再支撑多久了 那么隐秘的一处据点竟然没能支撑到半天 一时间 他们心底也出现了对牧业的深深敬畏与恐惧 带高乐大人 精英团说没就没 据点说被发现就被发现 现在该如何是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正面面对街道方向的一名成员 却是突然眼中一亮 朝着街上指了指 让旁边其他三人不由心头大惊 还以为是暗部出现了 不过等到他们回头看去的时候 却是发现了几个看上去被晒得有些有黑 矮壮街市的汉子 正在对面一家杂货店面前寻驾 实在看不出什么奇怪的地方 干啥呢 把我们吓死了都 其实吧 我觉得干脆自首算了 可能还能保得一条小命 毕竟我们只是外围 毫无梦想的闲鱼话语说出 很快就被那有点激动的家伙打断 我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 当初和我一起进入过一次任务 也是轮回者 而且还是那个华夏劳工团的轮回者 这人说完后 其他三人也不由正了正 华夏劳工团 这个团实力低微 但却也算是在圈内有点名气的 一战的时候 这群泥腿子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后勤作用 一些苦力活儿也都喜欢雇佣他们去做 吃苦耐劳又听话 价格又低 甚至合约千颗课点都没问题 一旦找到了岔子就能不给钱了 一想到这里 另外三人原本有些茫然的表情 也变得眼前一亮 你是说 没错 就是利用他们 我和你们讲 上次任务当中 我有遇到过他们的人 那个逆来顺受啊 相当的听话 哈哈 要他们去做吸引炮灰的事也没问题 结果三个人就活下了一个 还能找借口不给报酬 那个活下来的就在眼前那团队里 走了 让他们帮我们制造机会 本来是完全没有一点逃跑门路了 现在发现了这救命稻草 还不是玩命的伤 如果是空间土著 哪怕再弱 他们都会斟酌一下 但是这一群知根知底的家伙 那就完全无所顾虑了 喂 那边那个独眼小鬼 老朋友见面 不打个招呼吗 那唯一与劳工团有接触的家伙 率先开口了 一边走过去 一边放下了自己的兜帽 而正在与杂货商老板 讨价还价的劳工们 也闻眼转头看了过来 其中一名只剩下一只眼睛 面目看上去有点猙獰 但却依然无法掩盖 其至那年龄的十五六岁少年 更是脸色一变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握紧了拳头 有点咬牙切齿 剩下的那一只眼睛当中 也充斥着血丝 深深呼吸了几口气后 才是压下了那一股情绪 挤出了一丝笑容的说道 这位大人又见面了 真是缘分啊 一边说着 还一边向旁边的同伴介绍道 这几位是法国区排名第五天主圣徒军团的正式成员 真正的大人物 听到了少年的介绍 那方金中年汉子 不由脸色一变 之前一个排名与自己不相伯仲 五十开外的军团都不愿意得罪 眼前竟然是排名第五的超级军团成员 他们为什么要主动找上门来 完全明白自己等人地位的方金中年 自然知道这一群洋人的高傲是不会将自己等人放在眼里的 如果不是有事的话 那肯定是不会主动过来打招呼 只是堂堂前五的大型军团 就算是普通成员也应该做不出那些不入流军团一样调品位的事才是吧 自己等人的财物被压榨再多也就只有那一点 一时间他心底隐约总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既然不是要财物 那很可能会更加麻烦更加棘手 呵呵不要紧张 我们也就是需要你们帮忙解决一点小麻烦而已 放心我们签订契约 最高约数的契约 只要你们办到了 事成之后我们会给予回报的 认识他们的那斗篷男子一脸的戏谑笑容 这个为大人办事是我们的荣幸 哪里能够要你们的回报 这契约就不签了吧 方金中年脸上表情很是难看 但依然还是轻声细语的说道 那怎么行 我们堂堂天主圣徒的人 被别人认为欺负你们这群泥腿子那太跌分了 就这么说定了 不同意就是不给我面子 对了 你们是如何进入村子的 等到那面带音笑的斗篷男子说完 方金中年更是心情沉到了谷底 这哪里是要钱 这是他们要命啊 哟 你们在这里啊 假期结束 赶紧收拾收拾上路了 这边货物都是现成的 而就在此时 徐悦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似乎是木叶这边的事都办理完了 第0236章 心态训练 随意地扫了那四名不速之客的轮回者一眼 徐悦根本就没有多停留一秒钟 对于这一群劳工 徐悦一路上也有着足够的了解了 虽然看上去是有些胆小怕事 不知道反抗 但其实这才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在异国他乡没有丝毫依靠 只能互相抱团取暖 如果不能学会隐忍 那早就从整个法国消失了 各种意义上的消失 忍自头上一把刀 其实很多时候比反抗更加艰难 而在学会了隐忍之后 与之相对应的他们 还拥有着诸多优秀良好的品质 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 多做事少说话 一个个的确是老实巴交的 也不懂得交流 但如果算作苦活累活的效率 却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甚至他们在一战当中 靠着弱小的实力 取得了并不算小的作用 没有参与正面作战 但却为了后勤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因此徐悦也觉得 可以考虑下一步计划了 顺手将他们救下 除了自己的下意识行动外 徐悦还是有将他们当作 自己在欧洲方面 企鹅商会的班底意思 他们的各种品质 加上那人数与分布 除了不擅长交流 并不太适应商人 这种身份外 几乎是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实力的确是弱 但自己这一次 在宇治波异族灭族事件中 获得了大量的单勾玉血轮延 正觉得没地方用 卖出去 抱歉 空间对单勾玉血轮延 有着价格上限限制的 第一次进入空间拍卖行的时候 就已经确认了 不然也不会出现断货状态 完全不划算 而且与其制造一些潜在对手 那不如全都用在自己人身上 他们的本身性格 加上空间契约的束缚 框架很容易就构架出来 因此 其实本来这一次 从火之国到水之国 可以不进货轻装上阵的 徐悦却也并没有这样选择 依然是选择了 带上一批火之国的货物 而后路上慢慢消化吸收掉它们 只是恰巧的是 这一次过来 就看到了眼前这一面 看来劳工团 在整个法国轮回区当中的印象 就是专业受欺负的了 而且似乎是完全不需要 考虑后顾之忧 完全都不需要犹豫 既然如此 那就从这一次改变吧 四个人吗 大概是想要利用他们逃离木叶吧 既然想逃离 那就帮你们逃离就好 作为回报 你们得留一个回去空间 帮忙传递一些消息的 至于另外三个 没有利用价值的废物留着作甚 至于谁报信 那就带你们出去的路上 看谁顺眼好了 你们欺压劳工们 的确是不需要有丝毫顾虑和后顾之忧 我对你们 也同样如此 哦 你们认识他们 正好这次又少了几人 就让他们顶上吧 赶时间的 他们愿不愿意 应该是和你们的能力差不多的吧 徐悦都没等到劳工们开口 主动自顾自的将这种大好消息说了出来 也同样不等劳工们开口 那位最先开口的斗篷男子 就连忙答应道 没问题的大人 我们也都是很能吃的苦的 啊 只是吃的了苦 徐悦似乎是皱了皱眉头 有点不满的样子 那有他们这么能忍吗 徐悦表现的似乎是对他们一路上 老实巴交任劳任怨的很满意 能 当然能忍 我们都是朋友 都是一样的 另外一名魁梧一点的男子 连忙补充道 行 那做个小测试吧 从他胯下爬过去 四个人都爬过去了 那就用你们了 徐悦那轻描淡写的话 让几人的脸色一下 就有些难看了起来 为了保命 如果让他们钻眼前 这位大人物的胯 那都丝毫没问题 但要从那群泥腿子身下钻过去 一直心理上的优越感 让他们完全放不下啊 哦 犹豫了 看来是骗人的 既然如此就算了吧 我也不喜欢勉强别人 一向是以德服人 大家好聚好散 对于他们几人的目的 徐悦可是了如指掌 先给个盼头 随后随便的敲打两下 那是信手拈来 直接摆出了 我其实并不强迫你们啊的样子 钻 我们钻 我们开始只是担心他们不愿意而已 最开始开口的那一位连忙补救 而劳工团领袖的那方金中年老靴 也在对方的一个眼神当中 一个机灵 开口道 对 我们还是 这里我说了才算 他们不愿意就算了 徐悦极为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 淡淡地扫了几人一眼 完全堵死了他们的所有话 最后 在小命和面子面前 终究还是选择了前者 生在轮回空间 哪里还有什么颜面可言 还愣着干什么呀 把腿张开啊 来到那有些惊恐的方金中年面前 最开始的斗篷男压低声音语气 有些猙獰 而被迁怒的方金中年 却也只能面带些许惨然地 听从了对方的话 这肯定是会被报复的吧 但如果不听的话 恐怕会被报复的更快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一个人来吧 希望到时候 他们只会报复到自己一人身上 脸色一阵阴晴不定后 他也流出了让他们钻过的空隙 而那几名天主圣徒的人 也是咬着牙趴下去 从那战战兢兢的方金中年胯下钻过 那刺鼻的汗臭味钻入 更是让他们心底一片争鸣 一旦回归 必然要把今天所有目击的人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 今日之迟 必将铭记于心 迟早会连本戴笠都要回来的 很好 表现得不错 记住这种感觉 四个人轮流钻过之后 徐悦也拍了拍手掌 表示了对他们的接纳 随后同时 也来到了那方金中年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再怎么 你们也是更早跟着我的人 所以你们也同样要记住这种感觉 如果人是分等级的话 那你们是高他们一等的 木业虽然遭受到了动乱 但影响范围也就是偏僻的与之波异足足地 其实对于木业整体来说 依然还是那样的繁华 而作为最繁荣 最富饶的人村 木业的商业也很是繁荣 各种类型的货物 早就有填装好了的县城 根本不用花时间特地去收 确定了行程之后 几乎立刻就完成了装车 而后在木业的人者护送下 开始前往水之国的边界 木业人者只负责送他们到边界 随后赵美明会去通知物影的人者接班 这还是有赵美明在队伍里的缘故 如果没有的话 那普通商人 就需要担惊受怕的忍受一段无保护的时期了 这也是水之国特产昂贵的原因 而一路上 徐悦也是将那四名家伙当作驢子来用 不允许劳工团的人帮忙 每约其名调教新人 所有脏活累活都是交给了他们 可偏偏这四人还不敢有丝毫反抗和挣扎 他们只是正式轮回者而已 这里可是有着木业的人者护卫 危机还没解除 一旦露出破绽 那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 就算需要让他们去清理营地旁边的粪便 他们也得捏着鼻子刃了 只能按字记下 而在徐悦的商队离开了木业的同时 齐谢元他们三人便也狼狈不堪地逃离了木业 第0237章 抓捕 齐谢元三人的实力都达到了影集 汪兆明还算是超越了寻常影集 但在木业的大本营 精英忍者扎堆下也是只能抱头数窜 另外一边 木业也是万万没想到这三人的实力能够高到这种地步 哪怕是准备好的突然抓捕也并没有留下三人 毕竟徐悦特地没有完全表明他们三人影集的实力 三代和团藏不可能随便一次抓捕任务 就会第一时间出手 被他们逃离了木业 加上此时 木业正处于关键时刻 却也没办法抽出足够的人手前往追击 三道人影不断地在林间高速地穿梭着 其中的一道却是显得有些亮强和不正常 可可日向一族果然是难缠 武藤捂着胸口不断地咳嗽 虽然他有着剑纹色霸气躲避能力相当出色 但白眼本身也不差 在被围攻的情况下 被拥有白眼的日向日插卯足了劲地偷袭了一发 还是直接击穿了他的武装色霸气防御 进到透体 如果不是他本身实力还在日向日插之上 武装色霸气又遇掉了大多数力道 就凭借那一击就差点直接翻船了 强行顶着那内伤突围之后 明显是恶化了很多 要知道之前被那鱼拨砍了一刀 哪怕使用了高级治愈卷轴也并没有痊愈 现在无疑是雪上加霜 倒是旗械员因为体质的特殊 这点时间里已经逐步恢复过来了 木叶的确是深不可测 哪怕是刚刚遭受了如此大的打击 也不是我们三人能够挑衅的 汪兆明很是冷静地说道 本来的话 他仅仅只是答应出手一次 但随后又因为一个情报的交易 还是决定再帮他们一把 都已经帮过一次了 再帮一次心理接受能力 明显是松动了不少 至于他们能不能成功 那就是另说了 不过就在此时 三人的前方 却是骤然地出现了一道身影 好似等候多时一半 那熟悉的喵脸面具装束 请客间就勾起了三人 那不愿回想的回忆 哟 昨天晚上 你们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今天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略带懒散戏谑的声音发出 更是让齐谢源认定了心中的想法 果然是那个不喜欢守规矩的张作霖 真的是土匪性格啊 在木叶刚了一波 本来就消耗很大的三人 同昨晚对方被戴高乐最后反击的情况差不多 为了堵住自己等人 对方肯定用了什么高级恢复道具 现在完全是与昨天晚上截然相反 昨晚对方状态不对 都被对的不要不要的 这一次反了过来 那还不得被对死 齐谢源更是心底发苦 在他看来 对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找自己灭口的 分开走 可还没等到齐谢源想要说什么 旁边的武藤却是率先开口了 昨天晚上都被打得惨兮兮的 现在这状态硬拼不是作死吗 作为大佬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的逃命能力的 虽然刚不过 可逃跑却并没问题 甚至在他开口之前 就用出了一个诡异的技能 口喷鲜血凝而不散 随后将他自己完全包裹了起来 下一刻便犹如一道红色的利剑 一般向外激射而去 齐谢源对此却是不由眼前一亮 下一刻他便也消失在了原地 而那道本来瞬间 离开了视线的血色身影 又再次出现在了齐谢源原本的位置 骂了一句MMP之后 血色身影便是保持着不变的速度 再次消失在了原地 很显然 齐谢源应该是在武藤身上绑定过什么权限或者道具 还可能是临时组队的一种辅助功能 能够通过特定手段与武藤进行位置交换的 很可能是原本MP和输出交换位置的技能 结果被他反过来用了 另外一边的汪兆明显然也是没有硬刚的意思 风神腿的无上速度不但能够给他保证速度 续航也要比另外两个家伙强的多 然而 带出一阵巨风一般的速度 跑出了许久之后 再次看到拦到了自己面前的人影 汪兆明的脸色却是不由凝重了下来 没想到对方速度竟然这么快 竟然选择了自己是吗 下一刻 徐悦的举动却更是让他眼瞳收缩 八条锁链 从徐悦背后的虚空之中激射而出 从天而降降四周全部都封锁了下来 形成了一道恐怖的结界 你竟然不一开始趁着我们三人发现你的时候用 特地站出来就是为了将我们打散 你的目标是我一人 汪兆明完全有些无法理解 算起来自己的确是三人当中最强 也是那一天对他造成了相对一些麻烦的一人 可以对方的实力 同时对付三人完全没有问题才是 完全没必要避开的 到底是什么想法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果然还是你的能力最强呢 将四面封死之后 徐悦脸上也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其实我倒是想同时把你们三个都留下的来着 不过别天神只剩下一次了 肯定还是找个最好的用了 徐悦一边说完 从旁边的一处树干之后 便是又走出了一名独眼男子 就是用在他身上吗 与智波止水满脸的平静之色 本来他就被徐悦别天神影响 再加上徐悦就下了与智波一族的一些用 此时不管是哪一方面 都会听从于徐悦的建议 是的 就拜托你了 我先把他捉住 徐悦看着那满脸戒备之色的汪兆明 也是轻笑了一声 捉住 活捉我 汪兆明听到他们两人的对话 眼底也闪过了一缕怒意 他承认对方很强 甚至自己都不是对手 但想要活捉自己 那你就来试试看啊 正面上我啊 一瞬间 汪兆明双目都化作了血红之色 原本比女子还要俊美的容颜 带出了一股说不出的药意 一股暴躁暴虐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而开 四周空气都一片扭曲 整个人背后都好似出现了一道血色组成的麒麟图腾 气息暴涨 就凭你们两个 想要活捉我可还远远不够 进入这种状态的汪兆明 似乎整个人的情绪都发生了巨变 失去了那种骨颈不波的平静与温雅 变得极度暴躁了起来 虽然不适合组队 但单人能力获得了巨大提升 两个 抱歉了 我只是说我一个 撒笑了一声 徐悦抬手就对着汪兆明压去 一股绝对的恐怖斥力 骤然爆发 那麒麟图腾 与四周的扭曲空气顷刻间便被驱散 催哭拉朽 汪兆明整个人也猝不及防的 被这股异常强大的斥力 直接冲飞 最后紧贴在了后方 那金刚封锁配合形成的逆向 AT立场之上 神罗天真 扑啊 骤然的冲击 以及背后那绝对拒绝的骤停 没有丝毫缓冲的压迫 让汪兆明都不由喷出了大口的鲜血 鲜血飞溅的慢镜头中 看着对方一只化作诡异漩涡一般的眼睛 残留着血红之色的眼中 也满是难以置信 怎么会这么强 这和昨晚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好不好 还有这种能力 昨晚也完全没有使用 它到底是什么目的 为的又是什么 完全无法理解 这念头还没完 几道飙射而至的黑棒 便已经将它的四肢贯穿 与此同时 伴随着直朝它胸腹而来的第五枚黑棒 下一刻就化作了对方的身影 抬手就按住了自己的胸口 一阵阵诡异的蝌蚪纹路 瞬间四散蔓延 封印 下一刻 汪兆明就失去了对体内力量的全部掌控 整个人也都昏昏沉沉了起来 耳边只是隐约听到了那无所谓的声音 好了 捕捉完成 看你的了 第零二三八章 支配 一股怨灵一般的黑色力量 不断地从昏迷的汪兆明体内向外冒出 但却又似乎被束缚在那身体之上 满脸争鸣扭曲 但却又无法挣脱 而徐悦也完成了一道封印术的准备 封写法 以如今徐悦的封印术造诣 等到完全将那股怨灵封印之后 都不由额头上浮现了密集的汉字 则真麻烦 竟然还有这一处 人偶操控世宿亲王吗 将那邪灵封印之后 虽然只算得上是间接隔空交手 徐悦也感受到了那位清廷王爷的强大 捕获一只汪 当开始让雨智波止水用别天神控制 让汪照明听从自己的建议后 这一股怨灵便开始出现搞事了 本来还以为是汪照明魔化后的心魔之类的 但后来发现似乎是受到了其他大佬的影响 之后才有了这一次的封印 免得对别天神进行干扰 直到自己完成了封印之后 别天神才是完成了权限上的覆盖 看来对轮回者使用 还需要考虑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 别天神是否有其他解除的手段 却也尚未可知 同样需要慎重 嗯 这是一种什么能力 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捋了捋耳边的发烧 汪照明那俊美的容颜之上浮现出了一缕疑惑 他感觉自己没问题 但却还是感觉到了哪里有些不对劲 好可怕的力量 竟然能够在对我性格不造成影响的情况下 改变我的潜意识 汪照明眼底逐渐浮现出了一缕震惊之色 控制他人的手法轮回空间有不少 但能够做到眼前这种程度 在他看来却是太过难得了 好了 这种变化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去研究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接下来的问题了 徐悦打断了这家伙的话 宝贵的机会用在他身上 可不是为了听这些的 目前 火影世界 大多数都按照自己的预计路线再走 要用别天神控制的话 班和掌门有轮回眼搞不了 也就带土作用最大了 大蛇丸虽然也有价值 但最重要的会土转生 已经完成了一半任务 没有意外的话 下一次也能到手了 如果没有汪兆明 倒也可以用在他身上 但显然 相比于只能在一个任务里 起作用的帮手来说 哪怕汪兆明这里可能有点隐患 也是更加优秀的选择 就算控制了蛇书 他的数学习也得花钱的 随后 徐悦却也开始从汪兆明嘴里 了解到了骑蟹员和那个武藤 接下来准备做的事 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 邀请了两名外军团的外援 结果夺取四沟玉失败了 这损失似似乎也只能 从其他地方补救一下了 三名影集大佬 进入到了眼前这时间线的机会 可是相当难得 所以手中拥有着最多情报的武藤 便是邀请了两人去进行另外一个高难度任务 而有点意思的是 他们想要去的地方是土之国 那边的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手中的情报 也是从日国买过去的 但他们还是留了一手 这一次过去就是准备摘桃子 听到他们几人的目标 也再次让徐悦感叹了这群家伙的崎岖路线 他们竟然试探着准备刷出陈顿 利用黑土 黄土 赤土 狄达拉 老子与大野木之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刷出了一个繁琐而漫长的系列任务 逐步提升好感度 到达最后在支付足够的剧情点 就拥有获得陈顿的几率 嗯 是几率 似乎系列任务的奖励是空间直接给予的 陈顿是最稀有最优秀的奖励 不过那个系列任务完成其他的抽取 也都算得上是血迹卷轴就是 迪达拉的爆炸艺术都可能获得 而日国流的一手信息就是 这个系列任务在做到四伟人助力叛逃之时 通过与四伟人助力老子的战斗 是有机会中途截胡奖励的 只是需要付出的剧情点会昂贵许多 但即便如此也是完全值得的 很好 这倒是能省掉我不少的麻烦呢 你就直接先顺着他们的意思去好了 得到了这种消息后 徐悦脸上也不由露出了一缕笑容 明白了 与此同时被徐悦留在商队作为顶替的木分身 也随同商队租用的海船 一起抵达了水之国与火之国之间的三五海域 水之国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人者进入的 根据护送协议 我们就只能送到这了 阿斯玛咬着他的卷烟 对徐悦他们带着些许歉意地说道 哈哈 不要担心 看见我的保镖没有 他就是水之国的哦 他会去叫人过来的 徐悦指着旁边翻了翻白眼的赵美名小姐姐 很是得意地说道 需要我们再等待片刻等他去叫人吗 阿斯玛还算是老好人性格 本来他的任务到现在也结束了 但觉得让别人剩下唯一的保镖去叫人 似乎是会流出防御空白气 没关系的 这附近风平浪静的 他叫人的速度很快的了 水之国的人者不太友好 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徐悦一脸的不以为意 如此 那我们也就告辞了 一边说完 阿斯玛便是带队一行护卫的几人直接下船 一同朝着来的方向踏水而去 你应该让他们先等一等的 不然我离开的时候会有段防御真空期 算了 我留下一具水分身应该也差不多 赵美名冷冰冰的说道 一边说着便是一边准备结印 不过被徐悦打断的说道 不要分身什么的 万一失控怎么办 你本人又不在 谁能降服他 太可怕了 对于徐悦这种超级外行的话 赵美名也是感觉有点猛逼 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但要从最基本的原理来解释的话 感觉又太费劲了 不过随后也觉得无所谓了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别动 我已经留意过四周不会有问题了 大概一刻钟的时间就好 直接少站里叫两个人去通知一下就可以了 赵美名也就是职业素养的说了一句 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他又不是回村子叫人 去前面少站安排个人回去报信 自己回来继续护卫就可以了 轮保护力量 他一个人实力是足够强大了 但那护送可并不单单看实力强弱 物太多 只有一个人的话一路上会麻烦不断的 自己可只答应与高保护他一人 好在选择现在这里交接 也是都确认了附近的安全性的 只离开一刻钟时间绰绰有余了 一边说着他便是一边同样跃下了船弦 朝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岸边奔去 待到赵美名化作了小点消失在了远处之后 一枚浮现在甲板上的绿油油眼珠 也顺着那消失的身影转动了一圈 随后船舱最底层的凌乱空间当中 四名天主圣徒之一的一位也睁开了眼睛 满脸的振奋之色 一边也将自己既能收集到的所见所闻 全都说了出来 走了他们都已经走了 在商队里一直都处于社会最底层 早就憋得快爆炸的四人 却也发出了张狂的笑容 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走了终于都走了呀 一路上的礼物我们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的 时间上已经足够了 浑身屎尿味的四人 此时脸上全是鬼畜的癫狂之色 而所处位置比他们高了一层的劳工团的人 听到了下方的笑声后也是按道不好 同时一名比较机灵 安排在甲板上工作的劳工 也是满脸惊慌之色的跑了下来 向他们说明了此时甲板上的现状 上面商会老板与忍者的交接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的让他们完全都猝不及防就已经交接完成 终究他们只是搬运的劳工而已 完全无法揣测那商会会长的想法 竟然一瞬间船上所有的高层站立就都离开了 这也让劳工团的作为临时领袖的方金中年老靴 不由脸色一阵难看 本以为会回去后再报复的 没想到他们在任务空间就已经忍不住了吗 如果回到现实当中 因为出手的惩罚与代价 纯粹因为面子上的事 针对自己等人完全是得不偿失 他有把握以自己一人的性命来保全劳工团的其他人 毕竟轮回者都是利益至少 可现在那本来一向小心翼翼的商会会长 竟然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 现在这是完全不准备放过一人的样子 所有人集合 全部都过来 到了这种时候 作为劳工团临时首领的老靴 也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和断绝 将所有人都集中叫了起来 拦在了最底层船舱上来的出口处 满脸戒备之色的看着那四个缓缓走上来 犹如从深渊中爬出恶鬼一般的人影 呵呵 看来你们似乎是准备反抗一下 满脸菜色的一名鹤发男子 猙獰的看着这群劳工 看来你们还并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啊 大型军团的成员和你们这种杂鱼 哪怕处于同一任务阶段 甚至低于你们的任务阶段 要解决你们也是翻手即可 四名天主圣徒的人已经完全是肆无忌惮了起来 在援军回来之前已经足够他们将这里杀个对穿了 各位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 能回到现实的话还有机会和他们好好谈谈 但现在只能靠自己的拳头了 面对对方那毫不掩饰的杀意 劳工团的人也明白了势不可为 被逼到绝境也只有拼一把了 哦 倒是还剩下那么一点血性 本来还以为得特地再花时间培养一下的 不过就在此时 上层船舱的楼梯口 却是缓缓向下走下了一道人影 却正是这不靠谱的商会会长 第0239章 收编 徐悦的出现 让现场所有人都有点猝不及防和有些茫然 不过这却并不妨碍那四名天主圣徒的仇恨值 哈哈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蠢货 自己将所有人都支开 你这是自寻死路 一路上的所赐 这次就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吧 见到那四个还分不清形式满脸争鸣叫嚣的家伙 徐悦也不由叹了口气 果然只是正是轮回者 相比于你们的前辈们来说眼力却是太低了 明明都能看到我将人支开 不会是真的想的是我心大吧 徐悦的笑容依然还是那样的温文尔雅 但说出的话语 却是让那四个满脸猙獰的家伙 从开始的猙獰变得有些茫然 而后又出现了一片震惊 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 你 你是轮回者 不可能 不可能这样的 你 你 虽然开始的确是被仇恨压坏了脑袋 但徐悦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之后 他们那机械的脑袋还是能够稍微转点弯的 如果对方是轮回者的话 能够雇佣到木叶上人的轮回者 在这个任务空间获得了如此地位的轮回者 怎么可能是他们四名正是轮回者 能够抗衡的存在 另外一边的劳工们 此时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惊诧了起来 这 这一位一路雇佣自己等人过来的吝啬老板 竟然会是轮回者 如果真的是轮回者的话 那从最开始 见面到现在 他的确是都对自己等人算得上照顾有加了 本以为就是一位有个性的吝啬老板不经意做出的事 现在看来原来是真的对自己等人的照顾吗 没什么不可能的 现实不摆在这里吗 现在我需要留下一个帮忙传递消息的人 所以你们四个人之间可以选择一个活下来 徐悦的笑容依然还是那么的温暖人心 但说出的话 却是让四人感受到了那来自心底的冰寒 怕什么 他可能就赚钱厉害而已 真的厉害 怎么可能不参与那天晚上的历史剧情 横竖都是一死 大家一起上 那名和劳工团打过交道 当初最先开口的家伙 此时也是满脸的不愤之色 随后全身便绽放出了一股红色的蒸汽 另外三人也都全都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能力 狭小的船舱当中一片进气肆虐 让劳工团的人都不有一阵战力不稳 满脸亥然 这就是大型军团出来的人吗 果然名不虚传 啪哒 唯一一名冲上前的天主圣徒被平滑的一分为二 身体直接分成了两节 腰斩一般的落在了地上 上半身都还在发出凄厉的惨叫 不断地挣扎 伸手想要将露出的内脏都塞回去 你们骗我 你们这群混蛋 但即便轮回者的生命力要强大不少 挣扎了一阵后 他就也很快失去了动力 动作越来越小了起来 徐悦看着另外三个卯足了劲制造各种声势 但却是不动手的家伙 也不由哑然地笑了笑 到时都有点小聪明 包括那最先开口鼓动的家伙在内 剩下的三人互相对视 都隐约有点尴尬 特末的怎么他们两个没上啊 可大人 现在是三选一了 不如说说您的要求 我们也好争取一下 还是最先开口的那一位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要求 帮我带句话回去就是了 以后劳工团就是我们企鹅商会的人了 谁再动他们 就考虑考虑美人鱼和罗斯柴尔德的下场 嗯 再替我向戴高乐问个好就是 徐悦的话语都是轻描淡写 但听到那几人耳里 却是越来越恐惧 他难道就是那个企鹅商会过来 单枪匹马 血洗了整个美人鱼的大佬 而且 后面是什么意思 难道戴高乐大人 他们都是栽在了这一位的手上 戴高乐的重生有两种情况 一种会是不记得自己怎么死的了 这让他明白是企鹅商会干的没有丝毫问题 形成足够威慑就行 另外一种就是记得自己的死法 而记得的话 毫无疑问 本来就能明白 那个拥有原力感知的木叶暗部是轮回者 同样也是给予他一种警告 左右都能满足徐悦的目的 只是在那几人耳里 还有一点有些疑惑的就是 罗 罗斯柴尔德的人又怎么了 好像并没听说过什么风声吧 其中一人小心翼翼的问道 想要最全面的了解到对方的目的 好让对方最后选择自己 哦 现在的确也没啥风声 不过这个剧情过掉之后就说不定了 徐悦一脸无所谓 而后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两半躯体 继续轻描淡写的说道 另外也不用挑了 人已经选好了 就递上这个吧 随后 一根跟黑色血管一样的丝线 便是将地上的两节身体 重新缝合了起来 地上的内脏和一些脏乱的杂物 也被一股脑的装入了进去 伴随着一根血管捅入了对方的心脏之后 那被缝合的人影却是再次活了过来 发出了痛苦的尖叫之声 啊 猙獰的缝合伤口 让他整个人看上去都面目可憎 整个人都还似乎显得有些茫然 看得后面三人以及劳工团的所有人都一阵背脊发寒 随后依然还是最先开口的那人疯狂地补救道 等等 大人 我们手上有情报 不用了 情报我自己拿就好 眼中的万花筒符号闪烁 扫了三人一眼 下一刻三人便是同时脑袋爆炸 建设出了一地红白之物 哦 还触发了保密协议 倒是还真有几个情报呢 眼睛恢复正常之后 徐悦也有些意外 不过阅读问道关键信息处 既然触发了保密协议 那哪怕他们三人想要自己交代 也同样会触发他们所签订的保密协议 并没什么区别 但这其中依然透露出来的信息是 他们天主圣徒应该在准备搞什么大动作才是 否则不会连正式轮回者都动员了起来 还逼着签订这种最苛刻的协议 不过无所谓了 再怎么 也不可能是眼前这个任务空间了 戴高乐都撸回城了 你们还拿什么玩耍 对于劳工队的收编工作 进行的异常的顺利 顺利的让徐悦都有点猝不及防 预留的时间一半都没用到 法国劳工们如今的处境 的确是已经太尴尬了 在一战时期 因为他们起到的作用到时都还好 起码只是要让他们做苦力而已 不会无故为难他们 但现在先后的遭遇 其实也能看得出 在劳工团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之后 随便谁都能按着他们欺压 被压迫了这么久 现在有一丝丝希望能够变成正常人 这毫无疑问 足够他们投入自己的全部 奉献自己的全部 都还没等到徐悦提出合约的要求 他们就主动签订了最为苛刻的保密条约 一旦有丝毫泄露情报的风险 就会自动触发空间的抹杀机制 甚至比那三个爆掉了脑袋的家伙 签订契约还要苛刻 那三人 在不询问到关键点的时候 都并不会触发契约的强制措施 徐悦通过一些旁敲侧机 也多少能够知道一点方向 最起码知道他们有一个特殊行动 但这群被压制得太惨了的劳工们 为了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竟然都是主动签订了那种 一旦自己被催眠 一旦出现泄露情报风险 就会触发强制措施的条约 苛刻程度比徐悦最开始的打算 都还要重得多 这放在当前的华夏国内 找其他华人 都是相当难以签到这种条约 各大军团恐怕也只有少数的死士队伍 才能做到这一点 普通的轮回者 也是无法接受这种约束的 由此 倒也能够看出这一群劳工 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以及对未来的期盼 还有着那一份对生命的麻木 既然你们都相信我 那我自然也不会辜负你们 第0240章 和谐的村子 眼前在这任务空间 仅仅只是劳工团的部分成员 但老靴拍着胸脯的保证了 足够将整个法国劳工团的轮回者们 都集中起来 一战时 法国有14万的劳工参与 因为平日的待遇 那对未来的麻木与无助 劳工当中 轮回者的出现概率高达四分之一 而且随着轮回者的高速度淘汰死亡 非轮回者的劳工转化速度也越来越快 几乎达到了一个持平数 这样的代价就是 如今的劳工数仅仅只剩下四万 其中的轮回者高达万人之多 轮规模远远超过了美人鱼那样的中型军团 但就战力而言 却是完全垫底的 新人晋级任务淘汰 就起码得减原三分之二 然后无限卡正式轮回者极限无尽轮回 极少数才能达到滋身轮回者 平日里经常接受一些脏活累活的任务 徐悦这次与制波灭族事件当中 得到了72颗单勾域血轮眼 二勾域和三勾域的数目也完全足够进行匹配 只要将强化费用支付上去 就足够成批量地形成三勾域血轮眼大军 三勾域血轮眼拥有的洞察能力与幻术加成能力 其实已经能够对轮回者产生相当大的帮助了 只是可惜强化到二勾域就要B级 强化到三勾域需要A级的剧情点 这对于这群劳工来说缺口还很大 徐悦找到他们送血轮眼是可以 但要他负担起所有的强化剧情点 那还是算了 自己的A级都还不够用的 至于进化到二勾域的费用 就看这一次计划给不给力了 想办法带你们刷一刷 也就只带你们这一次 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那个留下来重新缝合好回去报信的 徐悦也是准备塞了一个见面礼给他们 赵美鸣回来的速度 比预计当中要慢了许多 带了两名误隐忍者回来后 整个人都显得很是凝重 还恶狠狠地瞪了徐悦一眼 让徐悦感觉到有点莫名其妙 和自己有关的事 宇高还是竹取一族啊 算算时间 竹取一族的确也应该快叛乱了 这次过来进货的时候 顺便介入一下看看 能不能把尸骨麦弄到手 单纯的尸骨麦 对徐悦其实用处并不大 不过它拥有着大成的仙人体 还拥有轮回眼 如今在长生诀的协助下 七种查克拉完全都在自身掌控之内 如果拥有尸骨麦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把贡沙骨灰 这玩意儿弄出来 不过随后了解到的消息 徐悦还是发现了自己的推断 似乎是有点歪了 此时的竹取一族 的确是表现出了对村子的不服 但依然还是和以前 忍族与雾隐村之间的角力状态 与智波一族灭族惨案的事件 还没完全发酵起来 赵美名小姐姐邓 自己的原因是 六伟仁助力宇高叛逃了 从赵美名接受宇高委托 代替他就可以看出 他们两人的关系 其实还算不错的 毕竟都是为了村子 都算得上是中立派 可这一次 宇高却是被逼到叛变了 场面气氛有些尴尬 宇高迟早都会叛出村子的了 其实这不是我的锅 都是带徒 都是带徒控制了四代水影 弄得乱七八糟的关系 都是带土的错 这也导致了一路上赵美名 都不再和徐悦聊天了 不过两人的好感度 并没有降低 所以应该也就是生闷气而已 并不是真的责怪徐悦 村子的情况 赵美名可比徐悦清楚得多 但徐悦也是从回去的路上 感受到了他心底 似乎是做出了什么决定 火之国算是最为平稳 最为富饶的国度 即便是贩卖到水之国 东西的价格也不会太高 因为跑短途的人数不算少 但奈何徐悦的货物总价值 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只是两成的利润 都已经大的惊人 徐悦第一次抵达水之国时 身价就已经相当不错 全部的身价将东西卖到风之国 瞬间翻了数倍 风之国的东西卖到了火之国 又再次增加了五成 现在哪怕仅仅只是两成的利润 甚至都超过了他当初第一次过来的总身价 每一次都将全部身价压在货上的赌徒心里 成功了会所嫩魔 失败了下海干活 赌徒千千万万 总也有这么两个成功案例 被他人捧做经典和偶像 视以为目标 而现在的徐悦毫无疑问 就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了 这次一进城 就遭受了整个乌尹村全村上下的追捧 不管是忍族还是村子 全都冒了过来 甚至连带的 原本村子和忍族之间 剑拔弩张的严肃气氛都冲淡了很多 大金主在这里还打打杀杀 万一下跑了怎么办 要打等人走了之后再打 但显然 这就有点不符合徐悦的目标了 我过来就是要你们打的呀 可别让我白跑一趟 在这里的好像是法国排名第六的时代力量 他们就是准备刷尸骨卖来着 上一次就是从那个有斩首大刀的家伙嘴里 徐悦这边在村里刚刚想到斩首大刀的事 让他有点无语的事竟然又看到了这玩意 这东西不是被自己打落到海里了吗 因为一般模式也没有掉落家成 徐悦也懒得去海里捞了 九成九是白板才是 可是这玩意儿怎么被别人捞上来了 还落在了再不斩这家伙手里 是空间的引导还是纯粹的运气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吧 而这一次再不斩竟然也是代表村子过来找自己的 这家伙上次才齐习过自己吧 忍者还真没有所谓的立场的 明大人 岳大人 在不斩来到之后 恭敬地对照美名和徐悦行礼问候 完全看不出这没有美貌的家伙 号称鬼人的凶相 让徐悦看着不由若有所思 再不斩就是因为参与叛乱而成为叛人的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叛乱应该是失败的 从他对照美名的态度上来说 叛乱肯定不是针对照美名 依然还是针对四代水影才是 赵美名应该是之后才上位的 同时根据剧情走向 如果是正常进度的话 近期小的人也有对物影的行动 原本是又和琵琶石藏参与 某次对水之国大人物的暗杀任务 然后被四代水影堵住了 琵琶石藏被三维尾兽欲轰死 斩首大刀那时候才重新归还的 也正是那一次行动 四代水影被诱来了一发天照重创 同时又也发现了水影身上的万花筒铜力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再不斩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发动叛乱被镇压才是 同时期还发生了逐取一族的叛乱 恐怕在这之后 赵美名才是完全对村子 失去了期盼和想法 趁着前面村子与水影 都元气大伤的时候 发动了她自己的政变 不过现在 琵琶石藏好像是被自己弄死了来着 而且眼前的物影村 也因为自己这狗大户的出现 而突然和谐了下来 画风好像不太对 另外一边 海边的一处阴暗溶洞当中 得到了消息的 一位黑袍枯瘦人影 都冒之下的幽蓝色火焰 也闪烁着一阵愤怒 一事都准备就绪了 哪里来的该死伤人坏我好事 你们几个想办法 把这家伙了结了 然后互相嫁祸给对方身上 把矛盾重新挑起来 话音落下 那半柜在他四周的武道人影遍 都发出了恭敬的声音 是 哼 不要说的好听 我只看结果 别学灵那个废物 第0241章 迷之暗杀 本来说带着他们一起刷任务的 现在看来好像是太乐观了一点 左右忍族和村子都围着自己转悠 许悦试探性的进行了些许言语上的对比挑唆 但两边却都没有接招的意思 看来自己在他们眼里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 八成把自己的挑唆当作是自己为了压价的筹码了 两边似乎都串通好了要保持一个统一价格 好宰杀自己这狗大户 看来初始设定这种模板有好处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坏处啊 难道要自己亲自动手 把原本的嘴上挑唆变成手上挑唆 算一算 本体应该也要回来了吧 要不戴着瞄脸面具一边录一发的爆天星什么的 而就在许悦想到这里的时候 耳朵微微一动 却是听到了一些别样的声音 有人来了 上任级别的高手五个 保护自己的雾引暗部被干掉了 手笔不小啊 哗啦 窗户被破开 一道人影直接扑入房内 还未落地便有数枚手里剑 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直接朝着徐悦的方向轰来 被徐悦侧了个头 擦着旁边的发烧 直接轰入了背后的墙壁当中 一穿而透 本来甩完手里剑 就潇洒转身离开 并没准备回头看的那道人影 听到了声音不太对劲后 才是停下了已经迈上窗口的脚 侧头看了一眼 失手了 不是吧 真借丢人 果然不熟悉的兵器用起来不顺手啊 还好另外几个没过来 不然要被笑死了 看来下次得强化强化投掷术了 一边想着一边衣袖 再次划下一枚手里剑 朝着前方甩去 而这一次 徐悦却并没有躲避 激设而至的手里剑 打到他额头之前 便犹如触碰到了什么臂杖一般 直接凭空定格 卧槽 直到此时 那道人影 才是眼瞳一阵放大 不好 可心头的念头都还未闪现完 那盯着对方的目光 就完全无法再一开了 对方的眼睛 好似一块磁石一样 一直吸引着自己的眼神 随后就看到一片星红无限放大 怎么还没出来 不好 有问题 外面其他四人悄无声息的 将乌尹派来保护徐悦的护卫 全部搞定之后 仅仅是停顿了片刻便是感觉不对 对付一位手无腹肌之力的商人 讲究效率的一击必杀的话 几乎进去就能立刻用手里剑将目标解决 可现在自己的那位队友进去 已经超过一分钟了 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也看到了对方眼底的凝重之色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很可能是乌尹有派出自己等人 收集情报之外的高强护卫 但现在已经溅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和我们几人之力 就算碰到影集大佬也有机会逃跑 一起进去 其中一人带头之下 便是同时钻入了那房间之内 进入之后 便是看到了目标人物 真笑眯眯地坐在主座的椅子上 而一位戴着瞄脸面具 手臂上还戴着 被划上一痕木叶护额的人影 正蹲在不知生死的那位同伴身体旁边 伸手检查着什么 果然有护卫 木叶判人 哼 商人就是喜欢贪这种小便宜 运气可真好 竟然没被判人宰掉 四人见到了里面的场景后 却是反过来松了口气 他们最担心的 是乌尹这边排出了守护的忍者 如果那名忍者实力强大的话 哪怕他们四人能赢 对方只要动静大一点 就会出现源源不断的援军 毕竟这里可是在乌尹村之内 但既然出手的是一名木叶的判人 那对方也同样会与自己等人一样的心思 准备悄无声息地解决战斗 既然如此 四对一还有什么好怕的 虽然四人并不全都是忍者的职业 但单纯论实力级别来说 四人都已经站在了忍界的顶端 是能够参加上忍一会的上忍级别强者 可他们这边松口气的同时 另外一边的徐悦本体 却对他们丝毫都没有理会 刚刚好赶回来的本体 本来都是准备和木分身换回来的 但在发现了眼前的情况后 却是发现 暂时不换回来似乎也还不错 最好是能够直接重新把冲突点燃起来 可以好生运作一下啊 应该就只有这几个家伙了吧 做你的保镖啊 这身份还真感觉怪怪的 完全无视了那四人 面具之下也不知道是什么表情 好像我们是被小看了呢 一名身穿黑色短褂显得很是惊悍 带着胡纸看上去很是干练的小胡子 带着些许阴冷的笑了笑 这些忍者有点实力 就总会有这种迷之自信 另外一位手持骑士枪的人影 也是同样回应了一句 其他两人虽然没再说话 但表情上也都差不多 而徐悦在检查完地上昏迷的那家伙后 也抬头看向了四人 嘴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吗 是合机技巧吗 面具之下的眼部位置 化作了三沟玉形态 徐悦对这一群嘴上一直嘲讽 但却在拖延时间 准备些什么的家伙也感到了些许兴趣 一种很独特的能力 似乎并不是他们四人的力量 是借助某一种媒介形成的融合合力 哼你知道的已经太迟了 对方能够悄无声息地解决一名队友 他们再怎么自大也绝不可能小看对方 开始说那些也就是为了让对方麻痹大意 诅咒祭祀大人的祭礼之阵 岂是忍者能够看穿的 一瞬间 四人所站的脚底 就出现了一道复杂的法术纹路 漆黑一片不断扩散 将整个房间就覆盖了进去 无数的鬼手都从那漆黑法阵中向上伸出 好像想要抓住什么一般 犹如形成了一道王者领域 而在阵地内的他们四人 每个人身上却都有那些王魂 拼凑出了一副诡异的铠甲 好似通过这王魂铠甲 通过地上的黑暗阵地 他们四个人的力量都融为一体 融会贯通了一般 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发挥出四人合力 所以请安心地去死吧 四人同时发动攻击 的确犹如他们所说的一般 每个人的气息好似都暴涨了四倍 贯穿的骑士长枪 厚重的胡纸拳套 精巧的黑色双笔 优雅的夕阳常见 每一种兵器都有着自身的特色 但却又好似融入了其他兵器的特性 在这古怪的阵地之下 四名精锐轮回者互相配合 就算是寻常隐级强者也会吃点苦头 然而即便如此 他们四人那凶神恶煞的攻击 却是同时中途一转 竟是直朝主位上的徐悦目分身而去 哼 我们的目标 仅仅就是这个吝啬商人而已 为什么要和护卫硬刚 好好喝我们的洗脚水吧 作为精锐轮回者 他们都拥有着一套 自身完成任务的经验和手段 一切利益为先 绝不意气用事 而突然被激活有着商人身份的木分身 也是满脸无辜的表情 说好了打本体的呢 自己的查克拉 可是不能恢复的呀 算了 让本体再重新造一个吧 正好交换记忆 不过既然选择交换记忆了 那现在体内剩下的查克拉 还是用掉为好 碰碰碰碰 四道连续的撞击 夹杂不可一世气息的四道人影 就好似四肢铺上透明窗户的喵咪一般 直接贴在了前方 那不断闪烁的无形臂障之上 摆出了各种猎奇姿势 第0242章 修正 这就是你们的护卫 如果不是我留了个心眼 自己请了一名实力强大的保镖 这次就交代在这儿了 你们是不是故意这样 然后想要贪了我的钱 许悦满脸激愤 飞沫似箭的进入了奇怪的状态模式 一连你们肯定要害我的表情 将前面几名过来解释的雾银忍者 喷得个狗血淋头 可偏偏的徐悦这么说 那几人的脸色却越是大变 拼命的不断安抚 对于正规忍村来说 口碑和信誉才是真正的命根子 只要有口碑 才能有源源不断的任务 这才是下金蛋的母鸡 就犹如木叶崩溃计划之后 木叶咬着牙 各路上忍家搬家点 都得完命地接受所有委托一样 截杀反是雇主什么的 那是判人做的事 连一些小忍村都不会做 可偏偏的 这一次被对方抓到了画柄 他们还真没办法反驳 在物影村范围之内出现的暗杀 物影村竟然失查了 再怎么解释责任主体 都在物影村身上 这还是已经开始 有了相当名气的大商人了 特别对方还斤斤计较的吝啬 更是要好好对待 最关键的是 既然有某个势力 能够在物影村内 做出如此大手笔的动作 五名能够将护卫的物影暗部 都解决掉的刺客 这绝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办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 相对的对方 请了一名保镖什么的 就完全算不上事了 甚至他们还需要感谢 这一位实力高强的保镖 如果不是他力挽狂澜 那麻烦还真是大了 放心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给你一个交代 赵美明阴沉着脸 对徐悦说道 本来来到村子 他的保护任务就结束了 刚刚说想要调和一下 村内的紧张气氛的 结果前脚刚走 后脚大老板就被别人刺杀了 这可真是打脸啊 不过也不知道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 又勾搭上了一位强力保镖 能够解决这五名敌人 实力很可能不在自己之下 换做其他人的话 他肯定还会对这保镖的身份 和目的产生怀疑从而调查 但发生在这个吝啬的家伙身上 倒是也觉得没什么了 他的身价的确有这个资格 邀请到如此高手 而且也正因为 发生了这种刺杀的事件 物影也并不好再追查 对方保镖的真正身份了 就像赵美明自己护送着 去杀瘾和木叶一样 只要不是抢商队 护送任务这种活 私人保镖什么的 也是完全允许的 放心 作为我们失误的报答 一定会给予你足够的补偿的 而我也会亲自带队调查此事 给你一个交代 赵美明好说歹说 将徐悦安抚下来了后 也给予了郑重的承诺 听到有好处 徐悦的脸色也是缓和了下来 这还差不多 你们的四代木呢 到哪里去了 这么大事也不见亲自露面 四代木大人前往水之国大明府 有工干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到时候肯定会亲自登门拜访 赵美明直接代替了四代水影 做出了决定 而如今的徐悦地位 在遭受到了这种事后 也有资格获得水影的亲自道歉 哦 这样啊 那算了 记得快点茶 把那群人都揪出来 不要让我提心吊胆的担心安全 得到了想要的消息后 徐悦也不再坚持 顺应着就又回到了屋内 等待着采购的消息 按照正常剧情走向 四代水影前往了大明府 应该就是想 接到了某位水之国高层的继承权任务 出手搞事了 然后和四代水影撞上 这件事 还是得稍微的参与干扰一下才行 又被珊瑚掌封住了行动 全靠琵琶石葬挡了一下尾兽玉的 现在琵琶石葬被自己弄死了 可别出现什么误差 遇到麻烦的家伙了 一副鲨鱼脸 背着一把被绷带所包裹巨刀的鬼胶 随同又一同在林间穿梭 似乎也是感应到了那一道 让他忌惮与不祥的气息尾随 焦机也感受到了那熟悉的庞大查克拉 而蠢蠢欲动 琵琶石葬消失后 鬼胶算是提前进入了小的序列 而又依然还是那样冷淡的表情 似乎万事都不以为意一般 任务已经完成了 尽可能甩掉对方吧 好吧 水盾 雾影之术 伴随着鬼胶的结印 浓郁的雾气开始弥漫在了树林之中 哪怕附近没有水源 也凭借他那庞大的查克拉 形成了异常浓郁的大雾 风盾 台风一过 然而下一刻 一股笼罩了整片森林 比鬼胶查克拉 还要更加浓郁的波动出现 犹如台风过境一般 整片浓雾 竟然全部都被驱散 随后 一道可以称得上娇小的身影 便落在了两人之前 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四代水影勾举史仓 同时 还是林之后的三伟人助力 紧随其后的 还有戴着物影面具的几道人 隐落在了四周 形成了夹击之事 这不是四代水影阁下吗 真是许久不见 鬼胶看着前方那娇小可爱的男孩子 咧嘴露出了尖尖的鲨鱼牙齿 从态度上看 似乎并不是根据原本剧情代图 不过 控制着四代水影 将她拉入小的 看到四代水影 有的只是忌惮与战役 并不知道四代的具体情况 没想到你还会再次出现在这个国家 鬼胶 这一次 你可跑不了了 史仓的小脸上满是冷酷之色 虽然看上去是个小孩子 其实已经是合法正态了 跑 不 我觉得应该没这个必要 伸手握住了背后的胶肌 鬼胶似乎丝毫不惧 旁边的幼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让好不容易赶上抵达了附近 观察的徐悦也不由有些许意外 鬼胶进入小的时间早了点 这个时间段 有鬼胶和幼两人配合的话 四代水影要翻车的呀 这是 琵琶石葬的斩首大刀 对付三伟人助力 并没有什么帮助作用 反倒是被伪兽玉剂断导致了死亡 但胶肌却是截然相反 七人刀中 这算得上是最为克制尾兽的武器了 鬼胶本身的实力也要比琵琶石藏墙上一筹 他可是单路过四伟人助力的 更别谈旁边还有个右 虽然看上去四代水影这边 还有几名暗部人数占据优势 但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副扑街像 按照原剧情最后 他都被天照重伤了 这次怎么感觉要变当的节奏了 而且看对话和精神面貌来说 现在四代应该是处于自己抑制控制的状态 戴图恐怕也只有要行动和利用的时候才会控制住他 终究是一村之影了 但就是这样 也说明了戴图不在附近 是没办法出面阻止的 好吧 本来是过来照应一下右的 现在看来果然还是要照顾一下 这正太水影了 重伤就好 可别死了 第0243章 更正 既是影又是人助力 四代水影很强 最起码在徐悦眼里 比当初三战时 凌威受命的四代封影要强上一些 尾兽化与自身的能力互相配合 加上出色的战斗意识 都能担当的齐影的称号 然而 他所面对的对手 却是鬼娇和幼 每一个人某种程度上 都有对他的克制作用 现在撞到一起了 那真是被360度花式吊打 最后依然还是右的一记天照收尾 连带尾兽羽衣都被完全焚烧 如果不是尾兽羽衣的特殊性 他本人恐怕也要被完全焚成灰烬 但即便如此 也是全身重度烧伤地倒在了地上 而右也在使用天照的时候 察觉到了对方身上 那隐藏的万花筒同力 如今 这世上只有三个人 拥有这一份力量 到底是谁干的 一村之影 竟然是活在别人的控制之下 这也隐藏得太深了 哦 厉害了呀 连水影都不是你的对手呢 鬼娇用娇姬蹭了蹭四代水影 看着那严重烧伤的身体脸上的表情 也带上了一丝丝惊讶 一个数就解决了一位影真是可怕 这活好厉害 还好当初和自己见面切磋的时候没用 既然这样 那干脆就宰了他吧 这家伙可是把村子搞得乌烟瘴气的 一边说着 鬼娇就再次抬起了手中的娇姬 做出了劈砍之姿 而正在想着什么的诱也并没有阻止 但下一刻 锦眉苦无的出现 便是让鬼娇原本的劈砍变成了防御的格挡 叮叮 苦无落下 下一刻一名喵脸面具的人影便是抵达了现场 落在了四代水影身前 都已经烧成这样了 还不放过啊 人家还是个孩子 侧头看了下昏迷过去的史仓徐悦 一副随意的样子 哦 竟然还有一个 今天倒是 被徐悦几枚苦无逼退 鬼娇也感觉到了有些丢人 特别是在右面前 自己必须要找回场子 下一刻就将娇姬抗在了肩上准备发力 但还没等到有所行动 便被右伸手按住了 你是想死在这儿吗 平静的声音从右的嘴里发出 让鬼娇不由微微一愣 这话怎么讲 你是说这个人 不是吧 对于右她是相当信服和认可的 竟然对这个面具男这么推崇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等到她看到那瞄脸面具 眼不未知露出的血轮眼时 才是想到了另外一位 被木叶通缉的判人 而又接下来的话 也完全印证了她的猜测 前辈怎么来到水之国了 四代水影是你的傀儡吗 这国可不能乱背 从时间上算起来 应该是班的手笔吧 徐悦轻笑了一声说道 现在史仓的确是被带途控制着 但当初临死后 史仓应该就要上位了 的确是很有可能 原本操控在班手上 然后和九尾一样被带途 继承了过去 当然 就算不是也无所谓了 徐悦只是没有点破带途的身份罢了 就目前来说 她顶着班的名声行事 才能更加容易地推进进度 而又心底也按到了一句果然 她相信徐悦不会在这种小事上欺骗自己 也没有骗的意义和必要 原来真的是她 木叶的黑色闪光 鬼娇的那男孩没说完 腹部就狠狠地被打了一拳 整个人都弯腰捂住 腹部好似虾米一样 攻起了身来 咳咳 一丝一毫都没看到对方的动作 晃了晃拳头的徐悦也好似没事人一样 拍了拍弯着 腰都还显得蛮高大的鬼娇背部 不说这个名字我们还能好好谈 好了 我在水之国有点事要做 四代受了这么重的伤 正好还有点用处 反正也活不久了 就这样吧 徐悦回头又看向了哟 回头我办完事 让班过来找我一下 答应他的事我也会履行的 又看着徐悦也若有所思 看来前辈也同样准备加入这个组织了 这倒是让自己的压力小了很多 不管是班还是首领佩恩 两个人都太过棘手了 就算是自己 在其中也是束手束脚 话我会带到的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本身接下的争夺继承权任务已经完成 又和鬼娇也没有再留下来的打算 而捂着肚子好不容易支起身来的鬼娇 再看向徐悦的眼神也变得有些畏缩了起来 刚刚只是用拳头 如果用忍术或者兵刃的话 那自己可能就交代在这里了 能够让又多主动敬佩的人果然很可怕 S级通缉令上的人也的确是分等级的 与此同时物影村边 依然还是那一处阴暗的溶洞当中 那枯瘦的黑袍人影眼眶的灵魂火焰跳动的很是暴躁 似乎是很愤怒一般 果然都是废物 竟然还让调查到我们头上了 而此时溶洞当中也围绕着了不少黑袍人影 全都看不清面容 半跪于地 祭祀大人 既然如此 那我们是否要提前行动 其中一道人影发出了询问 哼 我们要靠着竹取一族叛乱的时候才好动手 现在贸然攻击物影村的人族 会引起全村的反击 如此情况如何能够得手 那哭受人影历声说道 然而就在此时 洞窟之内却是传来了一声另类的声音 既然如此 那为何我们不合作一起逆转剧情 针对村子做些什么呢 是谁鬼鬼祟祟 那诅咒祭祀听到这骤然出现的声音 立刻就面露绿色 一瞬间整个溶洞之内鬼影重重 好似放出了无尽深渊的怨灵一般 只是过来寻求合作的老朋友而已 声音落下 随后日国剑客武藤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溶洞门口 武藤 分身术 看见到来着的容貌之后 很显然那诅咒祭祀也认识 而且还看穿了那并不是本体 身上似乎还做出了什么掩饰 不过也能够理解 这里是自己的大本营 本来武藤的能力也算不得多出色 没有完全安全的 把握本体是不敢出现的 你又是什么意思 情报也是你们出售过来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明了吗 不如我们一同反过来协助主曲一族来对付物影村 这里 我可还有着更加前沿的情报的 如果我们两家合力 并不是没有机会 武藤的脸上 此时也露出了一缕笑容 时代力量的人折在徐悦手上 已经有好几位精锐轮回者了 以精锐轮回者的地位而言 已经有很多足够有用的消息 最起码冒充武藤过来交涉 那是绰绰有余 普通变身术对于大佬一级别 很可能被看出什么 既然如此 徐悦便是利用更加容易看出 破绽的影分身配合变身术一同使用 影分身的使用也特地粗糙些许 让大佬能够察觉这不是本体 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去追究 分身上隐藏的东西了 而之所以顺藤摸瓜特地过来一趟 也是为那群劳工们的晋级费用操心操心了 本来大家一起完成主曲灭族 也无所谓了 但既然要人数多一点的搞到一些B级任务 那让你们破坏正常历史进度 我再带人更正 岂不更方便一些 第0244章 触发 果然是四代水影 时代力量仅剩在物影暗部的几名成员 主动探索了一个方向之后 也看到了那被就回昏迷的四代水影 虽然只是匆匆一瞥 被戒严的也很严密 但他们还是在进口令下达之前 利用忍者体系之外的通信手段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果然 那群日国的家伙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攻略进度 还是很靠前的 这一次 他们也的确有相当的诚意 竟然免费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消息 这样的话 联系其他忍族一同发力 再配合一些平日里 就对四代水影不满的上人 成功几率将会无限提高 从进入这次任务空间就一直归缩在了物影村 本身的实力与底蕴也足够 十代力量在布局的同时也着实刷了不少的人物关系 现在也是时候动用这一股力量的时刻了 而且完全可以为此再舍弃一些这段时间获取的好处与奖励来打动他们 四代水影重伤 六伟人助力叛逃 如今村内还有谁能够阻挡诅祭祀大人的脚步 如果能够颠覆五大村之一的物影村 那一股奖励恐怕会超乎想象 这在开始那是想都没想过的 开始只想着能获得逐取一族的血迹献戒 然后刷一些物影的任务就好了 现在才发现连续与高叛逃和水影重创后 却是获得了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至于武藤会不会捣乱或者算计 那也无需太过担心 论实力而言 诅咒祭祀大人更在武藤之上 而且他也必须要考虑得罪了自己军团的后果 日国终究也就是目前的后起之秀而已 轮回空间一切都是以利益为先 再怎么看都是与自己这边合力 集结两名影集大佬完成物影政变来得更加实惠 不过话说回来日国这一次还真是大方啊 回去多少也得意思一下了 方便下次的继续合作 赵美宁看着徐悦伸过来的情报卷轴 脸色也显得异常的难看 怎么样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我就是担心你们不出力去抓刺客 所以安排我家保镖自己去找了找 结果你看看竟然发现了这么了不得的事情 多少得给我降价优惠吧 徐悦依然还是一副钻入了前眼的样子 好像完全看不出此时物影村的窘迫 认为五大村这么强 镇压叛乱肯定是分分钟钟的外行人看法 深深呼了口气 平复了一下胸前的红尾后 赵美宁也对徐悦表示了感谢 感谢你的提醒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路上赵美宁其实也决定了要改变村子的现状 要逼迫四代水影退位 但在四代水影重伤回来后 却是被清通过那白眼战利品 发现了身上的幻束痕迹 在以前 四代水影竟然都是被别人操控的状态 发现了这种现象后 赵美宁自然是怒不可止 在这关键时刻 水影刚刚重伤 就有人串通那些不满村子的力量想要造反 这在赵美宁看来很可能就是那暗中控制水影的势力手笔 发现四代可能不行了 所以选择的新手段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得逞 可偏偏的 现在敌人汇聚起来的力量还真异常强大 而且根据情报当中显示 竟然还有着疑似影集的存在 这就让赵美宁有点头疼了 忍族本身大多都拥有着血迹 单体战斗力也很强 加上被缩使过去的一些上人 这股力量本来就足够让村子伤筋动骨了 还要加上那暗中的势力 真的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哪怕赢下来了 最终也很可能让乌尹失去五大村的地位 这绝不是赵美宁愿意看到的 犹豫了片刻后 她才是对徐悦问道 不知道能不能和你的那位保镖单独谈一谈 啊 你们挖墙脚啊 不行 徐悦一脸戒备的表情说道 我们可以代替你支付她的雇佣费用 成交 徐悦握着赵美宁的小手上下的摇摆了几下 变脸速度让她都有些猝不及防 赵美宁与徐悦本体的见面显得很隐蔽 看着那并没有什么掩饰 戴着瞄脸面具的人影 赵美宁的表情很是凝重 果然能够察觉到对方有影集强者的人 本身实力也自然而然达到了影集 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是语至波幼还是语至波月 是谁都不重要了 这次顺便来到水之国也就是为了测试一下我的气量而已 无论是用竹曲异族来测试还是物影来测试 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 就看你们有没有能够打动我的东西了 徐悦的语气很是淡漠 但淡漠之下却还拥有着一种让赵美宁都能够闻到的血性 但徐悦越是这样回应 赵美宁却越是放松了不少 眼底闪过了一丝了然 果然 这家伙保护那吝啬的家伙过来只是顺带的 那吝啬鬼为了便宜还真是什么人都敢顾啊 算你命大 虽然这人很危险 但既然在谈条件 那就有谈的价值 此时物影症处于最危机的时刻 所以哪怕对方狮子大开口也得满足对方 而相比于那些自大的忍族来说 村内积累下来的东西却也更加丰富 可不等他开口 徐悦就再次平静地说道 如果是村内的那些财富 那就算了吧 如果我帮另外一边攻下了村子 也同样可以获得 我所需要的是那些没有的 或者说你个人能给我什么 那星红的不祥之童透过面具看着面前的俏丽人影 徐悦的语调显得有些玩味 血迹卷轴 荣盾前面有说过荣盾和荣盾的问题 不再说明了 到手 而且虽然赵美明不知道徐悦就是那吝嗇商人 但空间判定当中却能够消耗好感度 进行一定程度的替代 再加上本身即将的付出 所以一旦协助了物影成功 卷轴的学习将不需再支付任何费用 就在徐悦答应了赵美明后的第三天 赵美明似乎也是完成了他的准备工作 徐悦以及所有的劳工们都自动的得到了空间的提示 触发任务 镇压叛乱 协助物影村镇压叛乱 击退协助叛乱的轮回者 任务目标达成基础奖励B级任务 对比来看 反叛的势力的确更强一些 但也强得有限 物影这边也有着赵美明这影集强者 想要尽可能地提高分数 那也得增加点难度 多抢点人头才好 嗯 最好还带着那群劳工一起来抢 顺便也要让他们适应血腥了 自己也就只能给他们起个萌 以后还得靠他们自己才行 第0245章 叛乱 族长 我觉得这的确是个机会啊 是啊 四代水影重伤 雨高叛逃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看看村子是怎么对我们的 本来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客户 对 凭什么什么好处都让村子占了 村子还不是靠我们这些忍族吗 逐取一族的族长 听到族人们的凌乱声音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犹豫 能够成为族长 虽然也避免不了 逐取一族那耿直的特点 但好歹还是会动动脑子的 如果是自己这边通过手段得到的消息 那他自己都会心动不会犹豫 可偏偏是一些神秘人物提供来的消息 这 不管那些人有什么目的 难道最后他们 他们还想要占据乌尹村不成 能够占领这里的只有我们本国的忍族才能办到 难道族长 您没看到与制波一族的下场吗 最后一名族人的开口 终究让逐取一族的族长完全确定了下来 军马旅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心中有了决定之后 逐取族长依然还在为后路做着准备 老样子暂时还没有血迹病发的症状 先将他关起来 然后找个机会让他逃出去吧 竹取族长满脸的冷漠之色 不管这次成功与否 都得先留下火种才行 这种纯度的尸骨脉 生在这个时代也真是一种悲哀 竹取一族已经说动了 另外还有三个忍族准备参与 村内一些不满已久的上人也选择了这个时间 我们之前刷好的关系也全部用到位 昏暗的溶洞当中 在那灵魂之火照耀的阴暗处 每一位负责人都在对诅咒祭祀 汇报他们所负责的事项 最终汇总后 让那枯瘦的人影也感到了相当的满意 终于还是起到了一点用处 虽然这与最开始的计划出入很大 但却能带来更大的好处 在自己等人将能量全部发挥出来 将这段时间的积累全部用出来后 参与叛乱的力量已经超乎想象 日国那边的轮回者没有动静吗 不过这种时候他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武藤那家伙出来了一次后就销声匿迹了 这很显然是有问题 但这边布局已经完成 而且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他倒也想不通会出现什么问题 没有 完全没有一丝一毫日国轮回者的影子 负责情报侦测的团员也感到了有些压力 自己军团一直都在物影运作 而日国轮回者竟然能够不露出一丝一毫的痕迹 这也太过诡异了 你们原本的情报组和第四战斗组不要参加 作为激动力量 如果日国真的准备虎口拔牙算计我们的话 我自然会让武藤明白双方的差距 诅咒祭祀冷哼了一声 但却也并没有终止计划的打算 既然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么 就在这位时代力量唯一进入的大牢 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 一道浑身染血的身影却是冲入了溶洞 力声开口道 禀报祭祀大人 物影村率先动手了 已经有两个忍族被迅速镇压 这突然出现的情报 让现场都不由出现了一阵紧张和惊诧 虽然他们缩始的其他三族并没有逐取一族那么强大 但好歹也是忍村的一大忍族 这才多久 竟然就被完全镇压 该死 是日国的人准备帮助忍村对付自己等人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真的就是为了那一点奖励 明明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好处更大才是 忍村就是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够强大 所以才率先动手的 大家不要惊慌 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 见到现场的士气有些动摇 作为一名上位者 他还是很快进行了补救 然而他的话才刚刚说完 新的情报便是再次传入 三个小忍族最后的那一个 以及忍村当中原本跟着被判的人 者们也已经被完成了镇压 这才说句话的功夫 这才刚刚汇总了情报 这才准备动手 但在动手之前 反叛的力量就被镇压了大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 武藤 你们该死 到这个时候 诅咒自然而然的 就将原因放在了消失的武藤 还有日国轮回者军团身上 也只有他们有这个机会 做出这样的手脚 改变策略 现在与竹曲异族会合一处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 保全竹曲异族的撤离 从最开始准备推翻村子 到现在才转个身的时间 就只能变成了掩护竹曲异族撤退了 多少 也算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奖励了 真是该死 到现在都想不通日国 为何要这样做 难道尸骨脉的优点 要比表面上强 强到足够无是 那逆转历史剧情的好处了吗 不单单是无视了空间奖励的好处 还有着完全得罪时代力量 要面临全面报复的代价 日国轮回者 还真是好大的狗胆 数届降临穿插的忍族们 挂在了那群劳工面前 由他们进行了补刀刷评价 这种小忍族的成员 对徐悦来说 完全已经是无所谓刷不刷了 倒不如给这一群 对中低端奖励极地稀缺的劳工们 为了抢到人头 徐悦可也是主动出击迅速地 镇压了三个忍族 对于这种程度的小忍族来说 一个普通版术界 就能够完全搞定了 如果不是要带着这群家伙一起玩 现在恐怕已经到了 竹取一族族地了 而这群劳工们 也从开始的畏畏缩缩 到现在 好歹能够平静地补刀 原本被赵美名安排协助 徐悦的一些雾影暗部 看着眼前那成片的树林 眼底也全都是震惊震撼的神色 虽然这三个忍族不算强 换作自己等人 花时间一个一个清理 也同样能够完成 但仅仅就是三个树 就直接解决了三个忍族 这却也太夸张了点吧 木顿 是那一位木叶叛人吗 终于知道 为何如日中天的雨智波一族 会一夜之间被灭族了 在徐悦带着劳工们 完成了对三个小忍族 收割的时候 赵美名也亲自带队 带领着雾影暗部 抵达了竹曲一族的族地 看着那浑身被黑袍包裹的枯瘦身影 莫名也感觉到了一阵 相当的威胁感 情报当中的影集强者 就是这个人吗 完全不知道对方能力 也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 不过既然胆敢向村子伸手 那就要做好被消融的觉悟 第0246章 真对 大片的容颜流淌在大地之上 不管是时代力量的轮回者 还是竹曲一族的族人 许多都被这条容颜河流所吞噬 那站在容颜岸边的枯瘦黑袍身影 灵魂之火跳动的眼中 也明显有着足够的忌惮 这女人好强 绝对属于影集 听说五代水影就是一个女人 难道就是她 赵美鸣在剧情中出现的晚 但并不是说 在火影时间线当中出现的晚 木叶崩溃计划的时候 当上了五代水影是完全没毛病的 该死 完全没有五代水影前面的情报 没想到就是一名暗部的队长吗 本来他不是应该也属于 想要推翻四代水影统治的人吗 为何现在反倒是站在了对方那一边 不过不管如何 现在都已经对上了 却也不能留守了 本来是一直准备防备着日国军团和武藤的 现在看来他们似乎的确没有参与这一次任务的意思 就算真的想要参与 自己也没有精力再放在他们身上了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 一根枯骨制作的法杖 顶着一颗有黑的宝石凭空出现在了诅咒的手上 最后狠狠地撞击到了地面 顷刻间 浓郁的黑色气息四散而开 连大地之上被赵美宁弄出来的熔岩之河都被完全地包裹 随后冷却冻结 一种来自灵魂上的冻结感 伴随着那黑色雾气的扩散四散而开 祭祀大人终于发力了 大家抓紧机会 赶紧趁着嘉诚将对手全部解决 分小队行动 黑色的武器扩散 雾影村的忍者们 甚至竹曲一族的人都感到了剧烈不适 那直接来自于灵魂的阴冷冻结感 让所有人动作与反应都迟缓了许多 甚至因为精神方面受到压迫的关系 查克拉多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人数也并不畅通了起来 竹曲一族倒是还好 他们主要依靠血迹进行战斗 但雾影这一边的暗部与忍者 却是顷刻间就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制 至于那一群时代力量的其他轮回者 则反过来在这一股黑雾当中 出现了一种CX一般的快感 那黑色雾气顺着他们的鼻孔钻入 每个人脸上与身体表层 都浮现出了一道道的黑色纹路 气息暴增 那诅咒祭祀的辅助能力 当真是效果拔群 整体都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是什么数 赵美宁看着现场突然的变化 也不由皱眉了起来 最开始 对方就挡住了自己的数次攻击 本体实力不弱 然而现在 竟然还出现了如此棘手的辅助效果 原本几方占据的人数优势 似乎瞬间被抹平 不快点解决对方的话 哪怕这一场战斗赢了下来 也会得不偿失 瞬间做出了决定之后 赵美宁也不再管那黑色雾气的干扰影响 直接冲入了其中 直逼诅咒而去 见到重点角色上钩之后 诅咒祭祀眼中 那幽暗的灵魂之火 也似乎发出了嘲讽之意 果然 你现在不进行政变推翻四代的统治 是担心村子的内耗与损失 既然如此 自己用出的这种手段 这种会对你带来之人 产生巨大损失的手段 还是能够将你主动逼入我的主场 这里是王者的领域 面对赵美鸣轰击而来的熔岩河流 诅咒祭祀也发出了那沙哑 但却贯穿全场的声音 一排骨墙拔地而起 竟然正面直接将那熔岩河流挡下 去吧 我要将他的灵魂收集成我的战利品 伴随着他法杖的再次触碰 无数无形的愿灵 从他脚底的黑暗法阵当中喷涌而出 直接朝着赵美鸣包裹而去 那些猙獰的表情 嗜血的面孔 都代表着每一张愿灵面具下的凄惨故事 哪怕四周被容颜所环绕 赵美鸣也没感觉到 丝毫温暖与温度的提升 这就是对方的主场优势啊 有些难办了 这种精神上的影响 也不知道是什么幻术 不 并不是单纯的幻术 算起来更像是一种直接精神上的攻击 比幻术还要更加直接 如果你不主动进来 我还真无法奈何你分毫 但可惜 是你自己自寻死路 无数怨灵的组合 形成了一道血盆大口 直接将照美鸣吞噬而入 哼 这可是本来留给竹曲一族准备的祭礼之阵 为了布置这个阵地 军团进入本次任务空间的所有前期经历 都大多放在了这只上 原本是针对一族的力量 现在全部让你一个人承受 就算你是第五代水影 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正常单对单自己 还真可能奈何不了你 但现在的话 就是真正品尝军团力量的时候了 既然已经无法推翻村子了 那击杀一名未来的影 也足够获得相当高的评价了 看着那巨大鬼脸不断做出咀嚼状 而被其一口吞噬的赵美鸣 则是不断地利用炽热的熔岩包裹 进行防御 虽然火焰熔岩对怨灵 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但终究还是没有对应上 力量体系的种类 最主要 都还需要靠着他自己查克拉当中的精神力量 来进行防御 但即便是影集的精神力量 相比于这种最纯粹的灵魂能力 防御也显得太过薄弱 根本无法坚持多久 诅咒也知道这一次已经稳了 四周得到了自己是血树加持的成员 配合竹取一族 也已经将那些雾影村的评判忍者 杀得节节败退 利用准备了这么久的阵地 如果还不能够拿下 那也 然而下一刻 那吞下照美名的血盆大口 却好似一下 吞到了花椒一般 整个的僵硬了下来 随后 整个无数怨灵 聚集凝聚而成的鬼脸 却是轰然爆炸 原本凝聚一体的怨灵 瞬息消散了大半 剩下的也全部伴随着爆炸四散而开 而原本本来只是吞下照美名一人的鬼脸处 此时 却是出现了十几道人影 一名戴着瞄脸面具的奇怪身影 以及一群看上去有点老实芭蕉 完全与四周画风不一样的人群 怎么回事 他们是怎么出现的 怎么会出现在阵眼魔灵的嘴里 而且 他们到底是利用了何种手段 竟然直接将辛苦聚集而来的怨灵打散了大半 通过与那些怨灵的沟通 诅咒只能知道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 瞬息间自己的冤魂就被抹去了大半 心在滴血 看着衣服都被侵蚀出了不少破洞 气喘吁吁的照美名 徐悦也对自己出现的时机比较满意 正好啊 你差不多能够退场休息了 然后剩下的战功就可以被我们包圆了 竟然胆敢回我魔灵 诅咒祭祀此时浑身都被一股 惨绿色的灵魂之火所包裹了起来 哼 虽然你们对我的能力很了解 特地准备了针对灵魂类的能力 但你们日国人终究上不了台面 我行走到今天所依靠的却并不是这些外物 诅咒祭祀伸出手 开始在前方虚空勾勒旋转了起来 一道道暗影能量汇聚 形成了五枚犹如流星尾燕一般的暗影剑 直朝徐悦的方向激设而去 五道暗影剑相辅相成 似乎在空中又形成了一道复杂的魔法纹路 最终迅速地融合化为了一体 形成了一道气息暴增的恐怖攻击 伴随着诅咒的意志 立刻破碎成了红色的闪电直击徐悦而去 连虚空都出现了丝丝裂纹 啪 随着徐悦的一握 那星红色闪电便好似直接落在了他的手上 伴随着AT立场的发力 下一刻就被整个的捏成了粉碎 你是什么东西 需要我特地针对 平淡而冷漠的话语 请客间就让满脸猛逼的诅咒内心一片冰冷 第零二四七章 炮制 正面扛下了自己的死亡意志 这怎么可能 开始自己的阵地魔灵被击碎 诅咒勉强能够接受和理解 八成是用了什么强大的对零宝具吧 自己有着偌大的名气 提前知道自己的能力 针对性的用出技能或者道具做到这一点很正常 但随后的死亡意志 看上去虽然是自己轻描淡写的攻击 实际上却是把阵地剩余的所有力量 都汇聚到了一点进行攻击 乃是自己的最强攻击 甚至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上限 现在的自己甚至无法再次发动这种层次的攻击 看上去是简单 但威能强大 速度快 命中率高 绝对是翻盘利器 那未来的五代水影中了 也得避死的 相比于最开始 魔灵温和的撕咬消耗 这可是一口气消耗所有的阵地力量 发出的破坏性攻击 会泯灭所有的收集怨灵 但 但这种程度的攻击 竟然被对方随手捏爆了 这时什么情况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低头看着手掌上过了三秒 才恢复原状的黑色伤痕 徐悦对于对方的攻击强度也表示了认可 能够勉强击穿自己的AT立场 这还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 如果是木分身的话 恐怕都戒不下这一击 而那充斥着死亡气息的黑色伤痕 虽然不大 但也花费了自己大成仙人体几秒钟的恢复 的确是很不错 很强大的一种攻击手法 目前自己遭受过的最强攻击 既然这么强 那就正好借用你了 看着已经光滑如心的手掌 徐悦似乎是轻笑了一声 随后血色的不祥之铜 便是直接抬头与对方对视了一眼 下一刻所有人耳边都好似 听到了什么破碎的清脆之声 而诅咒也发出了一声闷哼 倒退了几步 那跳动的灵魂火焰明显是黯淡了许多 抬头看向徐悦之时也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刚刚那是什么攻击 不单单是他 就连徐悦也出现了一丝亚然 这家伙因为并不清楚自己的情报 本来还觉得可以直接阅读搞定的 拥有了C世界加成的阅读 可是比原版的还要强大的多 没有超长的精神防御能力 就算是影集中招了也扛不住 戴高乐就是那样一套带走的 拥有原力的他精神与信念的意志还并不算弱 可眼前这家伙 在被自己拽入C世界强化的阅读空间之后 竟然寝刻间完成了灵魂的分裂与破碎 以一部分灵魂碎片作为代替品 直接将自身的主要灵魂逃脱了出来 而那成为代替品的灵魂碎片 有许多似乎都不是他自己的本源灵魂 而是从一些乱七八糟的生物上收集的 这家伙倒是真有点意思了 明明气息算不上绝强 和汪兆明也就是不相伯仲而已 但自身的各种诡异能力 还真算得上是很有特色了 不过到现在徐悦也已经完全确认对方的特性了 攻击强大 辅助强大 灵魂强大 手段诡异 但 肉体防御力却是似乎并不强 抬手手指指出 AT立场在神罗天真的改变之下 颈刻间化作了线性无限延伸而去 手指抬起的刹那 诅咒济思那枯瘦的身躯便连带前方防御的骨强便被同时一分为二 切口平滑 犹如枯柴一般的掉落在地 逆 明明身体被分成了两节 甚至已经无法动弹了 但诅咒济思本人的两节身体却并没有流出血液 好似只是他的灵魂依托在这之上一般 没想到你们日国竟然出现了如此强者 我记住你的灵魂气息了 准备等着我们无穷无尽的报复吧 那灵魂之火跳动的眼眶狠狠地瞪着徐悦的下半身 这具肉体受到如此重创 他也明白自己在这个任务空间当中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等 为何要等 现在就好 诅咒的话才刚刚说完 下一刻他就感觉哪里不对劲了 只见一条锁链竟然不知道何时开始出现在了自己的身侧 完全将自己的身体锁了起来 被纳到锁链缠绕上的刹那 他就发现自己的灵魂都被完全封锁在了这一具躯窍当中 完全无法挣脱 封印术 不好 怎么会这样 开始破坏自己的阵地魔灵 强行接下自己的死亡意志 用一种恐怖的精神攻击打碎了自己的灵魂时 用一种强横的攻击贯穿古墙将自己切成了两半 现在竟然还冒出了封印术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这是犯规 空间呢 裁判呢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怪物 金刚封锁将诅咒完全捆绑起来之后 徐悦也吊着他的两节躯体拖到了身侧 而后对旁边的劳工们说道 一个个来每个人都捅他一刀 放心 他灵魂被我封印在了这躯体之内 死不了的 那些劳工们健壮也是面面相去 但已经习惯了听从指示 还是没有犹豫的美人掏出了自己的兵器 或包皮小刀或矿除 开始各种补刀了起来 住手 你竟然如此羞辱于我 诅咒被那些奇葩的攻击命中 本身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但却感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成敦的羞辱 只是帮他们加点评分而已 好了 如果你的保命手段只有这些正常的灵魂手法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得说永别了 徐悦低头看着这家伙 满脸依然还是平静之色 这个奇怪祭司的保命手段很多 多种多样 但如果没有戴高乐那样的高权限脱离保命手段的话 那这一次就可以完全解决了 卡着他那枯瘦的上半身 伸手扣着那骷髅头一般的头部 将那空洞的跳动着灵魂之火的眼部 强行掰到了自己面前之后 徐悦的万花筒也再次开始旋转了起来 看你能够分裂多少次 砰 将化作了枯骨的尸体丢在地上 完全破碎成了灰尘之后 徐悦对于这种大佬的保命手段 也再次多出了几分认识 看来 不管自己保命能力多强 他们经历过这么多任务 或多或少 都会绑定一些脱离空间的权限道具了 自己的军衔还是低了点 使用锁定的权限卡片都没用 可惜自己也同样是轮回着 不能模拟无限阅读那样 主动让对方透露出空间的消息 给剧情人物 用正常手段击毁了对方的灵魂之后 这家伙似乎还再次通过了 某一条神秘的通道夹杂核心的本源 离开了本次空间 应该算是勉强保住了小命吧 不过就目前看来的情况 或许是他自己本身保命计能够多了 所以那逃脱道具的权限 似乎没戴高乐的那么高 戴高乐可是完整的圆润着回去了 这家伙就只带回了一些碎片而已 估计事后付出的代价 应该也要比戴高乐大得多 可惜那无限分裂的灵魂特性 也杜绝了自己的情报拷问了 第零二四八章 邂逅 祖 诅咒祭司大人他 加成怎么没了 不可能啊 好难受 副作用来了 原本在那阵地加成之下 犹如施加了是血树 压得雾引村人者们 抬不起头的时代力量轮回者们 伴随着那黑色雾气的消散 体表的纹路黯淡下去 一个个却好似都被抽干了一半 立刻就软了下来 那黑色雾气的离开 不单单带走了家成 甚至连带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力 都带走了不少 他们本身就是这阵地当中的素材之一 只是正常情况下 阵地会有反补 吸收也会有限 不会有什么影响 结果 现在阵地伴随着诅咒祭司的死亡 而提前终止了 立刻就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反噬和影响 而徐悦对付诅咒祭司的时候 赵美明也没有闲着 直接回头 开始帮起原本快要崩盘的 物影评判人折起来 失去了同级别强者的牵制 但是赵美明的血迹当真是所向披靡 不管是逐取一族 还是被削弱的轮回者 都是无意合之敌 特别是那些轮回者 发现了诅咒祭司真正的死因 明白过来之后 更是一个个脸上都布满了惊恐 怎么会这样 诅咒祭司大人的手段多样性 辅助 输出样样精通 防御方面与保命方面 靠着各种诡异的手段 也绝对不弱 实际战力绝对爆炸 就算同等级的大佬 一个不注意都可能被他秒杀 这也是他们并不怎么担心 武藤和日国轮回者的原因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 如日中天 只手押扶五代水影的诅咒祭司大人 好似一条死狗一般的 被随便捶死 连蹦打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这让他们内心都充满了绝望 甚至连反抗的心思都消沉了下去 而在解决了诅咒祭司 这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后 徐悦当然也不会任由赵美铭抢自己的分 根据之前几名精锐轮回者的拷问 尸骨脉可是需要自己完成20%以上的击杀贡献 才可以得到的 结印 木盾 树界降临 面对这初代所掌握的树在线人间 就连赵美铭都完全停了下来 愣愣地看着那茁壮成长的雨林 木叶作为公认的第一寸 果然名不虚传 丁 镇压叛乱 触发任务完成 根据任务贡献度 最终奖励B级剧情点星号1 S级剧情点星号1 丁 竹曲一族的消逝 成就任务完成 奖励血迹尸骨脉 伴随着最后一名挣扎的竹曲一族反抗者倒下 瞄脸面具上沾染着些许血字的徐悦 也已经得到了两个任务完成的提示 倒也不枉费自己付出这么多 就结果来说却是相当不错的 先吃了赵美铭这边的熔炖 触发任务的S级别奖励 竹曲一族的尸骨脉 这次水之国一行倒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虽然没有新的尾兽查克拉获得 也算是对得起特地做这么多准备了 顺带的 这13名劳工虽然正经没出多大力 可在自己专门提供的补刀素材之下 加上之前甚至特地托了个影级大佬 让他们每人都对几下算是参与了战斗 最终的奖励 却也每个人都达到了4到5个的B级任务 这任务点对于徐悦来说 都算得上值得顺便刷一刷的奖励了 对于这群连C级剧情都没见过多少的劳工们而言 完全就是难以置信 不少人得到了奖励提示后 都还是一副呆呆傻傻的 分不清状况 总觉得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不过 徐悦通过他们的奖励 倒也看出了空间 对于刷任务的预防措施 还是相当到位的 自己抓了这么多人 甚至连大佬都抓了让他们捅 如果按照正常来说 奖励A级剧情点都不过分了 但空间的防洗机制 却愣是抹掉了大半的奖励 不过之前也有心理准备 预期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喂饭就只会在这一次任务空间帮你们喂下 如果以后在任务空间中 不能利用自己为你们提供的基础而拼杀出来 那就针对不住这奖励了 与之波悦 果然名不虚传 这次算我们物影欠了你一个人请 完成了这次叛乱的镇压之后 赵美铭从狼藉的战场上走来 一脸稳重的对徐悦表示了感谢 虽然你是木叶的判人 但如果不介意名气的话 可以隐姓埋名直接在我们物影村居住 下一刻 赵美铭却也对徐悦抛出了橄榄枝 这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肥 徐悦现在经过了四个物影忍族的灭族之后 几乎都变成灭族狂魔了 赵美铭竟然还敢收留 当然冒险的同时 如果赌成功了 以其表现出的实力 自然而然的能够成为村子的一大底牌 特别是现在四代水影重伤 与高叛逃的时候 村子正是需要这种级别的强者稳定人心 剩下的你还能给我什么 你自己吗 徐悦并没有太过在意赵美铭小姐姐的拉拢 这次任务进度已经过去很多了 为了节约后面的延长时间 不可能再在物影待多久了的 我还有另外的费盾可以提供 赵美铭有点不死心的说道 而且男为婚女为嫁的 你留在这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不过得先让我看看你的相貌才行 赵美铭的话道是然 徐悦感到了一丝哑然 这位五代水影小姐姐还真是卖命啊 自己都准备搭上了 不过可惜时间上真是差不多了 抱歉 我还想要去其他地方测试测试自己的气量 徐悦拒绝得很果断 果断的燃赵美铭都感到了一阵气愤 这个混蛋 要不是打不过 他定要让她尝尝自己的厉害 不过我觉得 你们的四代好像是有点问题 不如你就此尚未成为五代还好点 多少我们也合作过 下次有什么事只要付出足够的好处 我不是不能考虑 徐悦想要继续自己的租用人助力事业 自然也不会轻易舍弃目前的商人身份 因为物影动乱的关系 收获到也是慢了点 稍微影响了一下行程 不过影响也不大 正巧也能方便去见几个人的 比女孩子还要可爱几分的少年 同一名满头白发的少年 也在水之国边缘的一处林间 完成了一次邂逅 再不斩大人需要我 我能够成为再不斩大人的兵器 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背着水罐取水的白 看到那边还在迷茫 和没遇到再不斩大人之前的自己 拥有着相同眼神的君马吕 也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存在意义 是吗 那我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君马吕一脸的茫然与空洞 如果愿意的话 不如一起来喝 白的话还没说完 另外一道阴柔的雌性沙哑之声便是传了过来 这可不行 这可是我先看中的孩子 伴随着这道声音 一道人影遍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 大蛇丸 白 怎么这么慢 与此同时 再不斩也从另外一边走了过来 参与叛乱失败 他如今可也是正儿八经的叛人了 而再不斩见到出现的大蛇丸 眼中也出现了凝重之色 手掌不自觉地就握住了背后斩手大刀的刀柄 但莫得扫了再不斩一眼 大蛇丸连多说一句话的兴趣都没有 而是直接来到了军马驴的身边 伸手撩开军马驴的发烧 放在了他的脸颊之上 开始向他灌输起新的目标起来 人只要活着就会有他的使命 只要活下去就能找到自己的目的 大蛇丸老师 你又在诱拐未成年人了呢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 却是从一旁树梢上传来 打断了大蛇丸的话 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一名戴着瞄脸面具的人影 正蹲在一棵树梢之上 饶有兴趣地看着这里 第0249章 培养鸡 什么人 鬼鬼祟祟 大蛇丸还没表示什么 握着刀柄的再不斩 便是又将目标放在了徐悦身上 雾影的叛乱 徐悦最开始主要负责的就是那三个小忍族 而赵美鸣 在前往竹曲一族之前 还带队率先平定了那一小撮上忍形成的叛乱 而再不斩就是那个时候逃出到这里的 所以他并没有与徐悦见过面 此时面对徐悦这不速之客 再不斩浑身都弥漫着一股上忍级别的杀意 似乎准备以此为恐吓 让他人产生忌惮 让他们明白自己并不是好惹的 刚刚叛逃物影的再不斩 如今还未曾离开水之国 也并不想节外生智 纯粹就是准备让别人知难而退而已 忍刀欺忍重级别的对手 整个忍界都没有人敢轻易得罪的 又没什么厉害关系 自己这样才是最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真是有趣的家伙 就连我现在都不敢同月君这么说话呢 大蛇丸那带着雌性的沙哑声音 倒是让再不斩愣了下 眼前这个男人自己似乎是在哪里见到过才是 不过没什么印象了 但那个面具男就真的完全没有印象了 对了 刚刚那个面具男叫他大蛇丸 难道这就是当年叛逃木叶三人之一的那一位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如果他对自己有敌意的话 恐怕自己连同归于尽都做不到吧 不过还好 自己和他没什么厉害关系 他应该也不会吃力不讨好的来针对自己 一想到这里 在不展眼中就出现了深深的忌惮 尽量保持着平静地说道 原来是大蛇丸阁下 大家同为盼人 倒是并没有什么立场上的冲突 只是对于这种示好 大蛇丸却并没有丝毫理会 注意力全放在上面的徐悦身上 大蛇丸老师说的话可真让人伤心 我可是您的弟子啊 怎么可能会做出对您不利的事 徐悦一边说着 一边便是落在了地面 此时大蛇丸似乎还没吃到幼的苦头呢 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和自己对视 不过本来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前续 剩下的一半还是按照步骤来吧 不然得到过于容易会图转生 这玩意儿的费用可能会超乎想象 而且剧情中大蛇丸和歇打的那一次 利用会图转生的时候还有明显的破绽 再等一段时间让他完善一下才行 心中念头一闪而过 还未等到徐悦准备刷下面的任务 大蛇丸确实率先开口了 连自己的族人都能动手 我区区一个老师的分量恐怕还不够吧 岳君想要得到剩下的那部分的话 等到我完成一个计划的时候就行了 大蛇丸的话也让徐悦心底闪过了一丝了然 木叶崩溃计划 看来他其实早就有这种准备了的 不过其实那个时候的绘图转生都还并不完善 想想第一次出来的初代和二代 感觉应该是绘图转生了他们的影分身 不 影分身应该都更强点 到时候再看看情况吧 另外 这一次自己可是想要点其他东西 大蛇丸老师不知道当西式的初代细胞溶液是不是已经量产出来了 如果有的话能不能把培养机给我一份 徐悦看着大蛇丸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以空间防范刷钱和bug的尿性 这种能够和白爵一样量产化的培养溶液效果肯定是无法同自己最初使用的那种 原版或色相比可能无法激活仙人体体系或者激活不完整 当初班就说过白爵就是初代的劣质克隆体 想想白爵个体和初代的差距吧 另外主角初次进入任务时也有成功率加成的 但自己又不是准备在制造自己这种级别的仙人体 拥有了初代的劣质版 稍微辅助强化一下那些签订了最高协议的劳工是其一 最关键的是已经学会了通灵外道魔像的自己 似乎也能够尝试培养白爵的 在活影世界通灵外道魔像是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察觉 但回到空间只要有钱难道还怕空间不给自己擦屁股 这边徐悦和大蛇丸进行着愉快的交易 另外一边的再不斩雀完全是做辣了 虽然后面应该是结界术听不到他们说啥了 但通过前面的支言片语 他也明白了那个奇怪的面具男似乎是大蛇丸的弟子 而大蛇丸的弟子当中最为出名也是最为符合眼前情况 还是这次叛乱的终结者完全符合形象的 尤其就只有一位 这么会碰到这个煞星 TT 单单一个大蛇丸 自己恐怕就只能想各种办法保命了 再加上这家伙 这完全就是没戏啊 哪怕再不斩再自负 此时却也连大气都不敢出 而那边已经完成了愉快交易 在徐悦完成了好感度支付 还附带了一个A级剧情 换回了一套培养机的承诺后 大蛇丸才是侧头看向了再不斩 那么这个家伙怎么处理 一句话说出 再不斩就已经浑身冰冷 旁边的白也是翘脸上满是紧张之色 似乎知道眼前的气氛不对 扫了一眼再不斩 又瞥了一眼白后 徐悦眼中却是大有深意 算了吧 刚刚我用了结界 他们听不到我们后面的交谈的 再不斩本身来说油水并不多 而他和白对于名人的心态影响 却是至关重要的 暂且留下吧 这可真不符合你的性格 是吗 那是老师您对我的性格有误解呢 先后两道幻影泡沫 带着君马履的大蛇丸和徐悦先后 都消失在了再不斩面前 让他不由重重地松了口气 再不斩大人 您没事吧 白有些担忧地看着再不斩问道 这次运气不错 记住了 白以后见到这两人必须要离远点 好的 我记下了 他们的身形和声音 我也全部都记住了的 白乖巧地点着脑袋 随后 便是又随着再不斩 再次踏上了自己必将经过的道路 另外一边 在大商人 徐悦收集着货物的时候 伴随着一阵空间的漩涡扭曲 代徒也出现在了徐悦面前 哼 既然还没死 活得倒是很滋润嘛 代徒每次见面 似乎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 用了轮回天生之术的家伙 还有多少寿命 不管对方和不合作 态度怎么样 他都觉得 这最为克制自己的家伙 是计划的最大变数 虽然每次想到对方的死 自己心底也会有些隐隐作痛 但只要计划完成 在那个完美的世界里 你也是能够复活的 我都帮你隐瞒身份 你还这样对我 这可真是让我伤心啊 代徒 徐悦同样兴红的眼睛看着代徒 脸上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则则见到这家伙就总是想要欺负一下呢 第0250章 小 四代水影本来都还能坚持一下的 似乎是你对赵美明提出的意见 结果我这一颗棋子就被废了 四代水影重伤不致死亡的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这似乎让代徒很是不满 我可不觉得对你有多重要 大概也就是因为他三伟人助力的关系 引起了你的一些怀恋吧 徐悦语调一直都很平静 随后似乎是又想起了什么的说道 这样说来 其实四代水影还蛮可爱的 我说你不会因为他的身份 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嗜好吧 闭嘴 哦 抱歉 看来是没有 难道说你是让他使用变身术 我叫你闭嘴啊 代徒此时完全是抓狂了 如果不是知道对方的实力 不敢从虚化状态当中离开 真想狠狠地将对方按在地上捶 切 这就受不了了呀 我辛辛苦苦用轮回天生之术就回来的人 不也是被你带歪了的 徐悦的语调似乎也是露出了些许缅怀 不要妄想了 救助和大佛已经死了 现在你如果准备暴露你的身份 我也会向他们灌输 是你盗取了悦的尸体 并且利用了邪恶残忍的人术 盗取了记忆 代徒这时候 才是终于好像抓住了什么 心底也出现了一丝畅快感 我也没准备暴露什么的 只是对他们有些惋惜而已 徐悦的语调依然还是带着一丝惆怅 既然你这么喜欢做好人 这么喜欢救人 这么喜欢舍己为人 那当初为什么没能救夏琳 被徐悦勾起了什么不好回忆的代徒 不由咆哮了起来 多年以来修养成的心态完全被破坏炸了 呵呵 这才是我认识的代徒嘛 看来 当初在对方心灵上的植入还是很成功的 竟然让这家伙失态了 一处幽暗的封闭空间当中 一道一道的幻灯虚影出现 每个人都披着黑底红云的长袍 幻象偶尔还会出现一丝干扰的波动 站在中间的为首一人 双目当中还有着一圈圈的轮回回路 六道佩恩身上的只是投影 和畜生道通灵的通灵兽差不多 能够远距离见面的幻灯身之数 人都到齐了似乎是少了一个 佩恩扫视了一眼四周 发现是少了一人 被人杀了吗 语气很平静 没有丝毫波动 与其说是被敌人杀的 倒不如说是被自己人杀的 绝那猪龙草一样的幻影 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作为情报达人 他可是看了全程的 随后便是饶有兴趣的 看向了另外一边的角度 谁叫他拖拖拉拉的 我这个人最讨厌拖拖拉拉 角度丝毫不鸟绝 语气异常的淡漠 有着他作为老鸟的气度 这一点就大家自己来判断吧 绝对与角度的态度不以为意 伴随着他说完 眼前的幻灯便是出现了 当时的战斗场景 只见一位穿着小服饰的 便当脸大叔 正在与敌人激烈的交手 然后角度就从背后冒了出来 一个大范围火盾 把敌人和友军一起打包带走了 画面结束 勾搂着身体的蝎 便是言简意该的评价的 故意的 和蝎一组的大蛇丸 也是冷淡的 用那沙哑的声音评价 存心的 他躲开不就好了 角度完全都不理会这两人的态度 一脸的高冷 还是大蛇丸审视地看向了他 你和搭档的关系不太好吧 那又如何 角度依然高冷而淡漠 你早就想要杀他了吧 那又如何 角度不屑一顾 没什么 这很正常 大蛇丸说完 便是用不怀好意的目光 看向了旁边 勾搂着身子的矮子血 引来了 对方的一声冷哼 小当中的复杂关系 也完全体现出了一道缩影 最终还是佩恩 开口发话 打断了这不愉快的交流 小都是两人一组 怎么样 角度 我们最近又招到了一个新人 让他和你一组如何 只要那家伙别让我心烦就行 角度就算面对佩恩 也是一脸的高冷 而似乎是明白了 什么的大蛇丸 此时则是略带野鱼的开口道 我估计他应该不明白 怎么讨好你 无所谓 组队后我来教会他就行了 角度一直都是一种波澜不惊的平静 充斥着对自身的绝对自信 似乎在他眼里 大蛇丸也都只是小辈 自己可是和初代战斗过的男人 说来 新人和大蛇丸的关系不错的 要不要你们组一队 明白眼前这群桀骜不驯的家伙很难屡顺 佩恩也似乎想要省点心 些和大蛇丸的关系也很糟糕的 还是算了吧 我倒是想要和又君组一队 大蛇丸虽然现在依然自负 但却也知道如今自己的那一位弟子 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惦记的了 最起码在自己得到又那具身体之前 喂 你看不起我是吗 而鬼娇则是很明显地表示了不满 见到重新组队似乎也是不好动 佩恩终究还是决定让角度和新人一组算了 那偌大的名声终究不会和他的上一人那么短命吧 戒指已经送到了吗 阿飞已经送去了 绝对佩恩回应道 语调也略微有着一丝怪异 差不多也应该进来了呢 这话刚刚说完 现场就伴随着一阵波动 再次进入了一道幻影 和与制波又一样 这道人影的眼睛也是那不祥的血红之色 哦 人都到齐了吗 让你们等我这么久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呢 新来的人似乎脾气很好 很是温和地开口打招呼 不过在小当中 不明真相的几人心底 确实都吃笑了一声 性格温和的人在这个组织里 可是吃不开的 唯独比别人更狠更强 才能获得尊重 而徐悦扫尸一周 也看到了大蛇丸 蝎 幼 角兜这些老面孔 而且 小男和迷艳也在其中 与原著不同的是 迷艳并不是佩恩的状态 眼睛是正常的 只是充满了冷漠与悲痛之色 那拥有着轮回眼的佩恩 从身形来看 竟然是山椒于半藏 看来这位半神已经被干掉了 而且尸体还被拿来炼制成了天道佩恩 当初自己可是回归空间 啥都没留下的 让这凶手成为了代替品是吗 新人 这就是你的搭档 他的脾气可不太好 小男看着徐悦冷冰冰 但却也算是带着善意的提醒了一声 没关系 我脾气好 徐悦笑咪咪的 并没有表示介意 而后看向了那没有搭档 孤零零空出来的角兜继续笑道 我会想办法讨好他的 已经通过血轮眼和大蛇丸 态度明白过来什么的角兜 此时则是满脸猛圈状态 MMP 第0251章 任性 徐悦所分配的戒指是代表着三台 刻印为三的那一枚 原本是属于飞断的 而得到戒指之后 他也就是进入小开了一次会而已 至于小的行动什么的 完全就没有在意 只是对角都说了 前辈经验丰富 一个人完成任务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然后就公然滑水了 作为长期在地下交易所混迹的角度 就算一个人完成任务 效率也是相当出色的 只要能完成任务 小队人员的管理也是相对较为宽松 徐悦自己则是继续开始了运送货物前往土之国的大生意 为了感谢徐悦提供的保镖帮助 以及关键时刻的情报送达 已经成为了第五代水影的赵美名也免去了徐悦这一次护送的费用 非但如此 因为提前送赵美名上位了 徐悦还得到了一个A级的任务 剧情奖励 六名上人加上三支中人小队的阵容 都能够赶得上大名护卫的一半规模了 如果是正常雇佣的话 六名上人的长距离护送费用绝对也是相当惊人的 不过因为援助当中水忍出场少的关系 这六名上人当中徐悦却是一个都不认识 姑且称为物影上忍123456 正常来说 水之国的特产卖到风之国是利润最高的 不过因为上一次已经贩卖了大批过去 加上风之国本身经济状况是最为糟糕的 所以这一次更多更精美的高等货卖到土之国 绝对也是完全合情合理 没有任何人提出什么怀疑 路线来说依然还是先抵达火之国 而后通过龙之国进入土之国 这次打着物影正式的旗号 加上多达六名上人 路过海上的时候完全就是风平浪静的 同时因为没有上次那样的人助力伴随 这一次途经火之国也是一片安详 土之国与火之国之间并没有直接戒嚷 而是分布着三个国家 最强大最混乱的羽之国 相对路线最为稳定的草之国 以及被瀑布与群山所环绕的龙之国 而龙隐村也是五大村之外 唯一拥有人助力的村子 虽然龙之国并不强大 龙隐村也一向都很低调 甚至看上去整体实力并不强 但却并没有什么敌人愿意招惹这个村子 角都前辈再次回到自己的村子感觉如何 在抵达了火之国即将进入龙之国的时候 角都也算是按照徐悦的要求完成了小布置的任务后 过来与他会合了 坐在徐悦的马车里 正泡好茶向徐悦递茶的角都 此时也依然用那平淡高冷的雨调道 没什么好怀恋的 认识的人差不多都已经死了 谁问你这个了 我是说你对龙隐村感觉如何 七伟人助力现在还是个小孩子吧 有没有办法弄出来 徐悦对于角都回家的情感 没有丝毫打听的兴趣 让角都一阵漠然无语 首领应该还不允许我们现在做出这种行动 角都作为小的老人 对于组织的后续目标 还是有着一定的了解的 知道是在尾兽上做文章 但就目前的进度来说 还是在疯狂刷任务存钱的阶段 但现在角都其实发现 论刷钱的速度 眼前这家伙才是更加可怕吧 我又不是捕捉人助力 只是先留个记号什么的 带出来溜一圈就行了 那我觉得你直接用钱买就是了 七伟人助力在村内很不受待见 反正你前面也表露出了 喜欢人助力的嗜好 角都继续泡茶地说道 而且龙隐村虽然有着三大很强的底蕴 但他们自己却并不会使用 选择强行武力夺取的路线 以你如今的实力也完全办得到 哦 那不知除了帝愿鱼和七伟外还有什么 徐悦饶有兴趣的问道 英雄之水 一种能够暂时提升体内查克拉的禁要 对身体有较大的损耗 听到角都的回答 徐悦也明白 这应该是火影欧版当中的一个小剧情里的东西 不过这是TV原创组很早的剧情 连接不上漫画的进度 以至于当时村内并没有出现七伟的剧情 也丝毫没提到过的愿鱼 结果在任务空间当中 还算是有所补权是吗 如此说来 除了七伟之外 英雄之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有点价值的东西了 虽然是一次性用品 产量也很低 还有透支生命力的巨大副作用 绝大多数龙隐村人者在饮用过后 对抗了敌人之后 都会透支生命力而死 但对于拥有大成仙人体的自己 只要不作死一口气搞太多 那肯定还是扛得住的 毕竟不需要在意寿命问题了 闭目敲了敲桌子 徐悦很快也做出了决定 角都前辈对于自己的村子应该很是熟悉吧 不知道想要买下这个村子应该要花多少钱 角都 龙隐村在徐悦眼里也算得上是个奇葩村子了 有人助力 有地愿余 有英雄之水 就这多方面底蕴来说 本来理论上有成为五大村的资质的 但事实上 里面的人者数目并不多 质量也参差不齐 整个村内还是以普通人居多 战国时期能够买下七伟的国家呀 没想到凋零成这样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用英雄之水的人太多 导致了断层现象严重 还是因为有被特地的针对过 毕竟现在这样的龙隐村 完全失去了对外扩展的能力 只能依靠那种让人颇为忌惮的底牌 拥有着自保能力而已 有核武威慑 但常规作战能力却相当之弱 对付这样的村子 不方便一口气吃下 但只需要每隔一段时间 派出人手骚扰一下 逼他们使用英雄之水 轮番上阵慢慢消耗下去 这个村子的人者就会越来越少 随后自然消亡 一个叫做舍木齐的中年人 就是龙隐村的首领 拥有着精英上人的层次 大概也是村内的最强者了 单单徐悦商队护卫里的六名 物隐村上人 就已经让他露出了足够重视的神态 整个龙隐村的上人 有没有超过十个都是难说的 对于徐悦这样的超级商人 竟然屈尊来到自己这种小村子 着实也让他有点看不懂 但这却并不妨碍他的热情 夹杂在两个大国之间 生意少得可怜 旁边还有草之国和双之国 两个小国一直有着些许摩擦 日子真心是苦哈哈的 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虽然眼前这位大商人 已经雇佣了物隐村的人者 但既然肯登门拜访 那肯定也是有着其他的诉求的 只要满足他就好 我觉得一直请外面的人者 雇佣起来毫不划算 所以也琢磨着自己搞个村子 听说你们村子经营状况不好 不知道卖不卖啊 单刀直入目标明确而直接 让盛木齐不由满脸猛逼 第0252章 任务攻略 其实小国的忍村建立和覆灭什么的 都相对很正常 田之国就是与火之国 还有双之国交界的一个国家 距离龙之国也不算远 现在就没有自己的村子 是后面大蛇丸出面建立了阴忍村 龙隐村虽然建立的早 历史也悠久 以前还有这三大底牌 但却也无法改变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小忍村的事实 由徐悦这目前已经开始在整个人界 都开始逐渐有名的狗大户开口之下 盛木齐竟然直接表示了需要考虑一下 还需要请示一下龙之国大名 第一次开口竟然就真的有着意向了 龙之国的特产其实也不错 但因为瀑布和山脉的关系很是封闭 整个国家都是苦哈哈的 这其实也是龙隐村越来越衰弱 没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 仗着英雄之水能够强横一时 却无法持久 虽然在小国当中 能够建立忍村就已经不错了 但目前龙隐村对于龙之国大名 还真有些积累 每年都需要财政补贴 而龙之国的特殊环境 也基本很少遇到大规模的入侵 一些小的骚扰很多 还是龙隐村自己引来的 在徐悦表示愿意留下一半的货物 当作龙隐村六成所有权的代价后 谈判了三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全部细节上的敲定 龙隐村的主体已经归徐悦所有 剩下的两成是龙之国 如果龙之国受到外力入侵 村子有保护的义务 最后两成就是村子 自己本身的村民与人者们了 谈判里也说明了 徐悦不能卖掉人助力 也不能拆分村子 对于这一点徐悦也欣然接受 甚至还表示了正常情况下 并不会对他们的运转做出太多的干扰 每年还有着补贴的资金注入 当作筹码的一半货物当中 大多也是留给了村子的财政补贴 这一批货可是水之国的高端特产 运送到这里的时候价值已经开始翻倍了 如果再向土之国的方向卖出去 再翻一倍都很有可能 这对五大村都是会眼红的财富了 对于龙隐村的高层和村民来说 简直是美的冒泡 有这样的老板 比吝啬的龙之国大名 可是要好得多了 因为重金的砸下 村子的变更和交接 没有引起丝毫的波动 村民们也没有恐慌 因为那巨大的资金注入明显改善的生活 还一个个都对未来充满了期盼 村子都买下来了 人助力都可以说是自己的所有物了 除了不能卖掉外 还不是随便自己怎么玩弄 看着还是小萝莉形态的七伟人助力丰满脸的惊恐 徐悦也是露出了诱拐的笑容 将她带进了自己的马车 完成了这次的目的之一 英雄之水 留下了一半在村里以防万一后 徐悦也直接带走了一半 英雄之水十分之十 使用后在付出生命的代价下 能短时间够获得十倍以上的查克拉提升 直接使用一个单位的话 代价是付出生命 有过使用轮回天生之术感觉的 徐悦也肯定不会乱用的 但稀释稀释的话 效果虽然会弱一点 但却完全能够以先人体来扛了 再加上自己的寿命问题已经解决 相当于是休息休息就能把副作用解决掉 最关键的是 有了这东西后好好研究研究 在制造伪劣板十伪的时候 应该也是有加成可能的 毕竟伪兽自己都只抽出一部分查克拉 能够扩容一下不是会更加方便点 当然 这是等到伪兽收集完后的事了 一 三 六 七 八 九的查克拉都已经到手 现在还差阴影的四伪和五伪 云影的二伪 土之国 经济繁荣上仅次于火之国的繁华 村子的站立上也是稳稳的排名前三 但如今的阎影村 却是面临着有点尴尬的问题 土影继承者的问题 目前五大村当中 也就是木叶和阎影两个村子 还是三代木当家 木叶那边是因为四代的陨落 而不得不三代重新扛起旗帜 但土之国就是纯粹的继承人选择问题了 三代土影大野木的下一辈当中出现了断层 并没有出现合适的继承者 除了人柱例外 就只有一个黄土勉强拿得出手 但对比起其他几村的四代 却又有明显差距 这让他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了更年轻的一辈身上 迪达拉就是他很看好的一位弟子 大野木也觉得自己只要等到迪达拉成长起来之后 差不多就能放心的把村子交给他了 至于最近总在村内上村下跳的四伟任助力老子 他是压根就没有想过 任助力想要成为影 大野木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因为执政时期足够长 甚至中间连权力的交接都没有过 大野木在阎隐村几乎就是一阎堂 威严满满 这也同样滋生了他的一些性格缺点 明万不灵 顽固这种词语来形容这个老头是再恰当不过了 也正因为这复杂的关系 所以也被轮回者们刷出了一套系列任务 我们出售的这几套情报当中 也就是木叶的和眼前阎隐的最为优秀 眼隐的沉顿就连我们也都只刷出过一次 威力简直超乎想象 眼隐村的一处茶点摊上 使用了屏蔽结界的武藤 对旁边的汪兆明和骑蟹员解释道 路上碰到了那个该死的杀星之后 他们担惊受怕的逃窜 最终好歹还是成功在这里会合了 在今天最后赶到的汪兆明也来了 顿时就让武藤感觉稳了很多 所以再次向他们解释了一次 好了 这件事你已经说过了 你是最先到的也擅长打探情报 就说罗斯柴尔德的那群人现在刷到什么程度了吧 骑蟹员似乎是有点不耐烦 罗斯柴尔德是强大 影响力更是辐射很广 但终究手也伸不到远东来 所以其实 骑蟹员和武藤两人都并不是很在乎他们的态度 为了足够的利益 得罪了也就得罪了 况且难得一次性 汇聚了三名大佬 如果能一锅端的把你们都搞定了 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可能连得罪都免了 我只能说罗斯柴尔德的人不愧都是一群精明的生意人 除了我们提供的情报之外 他们似乎还自己完善了步骤 推进速度比预计的还要快 现在已经开始唆使老子和他们斗上一场了 只要关键时刻 我们帮助迪达拉和黑土对老子形成最大输出 那就能够结了他们的胡把奖励算在我们头上 不过因为前面出力少的关系 如果刷出的是陈顿卷轴 学习还要付出一个S级剧情的代价 武藤用一种一切都在掌握的语调说道 S级剧情对于他们几人来说也是异常珍贵 但对比于学习到的那个能力而言 却还是赚很多的 S级别的技能里优秀的和保底的差距也是天差地别 自己有三名影级大佬 短时间足够完成巨额输出 齐谢源是帝国圈养的一条狗 汪兆明也成功被拉下水 全部都签订了空间契约了 东西已经是囊中之物 虽然比起原本火之国那边的目的还差了点 但好歹也能够弥补损失了 第零二五三章 一切尽在掌握 迪达拉 我是你为竞争对手 你怎么能如此没有志气 一位胡须比较茂密的大叔 看着前面那一位年轻人 满脸都是气愤的神色 而迪达拉看着面前的四位人助力老子 脸上却是一脸的不耐烦 大叔不要耽误我时间好不好 想要成为图影你去做就是啊 又没人拦着你 旁边一名未成年少女 此时看着迪达拉也有些担忧地说道 迪达拉大哥 爷爷他的确是希望你 阿玛范死了 图影有什么好的 每天那么多事 都没有时间让我来追求艺术了 就算是对于黑土 迪达拉也并没有什么好态度 满脸都是助孤生的技术宅样 在轮回者的干预引导之下 这系列任务的引发 让剧情也发生了偏转 直接将四位人助力和迪达拉的矛盾引发了起来 一心追求艺术的迪达拉 对于图影的位置并没有丝毫兴趣 而老子却反过来将他当作最大的竞争对手 论实力和地位来说 有着四代水影的例子在前 人助力成为影其实也是有先例的 但也同样因为四代水影的暴政 也被认为是人助力的影响 就算老子的确是拥有资格的 大野木却也完全没有考虑过 对此老子自然只能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行 被轮回者们引导出来后 便是时刻准备在各方面都压服迪达拉 见到迪达拉丝毫不准备应战的意思 老子也是完全豁出去的出生机降了起来 什么狗屁艺术 无非就是少年人的一些幻想而已 终将会向现实妥协的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立刻就凝重了下来 本来都是一脸无所谓嫌弃麻烦态度的迪达拉 脸上那懒散的不耐表情便是完全消失 画作了猙獰 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老顽固 怎么能够理解艺术的真谛 真正的艺术就是一瞬间的灿烂 我已经决定了 必须要让你亲自体会一下艺术的真谛 虽然感觉哪里有些不 但老子还是觉得对方只要能够答应下来了就好 对于迪达拉他并不会小觑 作为大野木重视的弟子 甚至私下里学习那种禁术都并没有阻止 不管是天赋还是现在的实力都已经达到了顶尖 但对比起能够利用伟兽力量的自己 你还是欠缺了一些火候 等到我成为第四代图影之后 好好再磨练调教你一番 让你的脾气沉淀下去后 还是会让你成为第五代图影的 哼老子的念头还未完成 脚底下便爆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强大的冲击 将他所占之地的山丘都狠狠地掀起开来 但爆炸过后 披着尾兽羽衣的老子 却是完全将这攻击抗了下来 不算很远处 一群披着地下交易所专门用来隐藏顾客身份长袍的七八人 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激烈的战场 迪达拉的确很有天赋 但现在终究还是太年轻 估计真正对比起来坚持不了多久 一名留着些许胡渣 看上去却很是绅士的男子 放下了都冒一脸的平静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男爵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未来掌控着 在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当中的年轻一辈里都算得上佼佼者 已经突破了精锐轮回者的范畴 根据情报 迪达拉性格很刚烈 这次被我们挑起的战斗 如果没把握好时机让他进入了绝境的话 是会选择自爆的 一位金发闭眼 身材火辣妖娆的美艳女子 抿了抿性感的红唇提醒地说道 杰曼 爱丽丝 哈尔芬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的未婚妻 一位天父更在他之上 惊艳整个法国轮回区 天父更在其美丽之上的精锐轮回者 虽然还没跨过那道晋级评价 但实力却丝毫不在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之下 作为精明的银行家 他们也不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 在买下了日国的情报后 一直也怀疑日国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准备做什么手脚 所以这一次他们进入空间的 就是这一对实力超绝的准夫妇 因为杰曼 爱丽丝 哈尔芬 还处于精英轮回者的阶段 所以哪怕他拥有着不逊色于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的实力 也依然能够共同进入 拥有两名大佬级别的存在 足够有底气应付一切麻烦 要对我的速度有信心 根据我们对空间规则的试探 难度越大获得的奖励才可能越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四伟人助力 完全化作伟兽之时再出击 届时 获得沉顿的可能性才能大幅度提升 虽然这次在忍村大战的任务空间中 刷了其他的任务奖励也不亏 但这终极奖励一定要得到最好的 才能对得起自己两人同时出手 红润的嘴唇撇了撇 爱丽丝看着旁边的爱德华 翘脸上莫名有些僵硬忧怨感 双手环胸将那宽松黑袍都遮掩不住的轮廓 都勾勒出来后才是静静地说道 我自然是相信你的速度的 与此同时 另外一侧 武藤 汪兆明和齐谢源也利用武藤的 一件隐匿道具潜伏在了暗处 见到战斗都已经进入白热化 黑土在旁边一直想要阻止劝说 但却都无用 到处坑坑洼洼的战场 武藤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疑惑 不知道为何他们还不动手 时间拖下去 等到四伟人助力完全将尾兽力量展示后 迪达拉是会被逼到自爆的 那一切都白费了 难道是我们的行动被察觉了 脸色阴沉不定了一阵后 武藤才是再次开口道 干脆我们直接动手吧 你们两个控制一下出手力道 让我形成最大输出 齐谢源没有犹豫地回绝了他的建议 不能先动手 否则敌人在暗处完全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他们或许就是在等待思维变身 汪兆明一脸冷漠地提醒道 让武藤也出现了一丝恍然 不过这样的话 要卡时间不知道速度跟不跟得上 既然他们这样选择了 说明他们有把握跟上 我们只需要守株带兔即可 没错 我们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优势 一旦他们发动攻击 就下了迪达拉阻止了他的自爆 我们就立刻发动攻击 齐军利用自己的特性牵制对手 契心军携我一同攻击四尾 利用你那个冰封的招式封锁行动 我来完成最强一击 完全看穿了对方的手法后 武藤已经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之前的损失只能找你们拿回来了 第0254章 奖励 很不错 你的天赋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如果我不是四伟人助力 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身上尾兽羽衣都被炸得好似快要熄灭 透过尾兽羽衣的防御 都将老子炸得鲜血淋漓 但他脸上却满是兴奋和欣慰的角色 不管如何 他都是为了村子 他想要成为图影 也是想要让村子更好 有着这样的年轻人 村子的未来一片光明 如果你能够接下我下面这一招 第四代图影的位置我就让给你 如果你接不下 那以后就得乖乖听我的话 老子表情逐渐严肃 已经准备用出自己压箱底的能力了 完全伪受化 自己也才是刚刚才学会操控而已 没想到第一次测试 竟然是同村的这位年轻人身上 大野木 虽然对你的一些政策不敢苟同 但你选择弟子的眼光 的确不是我能够比得了的 另外一边看着老子身上 骤然爆发出了恐怖查克拉 甚至查克拉都已经实质化起来的迪达拉 此时也是气喘吁吁了起来 这个老头是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不管是输了 还是赢了自己都好吃亏 真是该死 查克拉不够了 是到极限了吗 那么来品尝一下这瞬间绽放的艺术吧 可就在迪达拉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 一道黑红色的身影 便是迅速地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只见一名身穿燕尾服 看上去极为绅士 充斥着男性魅力的男子 正风度翩翩地站在这里 好似是凭空出现一般 这个男人他有点印象 帮了自己几个小忙 这一次本来也就是他约自己来这里见面的 却没想到会碰到那一个讨厌的大叔 真是抱歉 来晚了 似乎是为你带来了不少麻烦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帮你解决这麻烦好了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满脸都是充斥着优雅的绅士表情 而随后他便是抬起了手指 犹如血液一般的球体不断地从他手指上汇聚而起 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鸣叫声凝聚了起来 在他蓄力的过程中 另外一边的老子也已经完成了四尾的完全释放 犹如金刚一般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猿猴 伴随着仰天的咆哮出现在了眼前 天空的云层都伴随着这一声咆哮而四散 大地之上以其为中心开始不断地向外一圈一圈地扩散起了一道道的冲击 整片大地都开始岩浆化了起来 让迪达拉兜不得不伸手护住了眼前 而正在蓄力的爱德华也脸色微变 四尾完全释放的威能还在想象之上 这就是伪瘦的威压吗 这股充沛到恐怖的能量 这股不祥的压迫 自己的血暴还真挡不住 不过自己只需要拖延到时间就行了 迪达拉还有爱丽丝都会配合自己一同攻击的 然而不等她心中念头闪完 几道恶心的触须便已经朝着她包裹而来 那原本凝聚而起准备轰向四尾的攻击 不得不临时转变了目标 将那吞噬而来的触须全部泯灭 化作虚无 该死 爱丽丝 伴随着她的高呼 一道魅影便是顺着那触须的方向 朝着对方直击而去 漆黑能够吞噬一切的光束 一切而过 引来了一声闷哼 随后就看到了一鸣断臂的肉流身影亮呛的 从阴影中出来 其解缘也没想到 对方竟然有两人 那能够泯灭一切的血暴 还有后面那切割的黑光 每一击的能力都达到了自己这一级别 不过还好 虽然有些意外 但我们的实力却还在你们之上 以自己的修复能力短时间拖延到你们两人是足够了 另外一边 一刀幽蓝色的巨大刀芒破空而来 刚刚觉醒而起的四尾身上的火焰 骤然都暗淡了许多 大量的水汽出现 似乎是遭受到了什么 致寒致冷的攻击一般 动作不由一顿 趁着这停顿 浑身被武装色霸气包裹的武藤 也咬碎了嘴里含着的一颗药丸 气息再度暴增 全身力量都汇聚到了手中太刀之上 做出拔刀姿态 出鞘 粘 一闪而逝的刀光闪过 四尾那巨大的金刚猿猴身上 也出现了一条不断放大的裂口 瞬息间就遭受到了重创 缓缓太刀归鞘 武藤也呼出了一口浊气 似乎一瞬间都苍老了许多 但满是皱纹的脸上 却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靠着要玩暴增的能力 汇聚于一击之上 足够对四尾造成最大的评价重创了 最后的奖励已经到手了 好 然而下一刻 四尾伴随着痛苦而愤怒的怒吼 却是又将他惊醒 自己的攻击似乎是有点太强了 强大到尾兽都扛不住了嘛 本来只是准备让这次战斗 奋出胜负就够了 刷到足够评价就行了 但现在看来 对你造成的打击 还要远远超乎预计啊 既然如此 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完成这BOSS一样的怪物攻略 和三人之力击杀的话 然而 当他一边思考着 一边抬头看向四尾的时候 却是发现四尾那高大的身体 却是莫名缺少了一道大大的缺口 好似背部被什么东西挖掉了一个圆壶一般 那被挖掉的伤口当中 伴随着泡沫一般的熔岩也在进行着恢复 但速度很慢 而且先后吃上了两次攻击 老子也已经从迷失中清醒了过来 似乎已经要退出尾兽状态了 咦 这种伤口应该不是自己造成的才是 什么情况 还有 为何空间提示迟迟都没有出现 我的奖励呢 有点猛逼的武藤 却是并没有发现汪兆明化作血轮眼的眼中 留下的一型血泪 灭族后拥有了成套的血轮眼 直接手术让汪兆明自己出钱 从一勾玉开始升级到三勾玉并没有什么难度 而达到了三勾玉后 徐悦就可以直接封印一发 永恒万花筒神威的铜力到汪兆明身上 就像又当初封印了一发天照到左柱身上 让他看到带土就自动发动攻击一样 封印术之时更在幼之上还拥有永恒万花筒的徐悦 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度 无非是对汪兆明的负担大一点罢了 因为得到了一份稀有情报 汪兆明是和武藤是签订了协议的 由汪兆明自己攻击的话 战利品所有依然是属于武藤的 但现在却是徐悦借助汪兆明之手间接发动的攻击 丁完成成就任务抱走的四伟 四伟仁助力抱走时对四伟进行了最大的输出 获得奖励 血迹淘汰 沉顿 祝 因轮回者未参与前置任务 学习卷轴需要消耗S星号依据请典 刚刚抵达土之国的徐悦得到了提示之后 也不由撇了撇嘴 这空间可真扣门 不过也变现地说明了沉顿本身的强大 是和万花筒同一级别的能力 但这对于徐悦来说 最为关键的还是三种查克拉的融合技巧 等到自己计划实施的时候 应该是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吧 第0255章 情报误解 武藤 齐谢元 汪兆明 老子 迪达拉 黑土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 杰曼 爱丽丝 哈尔芬 八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两边的轮回着 以剧情人物为中心地对峙着 气氛很凝重 场面很尴尬 临时拖住了两人 气喘吁吁的齐谢元 看着那双目喷火的两人 也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真是不好意思啊两位 看来还是我们赢了 日国 很好 爱德华满脸阴沉地看着那三人 眼中不断地散发着鸿芒 似乎是控制不住自身的怒火 虽然还刷了一些其他任务 但那些奖励却完全不值得 自己两人特地浪费一次任务机会来针对 本来现在才是获得最高奖励的时候 但就是因为这三人 就是因为那阴险狡诈的日国人 却是完全功亏一篑了 而在齐谢元与爱德华互相眼神 发出碰撞火花的时候 武藤却是满脸猛逼面色发苦 拜托 我没得到提示啊 不是我干的 齐谢元你脑子进食了吧 这种锅你抢着呗 本来吧 如果能得到战利品 他倒也觉得无所谓得罪 不得罪这群银行家 但关键的是现在战利品没得到啊 等等 除了自己等人外 也就只有他们了呀 自己这边的另外两人签订了空间契约 肯定没问题 所以问题肯定是出现在 在这群狡猾的银行家身上 你们还有人隐藏在附近是不是 在齐谢元与爱德华两人气息交锋的时候 武藤立色地说道 让爱德华愣了下 竟然被他发现了 自己另外五名属下没有出现 他们只是寻常的精锐轮回者 没有一锤定音的能力 所以自己是暗自下令 让他们准备结阵困住一人 这样双方才算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五名精锐轮回者 如果不利用类似于阵型的配合加成 是很容易被一名大佬逐个击破的 那边观察到了爱德华脸上 一丝不自然的武藤 心底也闪过了一缕了然 果然就是你们 阴险的银行家们 毛孔里都渗透着鲜血的吸血鬼 不单单你们把好处夺走了 现在反过来还准备倒打一耙 好啊真是好啊 喂我说你们几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自己打起来了嗯 而当了半天看客的迪达拉 却也忍不住的开口插入了他们的谈话 爱德华那几个家伙他是认识的 还算是有点好感的 这边迪达拉开口之后 从伪受状态退出的老子 也是缓过了什么脸上一片疑惑之色 他毕竟年长许多也老辣很多 所以也察觉到了眼前的形势不对劲 这几个家伙 可是把自己从思维状态打回来了 每一个的实力都不可小觑 而现在这么多集结在一起来到 土之国是有什么阴谋 不过同样的 因为爱德华他们也完成过他的任务 所以他主要的目光也是锁定了武藤他们一行 让原本准备说什么的武藤也不由脸色一变 空间土著准备帮他们 这可就棘手了 旁边的汪兆明也一脸平静地提醒道 现在的战斗没有意义 而且我们的协议也算是结束了的 虽然很气愤这群银行家的狡诈 但依然还是讲究利益优先的武藤 也终止了心头快压不住的愤怒 冷哼了一声 我们走 但另外一边 实际上也同样什么都没捞到的爱德华他们 怎么可能会在这种优势场面下 轻易地放他们离开 你们是来一趟拍拍屁股就走 我们可是前面费心费力刷了好久了 怎么可能让你们摘桃子 想走 那就看你们能不能摆脱我的速度了 看着那骤然化作漫天血影的身影 将自己三人包裹 武藤也不由又惊又怒 你们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竟然还准备真的做过一场 你们这样能得到什么好处 银行家难道不是比自己还要更加讲究利益的吗 真是避了汪了 我一定遇到的是假的银行家 呼呼算他们走运 气喘吁吁的爱德华 看着那三人逃离的方向 脸上也出现了一阵很辣之色 那个人是龙之魄的汪兆明吧 实力果然名不虚传 竟然一己之力强行打开了包围的缺口 自己这边可还有着这实力强大的土著协助的 实力占尽上风 龙之魄的人怎么会和日国混在一起了 爱丽丝此时也是一身战斗服饰 深微的黑色皮衣 全身上下的布料夹起来都少的可怜 露出了大片的滑腻 将那妖娆火辣的身段完全的凸显了出来 配合那金发碧眼的美艳容颜 犹如一朵鹰素一般让人欲罢不能 但如果因为这一份美丽而忽视了他的力量 那绝对会死得很难看 就刚刚战斗的破坏力来说 他比爱德华还要强上几分 之前的战斗他属于绝对的主力 牵制了汪兆明大部分的精力 哼 应该是有什么协议吧 不过还真卖命啊 最后这样保他们两人周全 也不知道许诺了什么好处给他 爱德华掏出了一瓶鲜红的药剂一饮而尽 擦了擦嘴角的血红 那是因为我让他保住那两人的呀 那两个家伙可是用得相当顺手的 然而就在此时 让爱德华浑身冰冷的声音 却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一名戴着瞄脸面具的身影 夺步的从阴影中走出 完全不介意老子 迪达拉和黑土在场 完全不在意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精锐们 犹如自家后花园闲逛一般的 来到了猪人的面前 你是什么人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看着出现的徐悦 敏锐的直觉 却是不断的 向他疯狂的发送着危险的信号 旁边的爱丽丝 也是俏脸沉重满脸戒备 什么人 男爵阁下可还真是贵人多妄事啊 前一段时间 你们银行不是刚刚对我们的分会 做了一些友好的交流活动吗 徐悦哑然的笑了笑 这一次过来 他本身就是为了立威的 并没有多大隐瞒的意思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本部 自己现在是还没能力攻进去 毕竟不是美人鱼那种杂鱼 但你们出来的队伍 团灭个一两支 却是完全没问题的吗 当然 顺手甩日国一口锅 给你们造成一点 他们是特地来配合自己的误解 也就是顺带了 水当然是越混越好 前段时间 分会 你是企鹅商会的人 爱德华还没反应过来 旁边的爱丽丝 却是已经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美人鱼军团的下场还历历在目 她当然是印象深刻 在未婚妻的提醒下 爱德华也是立刻反应了过来 满眼都是忌惮 美人鱼军团总部单独攻入的话 自己也做不到 还是夫人名示礼呢 作为报答 我们等下一定得要好好交流交流才行 徐悦依然是温和地笑了笑 随后 眼中的三沟玉也缓慢地旋转了起来 真是遗憾啊 你们现在还没来得及出去呢 不然的话 或许就能从另外两人身上多少知道 不能和我随便对视了 伴随着花纹的变化 下一刻 那吞噬C世界加成的恐怖阅读空间 便是将这两人笼罩了进来 终于是没什么灵魂防御技能与道具了 前面两个都是草草了事啊 嗯 看来的要给你们留下一点 毕生难忘 足够瓦解掉心灵防线的印象才好呢 这里时间完全受到我的支配 那么 我们来玩点有意思的游戏吧 爱德华一阵恍惚之后 就发现了自己被绳索捆住 绑在了凳子之上 自己一身的力量完全无法用出来 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分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你太太可真润 第零二五六章 种子 双目瞪圆的爱德华 僵硬地向后倒去 随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掀起了些许尘埃 爱德华大人 那五名之前 牵制住了武藤的精锐轮回者 突然就看到 爱德华大人与对方对视一眼后 就莫名地倒下了 完全都无法理解 目字尽烈 刚刚面对那三位强敌 爱德华大人都能够谈笑风声 轻松退敌 但现在竟然一个照面下就倒下了 没有丝毫犹豫 五人瞬间就来到了爱德华面前 四人面露戒备地看着徐悦 剩下的一人 开始检查爱德华的情况起来 死 死了 不可能 爱德华大人下半身都立帐篷了 肯定只是中了什么银鞋的幻属 但真的没气了 通灵符文也已经消失 灵魂已经退出空间回归总部了 连续的答复 让几人都不由面露难看之色 一击就将爱德华大人击败了 这怎么可能 下一刻他们就下意识地 看向了旁边的爱丽丝大人 好歹自己这边还有着爱丽丝大人称场子的才是 可刚刚转过头去 五人确实都不由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只见本身身上布料 就很少的深微皮装美艳身影 此时却是浑身都泛出了一股不正常的红韵之色 脸上那种迷醉的表情 与嘴角的一缕晶莹垂落 直接顺应着光滑的脖梗 与碎骨下滑到了那沟壑之中 那种散发出的异样气氛 就算是心智比较坚定的三人 都感觉有些承受不住 明明知道不应该多看 但却不由自主地盯着对方 然而下一刻 从爱丽丝无神茫然的眼瞳之中 映射而出的万花筒倒影 却是顷刻间摧毁了五人的精神 伴随着一声 闷哼就都倒在了地上 向前走了两步 伸手划过了爱丽丝那光洁的脸蛋 手指拨动了一下她的嘴唇后 徐悦也是轻笑了一声 倒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看来平时爱德华是很不给力啊 别天神的机会已经全部用过了 徐悦想要在这种级别的存在身上埋下钉子 却也着实费了她一番精力 也还好C世界强化之后 阅读空间足够的给力了 而他们两人也并不是之前 诅咒祭司那样的精神特长 被自己强行压制了相当久的时间 放大他们的千倍感受 再加上时间的无限延伸 也算是勉强达到了目的 利用了永恒万花筒的幻术 植入到了两人的体内 不过爱德华因为受到的刺激过大 最终还是压垮了精神 精神崩溃触发了某个防御机制 也不知道自己封印在她记忆当中的幻术种子 还能不能起到效果 至于眼前这个 应该效果能够更加明显一点吧 饶是自己都感觉到了精神上的些许疲惫了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 内心本来就有着相关方面的破绽 爱德华似乎有点不给力的话 自己还真不一定能够对他们完成种子的安放 看来四代水影果然还是先被半控制住的 不然许悦可不相信带徒有这一份能力 现在的效果应该和对四代水影那种层次的掌控差不多 大多数时候爱丽丝都是她的自己意志行动 但在按时激活或者特定时刻 能够短时间对她进行行为上的指令 虽然远远比不上别天神方便 时间能持续多久也不好说 但效果却也还凑合着用了 大 收回手打了个响指后 那边目光茫然的爱丽丝便是立刻清醒了过来 随后满脸警惕地看着徐悦 企鹅商会的确名不虚传 这一次是我们输了 一边说完 也不等徐悦再度发动什么攻击 便是直接利用了回归道具 似乎完全都不记得阅读空间当中发生的事情一般 那一股记忆伴随着永恒万花筒的幻术 都被封印到了灵魂深处 只有通过特定手段才能共同激活 而现在她的举动也表明了那种死后触发的 重生道具珍贵程度要远远高出普通的 脱离空间道具 她并不想尝试被杀回去的感觉 不过其实徐悦也并没准备杀她 另外一边 直到爱丽丝逃离之后 老子 狄达拉和黑土三人看向徐悦也满是戒备的神色 而徐悦点了点下巴之后 也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翻出了一件黑底红云的长袍 穿上戴上了戒指 算算时间 大蛇丸应该是要被幼交做人了 些的搭档还是给她拐回去吧 把人家三代封影的玩偶弄坏了 倒是怪不好意思的 狄达拉和老子都叛逃了 黑土昏迷着被送回了阎影村 这就是徐悦帮助剧情修正的程度 狄达拉本来就是因为输给了幼而进入小的 徐悦只是和幼替换了一个角色 至于老子则完全是因为内疚以及对三代图影的不满了 本来他就一直很不喜欢三代图影老头的砖断 现在自己因为和他弟子的切磋 导致被人趁虚而入的将他弟子诱拐到叛逃了 自己除了叛逃也并没有其他办法了的 而徐悦通过之前神威空间吞噬的查克拉 倒也完成了四位的收集 完事后还获得了一个A级剧情和一个C级剧情 这边徐悦本体做妖的时候 那边大商人木分身 却是接受到了阎影村的超高规格接待 在村内拥有无上权威的三代图影 亲自接见了徐悦的木分身 岳先生的大名我也是仰慕已久 甚至最近还听说岳先生投资了龙影村 其实岳先生完全可以投资我们阎影的 我们可以单独为您设置一个护送部门 就战力和效果还有名气上的威慑来说 都要比龙影村大的多 他们村子不弱 但特殊的手段都太偏向于自保了 并不适合这种长期的护送 大野木的情报工作可以说做得相当到位 龙之国发生的事就已经得知了 不过徐悦道也并没有意外 在怎么龙之国都市有人助力的村子 混得现在这么惨没有土之国 暗中插手 徐悦自己都不相信 啊 真是遗憾啊 现在我连钱都已经付了的 徐悦有些遗憾和唏嘘地说道 不过随后画风便是再次一转 不过现在我的资金拥有数目 也不太方便 我一直都做一次性的交易了 还是有不少闲钱能拿来投资的 不知道贵村出不出售股份的 当资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再想要一直像前面那样翻倍上去 已经很难了 如今这膨胀的流动资金 已经足够徐悦影响一国的货物价格 再次全部投入一个市场 只会引起价格上的崩盘 既然到了这种地步 那多余的钱就化作投资 变成固定资产吗 我帮你们出钱 更好的收集固 更好的训练忍者 更好的打造忍具 提高你们的任务效率和收入 还增加你们的名气 然后你们每年的收入 抽出一定比例分红给我就是吗 对于徐悦这种的提议 大野木也是有些心动的 对方又不是要全力 无非就是头上除了大名之外 再加一位小一号的金主 完全可以做得 只是就在这个时候 便有暗部出现在了现场 在大野木耳边说了什么 虽然知道 暗部在这种重要谈话的时候 进入肯定是会有什么重大消息的 但听到了内容之后 还是让大野木不由脸色一阵难看 我就知道人助力靠不住 真是该死 第零二五七章 使者 任助力和自己最看重的弟子叛逃 大野木自然也是需要紧急处理 而徐悦也趁机提出了想要五伟 任助力陪同的要求 大野木也自然答应了这一点 这个奇怪的商人 有着喜欢和任助力在一起的特性 他们也都收集到资料了的 如果是以前提出他们 他们还可能会犹豫 但六伟 一伟 甚至他自己买下的七伟 不都还是好好的吗 所以 完全不用担心什么的了 徐悦也成功将五伟人助力汉 又骗到了一间小房间当中把事办完了 至此 九大伟寿 也就只剩下雷之国的二伟小姐姐 本来的话 徐悦按部就班的继续以商人的身份过去就够了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直留在木叶的木分身 通过通灵小舌传递了一条信息过来 说是准备交换记忆了 时间倒转前几天 木叶 木叶的黑色闪光已经从木叶除名 加上在水之国的所作所为 人介又对徐悦的名号 有了新的定义灭族的黑色闪光 虽然这么听怎么还是敷衍人 但再次为他增加了一点的综合名望 而木叶暗部当中 也多出了一位代号为月每日处理文件的暗部成员 刷 一道同样戴着面具的暗部身影来到了月的面前 用一副半死不活的死鱼眼样说道 雷之国的使者马上就要到了的 一起去迎接一下吧 怕出什么篓子 人家来和谈的 能有什么篓子 一副平淡语调的月说完后 倒也并没有拒绝对方 将文件整理好后便是一同出门了 伴随着两道残影 这两名暗部成员便是先后落在了木叶大门入口处 两侧马路的屋顶之上 静静地注视着那很正式很庞大的使者团队 以及道路两边负责迎接的人群 注视着一切可疑点 防止任何突发情况 作为雷之国使者的那名中年男子 骑在一匹骏马之上 在马匹背上不断地向着四周欢迎的人群挥手 脸上则是带着一种傲慢的姿态 骑马的速度还特地相当之慢 让整个使者团队的前进速度都异常地缓慢 这使得原本正常的欢迎一时间都有些变味了 变得对面好似特地过来显白一般 明明是正常的初始活动 就透露出了一股子耀武扬威的味道在里面 可偏偏的还抓不到画饼 对于对方的举动无话可说 而且眼前的时机也的确需要对他们忍让一二 与志波异族的灭族 两名与志波异族的天骄叛逃 对于木叶来说毫无疑问也算得上是巨大的打击了 好在三代火影还健在 木叶当初的威名还在 三人中的两位也只是出门游历 底气还在 在三代火影老辣的政治技巧之下 作为盟友的丰之国 赵美明上尉百废带兴的水之国两边 已经完全没有了问题 土之国也暂时被他派出使者稳定了下来 唯独雷之国在得到了这消息后 云影村却是主动派来了进行和谈的使者 三战结束到现在 雷之国也是唯一美与火之国签订和平协议的国家 就像现代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俄罗斯和日本一样 没有停战协议虽然不会真的再打起来 但俄罗斯时不时飞个战略轰炸机 环倒一圈却也抓不住画柄 如果是以前云影村派出和谈使者 木叶当然是没有丝毫其他问题 但选择了眼前这个微妙的时机 却是有点其他的想法了 不过为了和平 为了让木叶从与制波灭族的阵痛当中恢复过来 和谈是肯定要和谈的 所以哪怕他们的使者表现得傲慢了点 却也同样不能表露出什么 真是狡猾得紧 你一叛逃之后就立刻眼巴巴的派使者过来了 恐怕准备狮子大张口啊 卡卡西面具之下的脸看不到表情 但情绪中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愤怒和无奈 当初徐悦的遭遇和与制波一族的真相 可是对她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如果不是先后代徒 林老师的死亡为她锻炼出来了出色的内心 恐怕都还会和现在的凯那样 还没从低落中走出来接受现实 我看未必 或许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会很简单的 站在屋檐上的徐悦目分身 此时的语调却是有些怪异 虽然空间的修正力量相当强 但自己的干预也的确影响越来越大了 特别是一些发生在自己四周的事 本来这件事情应该还要早几年发生的才是 硬生生地拖到了现在吗 当初战场上和四代雷影他们的一战 看来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点阴影的 雷之国和谈 除田被掳 日向日差之死 看来就是要发生的事了 而随后 徐悦还在那欢迎的人群中 看到了一个金发小不点 眼中带着些许缅怀的同时 看着他手上提着的油漆筒 也不由有些哑然 今天的时间算起来 哼 下一刻他就消失在了原地 油漆筒被倒扣在了头上 红色的油漆淋满了全身的一名小正态 正张牙舞爪地对前面 戴着暗部面具的身影 发出着愤怒的铜声 我明明什么都还没做 你怎么能这样 为了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 名人做恶作剧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一次好歹也是做完之后才受到惩罚 但这一次自己都还没动手 对方把工具没收了不说 看了看那红色油漆后 竟然反手就扣到了自己头上 这简直是太过分了 而徐悦手滑之后 看到那被染发成了红色的名人 也不由泛起了一丝笑容 其实小时候的名人还是蛮可爱的嘛 现在和他妈妈都有几分相似的 特别是染成红发的时候 结果后面越长越残了 但是我就是想扣一下看看 徐悦面对名人的抓狂 带着些许调笑地说道 而听到了徐悦的话之后 名人反倒是停止了抱怨 小脸上出现了一丝并不明显的失落 果然自己是很惹人讨厌嘛 连着戴着面具的小丑演员都扣我油漆筒 一时间在原本热闹的欢迎队伍当中 明明附近全是欢声笑语的人群 他却依然感到了自己的孤寂 感受到了与四周的格格不入 感受到世上好像就只剩下自己一人 完全没有了在恶作剧的心情 带着一种失落 那小小的身影便是默不作声地朝着人群外挤去 不过就在他刚刚挤出人群 那原本被丢下的空油漆筒 却是又被扣在了头上 好了 作为道歉 我请你去吃拉面 不过得先把你洗一下 第零二五八章 算计 大叔 你真是个好人呢 吃了三大碗拉面 小肚子都快晒不下了的名人 一边抚摸着撑得圆滚滚的肚皮 一边继续顽强地捞着面汤下的碎末 雨气中充满了欢快 明明前不久才被旁边这个大叔扣下油漆筒 洗干净吃碗面 就完全忘记愤怒 只剩下感激了 这还真是容易满足的小家伙 大叔你不吃吗 嗯 是我吃太多了吗 看到徐悦就一直是坐在边上 看着自己吃 名人似乎也是有点反应过来 不好意思了 看着眼前 渣子都被自己捞干净了的面汤 也感到了些许尴尬 看着有些小彷徨和不安的名人 徐悦也不由笑了笑 随后将脸上的面具取了下来 挂在了一侧 我只是还没到饭点而已 老板来一份海鲜拉面 一句分身吃什么东西嘛 不过为了让这小不点安心点 还是吃点吧 哎 大叔其实蛮好看的嘛 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呢 哦 我应该叫大哥哥吧 小明人有些犹豫和不确定的说道 一边掰开了筷子 品尝着这贯穿火影全文的大桶木一乐拉面 徐悦加了点谈华的虾仁 到明人的碗里笑了笑 别 还是叫我大叔吧 我可不想占这个便宜 哦 捞着徐悦加过来的虾仁 明人也有点奇怪对方的嗜好 但大大咧咧的性格 却也并没有多想什么 两人都吃完 从一乐拉面摊出来后 徐悦也重新将面具摆正 大叔 谢谢你 今天很开心 吃得饱饱的 嗯 没什么 算是弄脏你的道歉了 差不多也该告别了 挣好了面具的徐悦随意地笑了笑 而后伸手按在了明人的头上 最后 明人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 说完之后 徐悦整个人便是化作一阵落叶 消失在了明人面前 而有点猛神的明人 摸着那从头上掉下来的崭新护目镜表情 却是有些呆滞 随后便是衣袖快速擦了擦眼睛 拿着护目镜 转头迅速朝着住处跑去 就是因为自己生日这一天 完全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在意 而反过来都到街上去迎接云银使者了 他才是会想着提着油漆去恶作剧吸引到大家的注意的 不过这一次生日 真的过得很开心 站在屋顶上 在月色下看着明人回家 抬头看了看头顶的明月 徐月也估计着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一只传讯鹰也恰当地落在了徐月肩膀之上 云引使者今天到访后 与木叶的交涉 徐月并没有兴趣参加 在背下了那滔天大锅之后 其实也代表着他放弃了木叶的权力核心 虽然三代一直都心怀愧疚 并不介意徐月已按部的身份参会 但团藏在自己成为火影的结局落下之前还是防得比较死的 徐月也并没有兴趣参与那些浪费时间的政治扯皮行为 不过即便如此 木叶近乎于所有重大决议的结果 还是会第一时间传递给他 果然开价很低呢 云引进村摆足了姿态 给人咄咄逼人的一种态度 但到了谈判桌上 却是异常的老实 本来都认为有一番激烈针锋相对的木叶决策层 却是相当意外的发现 云引对于和平条约的签订没有丝毫的附加要求 就是很正常的签订 虽然木叶也并不怕事 但能够这样平缓地度过眼前的时期 当然还是皆大欢喜的 条约都已经签订完成 和平的确是两个村子都有利的事 退一步来说 云引本身其实也并没有与木叶开战的动力和利益关系 最初 木叶也并不认为云引会以战争威胁 最多是认为他们会趁着木叶眼前这种相对虚弱的时刻 通过谈判捉讨要一些合约上的便利与利益罢了 现在这样 自然还是要对云引的使者们好好地接待 晚上好酒好肉地伺候 同时也算得上是对使者团的监视了 防止他们伺机捣乱 毕竟他们过来的时机的确是比较微妙的 忍者可并不会一直以善意来揣测别人 哪怕三代火影也是如此 但即便如此 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酒宴上还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 一道黑影却是已经抱着一道娇小的人影 从日向一族的足地当中冲出 速度极快 可偏偏地在刚刚离开了日向一族足地之后 他原本的速度却是一下缓了下来 而对于拥有白眼的日向一族来说 或许能够来个出其不意的行动成功 但想要逃脱他们后续的锁定追捕 显然是办不到的 什么人 胆敢冒犯我日向一族 伴随着一声怒喝 遥遥一道凌厉的气流 就已经命中了来袭之人的后背 寒怒出手的日向日族一记八卦空掌 瞬息贯穿而至 发出了尖锐之声 声势浩大 但命中之后却如中败序 没有掀起丝毫波澜 没有鸡飞 没有鸡穿 没有伤口 只是那逃命的人影 请客间就僵硬了下来 随后缓缓向前盗取 而在他倒地之前 日向日族便已经高速抵达 接过了他手中的橱田 看到橱田平安无事之事熟睡过去之后 日向日族也不由松了口气 日族大哥 现在可还不是松气的时候啊 似乎是有麻烦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道让日向日族熟悉的声音 却是传了过来 作为拥有白眼的日向一族 以至波灭族的真相 能瞒得过全村其他人 也不可能瞒过他们 加上他本身足够的地位 对于真相也是了解的 怎么 你都出面了 有什么问题吗 徐悦这里的拭目分身 因为查克拉无法提取 只会消耗的关系 等闲时刻 都是在按部批复公文的 会主动出现在这里 只可能是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有些不放心雷之国的那些人 结果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呢 徐悦的身影伴随着一阵泡影 出现在日向日族的身侧 看着地上的那具尸体说道 地上的尸体有问题 日向日族开始也是爱女心切 现在反应了过来 也随手撤下了对方的面罩 当看到那云影村使者的容貌后 却也不由脸色大变 这看上去好似关系户一般 一直都态度傲慢指高气昂的使者 此时却是一身蒙面装扮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应该在迎接宴会上的吗 他们自己掉包了 那个宴会上的是假帽的 只是并不是用的变身术 纯粹就是相貌很相似的两人 甚至可能是双胞胎 所以在进行了气味方面的掩盖后 除了我们估计谁也看不出来 被算计了一把呢 日族大哥 第零二五九章 陷害与谣言 当凑巧 从宴会出来上厕所的云影使团成员 发现了使者的惨死之后 也是立刻将事情闹大了起来 不管事情经过如何 就结果而言 就是过来 在牧业签订和平协议的云影使者死了 死在了牧业豪门日向一族的手上 知道这是云影村故意的又如何 哪怕演技不行又如何 如果使者没死 还将橱田带出了村子的话 那一切好说 但事情都发生在牧业之内 而且使者还死了 这根本就是有理说不清 在牧业的戒备下 除了靠着速度出其不意来一下 他们本身就不可能带人逃离牧业 可以说从最开始 这使者就准备以自己的死亡 来换取白眼的秘密 死都不怕了的人来和你玩 这绝对是最头疼的方式了 而云影就是这么耿直的一个村子 就是这种目标明却到耿直的简单套路 来针对你们 但越是这样 却越是难以对付 结果先出来了 谁还注意过程 什么 你们说是我们故意的 这一定是造谣 一定是你们这种敌对忍村 想要抹黑我们的谣言 使者死亡的事实胜于雄变 使团的二号代表 此时也一直都是 义正言辞的大声诉说着什么 甚至还威胁说 要联系其他村子评理 一旦真的让云影造势起来了 真的让他们联系到了其他村子 哪怕现在已经稳定的局面 也很容易造成 强倒众人推的现象 不管如何 你们都要交出杀人凶手 没错 血债只有血来偿 必须要以命抵命 使者团在迅速将情报送回国后 大部分人 却是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木叶也不可能 截住他们的送信人员 人家是正儿八经大张旗鼓地 过来出访的 所以压根是不可能隐瞒的了得 为了安抚这群人 三代火影也算是亲自出面了 满脸的无奈之色 好吧 我们交出凶手 似乎早就预料到什么的使团二号人物 一名明显经验 要比之前使者丰富得多的老者 文言后也是面露冷笑 哼 不要想着随便拿出一人来顶罪 来糊弄我们 我们的使者是死在柔拳手上 而且这种恐怖的杀伤 理应只有日向一族的族长才做得到 随后便是一脸阴侧侧的表情 看着站在三代旁边的日向日族 日向一族对付其他村的作用 或许主要在侦查之上 但对于喜欢拳拳到肉 崇尚耿直战斗的云影村来说 却是有更加明显的克制作用了 所以才会如此费尽心思 就算你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又如何 还不是要妥协教人的 这话我可不能当作没听到 然而就在此时 一阵冷漠的声音便是传了过来 一名戴着面具的木叶暗部 从三代身后迈入了场内 哦 这就是你们选择的替死鬼吗 抱歉 我不相信 面露讥讽地看着那暗部身影 这二号使者完全就否决了这种结果 他们为了这个可是精心准备的 安排的死事实力也是相当出色 起码要保证追上来的人是实力最强的日向日族 那我演示一遍 那暗部冰冷机械的开口道 哈哈随便你 反正我是不相信 刚刚说完 这二号使者就骤然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胁 然而这个念头才刚刚冒出 还未等到他有什么反应 另外一边的 徐悦便是抬手 坐柔全是 一击八卦空掌直接轰出 比日向日族还要更加恐怖的撕裂感出现 好似他与对方之间的空气都被一分为二 四周连声音都清扫一空 进入了无声的世界 待到这二号使者胸腹完全凹陷了下去 变成了畸形的状态之后 所有人耳中才再次恢复声音 狂暴的气流回卷 发出了震荡的轰鸣 而那双目滚圆 都快瞪出眼眶的二号使者 致死都不相信 竟然还有人胆敢在这里攻击自己 满脸你敢杀我的残留表情 随后便是倒在了地上 柔全的发力法门以空掌的形态轰出 完全挤爆了他的全部内在 但整个人却连后退一步都没办到 所有力道全部打入了体内没有浪费一丝一毫 你 你 你们竟然还敢杀人 其他使团成员现在都还难以置信 在木叶里亏之后 竟然还有人胆敢做出这么冲动的事 简直匪夷所思 难以想象 丧心病狂 我只是想要让他相信我的话而已 现在应该是相信了 收回了手掌的徐悦 暗部面具掩盖了所有表情 等到对方计划成功后再出面 自然而然才能换取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日向一族的柔全发力法门就是报酬 本来 没有白眼的话 柔全的威能其实大幅度降低了 但徐悦本身却还拥有着出色的医疗忍数 对人体结构异常了解 除此之外原力感知也算得上是相当优秀的感知技能 加上自身先人体的特殊性 将柔全学上手也是没有丝毫问题 直接通过奖励学到手 技能被空间认可之后 自然而然就能正常运用了 八卦空掌本身也是相对比较单一的技能 况且柔全本身的对内破坏能力 哪怕并不使用点学技巧也能发挥出巨大作用 徐悦体内的查克拉术相对别人也是相当浑厚的 一击直接轰碎对方的全部内脏还要点什么学 至于眼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反正已经被锅杯习惯了 多杯一个也无所谓啊 一份本钱当两份用 自己怎么都不亏吧 连你们四代雷影都不敢无视我的话 伴随着话语结束 面具之下就露出了一双不祥的血轮眼 这让剩下的那几名识者脸上 完全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血轮眼 怎么可能 现在还拥有血轮眼的人应该都是木叶的判人才是 对方的身份到底是谁 听他的口吻 竟然和四代雷影认识 完蛋了 绝对只可能是那个人 那个在木叶一天 雷影大人甚至连和谈使者都不愿意派出的人 因为只要他的存在 和谈的内容就必然会对雷之国相当不利 哪怕雷影大人一直都磨刀霍霍 准备找回当初的场子 但却不得不承认在找回场子之间 双方的交流就是永远都是低上一头 这次使团为什么会过来 因为与制波一族灭族 不 纯粹是看到对方叛逃了才喜滋滋的派人过来的 结果 结果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坑爹的呢 这是 他不是派人吗 不是发出了S级通缉令吗 怎么还会出现在木叶 怎么还不抓起来 而似乎是为了印证他们内心的呐喊 旁边的其他人 三代还有知情的几名暗部 此时也相当配合地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原来是你 与制波月 你竟然还敢回来 不管演技再列作 再浮夸 就和云影村之前选择的方式一样 这是哪怕你知道真相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结局就是派人与制波月杀的人啊 还当着你们的面又杀了一个 你们自己都是证人 我们就是唱双簧了 咋滴吧 现在就是摆明了 再告诉你们 与制波月只是背负着判人的名号而已 依然还会帮木叶办事 你们自己惦念着看着办 什么 曝光 这是敌对忍村扰乱士气的谣言 完全不需要理会的 你们云影真厉害 既然看穿了我想要嫁祸给木叶的计谋 我必然会报复回来的 伴随着徐悦这更加浮夸的言语 还有那利用飞雷神的消逝 云影使团剩下的人 则是全部满脸猛逼 这 这都这样了 你还要报复 哎 各位也看到了 这位判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也无可奈何 还请各位节哀 我们会追加赏金的 温和派的三代火影 在涉及到村子利益的时候 也是能够完全没脸没皮的 完全就是一副真正政治家的嘴脸 咬着烟嘴满脸的无乌奈奈之色 第0260章 幸运日 云影村 刚刚接受到出访使团利用通灵兽紧急联络的消息 四代雷影爱也脸上满脸的猛逼之色 本来是睿智的抓住了最佳的机会派出的使团 结果怎么搞出了这样的节目 忍者怎么能够这么阴险 你们竟然还能有假叛逃 S级通缉令都发出了呀 与制播一族难道不是他灭族的 信里还说会报复 怎么报复 你们这群骗子 连使用计谋都可以说相当具备自己风格特色的爱 完全难以想象 竟然有村子能够无耻到这种地步 而此时云影村外 却是有着两位穿着黑底红云长袍的身影 朝着村子慢慢走来 已经接到了木芬身自我解除分享记忆的徐悦 也暂时收起了继续贩卖特产来雷之国的打算 反正土之国卖雷之国利润也不大嘛 本来能够继续按部就搬出租尾售也都无所谓了 但既然那边有点情况 这就顺便再刷刷任务吧 反正也就只剩下最后一支了 这次来到火影最主要就是最短时间内收集尾售查克拉 所以相对的任务只刷了顺带的 肯定达不到上一次任务那样的级别了 但SS评价刷不到的话 我多刷几个S也行啊 现在S的缺口也很大的 就我们两个来找云影村的麻烦是不是太拖大了 脚都跟在徐悦身后 此时真的是撞墙的心都有了 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除了对钱以外 不会有任何其他情绪了 但现在他就觉得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 自己绝对会真爱队友的 打慢点无所谓 我等你啊 为什么手剑乱丢火盾啊 没什么 我有飞雷神 带着斗笠的徐悦语气平静 但是首领应该不允许我们这么高调吧 脚都不死心地说道 没什么 不让他知道就是了 徐悦依然还是那平静样 穿着这么明显 你跟我说让他不知道 你这是在逗我的吧 这是准备现在就让组织的人变成过街老鼠吗 放心 不会有事的 一切都会步入正轨的 徐悦对于空间的修正能力 有着充分的信心 掌门三人组 被自己这么强势的介入影响 都没能改变得了轨迹 再不斩只是有了一丝丝的机会 就再次获得了斩首大刀 绑架除田的事晚了这么久 一有机会依然还爆发 只要自己不做得太过火 下次进入如果是几年后的话 那绝对又会被修复得七七八八了 别不小心载了一些关键人物就行 做商人做了很久了 既然木分身在那边触发了奇怪的任务线 那自己当然还是多刷点分得好 手上要学的东西太多 任务点完全不够用啊 单单一个完美仙人体就要四个S剧情 还有六道树 秘中配恩六道的制作方法 这不正好有两个备用素材吗 另外还有陈顿的学习等等等等 就前面刷到的那些 那是完全不够的 这里不知道能够补多少啊 云影村 一名带着云影护额的人者 来到了一处房间之内 奇怪了 时代力量 天主圣徒 甚至罗斯柴尔德银行那边 都是联系不上了 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很显然 这名云忍是一名轮回者 雷之国 这一次情报大丰收当中 也有着法国轮回区的大型军团入驻 而且还是排名法国区第三的轮回者军团 圣西尔军团 连圣西尔军校都是属于这支军团开办的 虽然圣西尔军校会对外全面招生 但内部名额当中有许多都在军团内部的消化里 最关键的是 因为他们在军校这边选择的是对外开放的政策 所以人员相当之好 甚至不单单在法兰西 就算在其他国家都有不少时候说得上话 也只有他们有这个能力 能够在这一次任务空间当中 想要联络联合其他所有军团 不过 却是奇怪的并没有联系上 同时都联系不上 一名带着中世纪头盔的十字军战士 似乎是有些疑惑 有一个两个联系不上 都可能是他们正在进行关键任务 但全都联系不上 这也太凑巧了 本来 他们只是根据日国的一些情报 在雷之国刷一刷一些肉体的强化方法 以及雷之凯的运用 看能不能配合军团的一些能力使用 圣歇尔军团的主要特色方面 是在机甲军团和骑士军团方面 甚至因为都是选择并不算太难获得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大佬带队 认为精锐轮回者就足够了 只是在他们利用日国的情报 收集着一些强化能力 在都快差不多完全达到目的之时 一名团员却是意外的 发现了这个村里的一个恐怖人数 天宋之术 竟然是一种传送术 这种术对于机甲部队的后勤之源来说 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一瞬间 就让他们一个个都打了鸡血 传送能力在其他任务空间不是没有 但能够这么方便使用的就真的不多了 其他术要么使用条件苛刻 要么获得条件苛刻 而且这种传送术是绝对不会闲多的 每多一个人获得都能够改变一处战场 不过这个数在云引也是属于战略人数 想要获得的难度恐怕要相当之大 而且还没有情报攻略 只能慢慢自己等人进行试探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想要准备联络其他军团 靠着圣希尔的面子 请点外援合力解决问题 但偏偏现在就是联系不上 这可真是让人着急 实在不行 我们也只能进行先头的情报试探了 总之能够确认有这么一个数存在于这个任务空间 下次可以侧重一下这个空间的攻略 那十字军装扮的男子沉吟了片刻后也做出了决定 本来想要趁着这个几大军团都进入了大佬的情况下 卖人情借力的 现在看来是失算了 几个军团本来就有大佬在这空间 需要卖的人情要少很多 毕竟只是让他们顺便帮忙 下次如果真的是需要出动复数的大佬 让他们以各自军团的名义特地单排进入 那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太高了 性价比一下就低了下来 这一次我们的基础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探查情报完全算得上是额外的收获 所以大家也不要灰心 能够带回这种消息 我们就能获得奖励 不过情报奖励哪里能够有直接得到这个数的奖励好啊 真是可惜 明明这一次有不少其他军团的大佬进来的 下次就很难有这种机会了 盯触发任务阻止他 你们很快就能够明白要干什么了 阻止他 任务成功基础奖励为自主任意选择 云引村忍数机会一次 任何忍数 突然冒出的触发任务 让圣歇尔军团的几人不由感到有些茫然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空间抽风了吗 怎么判什么来什么 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这不符合空间的特性啊 不过不管如何 这都真是太幸运了 第0261章 独特的预约技巧 徐悦和角兜两人披着黑底红云的长袍 进入云引村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拦 徐悦只是瞥了登记忍者一眼 两人便轻易地走了进去 因为一些喜欢隐藏自己身份的雇主装扮 成功进入到村内后 他们两人的打扮也并不显得独特 只是当他们一路朝着村子最中心的雷影大楼走去的时候 抵达面前之时 还是被人拦下 雷影暗部 抱歉 任务大厅在那边 没有预约的画雷影大人不见外人 解释虽然相当到位 但语气却是冷冰冰的很是机械 伸手抬起的动作也充满了冷漠与拒绝感 犹如一句雕塑一般 哦 我有预约的 麻烦通报一声 就说当年的老朋友来了 徐悦抬了抬头上的斗笠 但那冷冰冰的暗部却是丝毫不为所动 每天这么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是个阿猫阿狗就把自己当个人物 有些人发布个C级级别的任务 就想要和雷影见面商讨细节 真是让人发笑 而且一个个都还是牛逼轰轰的 根本就认不清自己的分量 想要约见雷影大人 好歹也要最近那风头正盛的大豪商吧 两个连脸都不敢露得无名之辈 竟然也口口声声地说有预约 还说是什么和雷影是老朋友 要是真相信了你们去请示了 那才真是中了你们的邪 抱歉 我并没有得到通知说 今天有雷影大人的预约 那暗部一副扑克样的冷冰冰姿态 角度前辈 有人看不起你呢 徐悦侧头看着角兜 满脸笑嘻嘻 嘴角有些抽动后 角兜却也无法无视徐悦的眼神 看来还是只能由自己来先打个招呼了 他说了有预约 那就肯定有预约 你不让我们见 我也只有自己将人叫出来了 角兜以前是从来不会废话 最讨厌啰嗦和繁琐的 但因为某人在边上的关系 这一次却是破天荒的先开口解释了一下 随后不等那暗部反应过来 便是向后一个跳跃 双手迅速的结印 四道面具脸也同样从他背部长袍之下伸出 对准了雷影办公楼的方向 那名拦住两人的暗部 也是反应迅速 在角兜向后跳出开始结印的时候 就知道不好 手中没有丝毫犹豫的直接甩出了手里剑 准备打断角兜的结印 然而角兜虽然在徐悦面前温顺的和金毛一样 但他却毫无疑问是人界的老怪物 战斗经验之丰富 就连如今的两个三代影都比不过 一边结印的过程中 一边还能够灵活躲避 同时利用结印十手肘的部位撞击手里剑的侧面 将所有的打断攻击完全化解 火盾好火龙之术 水盾大瀑布之术 雷盾尾暗 封盾大突破 土盾土龙弹之术 五种属性的忍术近乎于同时爆发 而且还能相辅相成进行配合 请客间就对眼前的雷影大楼轰炸一遍 云影村的标志性建筑 竟然被角兜以一己之力直接轰塌了 五种顿术配合的威能可想而知 哎 角都前辈你的脾气可真暴躁 首领明明不让我们搞大动作的 眼前雷影大楼被轰塌 尘埃四散 烟雾弥漫 而徐悦被静风吹的身上长袍沙沙作响的同时 却还是露出了一种无奈的语调 让角都有一句MMP要讲 不过画到嘴边就自动切换了翻译 那还真是抱歉了 是我的错 这边角都刚刚给出回应后 四周也瞬间冒出了大量的人影 同时那烟雾环绕的大楼废墟当中 也爆发出了一阵暴怒的雷光 四代雷影这耿直Boi本身的暴脾气 加上这人在家中作祸从天上来的遭遇 当真是直接把怒气指点满了 找死 明明开口之时 人都还在那烟雾当中 伴随着死字结束 整个人就已经来到了角都的面前 静风扑面 角都的体数很强 力量不弱 绝对对得起他自己影集的身份 但面对那专精梗直径战一辈子 精通人体数的四代雷影来说 却是交手的刹那就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夹杂雷属性查克拉包裹的拳头还未靠近 抬手准备挡的脚都就感觉到了全身的汗毛倒立 犹如遭受电击一般 下一刻那原本的挡就化作了带 整个人直接借力向后跃开 准备先拉开距离 然而 四代雷影的速度 却是比他借力倒飞的速度还要更快 这种实力已经相当接近三代雷影了 现在的年轻人还都真了不得 角度心底暗自震惊 但却也并没有慌张 在一道道黑色丝线的连接之下 下一刻他整个身体便是四分五裂了开来 正好躲过了爱的追击 一道道面具怪出场 开始浮以各种顿数 角度骑士走的路线来说 某种程度上和徐悦都有些相似 他没有什么特别拔尖的能力 但却也并没有多少的短板 每次遇到不同的敌人 他都能够利用自己优秀的综合能力 通过对方最薄弱的方面来针对 而对付眼前的四代雷影 就是要利用这种面具怪牵制的辅助 场面上看脚都是节节败退 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吃太大的亏 如果只有他们两人对战的话 可能足够打到天黑都分不出胜负 但 这里可是云影村腹地 刚刚还爆发了剧烈的爆炸 此时附近的云隐忍者不是一般多 虽然他们都知道四代雷影很讨厌 除了奇拉比以外的人插手自己的战斗 但现在对付那几个不断在旁边 释放强大忍数干扰的东西 却是完全没问题的 雷影大人本身肯定也被这些插手犯规的东西 弄得很是憋屈 本来利用自己特性 还能和四代雷影有来有往的角度 在那些精锐的暗部缠上了自己的面具怪之后 却是顷刻间落入了绝对的下风 你没有帮手 可我也有啊 我的帮手还更加可怕的 只是 就在勉力抵挡着艾娜狂风暴雨攻势的时候 抽空看了一眼自己搭档的位置 却是吐血的发现 此时 对方正不知道哪里搞来了一地瓜果 坐在那边一边吃一边看 完全没有插手的意思 甚至连句666都没喊 第0262章 就是她 徐悦这边吃瓜看戏 但空出来的暗部 却也不可能放过她 四五道人影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 苦无 太刀全部顶住了她的身上要害 似乎这样就完成了俘虏一般 但徐悦对此却丝毫没有介意 而是伸出了手里的瓜果问道 要吃吗 引来了一片无视 你同伴的实力的确很强 但你们撒泼选错地点了 最开始 那负责拦下徐悦和角都的门卫暗部 此时语调中也充满了愤怒 为什么选择自己当班的时候乱来 你们真是该死啊 竟然能够在雷颖大人手上撑这么久 的确是有着狂妄的资本了 旁边另外的一名暗部也接口道 但做人不能太嚣张 又一位补了一句 语气都是冷冰冰不夹杂多少感情 可意思也都透露得很明显了 对于这两个上门找麻烦的相当不满 虽然雷颖大楼能够重建 真正的贵重物品倒是不多 但这可是村子的颜面和象征 竟然直接被人毁了 这实在是太过丢脸了 所以雷颖大人才会如此气愤 直接亲自出马 你们暗部不帮忙的话 角都前辈其实还能够抗住的 徐悦简单地评价着 现在角都已经被打爆一个心脏了 不过还有四条命 够拖时间了 怎么奇拉比和二位游牧人还没来啊 角都抵挡住爱的一次攻击 被击飞了十几米远 他们作为人助力 标志性建筑被拆了 总该也有点反应吧 爱破开气流发出了尖锐之声 比角都击飞速度还要快的速度抵达 奇拉比倒是没啥 但二位猫佑的人助力二位游牧人 却是目前来说最后的一只尾兽目标了的 角都心脏再次碎裂一枚 面具破败 本来准备让角都把动静到大点 把人引出来 自己动手完成了首要目标后 才开始刷分的 发现还没制服对手 四代雷影再次加深了身上雷电之铠的输出 但现在看着 角都好像快要被镇压下去了 角都全身毛发都已经被电得树立了起来 身上还有点肉香味的烟雾出现 真是不给力啊 徐悦还是琢磨着 估计要自己亲自把人叫出来了 只是 就在徐悦刚刚做出决定的时候 云影的新援军便是出现了 那与本世界格格不入的气息 瞬间就让徐悦明白了他们轮回者的身份 记得自己拷问收集的情报当中 倒是有提及过 是圣希尔军团在这里吧 不过好像并没有准备大佬带队的样子 本来准备立刻出手的他 便是又将准备工作暂缓了一下 让角都再次被打爆了一颗心脏 身着全副式铠甲 铠甲本身也向外散发着整整浓郁魔法气息的那名十字军战士 看到了被打他的雷影大楼 又看到那正在和四代雷影交手的角都 立刻就将目标锁定在了角都身上 空间的目标就是踏实吗 的确很强 竟然能够和一村之营打到这种地步 虽然落井下势并不太好 但谁叫你这么值钱 迅速地判断出了局面后 圣希尔军团的人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入场加入了战斗 其他暗部还不太敢破坏爱的性质 一直都是掠阵和防止面具怪捣乱 但轮回者可不会管这么多 哪怕会得罪雷影又如何 相比于奖励来说 已经足够自己等人付出这样的代价了 不趁着你雷影对他压制的时候进行补刀 难道等他恢复全胜之时 让我们最高普通精锐轮回者带队的队伍 去硬刚影集boss 那哪怕利用各种道具和底牌勉强成功了 也不知道需要交代多少人的命来填 每一个影集强者都是一个神话 现在这样才是刚刚好啊 果然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啊 竟然还有土著的强力外援协助 让本来高难度的任务一下变得简单起来 哈哈一旦完成了任务目标 搞定了这个实力强大的男人 自己等人就能够任选一套技能 全都选择天宋之术的话 瞬间就能为军团提供大量的后勤保障支援 不管是奖励还是自己等人的地位 都会得到巨大的好处 就是他 为了奖励 大家一起上啊 拼命的时候到了 等等我 慢点 一时间 一名名圣希尔军团的轮回者 都面路鬼处之色 争抢地朝着脚都围杀而去 一个个眼中都冒出了贪婪的绿光 似乎身怕慢一步 被友军提前结束战斗 导致没混到分的现象 本来和四代雷影打起来就很吃力 完全是靠着自身经验 和对方耿直性格硬撑着的角度 非但没等来友军的支援 反倒是等来了一票不讲规矩的敌人援军 坑爹的呢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 为什么一个个都来找我 那个人才是最为祸首 那个人才是大麻烦啊 你们去找他啊 这边才愣个神的功夫 角度的附加心脏 就在轮回者参与的补刀之下 消耗殆尽了 如今可就只剩下自己的本命了 老板助我 到了这种时刻 他也管不了什么面子不面子了 反正自己在他面前永远都没有面子 直接开口求援了起来 而觉得也差不多了的徐悦 也终止了继续等待的念头 二伟人助力没等到 结果等到一群打了也不出货的轮回者 这还真是晦气啊 角度的复活臂都已经打没了 再不把他捞出来 真死了也怪可惜的 随后便是毫不犹豫的将啃着的瓜果甩开 甩下瓜果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顶住他要害的几名按部警觉 不要乱动 然而这句话都还没说完 控制住徐悦的五名按部身影 便是同时犹如断线风筝一般的倒飞而出 砰砰砰砰砰 五声落地声响起 完全将其他按部的注意都吸引了过来 随后连续十几名按部 便是先后对徐悦发动了密集的攻击 不需要准备时间的手里剑率先而至 达到干扰目的之后 各种顿数也已经运用而出 按部之间的配合相当之默契 能够现在出现在这里的 可是按部中最精锐的一小撮 精英上人带头 配合上人级别的其他各种攻击 这十几人默契配合的套路下 就算是寻常影集强者也得暂避锋芒 而徐悦此时则是摆出了一个柔和的起手动作 脚步发力 白手转动 相对其他人浑厚的查克拉 从身体穴道喷涌而出 下一刻 一道刺目光辉闪过 原地就只留下了以徐悦为原心的一道半径十几米的大坑 所有围攻的按部 却是以比最初那几人还要恐怖的多的速度 犹如炮弹一般的被全部弹飞 那些弹道忍术以及手里剑等攻击 也瞬间被驱散一空 回天 从木分身分享记忆而来 攻防一体的无死角回天 在融入了AT立场的部分特性之后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方面都得到了巨额的提升 初步的融入就达到了眼前这种程度 一旦深入开发下去 效果还真会了不得 而另外一边 正轨处地攻击着角都的那些圣歇尔军团的轮回者 骤然感受到那剧烈的动静后 回头看去也是感觉哪里好像有点不对 看着那站在巨坑中央的孤立身影 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些许茫然 那个我们的目标到底是谁来者 第0263章 破解幻术的特别技巧 嗯 这么大的动静 四代雷银肯定也是能够察觉 本来自己面对的这个对手就已经很难缠了 不单单实力强大 关键是怎么打都打不死一样 虽然艾病没有出声阻止 但他知道如果不是自家的暗部 开始拖住了那些面具怪 自己恐怕都还达不到现在的战果 结果眼前这几手的家伙还没解决 这是又冒出了一个更加夸张的 十几名精英暗部 精英上人都有好几位 其他的罪刺也有着特别上人的层次 竟然被一击清空 瞬间他就发力将早就到极限的角兜逼退 向后跃开 脱离了角兜与徐悦两人之间的位置 以免被形成包夹 而角兜当然也巴布的喘口气 没有了雷颖的压制 顺手教训了几个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援军后 他就狼狈着回到了徐悦身边 爱看着地上的大坑 看了下七零八落的暗部 脸上表情也有些凝重 这是什么数 虽然手法上有些眼熟 但却也无法同脑海中那个招式对上 明显眼前这个要强大得多 回天喽 爱君难道认不出来吗 徐悦一边轻描淡写地说着 一边掀开了头上的斗笠 露出了下面的真容 以及那一双星红鞋翼的双眸 再看到那熟悉双眸的刹那 爱就感到了大势不好 虽然对方容貌变化很大 但这双当初让自己赤别中了幻术的眼睛 他可是印象深刻 那一次可以说是自己迄今为止 战斗的最耻辱之日了 在他发现不对的时候 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移开目光 盯着那扩大的旋转血童 似乎又要不如上次一样的结果一般 不过 哄 剧烈的引爆浮在爱身上爆炸而起 整个人都被弹飞了开来 但他那犹如伪兽一般的强横肉体之下 却只是体表出现了一阵熏黑 并没受到什么大碍 而靠着这一抱也阻止了徐悦将他拖入阅读空间的举动 让徐悦都颇为有些意外 看来上一次吃得亏对你的印象很深刻呀 防御做得这么好 方法虽然简单粗暴 但却很实用的 爱应该是一直苦练了自己雷之铠的控制手法 在全身覆盖的情况下 既然苦练利用了强大的操控 控制住了腰部一片小区域 不将雷之铠甲覆盖上 而那片区域就挂着满满一包的引爆符 一旦精神出现失控的刹那 雷电的反应毫无疑问是最为迅速的 失去了操控雷电之铠 颈刻间就会点燃引爆符 从而引发爆炸 就算是破解幻术的手段 都是如此的简单暴力 完全是符合爱的风格 还有自己硬吃引爆符什么的 也就是只有爱这怪物一般的体魄才能做得到 从幻术中解脱之后 爱也是完全不敢再看向徐悦的头部 盯着他脖子以下冷哼了一声开口道 果然是你 我才刚刚接到你的消息 你小子竟然就过来了 还拆了我的雷影大楼 语气中满是愤怒之意 我本来也是想要上来和你好好谈谈来者 都说了预约过了的 但却不让进的 只能同你打个招呼了 徐悦满脸都是无可奈何 一副我是被逼迫的样子 这种打招呼的手段 还真是让爱牙痒痒 但现在自己的确是暂时处于了劣势 附近的暗部精锐差点被一锅端 之前那个恶心的家伙自己都还没解决 现在还冒出一个更狠的 苦练了这么多年 特别是自己英明的想到了 这么优秀的破解幻术方法情况下 爱已经相信自己已经赶超了对方 每时每刻 我都没有忘记 当年我们那一战 是时候要履行我的承诺了 这一次赢的人一定是我 破解了对手对自己最大的克制后 爱的信心也不由暴增 除了幻术之外 自己无所畏惧 当初是你一对二 那么这一次就换我一对二了 爱满脸战意的看着徐悦和角都 身上的雷电散发出了霹里啪啦的声响 丁触发任务 体术对决 一对一的情况下 利用纯体术打败四代雷影 让他心服口服 突然得到的这个空间提示 徐悦也不由很是满意 果然强势的过来 云影村一趟是正确的选择呢 第一个触发任务就是高难度的对战雷影 是怕自己打死他引导自己行动的触发任务吧 以体术对付拥有人体术的四代雷影 空间可还真会增加难度 艾可并不是单纯的体术的 不过其实自己本来也没准备打死他 放心 云影村一个个我都准备刷一遍 不用了 既然你擅长人体术 那我们就体术对决吧 徐悦一边说完 一边便是摆出了起手势 体术 你是说你要和我比体术 本来占一满满的爱 此时似乎是感受到了相当的羞辱 当初自己的体术 就完全碾压了对方 对方纯粹是靠着手段的多样和换术 才引到自己的 然而再一次的见面 自己辛苦努力了这么久 你就说你只用体术来回馈自己 这还真是被太小看了 夹杂着愤怒的寒恨一击 直击徐悦的脸部 明明站在十几米开外的大坑边缘起手 挥出之时就已经抵达了徐悦的眼前 就算不适用雷之铠 爱的纯粹体术也强得可怕 那破空的速度带起的恐怖呼啸 在他抵达之后才是跟随而至 可面对这一击 徐悦却是抬手一切 双方手腕部位互相碰撞 一股诡异的引导之力将爱的攻击带偏 同时还让对方空门大开 另外一只手便是挫掌 直接朝着胸腹直击而去 但作为近战达人的爱 还是很迅速的利用空出的手臂 配合抬起的膝状 进行了配合的防御 挡在了徐悦那一击之前 砰 掌肘交击 蹦射出了凌厉的气流 让交手的爱不由脸色一变 一股穿透性极强的力量 沿着双方交击之处 竟然破开了自己的坚韧肉体 直接顺应攻入了体内 如果不是利用手肘和膝盖同时抵挡 被对方命中了胸腹的话 恐怕一击之下就得直接出局 柔拳 就在那股诡异的穿透力道 刚刚从交击处爆发开来后 后续一股刚硬的巨大力量 却又从对方手掌之上冲击开来 就算是正常交锋 这股力量的爆发都异常可怕 跟何谭先被柔拳的攻击打散了架子 哼 空中爆发出一阵气圈 爱已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去 倒飞的慢镜头下 爱也是完全难以置信 本以为对方最棘手的是幻属 而自己也破解了对方的幻属 但 现在对方连体数都如此之强大了吗 哼 一排房屋都被爆射的雷影冲击倒塌 形成了一片废墟 而徐悦也舒缓了一下 与对方交手时略微有些发麻的手掌 就算是纯粹的体数 配合爱那伟兽一般的坚韧肉体 也已经相当强横了 普通的钢拳 恐怕都不能在这一具肉体上造成多大的破坏 不过可惜自己会柔拳 哈 自己柔拳熟练度不够 的确是不够 有空间认可 也就是能够勉强收放自如 但大成级别的体数精通 和大成仙人体的身体素质 配合自身 已经稳稳达到影级的查克拉 再加上稍微蓄力 就能完成的怪力数 怎么可能会弱 长生觉的辅助作用 在这里也完全体现了出来 让怪力数的蓄力时间降低了许多 仅仅柔拳发力牵扯了刹那 就将准备的蓄力完成 爆发了出来 这也就是爱了 换做其他人这一拳 都能打成吹饼了 第0264章 支援 撕 从一堆废墟中 爬出的爱也是感受到了被命中部位的刺痛 内外双重攻击 就算以他的身体也有些扛不住 现在是什么情况 纯粹的体数之争 自己竟然开局就处于了下风 这不可能 我不信 夹杂着那种对自身能力的认可 夹杂着自己近战的尊严 爱也不再限制于体数意图 身上的雷电之铠 开始噼里啪啦了起来 下一刻便是呼出了一口浊气 带着些许颤抖地抬起了自己的手臂 化作了四指并拢状态 并且不断的一根一根的弯曲手中直到一根 那颤抖并不是徐悦造成的伤害 而是他自己身体承受的一股内在爆发性力量 这招式 看到对方的棋手 徐悦也颇为感到意外 应该是三代雷影的成名绝技了 因为输给了自己的缘故 这些年苦练出来的吗 看来自己影响最大的地方 还在雷之国这边呢 呲 比开始更加恐怖的速度 爱再次展现了它仅次于水门的绝对速度 地狱突刺 这也是雷影一脉 以他们那堪比尾兽体魄才能用出的超强技能 号称最强之矛 这种恐怖的攻击 就算徐悦也没办法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引导 不过 八门盾甲 第四门 伤门开 既然只能用体术 那自己自然也只能靠体术的速度来躲避你的攻击 地狱突刺的强大穿透 纯粹利用体术的情况下显然是没有应接的必要 四门开启之后 靠着骤然暴增的速度 超过了爱预判的轨迹 直接避开了它这贯穿性的攻击 撕 一条尖锐的气道出现在爱的前方 大地都被气流离出了一道细长的切口 只是攻击不管再强大 只要无法打中目标就没有意义 靠着骤然暴增的速度避开了攻击后 徐悦反过来又朝着它侧面冲击而去 一股蒸腾的绿色蒸汽形成的光辉浮现 与雷影深蓝色雷电之铠遥相呼应 随后便是迅速交缠撞击到了一起 双方纯粹以近战的能力 竟然形成了两道无坚不摧的流光一般 两种光束不断地碰撞交错 流光尾部留下的残影痕迹 犹如剪刀一般的波及 擦枝便能将一洞洞的剑柱破碎 每一次光束的交汇 都会形成一道弧形扩散的冲击波波级而开 高频率的交汇 前面几道的余波都还未消散 便会连续出现数十道新的波纹 纯粹以近战 打出了比之前角都五种顿数配合的忍数威力 还要更加恐怖的破坏 看得就算是角都都满脸猛逼 这两个人都是怪物啊 另外一边已经停下的圣希尔军团轮回者们 此时也是面面相去 瑟瑟发抖 这一个才是主要目标吧 比起开始那个还要可怕得多 竟然和这个 比怪物还可怕的雷影拼成了这样 他们倒是想要配合雷影压制对方的 但最高只有上人级别的精锐轮回者 他们连速度都跟不上 富贵显中求 大家是时候要拼命了 最后还是那十字军领袖咬了咬牙 现在我手上有着一件威力强大的一次性用品 就算是最后我得到了天颂之术 也无法弥补回损失 但大家都能得到的话 那肯定是大转 他的话刚刚说完 其他人就领会了他的意思 放心吧 我们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承担损失的 到时候我们按照你使用道具的 市场价平摊损失 好 这次我们就豁出去了 那被绿色蒸汽覆盖的徐悦 一边利用自己近乎于所有的体数技巧不断的与爱碰撞 一边也察觉到了轮回者那边的不稳定 空间可是让我一对一打服了才有奖励 竟然想要坏我好事 算了 和爱也已经喂的差不多了 体数方面也已经差不多能融会贯通 那么 结束吧 仙人模式 开 如今能够瞬息进入仙人模式的徐悦 下一刻 脸颊两侧就浮现出了两道蛇鳞 那原本开四门的原亮色蒸汽也立刻在自然能量的融入下 化作了金黄之色 单单这金黄色蒸汽就喷涌到了十米开外 四周空气也一片扭曲 气息暴增 让对面的爱立刻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压迫力 连身上的雷电铠甲都好似受到了压制一半 自己的行动速度都在那股粘稠的压迫感下慢上了几分 这家伙 心中念头都还没冒出 眼前就已经失去了对方的身影 只留下了一道金色残像 不好 连忙转身之下 就只能看到眼前不断放大的拳头 会死 这是爱心底不断想动的警报 但在那股恐怖的风压之下 刚刚完成转身力道用尽的自己 却是连动都难以动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拳袭来 哄 擦着他耳边轰出的拳头骤然停下 空气中爆发出了一圈圈的气道 爱的身后便是传来了一片地洞山摇一般的感触 僵硬地顺着那故意打偏的拳头向后看去 只见后方整个雷影大楼的废墟 一路蔓延延伸到村外 竟然都出现了一道被离开的贯穿性开口 诶 打偏了呢 缓缓收回了拳头 徐悦也是看向了爱僵硬的表情 大城体术精通 大城仙人体 怪力术 八门盾甲四门 仙人模式同时作用 下发力全力以八卦空掌的技巧打出 那破坏的力量也稍微有些超过徐悦的预计 因为任务是纯粹比拼体数 徐悦连 多方面 爆发加成之下 就达到了这种层次了 八卦空掌的潜力还比想象中大 四战中 雏田在名人查克拉的加成buff下 八卦空掌都打开过一次十尾的尾巴 眼前如此多加成下能达到这种地步 似乎也是理所当然了 八卦空掌终极提升的极限 应该是那毁天灭地 以仙道之力撼动天空 攻防一体的八十神空击 是我输了 体数也是你更强 丁体数对决完成 奖励卷轴完美体数精通 以纯粹体数 近战打败了拥有人体数的第四代雷影 奖励的确也相当出色 看到背后那纯粹以体数打出比忍数还要大得多的破坏场景 爱不由满脸都是苦涩 这些年过去 自己没日没夜的苦恋 到头来非但没有拉近距离 还在自己以前占据绝对优势的体数之上都被超越了吗 这种天赋还真是让人感到绝望啊 不说爱此时心情的复杂 另外一边的那几名圣希尔军校的轮回者 站在那被离开的凹陷开口边缘 看到旁边莫名凭空少了的几名队友空缺 刚刚掏出了一张卷轴的十字军领袖 又默默的将卷轴塞了回去 而其他几人也是完全当做了没看到 还看什么 想变成饼子啊 回家洗洗睡吧 这个任务就当做没出现过 不过随后 他们就发现了 事情似乎又出现了些许转机 只见这边爆发出了如此恐怖的战斗规模与痕迹 村子也已经完成了大体上战斗区域的疏散之后 另外两道人影却也已经抵达了现场 云影村另外两位达到了影集的底牌 八位人助力齐拉比 二位人助力二位游牧人 两人不单单是伟兽人助力 而且都是能够完美控制伟兽力量的存在 不单单有着强大的个体能力 还拥有着巨大的战略破坏能力 雷影大人 大哥 两人抵达现场 便是看到了面露没落之色的爱 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表情 而见到了两位友军之后 短暂失落的爱也立刻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自己背负了雷影之名 现在这种时刻可没有时间让自己自怨自艺 这次是我输了 但却并不代表着我们村子输了 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远处方向也出现了大量黑点围绕而来 开始为了疏散村民 只有最精锐的一群暗部在附近 在被解决了后 短暂出现了雷影一人对敌的显现 但现在也是时候 展现出一个村子的底蕴了 雷影大人一人就拖延到了足够的时间 而徐月此时则是满脸溢色的看着 二位游牧人小姐姐 九大尾兽的查克拉 就差你这一份了呢 搞了这么大动静 终于还是把你给等来了 第0265章 兵来降党 为我说老板 人太多了 还是先撤一步吧 已经够占便宜了 看着那密密麻麻蜂拥而至的人者 就算是以角都的高傲 此时都心底一阵退堂鼓 剧情当中角都的死亡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的高傲 然而这一次 只剩下一条命的她 也明白眼前这种状况不是高傲的时候 该说还是得说的 哈 要走你走吧 我还有事没做完 徐月一脸的平静 似乎并不在一角都率先离开一般 让绝对不由一阵心底骂娘 没有你的飞雷神帮忙 只剩下一条命的自己怎么从被人山人海包围的村子里逃走 嘴巴皮碰一下这么简单 进来前说好的呢 你这个骗子 与之波月 我承认你的实力在我们村恐怕无人能及 但就算当年老头子也被万人围攻而死 面对人数上的绝对差距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艾满脸慎重地说道 虽然嘴巴上说着对方无路可逃 但实际上他还是明白 精通时空人数的对方想要依靠人数来留下 真的很难 而奇拉比和二位游牧人两人也已经得到了提示 知道不要与对方对视 甚至因为当初艾和奇拉比两人都输给了徐月的经历之后 整个村子对于幻术的防备都提升了许多 包围的人影 大多数目光都是放得比较下 这一次爆发在村子当中的战斗 可以说云隐村出动的人者 数目比他们人界大战当中一次战役出马的人者还要更多 放眼望去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绝对不为过 丁触发任务以得服人 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让云隐村心服口服 突然得到的提示 让徐月也不由有些哑然 伤亡吗 自己本来也不准备血洗的了 不过万一没控制好 却也不能怪我的 到是能够提前感受部分四战的风貌了呢 希望不要让我控制不住手脚 徐月对于爱的警告 似乎丝毫都不以为意 整个人都随意地站在了那边 大哥大哥 我们一起 让他尝尝 我们厉害 奇拉比那逗逼风格的说唱风格 就算到了这种地步 都没能改掉 虽然通过大哥的神态 奇拉比知道这一次大哥又输了 但现在可还有着自己在这 两人合力一起才是真正的AB组合 甚至不单单自己两人 此时整个村子的人手都在 实在想不出会输的理由 嗯 就用那招吧 我们一起 援军已经源源不断地抵达 但爱还是明白 要想真的将对方留下 必须要真正达到了自己这一级别的强者 形成足够的压力和牵制才行 游牧仁 达鲁伊 你们两人见机行事 负责压阵 一旦有机会 不要有丝毫有余 西 萨姆伊 你们两个负责 各带一支上人小队 针对另外那个人 不要让他进行干扰 艾随后的话说出 让几人领命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深深的惊诧 以四代雷影的性格 竟然在他与奇拉比大人合作之后 都安排了另外两名村内的 超级高手压阵 这是完全对自己两人的组合 都失去了信心吗 对手真的强到了这种地步 不管是由牧仁 还是掌握了蓝顿的达鲁伊 都是拥有着相当快速便捷的攻击 可以说他们压阵在附近 一旦有机会就能发出致命一击 是必然能够干预到战斗之内的 这是以前雷影大人从未要求过的阵容 这种恐怖的阵容之下 人界之内还有谁能够全身而退 那么 岳君 准备好了吗 没阶下 会死的 凝重地做出了布置之后 爱也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虽然之前对方手下留情 但为了村子 自己是不可能把这份人情还在这里的 滋滋 爱和奇拉比两人身上 同时爆发出了一蓝一红两种不同的光辉 随后同时消失在了原地 相辅相成之下 直接从两个方向化作了红蓝两色流光 直接绕鸡徐悦而去 近乎于完全同一时间抵达 想要抵挡 就算你速度能够跟上反应过来 也只能选择抵挡一人 雷盾 绝牛雷离热道 AB组合的最强杀招 完全是两人合力才能用出的恐怖破坏力 在两道流光冲击之下 就已经在地面里出了一道可怖的缺口 空气中也形成了两道扩散而去的齐全 两人都化作了被查克拉索包裹的雷利热刀 同时封锁了徐悦所有的躲避空间 激射而至的慢镜头下 爱也少有的在战斗中迅速地思考判断 这招合击的威力更在地狱突刺之上 之前地狱突刺他都选择了躲避 那这次也肯定不会例外 会利用飞雷神躲避吗 如果躲避应该会到哪一处倒标 到现在他应该都没有留下记号才是 盯紧他心甩出的苦无 以我们的速度一定能够赶上 然而在他们两人同时抵达的时刻 徐悦都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 依然还处于仙人模式下的他 带着些许鳞片愈发妖异的脸上 只是挂起了一丝笑容 一左一右两只手同时抬起 撑手长撞 轰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建设了漫天尘埃 犹如一道蘑菇云一般 而四散的冲击波 更是将附近的人者们都冲得身上衣物紧贴 最前面的甚至不得不抬手挡住眼部 出现了 是雷影大人和奇拉比大人的最强合击 雷盾 绝牛雷里热道 来犯之敌的确强大 但面对这种攻击也得败贝 四周的人者 一个个都是面露兴奋的神色 虽然刚刚是在村内产生的如此剧烈的冲击痕迹 但对于崇尚力量和战斗的云影村忍者们来说 换来的却只有憧憬 这就是我们村子的影 我们的守护神 房子塌了再见就是 但只要有我们的影在 我们就能屹立不到 雷影大人也是怕我们一般忍者出现死伤 所以才是和奇拉比大人同时用出了这惊人的合击 这就是影的守护 圣西尔军团原本都准备放弃的轮回者们 也激动的直打摆子 机会 机会又来了 就知道不能过早放弃 还不快把卷轴拿出来 一名野蛮人装扮的轮回者 急吼吼的对那十字军喊道 而对方也并没有在意这种粗俗 哈哈大笑的就将自己的宝贝又掏了出来 另外 游牧人和达鲁伊两人也是全神灌注的盯着那尘土飞扬的战场中心 随时准备着应对任何变化 然而下一刻 在那惊叹与欢呼声都还未落下之时 那成片的尘埃便已经被一股蛮横的力量吹散一空 原地只留下了三道交集在一起的身影 被雷影大人和其拉比大人同时压迫在中间的人影 左右两手一手都抓住了一道拳头 徒手完全将两位大人的攻击全部挡下 这种画面的冲击感让四周声音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是面露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们知道来者很强 甚至可能比雷影大人还强 哪怕他能够躲开这攻击 甚至真的挡住这攻击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却完全无法接受竟然如此而戏 如此轻描淡写地将攻击化解 圣歇尔军团那刚刚将卷轴掏出的家伙 此时又不由默默地再次塞了回去 此时最早反应过来 完全没有时间震惊和迟疑的两人 也就是由牧人和达鲁伊 在尘埃驱散露出了内部场面的刹那 两人就同时发动了攻击 对手很强甚至挡住了两位大人的最强合击 但也正因如此 他的双手都已经被封死 眼前是最佳的攻击机会 鼠尾玉球 十几团的查克拉球体 在由牧人的操控下 以弹幕的形式朝着最中央的徐悦轰击而去 完全在他掌控下的玉球 没有丝毫偏转 直奔目标 蓝盾 雷射戏法 达鲁伊胸前画出一道圆圈 无数的雷射光束蜂拥而至 同样也是完全在他的掌控下直奔徐悦 雷与水结合的蓝盾 不单单有着雷电的威能 还拥有着水的灵活与柔软 方便控制 会选择他们两人压阵 就是因为他们两人攻击的强大 迅捷以及精准 无数射线与查克拉球体 包裹了徐悦的四面八方 完全堵死了一切方向 而面对如此密集 数目 威力 精准并存的强大攻击 徐悦却也只是泛起了一丝笑意 随后握着两人拳头的手掌 便是再度加大了力道起来 让最直接感受到 这股力道变化的爱和奇拉比 都不由脸色微变 这事 握紧了之后 伴随着徐悦脚步的发力 和手上的转动 下一刻原地便形成了 一道亮白色的倒扣半球体 回天 第0266章 战略极能力 不好 雷影大人 游牧人和达鲁一两人 能够完全精准地操控自己的攻击 但无论如何 他们也是选择了攻向徐悦 然而 哪里想得到 对手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 融入了AT立场的回天出现 所有的攻击都被一扫而空 甚至连带的那弧形范围 还向外波级扩散而去 大地都被平推而开 艾和奇拉比两道人影更是被一甩而开 撞入了两侧的废墟当中 绕是以两人的强大体质 此时都是浑身伤痕累累 被徐悦抓住以回天的形式发力 本身就犹如被丢进了洗衣机一般 不单单如此 那漫天的兰顿以及二伟人助力特色攻击 也是被他们两人强吃而下 吃下攻击的同时还不算 伴随着AT立场的爆发挤压 完全就是将他们两人贴在了那密集攻击的脸上 随后再被弹开 偏小的两人在洗衣机里吃了多少伤害 简直就是将人丢入洗衣机后 一边滚动一边向内丢铁钉和玻璃渣一般 开的还是甩干模式 可可 艾纳堪比尾兽的强横躯体 此时都是鲜血淋漓 浑身酸痛 作为八伟人助力 回复力惊人的奇拉比 也是尾兽羽衣都被撕裂了 狼狈不堪 大哥大哥 好像又是 我们输了 奇拉比短促的回答 也似乎是带着些许不甘 当初自己两人在战场上 合力被对方击败 那是完全不知道对方情报 爱还没发挥出来 就被血轮眼劝退了 而这一次 明明已经防备了 对方上次的优势攻击 但却发现 这家伙从其他方面 都开始将自己两人甩远了 雷颖大人 不能犹豫了 一起伤吧 这已经不是 能够靠单一忍者解决的对手了 游牧人此时也急切地开口道 虽然他也不希望 村子有过大的牺牲 但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 哪里是凭借少数几人 就能够对付的 这实在是太强了 而另外 圣歇尔军团的那些轮回者们 听到了游牧人的话 也不由都对视了一眼 没错 必须要借助这些土著的事才行 随后他们根本也不等爱有什么指令和反应 同时就开始鼓噪了起来 其中一名萨满还开始了战歌BUFF的叠加 刺激所有人的热血 大家 雷颖大人为了保护村子都负伤了 为了保护我们大家自己的家园 大家一起上啊 对 对方再强也就只有一人而已 不要辜负雷颖大人和奇拉比大人的付出 换作其他云影村的正常忍者 是不敢在这种时候造次带头说出这种话的 但轮回者们可不会在乎这么多 而有着他们的带头 本来就因为村子被毁 影被打伤 或愤怒或恐惧的各种情绪的刺激下 有些迷失的云人们 也着实被他们这群家伙带动了起来 是啊 现在正是要保护村子的时候 眼前的场面和气氛 就犹如当初木叶被九尾袭击的时候一般 所有云忍重置成城 大家一起上 一定要为雷颖大人他们争取时间 不能再让他破坏村子了 伴随着阵阵咆哮声 蜂拥而至的人者伴随着密密麻麻的攻击 便是直朝巨大坑洞中央站立的徐悦直击而去 等一下 爱也没想到只是一个愣神 就被别人带起了节奏 自己和齐拉比两人之前那种情况都选择两人上 并不单单是为了当初战场上的场子 而是对方的名声之下 最擅长的能力可不是眼前表现的这一些 对于群工 他可有着相当霸道的攻击技巧 仙人模式下 那浑身向外都散发着金色蒸汽的徐悦 在第一波攻击抵达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手中的结印 仙法 木盾 花束界降临 轰 轰 轰 大地一阵颤动 数米粗半径的树藤蜂拥而起 成百上千的接连破土而出 直接就甩开缠绕了不少的云银忍者 下一刻 这迅速形成的热带雨林当中 就浮现了一朵朵的花苞 伴随着花苞散开花粉的坠落 近乎于所有冲上前的云人 便是被一锅端的全部进入了沉睡当中 如果是成批量的机甲部队 徐悦还不太好利用这个树 但只是血肉之躯的话 那花束界降临就是最方便应付眼前的树式 这花束的粉末 就算是影级强者吸入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其他普通的人者 如果没有独特的克制技巧 那自然而然是群体扑街 一边昏迷过去 一边反过来 反捕树界被抽取着查克拉 该死 必须要解决这片林子 被雷电铠甲所包裹 屏蔽了靠近的花粉 同时还不断切断那席卷而来的树藤 爱满脸都是愤怒之色 自己的攻击再强 面对这种犹如自然之危一般的人数 却也是利有不歹 只有另外一边恢复了一些的奇拉比 和二位游牧人两人对视了一眼 随后同时点头 轰 轰 伴随着两道巨大的沉烟去散 两只超越了花束界捕捉极限的巨大凶兽 出现在了场地之内 八尾牛鬼 二尾猫幼 两大人助力同时进入了完全尾兽化姿态 这就是尾兽对比影集的最大特色 完全能够成为大范围杀伤的战略兵器 或许他们的实力不见得比其他影集强多少 但单论杀伤以及对杂鱼能力来说 就能真正让人体会到受操控的尾兽恐惧 二尾猫又靠着自身灵巧的姿态与速度 迅速的高速奔跑而起 不断利用利爪切割着花束界的藤蔓 将被困的人者们都暂时解开束缚 并且尽可能扫倒一边 而八尾牛鬼更是站好了方向 直接嘴里凝聚着尾兽玉 直逼徐悦而去 整个村子都已经这样了 沿途的人者大多也都被猫又扫到了边上 他也已经完全豁出去 不再在意破坏 然而他嘴里的尾兽玉 刚刚凝聚完成 刚刚脱离而出之时 一直被黑紫色火焰所覆盖的巨大手掌 便是完全将尾兽玉捏在了手里 同时反过来朝着八尾身上按去 移到身上燃烧着黑紫色火焰 体积堪比尾兽的巨大木人 直接拔地而起 尾兽玉直接反压到八尾身上之后 瞬间爆发出了剧烈的爆炸 将整只八尾都打得向后滑出了上百米 一路上那宏伟的树界形成的树林 都一路横扫倒塌两侧 形成了被离开的一道路口 燃烧着黑紫色火焰的巨大木人 犹如魔神一般屹立于天地之间 木人肩膀之上则是站立着一道相对渺小的人影 但却无人能够忽视 仙法 威装 须左能忽 木人之术 第0267章 西市 哦 尾兽 这就是尾兽 这就是整个人界真正最巅峰的存在 还是得要靠土著的 那些个圣歇尔军团的成员 因为许多都是全副式的铠甲 面部自带净化能力 并没有吸入花粉 此时虽然都已经被藤蔓捆绑了起来 但因为许悦并没有刻意制造杀伤的关系 术界并没有抽取生命力 只是抽取了一些体内能量 当他们看到那突然出现的两大尾兽 眼中也满是振奋的神色 如果不是被束缚住了无法动弹 肯定都要把卷轴拿出来了 特别是二尾猫又靠着灵巧恐怖的速度 清空了许多藤蔓 将被束缚的忍者连带着他们一起 结绑就下了后更是又找到了希望 只要有这两大尾兽 那 然而下一刻八尾的尾兽玉被牧人扣下 而后反路之后 那剧烈的冲击 以及完全超乎想象的动静 着实让他们集体猛逼了起来 这 这真的是忍者的战斗吗 真的进入的是忍村大战 不是什么灾难和超科技为免 尾兽不是公认的本世界最尖端的力量吗 哪怕形容强者 都是以能够与尾兽比肩为荣 可现在 他们已经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形容了 今天真是连续过山车一样 起起伏伏 心脏要爆炸了 那一份卷轴 还是烂在肚子里吧 眼前唯一的机会 就是土著势力足够给力 打赢对方 自己等人看看 有没有机会混上点助攻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眼前这个世界的剧情 大多都靠着向日国购买的 但怎么着这种大事件 或多或少都会听到一点风声吧 到底是发生了啥 一定是那一群日国轮回者的错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奇拉比完全伪兽化 可以说已经与巴伪融为一体 能够互相在心灵之间进行交流 被自己的伪兽欲轰退 奇拉比说心里没有震撼是不可能的 伪兽的确可能被降服 但那种降服大多都是靠着技巧与封印 单人正面面对伪兽欲还强行按回来了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而巴伪牛鬼 此时也是陷入了那遥远的回忆当中 想当年自己还自由自在的是一只野生伪兽 直到被卖之前都是如此 我们恐怕是遇到大麻烦了 之前听说有目盾我都还并没有在意 但没想到竟然能够达到眼前这种程度 对方虽然还没达到初代的目盾层次 但本质上已经是相当接近了 现在就看看和我们两伪兽能不能把对方耗死了 如果真的是相同的体质 对方的查克拉量不会比伪兽少 听到了搭档的话 其拉比也是完全凝重了起来 然而就在此时 徐悦却是控制着牧人率先动了 二伪还没到手 还是先把最主要目标完成得好 披着仙术化虚左能呼的牧人 一叽叽退了八伪的同时 徐悦手中的另外一道结印就已经完成 仙法 木盾 木龙之术 和其他几种盾术当中 带笼子的树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的巨大木龙 从木人身上盘旋而出 同样被覆盖上了一层虚左能呼 下一刻就张牙舞爪的直逼猫佑而去 让伪兽化得由牧人不由心头一惊 随后靠着猫佑的灵巧 身段一跃而起进行着躲避 可就在他刚刚腾空还没到半的时候 一股巨大的犀利便是再次将它扯向了地面 万象天隐 猝不及防之下 猫又那巨大的体型 便是直接比月起更快的速度落地 被木龙缠绕束缚而上 木龙与猫又两个巨大体型的怪物互相纠缠 树界那成片的森林便是大规模倒塌 木屑与尘土飞溅 木龙一边紧紧地束缚 一边还在吸取着二伟那庞大的查克拉 初代使用木龙对九伟都能产生压制 徐悦虽然还比不过 但在附加了威装 虚左能呼之后 压制住二伟还是绰绰有余 背下了灭族那么一个黑锅 没有看得见的好处自己怎么可能会上 而这第一次实战当中初步使用后 果然也没有让自己失望 游牧人 已经从被击退中缓过来的奇拉比 看到这么短暂的时间 游牧人就近乎于被直接制服 心惊之余更多的还是震撼 这可是伟兽 在对方手上坚持的时间 竟然不比一只橘猫九 可就在他想要进行支援之时 燃烧着黑紫色火焰的牧人便已经栖身而上 直接与八尾进行决立了起来 而牧人肩膀之上的徐悦 却是一个纵身直接跃到了被束缚的猫右身上 差不多要开始收集最后的果实了 二伟查克拉到手 该死 被牧人死死纠缠住的奇拉比 见到徐悦在二伟身上不断鼓刀着什么后 也不敢再让他肆意妄为下去 直接伴随着一阵烟雾 原地留下了一条巨大的章鱼触手 将自己进行了替换 本来在绝力当中的牧人 骤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后 没有受到直接操控本身臃肿的体型劣势 也体现了出来 直接一个踉枪就摔倒在了地上 随后被那一根作为替身的章鱼 触须死死地缠绕住 一时间无法起身 而八尾也已经抵达了最为合适的位置 方向上不会波及到有军的位置 张嘴就开喷了起来 连续伪兽玉 已经东西到手的徐悦 自然也没准备自己亲自接下这东西的意思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躲避了那连续的喷射 伪兽玉属于绝对的力量类型 AT立场接下一两发是没问题 但连续强吃的话 自己的查克拉也消耗太大了 与其浪费在这里 倒不如试一试最后一个 在徐悦利用飞雷神离开之后 前面的猫幼也被那狂轰乱炸的尾兽玉包裹 看似密集的攻击之下 每一发尾兽玉却是威力被八尾控制住 并不算全力爆发 猫幼虽然也受到了创伤 但更多的伤害还是被提表的威装 虚左能乎 木龙之树吃下 直接被打得破碎 原本的束缚反倒是成了一种保护 奇拉比看上去是个逗逼样 但战本能却是相当出色 一时间 木人和木龙就都暂时被解决 终究只是树化作的死物 正面影刚收到指令的时候 还可以发挥出巨大威能 但被任助力们利用自己的战斗技巧 周旋后却也能够化解 特别还是有两位 能够完全操控尾兽的人助力 只是当他们想要再寻找徐悦身影的时候 就刚巧看到了那站在一处树梢顶端 朝着嘴里滴下了一滴液体的人影 西式版的英雄之水称一称蓝条后 估计也差不多了 原本徐悦体表仙树查克拉 混杂着八门蒸汽的金色蒸汽 骤然间再次喷涌放大了树被 四周树木都完全被一股 纯粹的静风压地弯曲了下去 不好 奇拉比 游牧人和爱己人心底 近乎于同时出现了这不妙的想法 但下一刻徐悦却也已经完成了手里的结印 整片大地都出现了巨大的震动 地动山摇 犹如有什么恐怖的魔神 要从地底冒出一般 第零二六八章 回归 那 那是什么 骗人的吧 不是吧 少数吸入不多醒过来的人者 还有圣歇尔军团的轮回者们 最开始 也就是认为 牧人之术和木龙之术 已经达到了所谓术的极限 能够抗衡尾兽的术 还不够你臭屁的呀 那被虚左能乎所覆盖的牧人 已经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三观冲击了 犹如小山头一般的尾兽 能够被一个树画座的牧人挡住这么久 还有后面那个完全束缚住二尾的木龙 如果不是八尾机制 事情都没这么容易解决 然而现在是什么情况 指尖伴随着大地的不断震荡 一座背后被密密麻麻手臂所覆盖的大佛 正缓缓地从大地下方升起 仅仅才伸出头部的大小 就已经可以比肩之前的木人 那恐怖的体积 那震撼的场面 那恐怖的视觉冲击 不断地刷新着他们的认知 仙法 木盾 真数牵手 顶上画佛 完全与尾兽不在一个数量级 巍峨的犹如山月一般 尾兽在其面前 都好比婴儿对比成人一般 当佛像背后的手臂 都已经摆好了姿态 对准了两只伟兽之后 不管是奇拉比和巴伟 还是由木人和二伟 都同时感到了真正的死亡威胁 那种巨大的压迫感 让伟兽查克拉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犹如炸毛一般 而就在此时 一道刺目的巨大白色闪光信号 便是从树丛中发了出来 并不是代表着其他什么意思 而是代表着 投降 发出信号之人 正是站在一处树梢之上 满脸复杂之色的四代雷影 输了 真的是输了 一人抗衡一村 本以为这种事情 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现实却是告诉了 自己真相的残酷 丁已得福人任务完成 奖励评价已计算进入结算 额外奖励 训练卡 冥想式全限 额外奖励的东西 倒也颇为让徐悦感到有些意外 竟然是一种权限 训练卡冥想式 每次间隔期 均能使用一次 每次使用消耗A级剧情点 星号仪获得时间7天 在冥想式当中 研发技能将受到空间加成 见到这权限的说明 徐悦心底却也知道 不能再过分撩拨空间了 空间连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都能知道 或许研发技能中 研发出了现有模板的技能 空间还会额外收费 但那种费用对比起来 确实要低太多了 甚至很多时候 徐悦都希望空间收费来 对技能完成最后认定手续 而且 通过金刚封锁的改装经验来看 一旦出现了超出空间模板技能的变异能力 空间的收费会大幅度降低 甚至免去费用 长远来说 这一份权限的奖励 却是比S级别技能要有用的多 既然想要的东西也已经到手了 空间也帮忙擦屁股要碾人了 徐悦也并没有准备尝试 领取完奖励后 再把手中的招式完成 那么 爱君 奇拉比 下次 有缘再见了 一边洒脱了笑了笑 徐悦便是一边 趁着西式版英雄之水的副作用没出现之前 选择了回归 看着眼前消失的人影 看着那巍峨大佛的残留 爱他们几人也是脸上全是复杂之色 虽然对方把村子搞成了这样 但看着那路续醒过来的云银忍者 以及最后停下的收手 他们还是知道对方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面对这种近乎于毁灭性的破坏 面对全村近乎于都被押服的时刻 爱却也对他并没有多少怨恨 甚至有着一丝淡淡的感激 村子拆了可以重建 但人没了 就真的完了 只是徐悦离开的干脆 却似乎好像忘了什么 还被藤曼捆绑住 刚刚从花粉过敏中醒过来的脚都有话要说 六个S级别的剧情奖励是吗 西式版的英雄之水副作用却也并不小的 而且惩罚任务竟然以目前的权限都无法提前知道剧情是什么 回归空间后 因为身处于法国区没有小木屋的关系 徐悦也只是简单的归纳了一下收获 而哪怕回归空间有着一次普通治疗的机会 徐悦那西式版的英雄之水效果爆发后 作为特殊伤害的副作用 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体内的空虚感 这也还好他的code与大成仙人体相辅相成 这种空虚感也就是比较难受 并没有出现不可逆的影响 这样算起来 如果是使用正版的英雄之水 还真需要慎重 还好 自己本来也不是准备把这东西让自己使用的 这一次任务剧情当中 自己最主要的目的是收集伟兽查克拉 真正刻意去刷的大型任务相对是少 这还是最后奔放了一把 但就算如此 其实就论对剧情的影响和冲击来说 自己这一次的影响 恐怕比上一次三战的时候还要更大 那一次三战的最后评级奖励 可是达到了SS级 相当于主线奖励达到了SS的程度 可这一次的评级奖励却依然是S 这其中应该还有着 暂时没试探出来的因素影响 想要达到SS的话 对剧情的改动必须要在限定之内 又或者不能太过蛮横的获取 自己最后那一波也算得上是很控制手脚了 云影村破坏严重 但伤亡算起来一般 还不如自己参与过的九尾之乱 对木叶的损伤 毕竟刚刚开始的时候 给了他们时间疏散村民 可即便这样 因为自己的破坏力也限制了上限吗 空间的规则 破坏剧情会有大幅度的成就奖励 修正有人破坏的剧情 也同样会有触发的引导奖励 而且破坏剧情的程度 还会引起奖励的上限受到限制 如此看来 空间本身有可能拥有两套相互对立相互干扰 又相互影响的判定思路 一个是拯救 一个是破坏 互相影响 互相矛盾 又相辅相成 能够确保轮回者之间的阵营与对抗性 只是似乎因为自己的进入 经常性会破坏掉这股平衡性的样子 不过这也只是自己的猜测 具体情况还需要一定的情报才行 毕竟自己只是正式轮回者嘛 现在还是先消化掉这一次的收获吧 有着六个余下的S级任务 徐悦连完美仙人体都暂时没有升级 先把陈顿学了 感悟着三种查克拉融合 与费顿两种查克拉融合的不同之处 随后便是直接利用了那训练卡 冥想是进行了自己之前推导的认证测试 时尾啊 希望不要让自己失望 在火影世界 徐悦做了这么久商人的空隙时间 也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 以及对伟兽查克拉的研究工作 在进入了冥想是后 便是直奔主题的开始了最为核心的融合起来 而冥想是也不愧是空间单独作为一次全线奖励 也不愧是七天时间就消耗一个A级剧情的加成 利用英雄之水增加尾兽收集的分散查克拉 利用通灵 外道模像切下等比例的一块作为根基 小一号的食尾便已经诞生 最为关键的是 这食尾并没有什么副作用 不用担心食尾的抑制 不用担心灰叶剂 完全是一片空白为我所用 等到吸收进入到体内之后 甚至还能获得长生觉的控制加持 完全将其与自身一体化 效果比自己最初预估的都还要高一些 第0269章 杯锅侠 食尾终究是属于火影当中最为顶尖的能力之一 论级别来说与轮回岩属于同一层次 本身应该是需要附数的SS剧情点来进行强化升级才是 但因为冥想式的给力加上徐悦的魔改 而且原材料也是他自己收集的 在被英雄之水强化之前也只是部分查克拉 所以这一次吸收食尾后也就是花费了一个S级剧情点 徐悦还咨询了如果任务点不够会怎么样 嗯 回复上是说任务点不够获得的就是阉割版能力 但也可以选择暂时封存等到点数够的时候激活 也算是有点良心的 剩下4个在吸收之前完成完美仙人体的强化 消耗了一空 至此之后 除了查克拉总量上还有差距外 单纯体质已经达到了大柱子的巅峰反版 断手断脚什么的都能迅速地进行恢复 非但如此 在仗着完美仙人体吸收了食尾 被体内长生觉融入自身后 恢复能力还再次得到了提升 不考虑查克拉的消耗 类似于班那样被凯踢爆半边身体恐怕都已经无所谓了 至于真正和巅峰时期的大柱子战力对比 也只有真的打过才知道 况且 钉 伴随着一根黑色拳杖出现在手中 六道羽衣自然而然的出现在身上 六枚球道玉也在身后盘旋了起来 融入了阴阳五吨的球道玉 包含着森罗万象之力 而且在徐悦原力感知与长生觉操控的辅助之下 攻击范围还得到了一定的延伸 200米内都属于可以抵达的区域 操控也相当得心应手 攻击威力进行简单的测试后也能发现 攻击权限仅次于时空人数而已 没有六道之力的人 碰之便会泯灭 这些成为食尾人助力与之俱来的能力 让徐悦也感到了相当的意外 空间竟然没额外收自己的钱 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成功魔改了技能后的好处嘛 一次性收费就解决问题了 而且收费还是打折的 不过这一次魔改食尾的融合 可以说是徐悦从刚刚进入轮回空间开始 就制定的一个阶段性目标 一路上虽然会不断的根据各种情况调整 但大方向上一直没有改变 加上对查克拉的研究 封印术的研究 尾兽的研究等等积累 才是最后在冥想式的协助下 成功地达到了当前的阶段性目标 这一次指定卡用的还是相当值得的 就是不知道后面的惩罚任务 到底会对自己的收益有多大的限制 哪怕真的豁出去一个任务空间 都没有什么好的收获 本身也是赚的 况且正是轮回者难度的空间当中 能够把自己限制到一点收获都得不到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大概 达到了上校军衔后 利用一次终极训练卡完成了自己完全体的测试 暂时确保技能的掌握和使用后 徐悦也开始准备出门卖东西了 因为完美仙人体这个狗大户吃掉了四个S级剧情点 加上为了更加熟悉查克拉融合的沉顿学习 徐悦的S级剧情点也已经全部用光了 好歹再弄一个把六道配恩点出来 和木分身完全不同的是 六道配恩是能够利用黑棒远距离进行查克拉支援输入近乎于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而且能够实时地共享一切情报 其本身也并不会影响自己本体的力量发挥 或许不能提升自己的绝对实力 但能增加许多便利性 不过从自己刷的这么久 搞了这么多大动作 也就是只是获得空间S级评价 本身也能够看得出来 这S级别的任务剧情点有多难获得 法国轮回区的前十轮回者军团是综合能力很强 肯定也有空闲的S级剧情 但想要从他们手中把这玩意儿掏出来 却也很有难度的 不过好歹 自己还多了一个熔炖卷轴可以卖 已经成为了十伟人助力的自己 的确已经不需要这种两种查克拉融合的血迹了 就看能不能利用效率最大化了 在徐悦这边将收获消化掉之时 整个法国轮回区也掀起了一股劲爆的消息 日国轮回者对法国不宣而战 整片空间都是一片哗然 日国作为新兴帝国 专门被西方诸国扶持 用来近距离压制华夏 相对来说 与西方诸国的关系都还算尚可 哪怕随着他们的实力不断壮大 不断提升 特别是近期仗着一战之后 各国都伤到了元气的关系有点膨胀 但一直以来都还在可控制度的范围之内 就算真的偶尔有什么冲突 那也是正常的轮回空间利益冲突 这种都是各国各军团都默许的一种现象 有利益就有冲突 难道轮回空间是慈善机构 弱肉强食才是最好的写照 哪怕是第一军团 如果进入一次任务空间的人手不强 被针对团灭都是经常的事 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是太过分了 一边高架出售情报给了法国各大军团 一边又靠着那些真正有效的高架值情报挖坑 坑害法国轮回者军团 完全是有预谋的 在一次忍村大战的任务空间当中 四个法国区排名前十的军团参与队伍都遭受了重创 虽然有些并没找到证据 但结合几次实锤的证据完全可以断定 这全是日国轮回者的锅 不过夹杂其中的是 华夏区那个叫做企鹅商会的轮回者机构 也趁机报复了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 导致了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 再硬钢了日国轮回者们后被团灭 连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区的继承人 都被打出了重生权限 导致了一段相当的虚弱期 只是对于华夏区 对于企鹅商会 有着日国分担火力在先 法国轮回区的仇恨倒是并不算高 毕竟人家法国分会被连根拔起了 做出一点报复似乎也不为过嘛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对比日国来说 他们要好得多了 而且既然企鹅商会展现出了足够的肌肉 有足够实力 那我们就有坐下来谈一谈的资格 就有着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顺带维护了一下那一群劳工的利益 感觉也没啥 这群泥腿子多少 也是为了一战做出贡献的 没有后台的话随便欺负也就欺负了 又发不出声音 既然有后台 那就随他们去自生自灭了 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巴而已 特别是被重创的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继承人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在复活虚弱当中 都大度地表示了原谅他们 之前是自己等人做过份了 还准备寻求合作之后 节奏更是被完全带偏了 连苦主自己都表示不介意 其他军团吃饱了 撑着去管闲事 华夏区因为人数的关系潜力是大 但在各国都同时发力的情况 国内已经乱作了一锅粥 所以不足为虑 法国在华夏内的代言人军团 都还在源源不断朝着本国国内输送大量物资的 相比来说 跳得太厉害的日国 倒是有必要敲打一下了 必须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和老牌帝国之间的差距 第0270章 睿智 武藤现在感觉有点猛逼 怎么一觉醒来感觉全世界都变了 作为日国的知名剑客 他这次来到法国算是正式的交流访问的 在轮回空间里发生了一些冲突和矛盾嘛 这一点完全能够被自己的身份挡下 轮回空间打生打死 但现实当中显然没有这样的必要 自己虽然的确是先后窥视了两个军团的东西 但最后不是也都没有到手吗 只是普通轮回空间的正常冲突啊 这都要算的话 别说世界大战了 各国内部的军团都得先打出脑浆来 所以在带着失落和几乎为零的收获 离开了这一次任务空间后 他也是好好地享受放松发泄了一下 但就这么一晚上的时间再醒过来 我撤草惠母 Sigma 什么时候日国突然就变成法国公敌了 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的损失绝对也不小的呀 而紧接着 他就接到了国内的紧急通讯 先是自己军团的 随后还有着国内第一军团幕府的 都是质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开始的质问都并没有说 责怪自己破坏了两国关系 还说是为了帝国出力 他们一定会保自己的 但要自己把引起法国区震怒的好处拿出来 会根据那东西的价值给予自己足够补偿 听到这里后 武藤简直感觉天都黑了 补偿你妹啊 自己全副武装的进去 出来的时候都快光屁股了 你还跟我要好处 但要好处 然而听到了自己零收获后 便是被他们扣上了 谎言为了私自利益损害帝国利益叛徒 之类的标签 之前什么会帮自己出面抗下的话 已经全部抛之脑后 不断的威胁自己将东西交出来 这 这拿命来交啊 武藤简直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自己实力虽然算不上这级别的绝强 但资格是相当老的 在本国也有着很高的地位 可现在 这些地位都化作了浮云 在明确拒绝了之后 包括自己军团在内 都迅速与自己划清了界限和关系 明确的对法国声明说 破坏两国关系是自己的私人行为 法国轮回区这边闹得沸沸扬扬 为的也不是真的准备和日国干一次狠的 既然那边服软给面子 给台阶下 那顺势也就下了 这算是他们明确地说 要放弃一名大佬级别的存在了 哪怕是大佬当中的计量单位 那也是大佬 任何军团都不会轻易舍弃的对象 看来是这一位太贪心了 不想要上交好处 触怒了他自己的军团 但这对于法国各大军团来说 却是一件好事 之前轮回空间当中的损失 就算是对于几个大型军团 也是不能忽视的 他们本身也不想和日国再硬刚下去了 现在近乎于平白不需要再付出什么 就能获得捕获这家伙的权限 那自然还较为不错的结果 关系虽然极度的恶化了 可表面上还算是维护住了一层皮 政治的艺术就是妥协 毕竟损失已经发生了 真的和日国干一下 又不能弥补回来 反倒是如果能抓到这家伙 以他的生命为威胁签订协议 让他把得到的东西交出来 还能够弥补不少损失回来 几位出世的大佬当中 除了诅咒祭司 因为太过相信自己的保命能力 导致逃脱权限比较低受到的创伤过大以外 其他几位都还算能够快速补回来的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武藤却是完全坐不住了 法国轮回区第一军团 直接利用军团权限 发出了一级通缉令 利用第一军团被空间赋予的权限 进行的一级通缉令 能够让整个法国范围内的轮回者 面对通缉犯时 都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自己违规出手的惩罚 能够在现实空间 都能对他们进行围捕 所以可并不是任务空间 在这里可是有着整个法国轮回区的大佬 别说一国的顶尖强者 就算是一个大型军团的顶尖强者 全部出动 他们都得被捶杀 现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 因为汪兆明不知所踪 让武藤和齐谢远两人 也不得不再次抱团了起来 而且都低调的吓人 完全的地下工作这样 现在必须要想办法先离开法国 一级通缉令各个军团高层 都是能出手的 真被发现了我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贫民窟的一间房间当中 伪装成流浪汉的武藤 有些急切地对齐谢远说道 齐军 现在只有你的身份还能够见光 他们毕竟没人认识你 就真要拜托你想办法了 如果能够成功 日后我也会来到华夏讨活 到时候必定以你马首是瞻 武藤现在可是被军团完全抛弃了的 已经无法再拿出以前的姿态 武藤先生太严重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而齐谢远则是很惶恐地白手了起来 一副你太抬举我了的样子 只是他心底想什么 却没有人能够知道 面对齐谢远的表情 武藤却反倒是还开始再次解释了起来 齐军 我知道你也怀疑我拿到了东西 但我真的是没有啊 别说超越陈顿的奖励了 就连陈顿甚至是更刺激的奖励 我也没能拿到的 什么奖励能比命重要 怎么会 我自然是相信武藤先生的 齐谢远表情上依然还是滴水不漏 不过或许是因为武藤的再次解释 起到了一点作用 又或者是其实他现在本人也是差不多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所以也很自然地转过了这个话题 变到了一些实际问题上 在法国 北洋的势力肯定是不方便借用的 但其实法国区还有一个大型的华人军团可以利用一二 你是说法国劳工吗 根据流传出来的消息 这个法国劳工不是被那个企鹅商会接收了吗 因为和自己的相关留言当中也有着企鹅商会的消息 所以武藤特地还关注了一下的 好像是自己等人和那群银行家打过一场后 企鹅商会出面把他们摆平了 没错 就是他们 放心 法国劳工群体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如果没有外力干预 自然而然会选择沉浮 但如果有外力的话 有些被压迫久了的人 心里会很扭曲的 我恰巧就有认识的人在里面 齐谢员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眼中闪过了睿智的神色 呵呵 张作霖很可能就是那个企鹅商会来到法国的代表 也只有他那神出鬼没的空间手段能够做到这一点 说不定企鹅商会就是北洋军团一手搞出来的 不愿意承认和如此低调 也就是因为担心刺激到其他列强的神经 甚至日国这次背上的锅最大的 可能都是张作霖那胡子一手不举造成的 这种级别的强者 当然不可能连续地冒出几个 自己的推断九成九没有问题 而既然如此 自己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秘密情报 来与张作霖进行交易 当然 因为张作霖本身太过强势的关系 自己需要走迂回路线 那群法国劳工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那个同样来到了法国 被张作霖安排成为棋子接近无佩服的新人了 先让武藤去法国劳工那边挑事 吸引张作霖本身的注意 趁着这个机会 自己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完成 对那个新人的制服 将交易的内容带给张作霖 忙过所有人 隐蔽地单独与张作霖这位大佬做出交易 既然张作霖能够做出这么大的手笔 那他的能力也超出了之前的认识和想象 如此一来 哪怕自己暂时的为他做事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而他也肯定会需要自己这种级别的优秀属下 自己可是准备在精锐轮回者的阶段多卡一段时间的 虽然会减缓自己的实力提升 但这会让自己比普通大佬还能够适用更广的方向 张作霖绝对不会拒绝自己的 精锐轮回者级别就达到大佬的实力 这可是稀有的下人 自己的实力、天赋与价值 就是自己谈判的底气 作为一切都以利益为先 满身匪弃的张作霖 自己已经完全把握了他的思想 这就是自己提前判断出了张作霖身份的好处 这就是情报不对称的优势 此时自己已经站紧先机 第0271章 好巧 徐悦将熔顿已经卖出 而卖出的对象 却恰巧就是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 除了他们是狗大户 积累比较丰富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 徐悦也是准备测试一下自己 换树种子的效果如何 在将价格卖出了两个S级任务点后 徐悦对于这种子的效果也很是满意 随后 便是再次带着爱德华和爱丽丝 在密室进行谈判的时候 修补强化了一下种子的效果 没办法 毕竟不是别天神 没有那么长的时效性和稳定性 有空的话 隔一段时间稳定一下倒是不错的 而作为 罗斯柴尔德法国银行的未来继承人 爱德华 罗斯柴尔德如今手中的权力也不算低了 两个S级剧情点 购买一个熔盾虽然是有点小亏 但还是在它全线范围之内 毕竟这一份熔盾是通过任务完成 并不需要额外学习费用的 通过这样的一次接触 本着化干戈为玉伯的姿态 爱德华也向内部提出了 与企鹅商会合作的建议 理由是企鹅商会并不是欧洲本土势力 影响力有限 与他们合作能够获得他们支持的同时 还能够把握着主动权 有理有据也得到了相当的支持 对于这一群银行家来说 只要有利益的是 哪怕刚刚都是打破脑浆的敌人 现在就立刻能够成为好兄弟 况且提出来的人还是爱德华本人 他都不介意 其他人更不介意了 而有着罗斯柴尔德这欧洲老牌强国的支持之后 借助他们的是 整个欧洲的企鹅商会分会 也都算是落下了脚跟 徐悦现在不需要这些分会 能够有什么太大作为 只需要埋下钉子 不让欧洲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庞然大物即可 对于已经获得了整个法国轮回区 类似模式商会垄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徐悦也给出了一个很有前瞻性的诱人建议 下一步 你们可以去想办法搞德国吗 一战之后 你们家族受到了打击没错 但毕竟还是有着足够的威慑 吞下了法国还迅速向其他国家扩展 不单单可能会引起本土的抵制 甚至可能引起联合抵制的公愤 现在我给你们一些后续的计划步骤 先想办法把法国轮回区完全消化压制一切反弹后 再吞掉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市场 之后再以此为跳板放眼整个欧洲甚至全球 这完全是一份相当有可行性的计划吗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 你们完全不用理会的 死命的剥削的去就行了 压榨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 把一战战果全部利用起来 为你们来创造财富 因为徐悦罗列出了一整套压榨剩余价值的完整计划 可行性极强 加上家族本身就有着一定的相关意向 近乎于瞬间就同意了这一份计划 对于利用一次并不算太吃亏的技能交易 就交好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盟友 还得到了一份如此详细罗列的条条框框 只要随便找够人手就能执行下去的计划 完全就是写传 而交汇罗斯柴尔德家族慢慢给自己挖坑之后 徐悦暂时将他们放下 鼓到了这么久的时候 也终于是有机会回圣西尔军校 稍微刷下存在感了 还得吻一下 孙林这个喜欢装作高冷 其实有点单纯的家伙 让他简单的作为一名侧面证人 自己的实际任务次数比他多一次 但利用自己军衔上的优势 慢慢把这一次的差距填平 却也是没问题的 这边的深造一旦完成 回到国内就能完完全全的 将自身任务进度方面的问题都抹平 圣西尔军校那科幻化的校园之内 一处停着两台机甲的空旷操场之上 一群学生正在露天听着一名教授的讲座 所以说 类似于相位转换装甲 如果单独运用在了一些普通机体之上 又没有足够的能源支持的话 反倒是会成为一种负担 如果普通轮回者得到了这种装置 或者一次性装备蓝图 最好的选择 还是要选择出售给有能力的大型军团 徐悦利用木分身身上的标记抵达 并且瞬间解除木分身之后 便是听到了眼前这样的半截化 将技艺共享完成后 徐悦也理顺了一些课程 不得不说 虽然轮回者们可能对一些剧情的认识 会有很大的偏差 但他们自己一步步自成体系 通过各种战斗得出来的机甲研究 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不同世界不同类别的机甲 在他们这里都有着细致的分类 以及一些专门独特的运用方式 以孙林为代表的好学生们 此时就正在飞速地记录着笔记 让徐悦都感觉到了一些恍然 任务空间的时间只是一瞬 但任务空间当中的精力 却也很是丰富的 差点忘了自己正常的明面身份 是有一定体数和医疗忍数基础的 桑德兰基师了 正是轮回者当中的佼佼者呢 喂 你听到没有 之前教授说过呢 我们的机体虽然体积并不大 但其实实际作战能力却也并不低 小巧牺牲了输出功率和再弹量的同时 却也大幅度增加了灵巧的 孙林明亮的眼睛两眼放光 似乎是又找回了自信一半 对于她自己的宝贝机甲 无赖 体积比基本机甲扎骨小 那么多的失落也算是消失了 满脸喜滋滋的表情 这种喜悦自然也要和同样是属于小型机甲桑德兰 基师的徐悦来分享一下了 是啊 机甲的战斗机甲本身和基师都同样重要的 我们的机甲价格同扎骨来说也是处于同一层次的 所以性能和实用性来说也同样如此 虽然是临时插队回来 但徐悦随后就把话接了上来 没露出破绽 呵呵 无知的猴子 价格上虽然差不多 但小型机体怎么可能融入大型机体的集团作战 在弹量和口径都差太多了 哦 对了 你们华夏应该是没有正规的机甲部队 杂派队伍来说倒也是没差别 然而就在此时 距离徐悦他们不远处 一名很明显带有严重种族主义的金发白人青年 却似乎是听到了徐悦对孙林的话 开口嘲讽 调笑了起来 收回你的话 不然我不介意将你的言行提交给学校处理 然而 在孙林那满脸气氛的小脸上 都还没表达出什么的时候 一道阴柔的声音便是从旁边传了过来 同样一直使用替身类物品的旗械员也回到了学校 而且竟然正在帮着解围 嗯 似乎是转移了重心目标 放在自己身上了来着 徐悦心底也出现了一丝了然 对方这次回来 或许为的就是自己吧 好巧 其实我正好也准备找下你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